跨世代网游,神土,横空出世 全球在线玩家突破10亿 中科院分析报告称 神土展现出的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时代 将深刻地改变甚至重塑人类社会 据悉,首富马克金豪至1万亿收购 神土公司10%股份的申请被无情拒绝 耳边嘈杂的新闻播报声吵醒了林妍 她猛地睁开眼睛,喘着粗气 两酒才坐起身来 喝了一杯白开水,镇静了精神 看着新闻联播的日期 林妍很快确定了一件事情,她重生了 紧紧攥着水杯,眼神复杂地 看着新闻联播中满屏关于神土的报道 正是这个游戏不仅改变了她的一生 还改变了整个人类的命运 2049年吗?看来我还有三年时间 她站起身来,目光沉静而锐利 三年后,游戏规则入侵现实 在神土中得到的一切等级 财富、技能都将具现在现实中 星空战场也同时开启 随着西斯文明入侵 蓝星即日化为地狱 作为前世天榜第一强者 她带领下国抵御外族入侵 沐浴血与火,一路杀到最终神战地 但却在夺到最终神器之时 被女友沐青婉被刺而死 我不知你出于何种原因被刺我 但这一次,你不会再有机会了 我会亲手杀掉你 林妍戴上游戏头盔 眼神明亮而坚定 现在,我是唯一了解神土游戏 及其未来走向的人 这一世,一切都将不同 遗憾和痛苦,精力一次就够了 她闭上眼,一世正式登陆 神土,欢迎来到神土世界 您的ID位 炎帝 身体数据扫描中 角色形象建立中 建立完毕 请选择你的职业 战士 林妍笃定到 她前世被尊为刀神 初始职业 自然要选战士 数据构建完毕 欢迎来到神土世界 冒险者炎帝 祝您旅程愉快 光芒闪过 林妍出现在新手村传送祭坛 周围人生顶沸 到处都是玩家 看到这熟悉的一幕 林妍露出久违的笑容 重生而来的复杂情绪 也消散了许多 一切 才刚刚开始 林妍迅速检查自己的装备栏 神土开服 至今已经有几天了 作为完全拟真的游戏世界 自然没有什么刚登陆 就能利用的BOB或者外挂 她现在唯一的优势 就是对神土游戏的了解 凭她的知识和技术 即便没有外挂 她也有信心 在这三年翻盘 苦思冥想间 装备栏展开 嗯 林妍呼吸一致 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 手指将在了半空 装备栏中 除了战士自带新手长刀外 仅有一件装备陈列 但那装备 却散发着象征无上权威的 紫金色神芒 而她的记忆中 能散发这种色泽的装备 唯有 终极神器 终极神器跟我一起穿越回来了 林妍确认之后 血液瞬间沸腾 星空战场上 一件神器便足以改写战争走势 更别提这件终极神器 太好了 都忍不住放声大笑 开局获得终极神器 这游戏 我怎么说 她心情澎湃 立刻点选装备 此为唯一装备 一旦装备 灵魂绑定 不可转让 无法丢弃 无法替换 不可摧毁 不会掉落 是否确认装备 对于谈出的提示 林妍毫无迟疑 直接点选确定 这可是星空战场各族文明 打破头都要抢的终极神器 她傻了 才会选择放弃装备 虽然不可替换意味着日后 她只能绑定终极神器 无法再更换装备 但无所谓 这本来就是最强装备 即便用到最终神战 也不用担心属性不够 看看我的属性变化 灵魂满心期待 点开属性面板 开局绑定终极神装 那还不是抬手 就秒天秒地 直接图神 ID 炎帝 种族 人类 皇 职业 战士 等级 1 生命值 100 攻击 10 基础加武器伤害 护甲加18 基础加武器加成 物抗 2 法抗 1 移速 1 攻速 1 法力 10 装备 粗布上衣 白板 护甲加9 粗布裤子 白板 护甲加9 生锈长刀 白板 攻击加5 终极神器 唯一 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一阶 技能 暂无 能力 暂无 没有任何哪怕一点的属性加成 灵魂猛逼了 说好的秒天秒地 开局图神呢 终极神装就这 他嘴角狂抽 一般人哪受得了这种两极反转 但他毕竟是为国 御血的重生强者 主打一个心态稳定 终极神器绝不会这么简单 他点开唯一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的介绍 效果介绍 可以无限融合装备 无等阶 数量限制 融合后的新装备 将继承此前被融合装备的一切属性 并且 随着融合数量提升 可解锁神器特性 目前进度 零一百 呼 灵魂长吐了一口气 舒服了 不愧是最终神器 虽然只有唯一效果 但确实强大到逆天 若是其他人 可能还看不出终极神器的可怕潜力 但作为天榜第一强者 他的眼光自然很辣 按照此效果的描述 这装备简直无敌了 灵魂兴奋不已 无限制融合装备 也就是说 每融合一柄新手长刀 就加五攻击力 如果能融合一万柄新手长刀 攻击力就会直接加五万 这就很变态了 要知道 游戏玩到后期 最大的痛点 就是要抛弃老装备 不断地去刷能跟得上等级的新装备 并且新装备 还未必能有自己最需要的属性 比如吸血 暴击率等 但现在 它只会越刷越强 需要的属性得到了 就是永远得到 再也不会受限 并且 由于终极神器的灵魂绑定特性 完全不必担心 武器会掉落 损毁 可谓是人装合一 Nice 有了终极神器 一切都显得简单粗暴起来 既不需要天衣无缝的计划 也不必当狗娘养的甘地 灵烟心情畅快无比 只需要 去收购新手装备即可 神徒已经上线数日 全球玩家突破10亿 其中不少玩家装备 都升级为绿色普通装了 白板新手装备 早就被淘汰 放在装备栏里面吃灰了 只要他出钱 哪怕几枚铜币 都会有人抢着卖 灵烟看了看背包 里面新手奖励的十枚金币 安静地躺在其中 压制着嘴角疯狂的笑意 他静止走向交易集市 其实 我也不想开挂的 人真多啊 灵烟看着面前排起的长队 摇头苦笑 如今还没有人 拿到新手村boss手杀 所以玩家们 都滞留在各个新手村中 导致交易集市人满为患 神兔作为百分百你真游戏 交易要在游戏中 实际见面才能实现 有人吐槽这种模式 没有传统网游方便 但也有人觉得 这种玩法带入感爆棚 只有灵烟知道 神兔是一个 被游戏化的真实世界 自然不能按照 纯游戏的思路去玩 我需要一个摊位 灵烟来到 管理集市的NPC面前 想在这里交易 无论买卖 都需要交摊位费 在其他地方 虽然也能交易 但容易被抢劫 他如今才一级 还是先谨慎行事 市场管理员 是一位瞎眼的僧人 玩家都喜欢叫他盲僧 盲僧没抬头 冷淡伸出手 酒没金币 灵烟深深地 看了一眼盲僧 新手村有七位NPC 他们都有着 各自的隐藏剧情 这位盲僧 就是其中之一 他如今一共 才十枚金币 自然不可能交出去酒没 想到盲僧的背景设定 他微微一笑 大师 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盲僧收回了手 木然的眼神 看向灵烟 有两个人掉进了陷阱 死的人叫死人 活人叫什么 灵烟问道 盲僧沉思后说道 活人 叫救命啊 灵烟解开谜底 沉默 身后排队的玩家 一阵尴尬 我说老兄 你讲的笑话也太冷了 你怕是开天辟地以来 第一个给 NPC讲冷笑话的 可惜他肯定听不懂 正当玩家吐槽之时 一阵爽朗的大笑爆发出 好久才止住笑容的盲僧 丢了一块木牌 我三年没笑过了 少年 我很看好你 你的摊位费免了 9527号摊位 去吧 后面排队的玩家都猛逼了 什么鬼 直接免费送摊位 要知道九枚金币 在新手村 已经是很大一笔财富了 一般的绿色装备 也才卖两三枚金币而已 在这里摆摊的玩家 哪个不是干了好久 才买得起摊位的 我尼玛的 还能再无厘头点吗 免费拿摊位的隐藏方式 是给NPC讲冷笑话 什么狗策划脑袋里 想出来的奇葩设定 在玩家的吐槽声中 林妍已经收起 盲僧好感度加时的提示 走进了交易集市 而这些玩家 虽然嘴上嫌弃 身体却诚实得很 接连凑到盲僧面前 自信地讲起笑话来 甚至表演小品 结果却都被盲僧一棍子超度 去泉水重生了 林妍撇到这些玩家的下场 忍不住腹黑一笑 这位盲僧经历悲惨 常年抑郁 上一世一直没有人挖掘出 他的隐藏属性 酷爱冷笑话 还是他的好兄弟 死胖子嘴贱 才发现了盲僧的隐藏剧情 至于这些玩家 为什么都被送去泉水了 答案很简单 他们讲的笑话太好笑 完全不够了 林妍 正当林妍寻找自己的摊位时 有人叫住了她 因为游戏形象 都是扫描现实身体数据得来的 所以和现实长相基本一模一样 被熟人认出来也很正常 林妍转过头 目光深处瞬间泛起冰寒 但面容上却无波澜 木青碗 这个在最终之战中 被刺了自己的女人 她上一世呵护背质 清净感情的恶毒女人 木青碗穿着一身绿色华柜法式套装 看起来娇柔妩媚 很是动人 她确实很漂亮 不然也不会被评为江城大学 有史以来最好看的笑话 让自己上一世为之迷醉 你是终于攒够了钱 准备买装备 送我当礼物的吗 木青碗神情清冷 语气巨人千里 神土才刚刚开服 林妍还不是那个叱咋风云的天榜第一强者 只是江城大学一名普通的大学生 而木青碗则是下国十大游戏公司老总的女儿 家族资产上百亿 在她看来 自己追求者无数 林妍只是其中平平无奇的一只舔狗罢了 不过 她很擅长利用男人 就算再普通的男人 她都会尽量炸出他们最后一丝价值 我倒确实是缺一件蓝色的精良品质法杖 木青碗看向林妍 难得露出一丝笑容 这算是我给你的一个任务 如果你能完成 我就考虑答应和你吃顿饭 哼 林妍冷笑一声 现阶段 能凑得起绿色普通套装的玩家 都能数得过来 蓝色精良品质主武器 起码价值十枚金币 为此上一世 她苦苦干了十天十夜 结果只换来对方一句谢谢 甚至连允诺的一起吃饭 都没舍得兑现 她想到这里 忍不住在内心吐了前世的自己一口 恶狠狠骂道 果然 舔狗不得好死 嗯 木青碗皱了皱眉 内心涌出几分奇怪的感觉 总觉得眼前的少年变了 若是之前 自己跟她说两句话 她脸都得从头红到脚 更别提 自己居然允许对方给她送礼物了 那还不乐得她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怎么 你不愿意 木青碗难以置信地问道 让开 灵言懒得搭理对方 若不是及时不能动手 她都想杀一次木青碗抱金币了 木青碗完全猛逼了 这还是她认识的那个舔狗穷屌丝吗 怎么跟变了个人一样 正当木青碗精一不定之时 灵言却看到了 自己重生以来 最想要见的那道身影 她直接将木青碗一把扒拉到了一边 坚定地向那道倩影快步走去 你扒拉我 你居然敢扒拉我 木青碗因为实在出乎意料 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嘴张大成O形 瞳孔地震 又威 灵言拍在女孩的肩膀上 沈又威一惊 转过身看到是灵言 水汪汪的眼睛立刻惊喜瞪大 灵言 你也开始玩这个游戏了 灵言看着眼前的女孩 心虚万千 如今回首前世 她才恍然惊觉 最爱她的人 一直都是这位傻白甜女孩 沈又威 无论她做什么决定 女孩都会无条件地坚定选择她 默默跟在她身边 甚至在游戏入侵现实之时 不惜牺牲自身 也要救她 她至今都还记得 女孩浮在自己胸口的温热血液 你一拿着迟来的告白 我喜欢你 我沈又威一直都喜欢你 灵言 经历无数生死背叛 灵言的情感早已麻木 但再见到沈又威 她内心最深处的柔软 却瞬间就被狠狠击穿了 那次我来不及答应你 此生 我定护你一世周全 灵言很想现在就抱住沈又威 说 再见到你真好 但她还是克制住了 将心情平复 是因为 昨晚我说想和你一起组队 你才玩这个游戏的吗 沈又威眨着大眼睛 期待问道 不过当她看到灵言身后的沐青婉后 内心叹了口气 有些小失落 果然还是因为沐学姐吧 你邀请我 我怎么会拒绝 灵言知道沈又威误会了 爽快笑道 她开始玩 神土 还真是因为沈又威的邀请 大灾变之前 沐青婉只拿她当个工具人 怎么可能要她一起打游戏 啊 真的 沈又威很开心 连忙打开背包 你选的是战士职业吗 我刚打出三件绿色普通装备 你刚注册账号 肯定一身白板吧 这几件装备 先送你了 灵言心中一暖 答句道 你全身上下 一共就四件绿装 直接送给我三件 也太大方了 是的 除了她的主武器长弓 没办法送给战士职业的她外 这傻丫头 居然打算将其他三件绿装 全都送给她 可 是 是因为这几件装备都太丑了 我不喜欢 沈又威仰起头 嘴硬道 傻丫头 好好留着你的装备吧 我自己能搞定 灵言发出申请 和沈又威成为了游戏好友 可是 沈又威大眼睛转动 还想用其他的说辞说服灵言 她想尽快和灵言一起组队去刷怪 一会儿我带你去刷怪 你先下线去休息一下 记得多吃点食物 这次去野外的时间 摆一下沈又威光洁的额头 笑道 好 一听灵言要和她组队很久 沈又威毫不犹豫地点头答应下来 心冲冲下了线 直到鼓鼓的嘴巴 塞不进更多食物时 才反应过来 不对 分明我的等级更高啊 灵言为什么说是她带我呢 随即她摇了摇头 继续往嘴里塞面包 反正灵言哥总有她的道理 嘿嘿 交易即逝 沐青碗大脑一片空白地看着这一幕 灵言居然因为其他女人 把她抛在了一旁 她内心莫名升起极度 沈又威长得是不错 但论家事 气质哪一点比得上她 冲其量就是个傻白甜而已 灵言 你给我站住 沐青碗看灵言自顾就要走开 叫道 可惜 男人完全没有搭理她的性质 任由她在风中凌乱 自我怀疑 灵言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摊位 写好了牌子 在小摊前一摆 高价收购战士职业新手白板装备 限时限量 欲售从速 神徒有金币 银币 铜币之分兑换采用十进制 一枚金币等于一百枚铜币 游戏前期玩家都很缺钱 辛苦打出一件绿色装备得优先武装自己 就算有多余的 卖一件也就只两三枚金币 而打副本 探索野外要用的回血回篮药剂 都不便宜 所以 玩家都很渴求金钱 他要拿钱换新手装备 根本不缺卖家 我缺 老弟你认真的 居然收个完全没用的白板装备 招牌一打出来 瞬间就有很多人驻足为官 哈哈 玩了这么多年游戏 还是头一回见到有人购买一文不值的新手装备 事出反常必有妖 不少人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坑 都在观望 都让让 你真要买白板装备 一位落腮湖男人挤进来 狐疑地看着灵眼 神土的横空出世 震动了整个国际 但凡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其巨大潜力 无数土豪 游戏工会 资本大鳄都开始进驻 如今又是游戏初期的开荒时期 游戏货币被炒得价值极高 现在一枚金币 在现实中被炒到了接近一百块钱 赚游戏金币 再卖给现实里的土豪 已经成为新兴职业 这些人也被称为职业打金元 所以 灵眼如今的行为 在众人眼中无异于送钱 自然不敢信 诚信经营 同所无欺 我可是良心商家 灵眼语气笃定 行 大家伙都看着呢 我正好是战士 一枚金币 我把全套新手装备都给你 洛三胡拍着胸脯 很大气地说道 灵眼翻了个白眼 他真要一枚金币 买他就是个弱智 还有出价比他低的吗 洛三胡尴尬地挠了挠头 绿装才卖两 三枚金币 一文不值的白板装备 他敢要一枚金币 无非是欺负新人 想敲诈灵眼一笔 我只要五枚银币 见灵眼真想要 立马有人叫价 奶奶的 你怎么不去抢 一个破新手装备 给我三枚银币我就换 恶意竞争啊 你 小心老子揍你 你过来啊 闹了半天 灵眼也摸清了 这些人的底线 一枚银币 要是再少 还不够他们浪费的口水钱呢 毕竟一枚银币 现实里也就十块钱而已 好 一枚银币收购一套 战士白板装备 单件三枚铜币 要换得赶紧了 灵眼一招手 我先来 卖东西要排队懂不懂啊 你个扑街仔 你才是不懂尊老爱幼 给你大妈我让开 众人立刻轰抢了起来 一件又一件装备 疯狂砸向灵眼 生怕自己捡不到便宜 索性神徒的背包容量很大 完全装得下 不然灵眼前没花光 就得交这些装备给活埋了 十枚金币很快花完了 灵眼看着背包里 密密麻麻的新手装备 心里美滋滋 转身离开了交易集市 临走还不忘 给盲僧又讲了一个冷笑话 加了一波好感度 大哥 要不要抢他 他可搞了不少装备 集市门口 藏在暗处的盗贼玩家 阴险问道 作为专业盗贼 专门以打劫 偷窃其他玩家来升级 是一个很讨人闲的流派 去你妈的 你大脑穿色了 去抢一堆白板装备 盗贼首领差点没被气死 白眼都翻上天了 灵眼找了个僻静的地方 看着背包里 足足上百套新手战士套装 期待着搓搓手 有了这些武器 他可以获得一波超级强化 甚至还能解锁 终极神器第一个特性 他怎能不期待 他将手上两柄新手长刀 叠在一起 心念一动 开始融合 嗡 光芒闪烁 半分钟后 灵眼手中的两柄生锈长刀 融合为一 虽然外观没变 但明显更加丰锐了 灵眼点开装备详情 生锈长刀 白板 攻击加十 果然如此 灵眼兴奋的一挥手 一柄生锈长刀 属性是攻击力加五 两柄融合之后 变成了攻击力加十 继续 灵眼手中 一柄又一柄新手长刀被融合 第十柄融合完毕后 装备面板突发巨变 长刀装备图标散发的白光 都更吃烈了 风锐长刀 白板 攻击加五零 特性 风锐 附带十点破甲 这 灵眼心中更加震动 光是五十点攻击力加成 就足够可怕了 他才一百点血量 被砍上两刀救得死 而且 蓝色精良装备 才有几率具备的特性 居然出现在白板武器上出现了 就算他曾是天榜第一强者 也完全没听说过这种情况 这属性 精良品质的武器也比不了 灵眼把玩着风锐长刀 爱不释手 风锐特性 可以对护甲 额外造成十点伤害 在新手阶段 是非常不错的属性了 继续 他无比期待 融合一百柄新手长刀后的属性变化 最期待的 还是那即将被激发出来的 终极神器的第一个特性 他手上光芒不断 一百柄生锈长刀 接连融合在一起 嗡 长刀的装备图标散发出赤剩的白光 百炼宝刀 百板 攻击加五百 特性 锋利 附带一百点破甲 百炼钢 有百分之一概率 斩断精良品质兵器 百分之十概率 斩断普通品质兵器 百分之一百斩断 百板品质兵器 咕噜 灵眼看着百炼宝刀的属性 咽了口唾沫 这属性 简直掉炸天了 五百点攻击 加一百破甲 他血量一共才一百点 被这刀擦破个皮 就得死 他都不敢想象 用这饼刀 去刷新首村的野怪 得爽到什么程度 而且新增的百炼钢特性 也极其变态 就连精良品质的武器 都有几率斩断 要知道 现在拥有精良品质武器的玩家 都数得过来 连木青碗这样的富豪千金 都缺少精良品质的主武器 融合了一百件装备 终极神器的首个特性 也应该出现了 灵眼心怀忐忑 能化腐朽为神器的终极神器 本身的特性又将多么恐怖 他打开终极神器的装备详情 神情猛然一阵 终极神器唯一 唯一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二阶 目前进度 一百一千 一阶特性 攻击即可永久增加一点护甲值 加 四 灵眼倒吸一口凉气 终极神器果然恐怖如斯 解锁的第一个特性 就强到离谱 只要进行一次有效攻击 就可以永久增加一点护甲值 在神土前期 护甲值比血量还重要 首先 想要让敌人扣血 就要把他的护甲全打掉才行 并且 想恢复血量是很麻烦的 要即 休息点 缓慢地自我恢复 技能 这四种回血方式 都很烧钱 或者耽误时间 而护甲只需要脱离战斗状态 即可快速恢复 所以 在野外探险时 护甲甚至比血量有用 攻击一次就加一点护甲值 也就是说 通过攻击 自己可以无限叠甲 而且 是永久性的 攻击一万次 就能获得一万点护甲 一万护甲 站在那让新手村玩家砍 把刀给断了 怕都无法伤自己一滴血 在前期 几乎没有能造成真伤的敌方单位 将甲跌到足够高 就意味着 无敌 灵言目光灼灼 心绪激动 这又是什么 他点了下一阶特性后面的夹 却没有反应 估计是用来给特性升级用的 只是我融合的装备还不够多 灵言收起面板 心中期待满满 要赶紧赚钱 融合更多的装备 想到就做 他立刻开始融合新手套装中的粗布裤子 粗布上衣 光芒不断闪烁 融合所需时间明显比之前更短 应该是特性升级之后获得的提升 仅仅一个多小时后 由100件粗布裤子 粗布上衣打造的超强装备便现实 他点开两件装备的详情 金丝甲 白板 护甲加900 特性 轻便 佩戴不影响灵活性 蝉丝 受攻击时 减少敌方10%攻速 金丝裤 白板 护甲加900 蝉丝 受攻击时减少敌方10%攻速 真不错 灵严咧嘴一笑 装备一经融合 就绑定了终极神器 同时也继承了其唯一属性 一旦装备 灵魂绑定 不可转让 无法丢弃 无法替换 不可摧毁 不会掉落 未来随着不断融合 进化 这几件装备都会成长到无与伦比的层次 甚至 每一件都超越神器 仅仅是现在 他的一身装备 就给他提供了1800点护甲 500点攻击 100点破甲 和四项特性 已经出具无敌之势了 这种急速变强的感觉 令人沉迷 他已经等不及去野外疯狂刷怪爆金币了 上线 打怪了 灵严给列表唯一好友 爱吃严的女孩 发出了组队邀请 刷 沈优威很快就出现在了灵严面前 小嘴鼓鼓的 我都吃了两箱面包了 你再不邀请我 我就要把自己撑死了 呃 灵严哭笑不得 这丫头也太死脑筋了 之前没发现 你还是个大胃王 兮兮 而且我还是无论怎么吃 都不会胖体质 羡慕吧 沈优威一插腰 骄傲道 乱立flag可是很危险的 灵严一边打去 一边向村外走去 沈优威快步追上 灵严 你买到足够的药剂了吗 这个游戏回血很麻烦的 我攒了不少回血药剂 先分你一半吧 还有还有 一会儿一定要跟在我后面 虽然你打游戏很厉害 但这个游戏 真的和之前都不一样 没入门的话 很容易死 不过 灵严你这么聪明 肯定很快就会比我更厉害了 沈优威点着下巴 小脑瓜飞转 生怕自己遗漏了什么 哪怕只是游戏 他也不想看到 他喜欢的人死亡 灵严看着这个满眼 都是自己的女孩 嘴角都不自觉柔和 他拍了拍沈优威的脑袋 放心 一切交给我就好 新手村一公里开外 便是野怪区 各种怪物潜伏 隐藏着致命危险 沈优威紧握长弓 走在灵严前面 小脸上充满警惕 灵严看了眼他的等级 四级 这升级速度 在玩家中不算慢了 神徒本身难度就很高 并且死亡一次 就会掉一级 让之前努力泡汤 搜 一只蟒蛇 从角落中迅猛窜出 张开血盆大口 咬向两人头颅 啊 沈优威猝不及防地高呼一声 遭遇的第一个怪物 就是五级的青灵蟒 这运气也太贝了 灵严 你快撤 这是五级怪物 咱们对付不了 沈优威眼神坚定 就算死 也要给灵严拖延时间 一级玩家死亡的话 会惩罚12小时 不能上线 他搭弓射击 一气呵成 吃 箭头正中青灵蟒 令其头顶冒出 十六 五级青灵蟒 血量足足223点 一旦被禁身 我根本对付不了 沈优威眼路绝望 现在他只希望能多给灵严 争取时间 哪怕多一秒也好 在被击中的前一刻 一股力量将他拉住 躲开了攻击 灵严 沈优威发现自己 被灵严护在怀中 小脸刷得红了 不过他立刻反应过来 你怎么没 吃 话音未落 寒光一闪 只听耳边刀气长鸣 预想中被撞飞的伤害 并没有出现 沈优威疑惑地转过头 柔软的身体 瞬间僵直 可怕的青灵蟒 竟已被一刀斩首 横尸当场 金燕球融入灵严体内 令他直接升到了二级 我的天 沈优威冷在灵严怀里 一时不知是否在梦中 五级怪物 在新手村堪称强大的代名词 居然被一刀就秒杀了 虽然他没看清具体 但灵严这一刀的伤害 起码超过了二百点 一级打出两百多点伤害 沈优威眼路迷茫 小脑袋刮 想破了 也没想通灵严到底怎么做到的 灵严 你不会有刮吧 憋了半天 沈优威才鼓着小脸狐疑问道 可 灵严摸摸鼻子 这就是女人的第六感吗 猜得真准 想什么呢 分明是我技术好 真的吗 沈优威眨着大眼睛 若有所思 随即恍然大悟 我知道了 灵严跟你经验丰富 厉害一些 也是理所当然的 不愧是能当上 网游社团社长的男人 灵严哭笑不得地摇头 这傻丫头 也太会脑补了 不过 既然她自己想通了 她也不会再化蛇添足 还以为这次能带你飞 结果我还是个菜鸟 呜呜 沈优威想着 悲从中来 小脸充满了挫败感 灵严哈哈一笑 有些不舍地放开了怀中女孩 你已经很厉害了 接下来 只要跟在我后面 争取三个小时以内 一起升到九级 三个小时一起升到九级 沈优威惊讶得连害羞都忘了 眼睛瞪得溜圆 九级是获得职业模板之前的 等级极限 听起来不高 但至今整个新手村 达到九级的都屈指可数 职业网游选手 都要花费数日 才能升到九级 三个小时 不过想到灵严刚刚夸张的一刀 她又充满了信心 接下来 便是猎杀时刻 灵严嘴角一挑 走在丛林中 凡是见到的怪物 全部一刀秒杀 新手村野怪最高等级也是九级 就算九级的普通怪 血量也不过四百左右 根本顶不住灵严一刀 爆装备了 沈优威眼神一亮 干掉二十多个怪物后 终于爆装备了 灵严扫了一眼爆出来的装备 短剑 普通 攻击力加十 瞬间兴趣全无 随意收在背包里 这样升级太慢了 她很不满意 附近的怪级别不高 并且密度也低 刷起来效率太慢 足足用了二十分钟 才刷到四级 最关键的是 她需要攻击才能叠甲 这些怪物太弱 没一个能抗住她一刀的 完全叠不起来啊 跟我来 灵严带着沈优威 朝深处急速进发 越走越荒凉 人家哭拜 阴森的坟包 和凄惨的哭声环绕四周 咕噜 沈优威手心都被吓出汗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这种场景太可怕了 她不由得紧紧跟在灵严身后 几乎快贴在她背上 这附近应该有一个刷怪点 灵严仔细回忆着 顺手将一头八级 持剑骷髅 一刀劈碎 快逃 从林中滚出来 三名狼狈不堪的玩家 等级都是六 七级 在新手村算很厉害了 太恐怖了 我再也不玩游戏了 妈妈 我要好好学习 好多 好多怪物 他们神情惊恐 冲着两人大叫 再也不跑就来不及了 这里隐藏的怪物太可怕 很可能是boss 根本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灵严差点笑出声来 真要是碰到新手村boss 这三人怕是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一个照面 就被送回泉水了 看来方向是正确的 灵严放下心来 转过头 对着沈又威一笑 怕吗 只要跟着灵严你 我去哪都不怕 沈又威明明怕得不行 还是一挺苏兄 坚定说道 跟我来 很快 灵严前方出现一座坍塌的大坟 坟墓中散发出悠悠黑气 吸引了许多亡灵怪物聚集在此 感应到活人的气息 这些骷髅和丧尸齐刷刷的看来 阴森空洞的眼眸里 充满骇人的杀机 好 好多怪物 沈又威咽了口口水 紧紧抓住弓箭 这里少说有上百只怪物 而且 那些丧尸虽然最高等级也是九级 但明显要比骷髅强大很多 他一探查 当即脸色一白 坟地丧尸 精英 等级 九血量 九百护甲 八十攻击力 四十物抗 十无法抗 八技能 尸毒 被动 撕咬 发狂 比之前遇到的怪物 强大一倍还多 沈又威看着亡灵群中的十几只丧尸 压力巨大 灵严摇头失笑 刚才那三个落花而逃的玩家 显然是把精英怪当boss了 要撤退吗 这么多怪物 还是跟着讨伐队一起来比较安全 沈又威握着弓箭 虽然他只有五级 但只要灵严说打 他也绝不会有任何迟疑 撤退 这可都是咱们的精英宝宝啊 灵严眼眼神热烈地看着面前密密麻麻的亡灵生物 嘴角带起兴奋的笑容 只见他倒提长刀 迎面便冲向丧尸群 好 亡灵群显然被灵严激怒了 嘶吼着向他冲来 上百只亡灵生物的冲杀 气势无比可怕 沈又威脸色苍白 但手上不停 箭矢接连射出 要帮灵严减少压力 可惜只有五级的他 就算剑术不差 但造成的伤害 对于这些高级骷髅丧尸来说 简直连刮沙都谈不上 吃 灵严身形矫健 一刀将冲在最前面的 血量高达409的九级骨枪 骷髅斩碎 亡灵生物的冲锋势头明显一致 这一刀的爆炸伤害 把丧尸都吓呆了 一会儿就砍杀了十几头骷髅 吃吃吃 远处 不少骷髅弓箭手的箭矢射来 一波就打掉了他接近200点的护甲 先干掉你们 灵严眼神冷锐 这些弓箭手 是唯一能对他造成威胁的存在 自然要优先除掉 沉浸在杀戮的状态中 他大脑无比冷静 下一刻 灵严展现出完美级身法 身体微微一动 就避开大部分箭矢 同时 借助身边的敌人造成视觉死角 令骷髅弓箭手失去目标 就这样 他一路杀到骷髅弓箭手面前 除了第一波箭矢之外 竟然再也没有中过一箭 沈幽微看呆了 手上射箭的速度都变慢 这身法 这刀法 也太帅了吧 虽然他之前和灵严组队 打过其他的网游 知道灵严技术高超 但和今天展现出来的 完全不是一个层次 我明白了 肯定是之前那些网游限制了他 神徒的战斗 更接近现实搏斗 所以他才能发挥出全部的实力 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少女彻底被迷住了 灵严这套精力 血鱼火磨炼出来的刀法和身法 堪称杀戮的艺术 在当下这个时间点 完全是降维打击 吃吃 就算是精英怪 坟地丧尸 也根本挡不住他的步伐 两刀之内必死 灵严似虎入羊群 提刀杀进了骷髅弓箭手小队 一刀一个 虚语之间 骷髅弓箭手便被砍成了一堆碎骨头架子 随着疯狂的杀戮 他的等级也不断提升 很快就突破了五级 五级之后 需要的经验大幅上涨 经验条推进肉眼可见地慢下来 好 大队颤抖了一瞬 亡灵生物数量锐减 惊动了坍塌大坟中的可怕存在 一只江白的手突然从坟中破土而出 黑气扰动 刹那间电闪雷鸣 雨流如注 咕噜 沈又微咽了口唾沫 这一幕太诡异了 终于出来了 灵严非但不怕 反而眼中闪过喜色 他来此处 为的就是这坟中的家伙 扑哧扑哧 弹他的大坟颤抖 又一只手破土而出 随后 一道黑影从坟中炸起 一跳三米多高 他浑身苍白 身着兽衣 手指甲足足一尺长 浑身散发令人毛骨悚然的尸气 僵尸 沈又微惊呼一声 这游戏里居然还有僵尸 他开启探查技能 坟地白疆 同龄等级 9血量 2999护甲 260攻击力 77物抗 20无法抗 20技能 尸毒 被动 湿气腐蚀 亡灵召唤 撕咬 发狂 比同等级的骷髅 强大五倍不止 沈又微脸色彻底苍白 虽然灵尔很强 但对付这么多亡灵怪物的同时 还要与如此可怕的白疆厮杀 真的能做到吗 他咬牙全力输出 想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灵尔看完坟地白疆的数据后 却愣住了 我记错了 原来他这么弱的吗 当年坟地白疆刚出现的时候 堪称新手村的噩梦 他苦练了好久的技术 才成功将其击杀 统领 是新手村 除了BOSS之外 最强的怪物等级了 还指望 你能让我多叠几点假的 灵尔摇头失望 他来 以他现在的爆炸输出 想叠假 只能去找新手村 BOSS了 不等他多想 白疆已经急速杀了过来 速度明显 要比其他的亡灵生物快多了 湿气弥漫 侵袭着灵尔 令他速度减慢 好 白疆浑身黑气爆发 血量和攻速都上涨了20% 他十分谨慎 上来就开了狂暴和湿气腐蚀技能 可谓是倾尽全力 看你能接住我几刀 灵尔虽然没有技能 但却有着顶级的搏杀刀法 身形已退为进 一秒钟斩出两刀 传说中的叠刀技法 沈幽微小嘴睛的张开 叠刀技法可以取消后摇 能让使用者实现攻速瞬间翻倍的效果 这种技巧 即便是顶级网游大神 能用得出来的也屈指可数 吃吃 两刀下去 白疆头顶顿时冒出585 588两的数字 白疆慌了 他血量何等雄厚 就算是九级玩家也才400点血 而他狂暴状态下 足足3500多点血 算上护甲 血甲总量接近4000 一个照面就被打掉近三分之一 他更加狂暴 尖锐的指甲如刀般飞舞 可惜 在灵言微妙的身法前 白疆连碰都碰不到他 吃吃吃 灵言似猫系老鼠一般 腾转挪移 出刀快准狠 每一刀都给白疆造成接近600点伤害 血量见底的白疆急了 开始迎送 准备发动技能 亡灵召唤 但 还没等他施法成功 迎送生就戛然而止 因为他已经被乱刀砍死了 灵言 你太帅了 沈又威忍不住挥舞粉拳 这么可怕的白疆 竟然连召唤技能都没来得及释放 就被诛杀 收起白疆爆出的装备 灵言转头开始收割剩余的亡灵怪物 原本可怖的坟包 很快变得寂静无声 才八级吗 看来还是杀得太少了 灵言不太满意地吐槽 由于开了经验五五分的组队规则 沈又威也达到了八级 灵言 你太强了 我以为至少得十天后 才能达到八级呢 沈又威激动地抱住了灵言 掩饰不住地开心 你完成 统领级怪物单人首杀成就 即将全服公告 是否隐藏ID 游戏提示出现在灵言面前 灵言眼神一亮 语气坚定 否 下一刻 灰红的通告声响彻每个人耳边 公告 恭喜玩家 炎帝达成首次单杀 统领级怪物成就 奖励技能书星号一 精良武器星号二 自由属性点星号十 回血药剂星号五菱 忘玩家周知 再接再厉 在神土世界 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什么 这游戏居然还有隐藏成就系统 一下子得到一本技能书 两件精良武器 十点自由属性 几十瓶药剂 这颇天的富贵 怎么轮不到我啊 统领级怪物 没见过 不过 既然能被单杀 说明不强 这炎帝可真是好运 要是让我先碰到 这奖励就是我的了 公告声刚落下 新手村就炸开了锅 讨论声不绝于耳 炎帝这个ID 也被不少有心人记住 森林坟地 一直有五十多名玩家组成的 讨伐队气势汹汹的进发 炎帝 哼 走了狗屎晕的家伙罢了 讨伐队首领皱眉 冷哼一声 他身边 沐清婉心中却难以平静 那家伙的ID 似乎也叫炎帝 不对 他明明早上才一集 根本不可能 是他 大概是我记错了吧 别发呆了 据探图的兄弟说 这次要讨伐的怪物聚集地 至少有一百只高级亡灵 非常难堪 首领身旁的老者大喝 这次任务的目的是给少会长 还有沐姑娘刷装备 只要拿到装备 就立刻撤退 有说有笑 并不紧张 领头的青年 正是下国九大游戏工会 中白狼工会的少会长 独公子 讨伐队的成员 也都是白狼分会的高手 他们最弱都有七级 并且对自身的技术很自信 完全不把亡灵聚集地放在眼中 到了 大家小心 老者谨慎地看去 却直接愣住 原本应该被亡灵生物塞满的坟地 如今空荡荡 只有两名玩家站在那里 炎帝 看到灵炎头顶的ID 青年眼神一眯 还真是巧 灵炎 沐青婉不敢置信 炎帝居然真的是他 可他明明早上还只是一劫 真是不可思议 他很快压下了吃惊情绪 心中开始盘算 无论灵炎是怎么做到的 他都要重新思考 灵炎的利用价值了 倒是个值得利用的家伙 或许我真该考虑 赏脸跟他吃顿饭 给他一点希望吊住他 你刚刚完成了隐藏成就 少会长独公子 扫了一眼灵炎 你是哪个工会的 没想到被你们抢先了 他不认为 灵炎能靠自己剿灭怪物聚集地 下意识认为他背后 有大型工会的支持 至于为什么 这里只剩灵炎两人 大概率是 同来的工会队员 都被怪物杀死了 他是我的同学 不是什么工会的人 沐青婉开口 声音轻了 哦 独公子有些惊讶 青婉你认识他 沐青婉点了点头 静止走上前 灵炎 没想到你还挺能干的 或许你是捡了什么漏吧 但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恭喜你了 灵炎扫了一眼独公子和沐青婉 心中冷意凛冽 前世的星空战场 万族争霸 个体再强 也无法逆转星空 特别是最终神战 需要一支彼此信任的五人小队 才能攻略 沐青婉是他女友 自然被他当作核心队友培养 而独公子 作为沐青婉的男闺蜜 天赋又很高 灵炎为最终神战考量 同样将其当左膀右臂栽培 但 沐青婉被刺他时 独公子竟也出手阻止其他队友来救自己 这对狗男女 显然是同伙 不但背叛了自己 还背叛了蓝星 背叛了整个人族 你不必担心 我没有怪你 沐青婉自顾说道 灵炎都愣了 我都还没动手报仇呢 你要怪我什么 我知道 你早上不理我去找这女孩 是故意气我 想证明自己的存在感 沐青婉养着天鹅般高贵的白皙薄梗 自信无比 欲擎故纵这种戏码他见多了 高级舔狗常用 他自以为真诚地继续说道 只要你将刚才得到的成就奖励 送给我当礼物 并且加入白狼公会 明天 今晚上我就和你出去吃晚餐 允许你请客 怎么样 灵炎咧嘴笑出声来 他是真的被气笑了 前世自己怎么被这种女人迷住了 分明是他有求于自己 还摆出一副 好像他在施舍自己的臭脸 果然还是那句话 呸 舔狗不得好死 沈幽威见到灵炎的笑容 有些难过的低下头 原来 灵炎只是想拿他当工具人 跟沐学姐斗气吗 清婉男的赏脸 同意跟别的男人吃饭 你可得珍惜啊 独公子续亲假意地说着 对了 你加入白狼公会的话 本公子也不会亏待你 这样吧 一个月两千块 对你一个大学生来说 这可算高兴了 考虑考虑 他看了沐青婉给他的私聊 知晓了灵炎的底细 知道他只是个无权无势 靠打游戏赚生活费的穷学生后 独公子忍不住冷笑出声 要不是 他爹看准了神徒的潜力 命令他多招揽高手 他甚至懒得跟灵炎说话 先把装备交掉吧 沐青婉看灵炎满脸笑容 还以为他同意了 眼中露出骄傲的神色 理所当然伸出手 穷吊丝 果然好难捏呢 然而 回应他的 是灵烈的刀光 什么 沐青婉完全反应不过来 事发太突然 灵炎出手 也太果断了 你 半个字都没吐出来 就见沐青婉头顶冒出一个 三百三十 寒光闪过 其头颅便高高抛飞 一刀斩首 痛快 灵炎重生以来 积压在胸口的怒火 终于散去了一丝 念头通达了不少 而除他之外的 所有人都傻了 好办上 没有人说出一个字来 你 你你你 你怎么敢的 独公子又惊又怒 一个穷学生 竟敢杀他心上人 百亿集团千金 他哪来的理由 哪来的胆量 想杀就杀罢了 灵炎冷笑一声 看向独公子 如果你想死的话 我不介意连你一起送走 他妈的 你好大的口气 独公子怒火冲销 他和穆青碗 刚才是傲慢了一点 但也不至于说动杀手 就动杀手吧 最重要的是 从来都是他欺负别人 什么时候被人欺负过 公子 冷静 旁边的李管家一身冷汗 他刚才可是一刀 就杀了穆小姐 那又如何 我们几十个高手 还怕他一个不成 独公子咬牙切齿 他现在才八级 就一刀打出至少三百三十点伤害 要是老板知道 咱们和这样的顶级高手闹掰 一定会不高兴的 李管家劝道 他清楚 三百三十点 只是穆青碗的血量上限 绝不是这位炎帝的伤害上限 呵 脑白 老子先杀他一次 再甩给他五百万签约费 我就不信他不来跪舔我 杀了他 独公子大喝 好了 独公子身后 白狼工会的高手 都冷笑着走上前 网游中 人数就是真理 不然 玩家也不会被冠以 第四天灾的称号 就算你是神 只要赶量血条 面对无穷无尽的玩家 也得被慢慢耗死 五十人的讨伐队 在其他网游里 都有资格挑战 暴死了 还打不过一个玩家 林妍冷笑一声 将沈又威护在身后 你不要参与战斗 很快就会结束 嗯 沈又威乖巧点头 沐青碗被斩杀的瞬间 他就明白过来 林妍并没有拿他当工具人 此时心中甜蜜蜜的 至于林妍会有危险 根本不可能 那可是以一人之力 剿灭整个怪物聚集地的男人 可以说 此时他对林妍的信心 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这些人连白疆都未必讨伐的了 更别说林妍了 既然你求死 我就成全你 林妍持刀 缓步走向白狼工会 神徒并不鼓励玩家之间私斗 击杀玩家获得的经验很少 调装备的概率也很低 并且击杀玩家后 还会增加恶名值 杀一人 需要杀十只 同级野怪洗刷 但以他的杀怪速度 这惩罚 完全相当于不存在 死吧 两位白狼工会玩家 一左一右 展开联手攻击 林妍只是一侧身 手中百炼宝刀横斩 258 292寒光闪过 两道伤害数值 自两人头顶飘出 彭彭 两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相继倒在地上 燃血的尸体 很快破碎消散 一刀斩杀两人 这些高手内心发寒 这手段堪称恐怖 只有一种解释 这一刀的伤害 比两名玩家血量加一起还高 吃吃吃 林妍如闲停信步一般 识不杀识人 一道又一道身影 倒在他脚下 眨眼间 白狼工会 就被斩杀了三十多人 这怎么可能 你到底是什么怪物 独公子下意识倒退两步 你怕不是投人行boss 不错 虽然提供的经验不多 但让我叠了三十多点护甲 林妍点头 这倒是意外收获 停手 独公子连连摆手 咱们算是不打不相识 白狼工会正在招募 你这样的高手 我做主 给你三十万年薪 当我的小弟吧 脑子不好使 就去治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出现一次 我杀你一次 林妍懒得废话 如入无人之境 走到独公子面前 一刀将其横劈成了两半 咕噜 你 你杀了我们少会长 白狼工会高手们汗流加倍 说话都哆嗦了 眼前这个男人 简直是个不讲理的杀神啊 林妍邪逆白狼工会一众高手 自己滚 还是我送你们回泉水 这些人哪里敢还嘴 都吓得屁鬼妙流 落荒而逃 白狼工会大楼 独公子气得暴跳如雷 沐青婉坐在他对面 胸腔也剧烈起伏 他居然被一个完全没放在眼里的田狗给击杀了 你这同学 简直太嚣张了 独公子气得拍桌子 而且 你不说他是个缺钱的穷学生吗 我赏脸给他三十万年薪 他却骂我 脑子有病 我也奇怪 明明是个性格软弱的穷田狗才对 怎么跟变了个人一样 沐青婉也想不通直摇头 不过 很快他便不在意了 他这种性格 注定只能单打独斗 不加入工会 走不远的 哼 也是 有整个工会支持 我要超越他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独公子恶狠狠说道 过几天等级上去了 定要杀他几次解气 他倒是没想过现实里报复 玩个游戏而已 要是因为在游戏里被击杀 就要揍人一顿 那他也报复不过来 更何况 线下报复这种事 一旦被曝光 白狼工会 乃至其背后的牧师财团 都会受到影响 根本不值当 先不管他了 眼下最重要的 还是BOSS首杀 木轻婉宁重道 神土这个游戏内幕惊人 一旦我们抢到首杀 意义将不可估量 不错 独公子也点头 一步快步不快 只要我们抢到BOSS首杀 或许能让白狼工会 坐稳九大工会前三的位置 他们作为权贵阶级 自然提前知道了一些内情 神土这个游戏 牵扯重大 哈哈 说什么来什么 新手村BOSS副本 即将开启的公告已经发布 九大工会都开始行动了 独公子查看了一下消息 激动道 哦 什么行动 木轻婉挑了挑眉 我家老头子 这次下血本了 他组建了一支千人讨伐队 是要拿下BOSS首杀 独公子傲然 这就是公会的强大 一个单打独斗的穷学生 他拿什么笔 新手村 交易即逝 这次收获真丰厚啊 沈又威看着自己九级的经验条 惊叹道 林妍你真强 这还没到三小时 咱俩就都九级了 林妍威威一笑 这就吃惊了 放心 让你吃惊的事 以后还多着呢 因为BOSS副本 即将开启的公告 新手村 明显比他离开时 更热闹了 也不知道是好事 还是坏事 林妍沉吟 击杀白江 是新手村 BOSS副本 开启的隐藏条件 原本BOSS副本 开启 至少还要在十天后 他的归来 明显改变了 本来的时间线 根据蝴蝶效应 这或许会影响 未来很多事情的走向 也不知我这只蝴蝶 能删出一场多大的风暴 林妍摇头一笑 不再多想 如今最重要的 还是BOSS首杀 新手村的BOSS首杀 是他布局里 绝不能错失的一环 他必须拿到 BOSS副本的准确开启时间 是凌晨零点 他必须抓紧 一切时间强化自己 否则很可能 抢手杀失败 因为他的对手 从来不是某个人 而是 九大工会 一旦BOSS副本开启 九大工会 各自的千人级别讨伐队 就会立刻开刷 也就是说 他一人 要抵得过千军万马 任务艰巨啊 虽然压力颇大 但林妍却信心十足 这次打野得到的收获 足以让他实力 再度发生质变 饿了吧 先下线吃个饭 晚上哥带你刷BOSS 林妍对沈又微笑道 我刚啃了两箱面包 一点也不饿 沈又微呆萌的摇头 可 那就去睡一会儿 凌晨零点BOSS副本 才会开启 对了 如果睡醒还没到零点 就先去铁匠铺转转 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哦 林妍神秘一笑 铁匠铺 嗯 我记住了 你也要注意休休 沈又微虽然很不舍 但还是听话的下线了 铁匠铺是新手村 七位特殊NPC之一 如果沈又微 能出发他的隐藏任务 那就再好不过了 林妍扫了一眼 自己的战利品 首先是自由属性点 自由属性点 可以随意增强某种属性 很难获得 只有特殊任务 或者完成隐藏成就 才会出现 对其他玩家 可谓是珍贵异常 不过他倒是无所谓 有终极神器在 只要融合能加向 硬属性的装备 就完全可以代替 自由属性点了 加点 他将自由属性 全加在当前 最需要的攻速上 攻速这种高级属性 果然难生 才涨了0.1 他摇了摇头 想要跟千人讨伐 对抢手杀 需要更快更强的暴力输出 回血药剂 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但可以给幼威用 至于这个异星技能书 零言沉吟着 技能书的获取难度 在前期很高 正常来说 只有击杀统领级怪物 百师NPC 特殊成就三种方法 能得到 所以 就算是最低的异星技能书 也要比精良武器卖得还贵 精良武器的价格 在5-10金币之间 异星技能书 现在起码能卖到20金币 先看看技能具体效果 他查看技能书的技能介绍后 立刻打消了将之卖掉的想法 决定学习 异星技能以席德 您获得技能 叠浪三刀 灵言看着叠浪三刀的介绍 一秒内挥出三刀 每一刀 伤害增加20% 施展过后30秒内 攻速加成10% 法力消耗 10 冷却时间 一分钟 财艺星就这么强 其潜力很高 只要熟练度足够 技能就能升星 未来他足以成为我的杀手锏之一 灵言目光很毒辣 自然看得出 这技能的潜力 高爆发 还带攻速加成 对战士来说 等于神技 呼 基本都解决了 灵言将目光 看向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收获 怪物爆出的装备 这次一共刷出了 绿色普通装备39件 蓝色精良装备三件 其中一件精良 两件普装是弓箭 灵言将这三件装备 先收了起来 准备一会儿 全部换成白板弓箭 每一类装备 终极神器都可以融合一件 头盔类 剑类 上身甲类 下身甲类 自然也包括弓箭类 以后打出的弓箭装备 都用来给又威打造专属神功吧 灵言目光灼灼 这一次 要提早为最终神战布局 首要做的 就是培养出 四个值得信任的队友 前世培养独公子和穆青晚 也是无奈之举 他们背靠大工会 大财团 资源极多 星空战场开启时 他们实力也是最强的一批 而那是万族争霸 人族岌岌可危 培养新人根本来不及 现在 一切都不同了 我可以丛林打造一支 真正彼此信任的 绝对无敌的核心小队 他看向剩下的这些装备 露出期待的效益 绿色装备能提供的属性加成 大概是白板装备的二倍 直接融合的话 太亏了 灵言摇头 普通装备的价格 在二杠三枚金币不等 卖了换成白板装备 对它实力的提升更大 就比如 这件绿色短剑 只能加十攻击力 但却能卖两金币 两金币可以花20套白板战士装备 融合后加100攻击力 还有360护甲 过段时间 玩家都进阶后 需要的金币也会变多 那时就不会有人浪费时间 去卖白板装备了 至于精良装备 灵言看向手中的两件精良装备 从精良品质开始 武器会出现特性或者属性加成 这两件 一件可以额外提供十点破甲 一件可以加0.1的攻速 十点破甲对我没什么用 但攻速属性对我很重要 攻速装直接融 另一件破甲装卖了换白板装备 灵言打定主意 到后期 属性要比单纯的伤害数值重要得多 重生归来的他 眼光自然很长远 来到集市之后 他熟练地来到9527摊位 开始售卖装备 由于BOSS副本即将开启 交易集市也火爆无比 他刚摆出装备 就被抢购一空 还真是疯狂 灵言嘴上吐槽 手上却在数钱 不多不少 正好到手100金币 随后 他又摆出那块收购白板装备 预购从速的牌子 有了之前的信誉 这次没有人再质疑 刚挂牌就引来了一群玩家 亲爱的快来 那傻子又来了 这可是把没用的白板装备 换成钱的好机会 老爹 别默契 赶紧上线 晚了 就来不及了 交易集市里 玩家昵称都是隐藏的 并没人认出灵言就是炎帝 卖了高级装备 然后收购白板装备 简直笑死人 估计是职业的装备贩子吧 反正咱们占便宜 不卖白不卖 他们虽然嘴上嘲笑 灵言愚蠢 但手速却毫不受影响 全都抢着卖 一银币 都能买一瓶回血药剂了 在他们看来 灵言纯属做慈善 在这发药剂呢 很快 灵言手中还没捂热的 一百枚金币 就花光了 看着背包里 那密密麻麻的白板装备 他咧嘴一笑 这一下子是彻底发达了 你就是炎帝吧 灵言抬头看到一位 干练的短发男子 能在隐藏昵称的交易集市 认出自己 显然是有备而来 他也懒得装傻 点头道 不错 你有诗 新手村的铁匠 正在接定制装备的单子 如果你付他一百金币 完全可以换几件定制装备 但你却选择 来收购白板装备 这实在令人困惑 键炼短发男子微微一笑 而作为全球 守卫解锁隐藏成就的玩家 炎帝先生 显然不是一个蠢人 你到底要说什么 灵言皱眉扫了一眼男子的装束 当看到他衣服上的红星标志后 心中一动 大概猜出了对方的身份 我来自刚成立的东方工会 你可能没有听说过他 虽然是新建的工会 但我们的实力 背景绝对比九大工会都强 干练男子表情严肃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们 除了一百万签约费外 每年还能拿五十万年薪 另外的福利保障 零年摆了摆手 暂时没兴趣 东方工会的背景 确实大的吓人 甚至完全有资格 说是下国最大 因为他知道 东方工会的背景 就是下国官方本身 在他的布局中 东方工会是重要的一环 但因为一些原因 在拥有绝对实力前 他不想与其过多接触 没关系 炎帝先生 可以先加我一个好友 等你看到东方工会的实力 有意加入的话 就随时联系我 干练男子并不失望 东方工会的高层 也想再观察一下炎帝的潜力 可以 灵眼与对方加了好友 看了眼寸头男的昵称 冷风 告别后 他走出集市 准备去融合装备 老大 我可看到了 这小子一口气 拿出了好几十件装备 付得流油啊 咱做他一票吧 集市外 蹲守的盗贼玩家眼尖道 嗯 他竟然就是炎帝 这次 盗贼老大摸了摸下巴 他身上至少还有五十瓶回血药剂 确实值得干一票 一旁的副统领 蠢蠢欲动 大工会他们不敢抢 但灵眼一个独行者 还敢拿这么多装备出来卖 那就是蠢蠢大肥羊了 不打劫一下 他们都觉得 愧对自己身为盗贼的职业道德 跟上 盗贼老大彻底心动了 挥手带着盗贼玩家们悄悄跟了上去 灵眼的意识非常敏锐 当即就察觉到被跟踪 他心思一转 有了打算 因为有隐秘技能 盗贼们都自信无比 不可能有玩家发现他们的跟踪 他进小巷子了 大好时机啊 就是现在 动手 盗贼老大一声令下 盗贼们兴奋无比 一股脑涌进了小巷里 没有人 怎么可能 我亲眼看他进去的 他怕不是个鬼魂 盗贼们冷汗直流 在找我吗 小巷入口处 灵眼踏步走近 将这些盗贼堵在了院子里 他带着淡淡的笑意 眼神冷锐 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 速速束手就擒吧 你在说什么疯话 盗贼首领不可能打工气笑了 能发现我们的跟踪 你确实有两把刷子 到我们有十几个人 你就一个人 竟敢说把我们包围了 我看你脑子瓦特了 干掉他 你们非但不投降 还胆敢向我还击 那就去泉水泡澡吧 灵眼走上前 随意一刀斩出 便将站在最前面的眼尖 盗贼一刀击杀 卧槽 这一刀 将盗贼首领脸都下白了 刚才被杀的是他得力助手 已经是八级盗贼 血量三百多 居然被一刀就给秒杀了 这什么鬼伤害 怪不得他一个独行侠 就能拿出这么多装备 太变态了 兄弟 不 大 大神 这都是误会啊 盗贼首领不可能打工 连连白手求饶 误会 灵眼冷笑一声 一群职业盗贼 脑袋上的恶名职 都快报表了 有什么误会的 交出你们至今偷来的所有装备 否则我把你们堵在泉水沙 杀到你们 全都掉回一击 我擦 原来你是想反过来打劫我们 不可能打工瞬间鸣雾 顿时无语了 我们职业是盗贼 而你的职业是 江阳大盗吧 少废话 我数到三 不交就开杀 灵眼刀光闪烁 别别别 我们认赞 不可能打工欲哭无泪 调回一击的话 再想刷上来 起码要好几天 并且 盗贼不受安全保护 被击杀的话 装备掉落率远高于正常玩家 如果灵眼真的赌全水 把他们杀到一击 那身上这些装备 也就掉落得差不多了 哗哗哗 盗贼们将背包清空 同身上的装备 一起献给了灵眼 灵眼连白板装备 都没给他们留 到最后 这些家伙身上 就只剩裤衩了 哗 你们还真没少偷啊 灵眼很满意 盗窃技能 可以直接把玩家背包物品 偷出来 这群盗贼短短几天时间 紧白板装备 就偷了上百件 外加各种药剂 饰品 甚至还有两件精良装备 另外 还爆出几十枚金币 几乎能比得上 我这次打野的总收入了 怪不得你们会选择当盗贼 来钱真容易啊 灵眼看着 不可能打工 覆黑一笑 要是定期 把盗贼团当野怪刷一波 可比打野的性价比高多了 只有这些了 我们赚得真是辛苦钱 不可能打工哀叹一声 他的人生信条 就是永远不打工 所以才选择了盗贼职业 结果今天居然被人白嫖 免费打工 简直奇耻大如 嗯 这种东西 你们都能弄到 灵眼有些惊讶地 看着手中的药剂 解控药剂 减少十秒控制时间一次 特殊药剂在前期很罕见 他如今并没有解控手段 这药剂倒是补齐了 这方面短板 和九大工会 乃至东方工会的讨伐队 抢手杀 本质上是抢时间 如果解控药剂用好了 或许能起到奇效 他对定期打击一波盗贼团 这种黑恶势力 越加心动了 行了 你们可以滚了 灵眼摆了摆手 多谢大神 不可能打工 带着手下狼狈跑路 刚出小巷 就开了隐匿技能 来遮掩他们 只穿了裤衩的事实 灵眼并没有把 敲竹杠得来的赃物 再拿去卖 因为这些装备 都带着盗贼标签 去交易集市 卖会被误认为是盗贼 新手村玩家对盗贼 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万一引得几千个玩家群殴他 他累也累死了 当盗贼收益虽然高 但偷盗的东西 只能在黑市低价卖出 所以 金币收益 倒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夸张 灵眼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 开始融合装备 计算之后 他陷入了沉默 如今距离 BOSS副本开启 只剩八个小时 而他二十秒 才能融合一件白板装备 半分钟一件普通装备 精良装备 则需要一分钟 就算八小时 全用来融合白板装备 也只能融合一千四百多件 而他如今 有着一千套新手装备 加上赃物 一共三千多件白板装备 哪怕一秒钟都不歇血 也融合不完 果然 马首富说的没错 太过富裕 也是一种烦恼 灵眼自嘲一笑 先提升护甲 还是攻击力 各自提升多少 真是奢侈的烦恼啊 灵眼一边融合一边进行思考 新手村 BOSS手杀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成就 而且完成得越漂亮 得到的奖励就会越高 他打算带着沈又威一起去刷 但并不打算让沈又威参与输出 只要输出全是他打的 那就会算他单杀 单杀BOSS 成就奖励会翻倍 另外 副本有四个难度 普通 困难 噩梦 地狱 每升一个难度 奖励也会相应增加 我必须拿到地狱难度的单人 手杀成就 灵眼目光凝重 只有这样 才能爆出新手村 隐藏剧情之外的最强装备 最重要的是 这项成就 也是完美通关隐藏剧情的前提 既然要争时间 输出就必须堆满 至于护甲 只能尽量靠走未来补齐这块短板了 灵眼打定主意 先全部融合攻击力 融合成功 百炼宝刀攻击力加10 融合成功 百炼宝刀攻击力加20 攻速加0.1 光芒自他手中不断闪烁 百炼宝刀的数值也在不断飙升 终于又融合了900把刀类武器后 百炼宝刀的武器光泽变得更加赤脸 又进化了吗 灵眼眼神一亮 连连点开装备详情 磨刀千刃 白 攻击加5210 攻速加0.1特性 削铁如泥 附带300点破甲 吹毛利断 1%概率斩断稀有品质武器 10%概率斩断精良品质武器 100%概率斩断普通品质以下武器 千刃 可以分解成碎刃 碎刃可随使用者抑制飞舞 也可以随时化灵为整 祝 每秒消耗一点法力 好一个磨刀千刃 灵眼感慨 激动无比 这柄武器 别说九级 就算是上一世五十级的自己剑了 都得笑开花 只是这个 白 他皱了皱眉 他从没听说有武器的品阶后坠势 白 不过 毕竟是终极神器融合来的骑兵 有些特殊也是正常的 还有新出现的千刃特性 也极强 灵眼越看越喜欢 战事最大的困境就是 只能近战 只有晋级第三阶 精英职业者 后才有机会解锁远程伤害技能 但有了千刃特性 他的刀完全可以化为上千飞刃 随自己心意而动 近战兵刃 瞬间变远程武器 有此刀在手 纵然你有千人讨伐队又如何 灵眼心情大好 转而看向终极神器页面 融合效果第二阶要求的一千件装备已达成 终极神器的第二个特性 应该已经解锁了 或是什么呢 他期待无比地点开终极神器的装备详情页 终极神器唯一唯一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三阶 目前进度 1200-1000-01阶特性 攻击即可永久增加一点护甲值 加 二阶特性 被攻击即可永久增加一点反伤 加 又是一个可成长特性吗 灵眼有些惊讶 被攻击就增加反伤 如果叠的反伤够高 那么以后 别人打在他身上多少伤害 就会被反弹多少伤害 如果配合高吸血 或者快速护甲恢复的技能 也几乎等于无敌了 灵眼感慨 不愧是终极神器 任何一个特性发展到后期 都能无敌 而他 却同时拥有这么多无敌特性 这一次 我还怎么说 他心情大好 抓紧时间继续融合装备 如今攻击力 虽已超越当前等级的极限不知多少 但血量和护甲并不算很高 去打地狱副本的话 很可能会失败 优先融合带有物抗 法抗属性的防御装备 灵眼思路清晰 物抗 法抗比血量 护甲这种消耗型属性珍贵得多 重要性完全不亚于攻速 移速 因为物抗 法抗是固定属性 比如自己物抗足够高的话 就等于免疫物理攻击了 可惜 能提高物抗 法抗的物品 在神土世界极其罕见 这么多物品中 也就只有两件 丁 融合成功 金丝甲物防加2 护甲加10 丁 融合成功 金丝甲法防加1 护甲加20 他手上不停 疯狂融合着装备 八个小时一黄眼就过去了 在魔刀千刃进化之后 他又融合了500件装备 进入金丝甲 他看着融合之后的装备属性 金丝甲 白板 护甲加5550 物防加2 法防加1特性 轻便 佩戴不影响灵活性 蝉丝 受攻击时 减少敌方10%攻速 果然没有进化 灵严并不意外 从主武器的进化要求来看 想要进化上身甲 也需要累计融合1000件装备才行 时间不多了 该前往BOSS副本入口了 灵严有些遗憾 若是有足够时间 将他背包里装备全部融合 他的把握就更大了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 ID 炎帝种族 人类 黄 职业 战士等级 九生命值 400 护甲 7049攻击 5235 破甲 300 物抗 10 法抗 6 移速 1 攻速 1.2 法力 40装备 金丝甲 白板 护甲加5550 金丝库 白板 护甲加900 魔刀千刃 白 攻击加5210 终极神器 为1 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三阶 技能 叠浪三刀 一星 能力 赞无 护甲破7000 攻击力破5000 以当前实力去抢手杀 应该勉强够用了 灵严长输了一口气 即便他曾是天榜第一 也从未尝试单刷地狱级副本 这在神土世界 被视为绝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来刷 包死了 灵严给沈又威 发送组队邀请 很快 沈又威蹦蹦跳跳地来到他面前 小脸挂着开心的笑容 哟 这么开心 灵严压抑地挑了挑眉 灵严你真厉害 我只是和那位铁匠 NPC聊了会儿天 他就给了我一件 超级厉害的装备 沈又威扬了羊手中的帅气弓箭 灵严扫了眼弓箭的属性 连云弓 精良 攻击加25 攻速加0.3特性 破甲 对护甲额外造成20点伤害 好家伙 灵严嘖则称奇 这连云弓的属性 即便在精良武器中 也是顶级中的顶级了 看来 我的猜想是正确的 灵严对自己的布局 越加自信 猜想 沈又威猛懂地挠了挠头 哈哈 咱们先去攻略BOSS 等回来我送你一份大礼 灵严笑道 好 沈又威一听 灵严要送自己礼物 很是开心 两人来到BOSS副本前 已经23点59分 还有一分钟 BOSS副本就要开启 此刻 BOSS副本入口处 人满为患 放眼望去 密密麻麻全是玩家 若非新手村有容量上限 作为神土第一个BOSS副本 今晚起码会有几亿玩家来围观 巨大的倒计时 显示在天空 时间一秒一秒逼近 现场气氛越加躁动 九大工会的千人讨伐队 相继入场 气势冲销 成为全场最引人侧目的存在 明村只是诸多新手村中 平平无奇的一个 而九大工会 却能在几个小时内 就集结一支千人讨伐队 其号召力和底蕴 可见一般 这意味着 他们很可能在每个新手村 都安排了上千名成员 看来 这些大工会对这次BOSS手杀 志在必得呀 毕竟是第一个BOSS的手杀 意义重大 拿到他的工会 必然会影响力大增 玩家们议论纷纷 要是今晚有什么绝世黑马 从九大工会手里 抢了这个手杀 就好玩了 根本不可能 其他的工会和九大工会 实力差距太大 最多也就组织了百人讨伐队而已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声势上就输了 咱就说 万一呢 我就把话放着 绝不可能 我研究网游圈十几年了 要真有这么个黑马 我直播表演吃屎 好 我记住你了 ID叫网游董哥的家伙 热闹的广场 渐渐安静下来 因为倒计时已经开始 十 九 八 三 二 一 新手村BOSS副本准时准点开启 玩家们陷入了狂欢的状态 所有人都在同一刻选择进入 有各大工会的讨伐队 也有自由玩家小队 联合凑成的刷副本大队 玩家一批批地消失在广场中 灵言看着面前的副本难度选择页面 普通 困难 噩梦 地狱 果断选择了地狱 刷 下一刻 他便和沈又威来到了一处巨大的地底墓葬空间 灵言哥 只有咱们两个人吗 沈又威因为天然呆 到了副本里才反应过来 惊讶地问道 他可是看到 其他的副本讨伐队伍 至少都有上百人啊 放心 有你我二人足矣 一会儿杀BOSS的时候 你不要出手 在一旁看着就行 灵言嘱咐道 嗯嗯 沈又威如今对灵言完全信任 毫无迟疑地点头 灵言看着刚进副本 就朝自己扑来的一群丧尸怪物 嘴角露出一丝锐利的笑容 接下来 是杀戮时刻 这些怪物的属性 怎么这么高 沈又威眼神震动 灵言扫了一眼面前怪物的数值 地弓丧尸 精英 等级 九血量 四千五百护甲 四百攻击力 六十五抗 十五法抗 十五技能 失毒 被动 自爆 嗜血 撕咬 发狂 毒气侵袭 灵言并不惊讶 地狱副本中 最弱的都是精英怪 并且综合强度会得到五倍增幅 可以说 这里一只精英怪 至少可以打现阶段十个九级玩家 不要慌张 保持距离输出即可 灵言给了沈又威一个安心的笑容 女孩点了点头 开始拉弓射击 初入九级到九级满经验 需要一到九级的经验总和 在野外刷野怪账经验 速度很慢 所以灵言决定带沈又威 来地狱副本速刷经验 是 灵言快步上前 一刀劈去 为首那气势强大的丧尸 脑袋被这一刀直接斩飞 随着其脑袋上冒出大大的四千九百 全场都安静下来 丧尸都吓得不叫了 咕噜 地狱副本的精英怪 竟然一刀就被秒杀了 沈又威看呆了 这一幕就算说出去都没人相信 只会觉得他吹牛 上午灵言的攻击力虽然恐怖 但还是他勉强可以理解的程度 这一刀五千伤害 就算他再傻 也清楚 这不是凭技术可以做到的 死 刀光凛冽 灵言一刀一个 将这些丧尸全部斩杀 丧尸的疑速和攻速都比较低 十几头丧尸围攻他 连他一脚都碰不到一下 很快 十几头四千多血的丧尸 全部惨死倒地 数量庞大的金燕珠飞出 融入灵言和沈又威体内 继续 灵言看着面前的青铜大门 一拳轰上去 威鹅的青铜大门震动 随后缓缓动开 密密麻麻的怪物身影 在其后显现 浓郁的死气化成黑雾涌出 恐怖的宛若地狱画卷 同一时刻 网游董哥所在的自由玩家 讨伐队副本 因为董哥的人脉不错 加入的讨伐队实力很强 足足三百多人 算是自由玩家组成的讨伐队中 实力最强的一批了 但这一刻 网游董哥的脸 却因被恐惧之配 而扭曲变形 这什么天杀的恐怖副本 游戏策划丧尽天良 哪有第一个BOSS副本 就难成这样的 开局十几头物房 高达十五的八百血量 精英怪手门 围攻半天 好不容易解决了这些怪物 谁知青铜门打开后 里面居然冒出来了 数百头精英怪 死气缭绕 让人窒息 而且 那他妈的是什么 他浑身颤抖地看着 在玩家中肆意杀戮 如入无人之境的白色僵尸 血量加护甲三千多 攻击力接近八十 物抗还高达二十五 这还打个屁 攻击落在他身上 完全是给他挠痒痒 网游董哥疯狂吐槽 白将 统领 结 我想起来了 这就是公告中 被炎帝单杀的统领怪物 讨伐队的队长惊呼 什么 这种恐怖的怪物 他能单杀 系统出bug吧 网游董哥完全愣住了 他之前还分析 能被单杀的怪物 一定是很弱的 由此可见 统领级应该是加在 普通和精英怪物中间的级别 只不过数量稀少而已 现在看 简直啪啪打脸啊 三只白将镇手 外加数百只精英丧尸 玩家如麦子一般 被疯狂收割 成片地倒下 很快 网游董哥就被白将一脚踩死 重生后回到了副本广场 这里玩家密密麻麻 显然都是闯副本师 拜众生归来的 广场骂声一片 怨念冲天 显然副本的难度 让他们忍不住骂娘 这并不奇怪 因为林妍杀死白将 导致boss副本 提前至少十天降临 除了林妍 甚至没有玩家见识过白将 更别说能准确判断 boss副本的攻略强度了 我要写帖子 讨伐制作组 简直太不合理了 我要控诉这种不攻 网游董哥怒气冲冲 三百名玩家组成的 大型讨伐队 连副本大门都没进去 就被冲出来的怪物 全砍死了 这还玩个蛇皮 同一刻 白狼工会 讨伐队副本 上千名白狼工会成员 分工明确 肉盾顶在前面 阻止怪物冲陷 法师和弓箭手 优先围攻威胁最大的白将 战士冲杀进怪物群 受伤便退回防线 由牧师疗伤 一切井然有序 从丧尸群和白将冲出到现在 还不到三分钟 就已经被灭了大半 而白狼工会旨 损失了几十人而已 独公子和牧青晚 站在白狼工会队伍中心 完全没出什么力 却分到了大部分 杀怪物的经验珠 这副本确实有点难度 但在我白狼工会的 千人讨伐队面前 却还是不够看 独公子摇着扇子 淡然一笑 确实 如果能保持这个进度的话 首杀八成是我们的了 牧青晚也点了点头 只是心中一道身影若隐若现 令他有种不妙的感觉 此刻 灵言面前 数百只丧尸残枝破碎 他正在与最后一只白将厮杀 地狱副本的白将 果然强大 他沉寐 地狱副本的精英怪是 综合属性五倍增幅 而统领怪 则是十倍增幅 地公白将 同龄等级 九血量 两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护甲 两千六百攻击力 一百五十无抗 三十法抗 二十五技能 尸毒 被动 自爆 嗜血 尸气腐蚀 亡灵召唤 撕咬 发狂 僵尸指刀 突刺飞行 三万血 几乎能比得上普通副本的 暴死了 灵言眼神也凝重 刚入门就有重兵把守 这地宫里面 必然不简单 吃 最后一刀落下 将白将树劈成两半 进地宫 他知道没时间迟疑了 自己在和千人讨伐队 抢手杀 而且打的 还是地狱副本 沈幽威懵懂点头 灵言的勇猛 实在令他始料未及 踏踏 进入地宫之后 灵言带着沈幽威 在其中探寻 地宫的布局 是按照鲁王墓设计的 路上机关暗器无数 还有新的怪物 识别出没 识别的属性虽然不高 但数量却极多 一个不小心 就会死在识别潮里 吃吃 他挥一刀如雨 一路不知砍杀了多少怪物 来到鲁王宫深处的时候 他原本七千出头的护甲 已经跌到了九千多 这副本刷完之后 怕不是能让我护甲直接破万 灵言心中期待无比 吃吃吃 灵言身形挪移 刀光闪烁 躲避暗器的同时 还能将射向沈幽威的案件斩落 帅气的走位 看得女孩眼中充满崇拜 吃 一刀斩杀最后十之失别 灵言带着女孩 来到了地宫最深处 此处很空旷 仿佛一座山被掏空内部而成 地下暗河在这里汇聚成湖水 湖心岛上 一座棺果被锁链禁锢 静静地躺在那里 而这座棺果周围 八道身影默默助力 惨白的身体散发出悠悠的绿光 八位带甲白江守护 灵言心中凝重 这八位带甲白江 比寻常白江还要难对付 传说中是鲁王手下的八大将领 血量和护甲几乎等同 地宫白江甲将 同龄等级九血量 两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护甲 两万六千攻击力 一百八十物抗 三十无法抗 三十技能 尸毒 被动 肩甲术 自爆 嗜血 尸气腐蚀 亡灵召唤 撕咬 发狂 僵尸指刀 凸刺飞行 水面中冒出一个个惨白人头 黑色的眼珠满是贪婪 地宫水鬼 精英等级 九血量 五千四百护甲 两千四百攻击力 七十物抗 二十法抗 十八技能 尸毒 被动 绞杀 水游术 撕咬 发狂 毒气侵袭 凌岩 沈又威捏紧了手中的弓箭 光是守护BOSS的怪物 就这么恐怖 那BOSS的多可怕 不必惊慌 看我斩了他们 凌岩声音令人心安 你暂时不要进入战斗拉仇恨 接下来 我一人即可 说吧 他便震刀沿着通向湖心岛的路冲去 湖中凶恶的水鬼 同时从水中跃出 向着凌岩密密麻麻的扑来 走位玄妙 总能找到面对敌人数量最少的站位 但即便如此 在如此多敌人的围攻下 一速有限的他 依然免不了受伤 护甲开始不断地削减 蝶浪三刀 凌岩不再迟疑 动用技能 蝶浪三刀 配合蝶刀手法 瞬间斩杀了面前的两只水鬼 利用蝶浪三刀施斩后的攻速加成 他前进的速度 一下子提高了不少 攻速药剂 他本打算冲上湖心岛 再使用攻速药剂 但这些凶猛的水鬼打破了他的计划 攻速药剂是在盗贼手中缴获的 一共只有三瓶 非常珍贵 吃吃吃 他手中的磨刀千刃化为上千刀碎刃 不断变化形态 甚至还能化成护盾 抵挡攻击 就这样 他一路冲击 顶着近乎源源不断的水鬼 终于冲到了湖心岛上 本来九千多的护甲 已经掉到了不到七千 一起上吧 来到湖心岛之后 只能在水中生存的水鬼 便无法骚扰到他 他目光锐利地看着八大甲将 战役沸腾 好 八大甲将高声怒吼 显然都被激怒 中心棺果上的锁链也疯狂颤抖 随后一根接一根地断裂 可怕的死气从其中冲出 眼看BOSS即将出世 大战 一触激发 同一刻 白狼工会副本 独公子脸色很难看 通往湖心岛的路只有一条 宽度只能攻三人并肩行走 白狼工会的战斗阵型 根本没办法摆开 只能靠人数不断地堆 一个又一个白狼工会高手 被水鬼推入水中绞杀 几乎每往前推进一米 都会损失十几名讨伐队成员 短短五十米的道路 竟让白狼讨伐队损失进半 报数 清点人数 上岛之后 白狼工会讨伐队 立刻化成原型的防御阵型 只剩350人了 这副本 怎么会这么可怕 独公子有些慌了 本来还说抢手杀呢 现在到底能不能干得BOSS都不好说了 史无前例的千人讨伐队 BOSS面都没见到 就损失了三分之二 少回找 这八个家伙太可怕了 攻击高的可怕 即便是肉盾 也顶不住他们四五下攻击 防线估计很快就要被破了 队长惊呼 独公子紧咬牙关 撑住 只要干掉他们几个 就可以杀BOSS了 木青挽摇头 沉声道 BOSS已经复苏了 距离他们上岛还没三十秒 中心光谷的锁链就全部锻炼 一尊身高三米的可怕身影 从光谷中缓缓爬出 他脑袋上贴着符纸 身穿古代贵族王公服饰 死气化为实质缠绕在他身上 手中高举一方大印 好 他大印一挥 狐心岛地面震动 上百头丧尸破土而出 跟随八大甲匠一同冲击防线 独公子脸色煞白 大叫不好 随后 高达三米的可怕身影 踏步走到防线前 眼中湿气化为绿色火焰 手中大印向下猛地一砸 只是瞬间 他面前的十几名肉盾玩家 便全都被砸成肉酱 狐公子尖叫 就连木青碗都没办法保持淡定 脸上首次出现慌乱之色 这Boss太强势了 哄 大印杂落 灵烟一个滚身避开 但震荡波还是将他的护甲 震掉了二百多点 不愧是劝退无数人的新手村Boss 灵烟目光凝重 看着面前高大僵尸的属性 鲁王公之主Boss 地狱 血量 30306066护甲 56000攻击力 275物抗 45法抗 45技能 尸毒 被动 死士召唤 生死硬震荡 撕咬 尸气侵袭 人亡震慑 死亡践踏 毒箭 尸火焚身 护甲增幅 使命 地狱副本 对Boss的综合增幅 也是十倍 灵烟一边躲避鲁王的追杀 一边与八大甲将激战 只有先杀掉八甲将 他才能专心对付这可怕的地狱Boss 吃吃吃 灵烟将攻速药水全部服下 瞬间攻速达到了二 蝶刀 他运用蝶刀技法 现在可以一秒三刀 秒伤达到惊人的一万六 如果蝶浪三刀冷却结束 他甚至可以一秒四刀 秒伤超越两万一 所以 虽然八大甲将非常可怕 但在他恐怖的输出下 很快就一个个倒下 不过 他也并非没有付出代甲 因为一直避而不战 他挨了鲁王好多次技能 护甲已经掉到了四千多 他如今血量才四百 一旦护甲掉光 鲁王一个技能就能给他带走 攻速药水的效果结束了 灵烟看着最后一名 带甲白将倒下 心中松了口气 好 高达三米的鲁王僵尸 见八甲将全部死亡 怒吼一声 大印一扬 忠心岛上 上百只丧尸从地底爬出 死是召唤技能 灵烟并不慌 这些丧尸加在一起 威胁还不如八甲将高 他随手一刀 就可以将之击杀 有着叠甲特性 这些丧尸 不过是他的冲甲宝而已 吃吃吃 随手清理了周围的丧尸之后 他便和僵尸鲁王厮杀在一起 嗡 他一个走位躲过鲁王的大印杂机 反手一刀 狠狠地斩在其腿弯 啵 趁着鲁王腿弯受伤跪地 灵烟转身一刀 狠狠斩在他脖子上 这一刀击中要害 触发了暴击 负一万一千二百破万的伤害 让僵尸鲁王痛到嘶吼 他双眸化作绿色火焰 大嘴一吐 绿色的毒箭冲出 灵烟磨刀千刃化盾 将毒箭挡住 只受了三十点冲击伤害 呼呼 鲁王双眸中的绿色火焰喷出 正中灵烟身躯 这火焰如复古之躯 根本没办法躲避 -50 20 施火焚身附带火焰 毒霜重伤害 每秒烧掉灵烟七十点护甲 死 灵烟趁着鲁王技能后摇的时间 猛然冲上去 杀性迸发 吃吃吃 蝶浪三刀落在他身上 配合蝶刀技法 顿时打掉了鲁王僵尸 两万一千多点伤害 鲁王僵尸挥舞大印 只要能挡住攻击 那就只受很微小的冲击伤害 所以 战斗时的刀法 身法很重要 到了后期 几乎人人都是刀法 剑术打尸 大时间的战斗 攻击十次 都未必能给对手 造成一次有效伤害 当然了 灵烟作为天榜第一强者重生 在当下的时间点 技术上完全是降维打击 即便是地狱boss 也毫无还手之力 吃 又是一刀以伤患伤后 灵烟提前预判 一个后撤为一家翻滚 躲过了生死硬震荡技能 起身后 魔刀千刃化整为零 穿越五米距离 一刀斩在鲁王脖梗 又打出了一万点暴击 生死搏杀之间 鲁王的血量 很快就被打到 仅剩十万血 而灵烟也只剩两千多护甲 现在攻速和疑速太低 限制太大了 很多刀法和技法 都没办法施展 灵烟摇头 但凡他攻速和疑速都达到二 他都有信心 无伤杀僵尸鲁王 同一刻 白狼公会副本 咕噜 快 拼死也要干掉他 要是快死了 就喝自爆药水 炸死他压的 独公子疯狂了 眼睛都血红 讨伐队只剩下不到一百人 而且还在疯狂检员 和灵烟采取的战术不同 他们是所有人 集中火力攻击boss 其他的完全不管了 用肉盾死党 奶奶爹 还有没有天脸 一个新手村 boss三万血 五千多护甲 独公子绝望了 就算所有人 都集火攻击boss 如今他 还有一万血 而他身边的白狼公会成员 还在不断倒下 攻击效率越来越弱 他很清楚 这次讨伐 必定以失败告终了 果不其然 十秒后 白狼公会讨伐队队长 为了保护独公子 被鲁王生死印 砸碎了头颅 靠 独公子大吼 我不甘心啊 怎么会这样 沐青婉也不愿意相信 千人讨伐队 居然讨伐失败了 两人脸色苍白 最终都不甘地 被死亡剑塔 踩成肉酱 狗日的 这天杀的策划 这变态boss谁打得过 重生归来的独公子 跑到广场上 破口大骂 这时他才发现 已经有三个大公会 讨伐队宣告失败 白狼公会是第四个 被淘汰的顶级公会 广场上怨念滔天 我就不信这boss 有谁能刷的了 谁要能成功 我跟他信 独公子气得眼睛发红 而此刻 东方公会副本 冷风身边 由上千名训练有素的 特种兵组成的讨伐队 冷静围杀着boss boss血量 已经降到一万以下了 手杀应该稳了 冷风平静道 猎杀个怪物而已 对于身经百战的 特种兵来说 不算什么难事 击杀着boss 只是时间问题 再有半分钟 我们应该就可以 拿到手杀了 一旁的副官会报道 冷风点头 官方出手 拿到第一是理所当然 他压根没想过 有人能从他们手里 抢走手杀 九大公会也差得远呢 你活不过半分钟了 灵炎奋力搏杀 战役冲销 他从一开始就知道 自己最大的敌人 不是九大公会 而是东方公会 其背后 可是下国官方 快 要更快 灵炎不断挥刀 与鲁王搏杀 当鲁王只剩三万血之时 癫狂的他 直接捏碎了手中大印 可怕的震慑之力 宣泄而出 仿佛能号令生死 一次性控制剂 人亡震慑 灵炎的身体 瞬间被巨大的生死力镇压 一步也动不了 糟了 灵炎被控住了 沈幽威看得心惊肉跳 指甲紧紧扣住手心 汗水直流 给我解控 灵炎丝毫不迟疑 直接捏碎 早就准备在手中的解控药水 人亡震慑 可以控制他九秒 如果不及时解控 别说抢手杀 以他仅剩的两千护甲 九秒多够鲁王僵尸 将他震杀了 解控药水 可以免疫一次十秒内的控制 他的身体顿时恢复了自由 鲁王一愣 显然惊讶于被他控住的家伙 怎么瞬间就能动了 吃吃吃 蝶浪三刀 灵炎的蓝量 在用出蝶浪三刀后 瞬间见底 蝶刀 一秒四刀 两万一千多伤害 给我死吧 灵炎怒吼一声 蝶刀挥出 刀光寒撤整个山腹 高达三米的鲁王僵尸 竟被这一刀 直接斩成两段 砰 僵尸鲁王沉重倒地 剑起高高的灰尘 同一刻 系统提示音也紧自而来 恭喜您完成新手村 BOSS手杀成就 恭喜您完成地狱副本 BOSS手杀成就 恭喜您完成地狱副本 BOSS担任 手杀成就 您的壮举即将进行全副公告 是否隐藏昵称 否 灵炎看到手杀二字后 彻底放下心来 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语气坚定 无比的确忍道 广场上 议论声沸腾 几乎都在喷游戏 难度离谱 白狼工会等 顶级工会被淘汰后 骂声更大了 网友董哥 借机写了一篇 神土BOSS副本难度逆天 根本不可能 有人通关的帖子 点赞爆棚 热度极高 已经有五个顶级工会 被淘汰了 照这么发展下去 今晚怕是一个 通关的人都没有 呵呵 通关 我白狼工会 都打不通的副本 这世上绝没人能打通 独公子脸色冷俊倒 沐青丸也微微点头 今晚的首杀 决定了日后顶级工会的排名 牧师财团 作为白狼工会的幕后老板 他自然不希望看到 其他工会讨伐成功 就在这时 广场天幕震动 所有人的目光 都被吸引过去 辉红的声音响彻每一处 恭喜玩家炎帝 完成地狱副本BOSS担任 首杀成就 特此奖励 BOSS首杀 精良装备星号5 稀有装备星号1 自由属性点 10 技能书 1 回血药剂 100 白银进阶母版 一地狱 BOSS首杀追加奖励 精良装备星号15 稀有装备星号3 实施装备星号1 自由属性点 50 技能书 3 解控药剂 5 经验药剂 5 回蓝 回血 防御 攻击 敏捷药剂 各星号100 白银进阶母版 三单杀追加奖励 精良装备星号15 稀有装备星号3 实施装备星号1 自由属性点 50 技能书 4 解控药剂 5 经验药剂 10 回蓝 回血 防御 攻击 敏捷药剂 各星号100 白银进阶母版 三万玩家周知 再接再厉 在神土世界 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恢红的声音落幕后 广场陷入极致的沉默 每个讨伐过副本的玩家 都懵圈了 难道自己讨伐的是假副本 这根本不可能 独公子清金爆起 一千人去讨伐 普通难度的副本都折戟 他凭什么一个人 单杀地狱难度boss 确实匪夷所思 沐青晚看着那大大的 炎帝二字出神 感觉很梦幻 太离谱了 一个人单刷boss 普通难度的boss都几万险 地狱副本的多可怕 他玩得和我们 真是同一个游戏 这奖励太丰厚了 念都要念半天 看得我眼花缭乱啊 史诗装备 技能书 还有境界母版 随便哪一项 都是有钱 也买白的珍宝 别说史诗装备了 我连稀有装备 长啥样都没见过呢 是啊 沉默两久后 广场炸开了锅 原本绝望的气氛 化为了惊骇 震动 羡慕 以及激动 林延的成功 说明了一件事 boss副本并非不可打通 他究竟是怎么成功的 所有人都在思索 只要找到林延成功的诀窍 他们相信自己 也能成功 我懂了 网友董哥一拍脑袋 这副本的机制 我们一开始就想错了 哦 很多人都看了过来 网友董哥一挺胸 骄傲到 简单来说 神土的机制 很可能是 讨伐副本的人越多 难度就越高 里面的怪也会越强 对 有很多游戏都是这样 我们确实忽略了这一点 怪不得他能讨伐成功 说不定一个人进去 boss只有几百点血而已 一定是这样 立刻就有很多玩家 疯狂冲向副本入口 结果 还没十秒钟 这些玩家就满脸惨白的 从泉水里爬了出来 狗屁啊 董哥 你不懂不要乱说 怪物数值一点都没降低 我刚进去就被一群丧尸 给撕成肉干了 这 不可能 如果一个人和一千个人 面对的副本 难度是一样的话 那他 董哥脸色苍白下来 玩家们陷入了 深深的自我怀疑中 事到如今 似乎只剩一个解释了 他开挂 玩家们抓耳挠腮之时 林妍和沈又威 却被卷入了一段隐藏剧情中 林妍哥 那棺材动了 沈又威脸色一白 难道还有幺蛾子 明明提醒手杀了呀 林妍眼神激动 终于来了 咕噜噜 湖心岛棺材中 鲜血鼓鼓涌出 将整座地下湖都染红 一道血影从棺材里生起 他身上缠绕无数冤魂 可不得气息令人窒息 仔细一看 正是已经死去的鲁王 终于解脱了 鲁王势然一笑 眼神沧桑 他看着林妍 是你杀了我的僵尸身 让我灵魂得以从血海中挣脱 作为仇献 这方生死应变 托付给你了 他一张手 一方大印从血观之中飘浮而出 大印散发着生死二气 最终落在了林妍的手中 林妍眼中闪过不可思议之色 一把将生死应接过 竟然是生死应 号称鲁王最传奇的宝物 宝物和装备不同 每一件宝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 这方生死应品阶极高 即便放眼整个前中期乃至后期 其强大也不言而喻 他打开生死应的介绍 生死应为一 宝物 属性 阴阵营 至高 地府效果 可将亡灵转化为阴兵 并召唤阴兵为自己战斗 完全觉醒状态下 可以召唤十万阴兵 阴兵过境 活人退避 寸草不生 当下状态 觉醒 初次 看来 只有满族单人 地狱 首杀这三个条件 才能拿到他 林妍择折 这触发难度 真够离谱的 前世压根无人能在新手村就完美通关 所以 生死应第一次出现 距今还有一年多呢 看来我的归来 确实引起了巨大变化 林妍收好生死应 生死应是意外之喜 但并不是他等待的 我解脱之后 他一定会在三日内出现 逃出新手村吧 否则 你必死 鲁王声音低沉 这是一枚定向传送符 等你实力足够之时 捏碎他即可归来 那时 或许你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记住 机会只有一次 我就是为杀他而来 不会走 林妍微微一笑 嗯 正欲消散的鲁王瞳孔一缩 血影重新凝食 你居然知道 他是谁 看来 你不是普通的降临者 鲁王眼神深邃 想要看穿林妍 林妍并没有否认 正常来说 新手村第一阶段的剧情 到此就结束了 鲁王这些话 就是逼迫玩家 在通关副本后三日内 离开新手村 等到进阶后 达到三十级职业者极限 再凭借传送符回来 就会在这里遇到 新手村的隐藏 BOSS千年写诗 不过 无论你身上藏着什么秘密 都在与我无关 鲁王一幅长袖 阴行的路我已经行进了 当守得到我守住了 从此以后 自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留存 再见了 事件 他带着洒脱的笑容 血影渐渐消散 林妍皱着眉 无论是赠与生死印 还是鲁王告别 都是他前世 没有听过的隐藏剧情 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 这两段隐藏剧情 会不会和传说中的 神刺母版有关 林妍沉思 达到九级之后 想要再进一步达到十级 就需要获得进阶母版 成为职业者 进阶母版分为 青铜 白银 黄金三个品级 越高级的母版 升阶后得到的提升 和成长潜力就越高 黄金阶之上 还存在着传说中的 神刺母版 神刺母版关乎重大 只有每次进阶 都用神刺母版 才可以成为真神 林妍目光深邃 这是他在星空战场 获得的绝密消息 当今世界 只有他一人知晓 新手村确实有一个 神刺母版 但具体该怎么获得 我并不清楚 之前我推断其和新手村 七位特殊NPC有关 但如今看来 或许是和这两段 隐藏剧情有关 林妍不断思索 神刺母版 是他在新手村 最大的图谋 这是我布局的第一次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他深吸一口气 收敛了心思 这一战很凶险 我差点就生死 隐藏BOSS 还不是我现在能挑战的 得回去强化一波才行 击杀隐藏BOSS的机会 只有一次 传送服用了 就会被消耗掉 索性 这次首杀奖励非常丰厚 他轻点了一下背包 加上刷副本小怪 爆出来的装备 我一共得到 普通装备180件 精良装备55件 稀有装备9件 史诗装备2件 林妍看着那2件紫色 史诗装备 一下子奖励2件 史诗装备 爆转了 他咧嘴一笑 史诗装备的爆率极低 击杀10次BOSS 有一次爆史诗 就算运气好了 一次救出史诗 应该是地狱副本的加成 这把史诗剑 可以作为右威的武器主体 其他的装备 咦 居然可以组成疾风套装 林妍很是惊喜 疾风套装 是射手前期的神套 攻速直接加2 这些奖励的装备里 居然凑出了 两套新手神套 一套疾风射手套装 一套白甲肉盾套装 这套装送你 林妍将疾风套装 丢给沈右威 林妍 刚才都是你在带我飞 这套装 我不能要 沈右威不想接受 林妍笑着拍了拍她的脑袋 真的假的 沈右威有些狐疑 她与林妍的实力差距太大了 她实在不觉得自己 能帮上什么忙 不过 既然林妍都这么说了 她便坚定地选择相信 她不想林妍对她失望 林妍也没多解释 继续看自己的战利品 110点自由属性点 全部加在攻速上 如今这么高的攻击数值 加攻速收益 显然是最高的 呼 她长输一口气 这波加点过后 攻速达到了两点 战士的攻速提升 很费属性点 这些属性点如果给射手 起码能提高两点攻速 但她知道 这是值得的 从即刻起 她的伤害速率 翻倍了 八个技能书吗 林妍都看了一遍 留下了其中的四个 然后将一个技能书 丢给了沈右威 剩下的卖掉 技能书在新手时期很珍贵 估计能卖个好价钱 学习 她拿出一本叫做 《岩刀的技能》 进行学习 片刻后 岩刀技能席得 她点开技能详情 岩刀 一心挥出一道攻击范围 五米的火焰刀器 附带火焰伤害 攻击值十分之一 造成有效伤害后 可以对目标造成十秒灼伤 每秒十点 法力消耗 九 冷却时间 三十秒 火焰刀器 帅诈 必须选 林妍嘴角一挑 攻击距离是战士前期的痛点 不过魔刀千刃特性 结合研刀技能 几乎补足了这一点 接下来便是药剂了 林妍看着背包李海亮的药剂 除了回篮药剂 解控药剂 和经验药剂外 都塞给了沈又威 一瓶普通的回血药剂 只能回一百点血量 这对他接下来要面临的战斗来说 不能说是灵丹妙药吧 只能说是卵用没有 我已经九级满节 只差神刺母版了 接下来要尽快 搞到神刺母版 进阶为 职业者 林妍打定主意后 带着沈又威离开了 BOSS副本 刚来到广场 便有无数目光扫来 有炽热 崇拜 极度和疑惑 恭喜你了林妍 拿到了神土第一个BOSS首杀 沐青婉款款走来 脸上带笑 和上午初见时的冷漠比 简直判若两人 如今除了你 只有东方工会拿了二杀 第三杀都迟迟没有出现的 林妍点了点头 并不惊讶 新手村BOSS 原本应该在十天后才出现 现在大多数玩家 连一身普通套装都凑不出来 想攻略BOSS 人数不变的情况下 起码要全身精良装备 才有机会 你倒是淡定 说吧 你是怎么做到的 只要你肯把秘密告诉我 我愿意出一百万 将其买断 独公子扇着姚扇走来 胸有成竹 首杀公告一出来 他就去调查了林妍 父母都失踪 家里 只剩下他和他的残废弟弟 一个靠打网游赚钱 来养家的穷大学生 怕是梦里 都没见过一百万 长什么样子吧 玩家们纷纷看了过来 眼神炽热 秘密 林妍笑了笑 你真想知道 好 那我就告诉你 独公子内心吃笑 装什么笔 还不是转眼就败倒 在我的金钱之下 呼呼 所有人的呼吸都粗重起来 期待赶爆棚 前三名击杀boss 都能拿到通告 和大量奖励 而现在第三名还未出现 每个人都想拿到第三杀 秘密就是 我足够强 林妍扫向面色 瞬间冷立下来的独公子 你敢耍老子 独公子拳头钻得嘎嘎响 还有 我警告过你 见你一次便杀你一次 林妍一刀斩出 可怕的火焰刀器横扫而出 你 独公子瞪大眼睛 瞬间被刀器斩成两半 尸体都被火焰焚烧干净 强势的手段 吓傻了所有人 再没有不识趣的玩家 赶上钱多嘴 沐青婉想出言叫训林妍 但看到他冷冽的神情 竟一个字也说不出口 他眼神复杂无比 看着林妍的背影 直到他带着沈幽威离开广场 这燕帝 真是个狠人啊 白狼工会的少会长 说杀就杀 干净利落 丝毫不留面子 之前从未听说过 炎帝这号人物 似乎也不是天榜 地榜的老牌网游高手 无论如何 今天他算是出大名了 各家工会 估计都坐不住了 刚走出广场 林妍便被强制下线 意识也被踢回到现实中 因为过于饥饿 触发了头盔的强制退出功能吗 林妍肚子咕咕叫 头也发晕 看了眼时间 已经凌晨一点 一天没吃饭了 再不强制退出 一会儿怕是要被饿昏过去 跑到冰箱前 林妍连吃了三个巧克力牛角包 又给自己煮了两包泡面 呼 舒服多了 他一口一个火腿肠 缩着泡面 看来的弄一个营养仓才行 用营养仓打游戏的话 就不必平凡下线吃饭了 营养仓 号称专属于富人的玩具 售价高达三十万 他一个靠打网游赚钱养家的穷学生 自然买不起 第一 林妍打开QQ 跟焦急的沈又威 解释了一下自己 突然下线的原因 老大 今晚首杀BOSS的炎弟是不是你 是胖子发来的消息 胖子名叫段德 是他的发小 从小就一起打网游 对他的ID很熟悉 认出他不奇怪 是 林妍并没隐瞒的打算 胖子也是他准备培养的核心队友之一 作为发小 他非常了解段德的为人 虽然这小胖子 很喜欢讲烂俗的冷笑话 但很讲义气 之前弟弟摔断腿 做手术急需用钱 父母却失踪 还是胖子拿了三十万救急 我靠 老大 你真是老母牛坐飞机 牛逼上天了呀 我听说 九大工会的千人讨伐队 全隔屁了 胖子震惊地发来语音 我牛逼 你是第一天知道吗 林妍打趣道 那倒是我今天刚注册账号 老大 一定要带我飞啊 胖子很激动 这游戏最近太火了 如果能打出几件好装备 随随便便就能赚一笔 林妍感慨地叹了口气 胖子家境也很一般 和他一样都还是学生 就要考虑养家的问题了 放心 跟哥混 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林妍声音严肃下来 你上线之后去交易集市 集市管理者是个盲僧 他喜欢听冷笑话 把他的好感度刷到二星 就可以拜师了 拜师 一个新手村的NPC 胖子有些猛 信我的 林妍回复很简洁 神土和大多数游戏都不同 新手村的水非常深 其隐藏剧情很多 玩家每生一接 再回到新手村 都能解锁新剧情 盲僧等七位特殊 NPC虽然只是新手村的守护者 但个个都是大佬 好了老大 保证完成任务 段德咧嘴一笑 居然有人愿意 听他的冷笑话 这种好事 就算没奖励 他也愿意干 又聊了一会儿 林妍就关机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林妍来到客厅 弟弟林峰已经起床 还做了一桌子早餐 不说了 早餐我来做 林妍看着轮椅上的 病弱少年 叹了口气 自己这个弟弟太要强 就算做轮椅 但自己能做的事情 绝对不会让别人来做 林峰咧嘴一笑 我也是家里的一份子 不能什么家务都不做吧 今天有课吗 林妍无奈地问道 林峰虽然残疾 但一直没放弃学业 以他现在的成绩 考个清北轻轻松松 周日没课 但我打算做几套数学卷子 放松一下 林峰说道 哦 林妍一挥手 既然没课 那就不要学习了 啊 林峰懵了 不学习 那我干什么 当然是打游线 林妍理所当然道 林峰的数理化 都是满分 可以说是天生的法师 上一世游戏降临现实后 从没有打过游戏的他 仅仅三天 就领悟了静咒及法术 要不是起步太晚 等级太低 林峰绝对可以成为他的核心队友 这样的妖孽天才 绝不能被埋没 打游戏 林峰怀疑自己幻听了 是不是咱家又缺钱了 我兼职家教也赚了一些钱 下周就能发工资 林烟摇了摇头 我的意思是 你不必把高考再放在心上了 全心跟我打游戏 啊 林峰眨了眨眼 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我的成绩肯定可以上清华的 只有这样我 才能真正改变咱们家庭的命运 不高考 林烟面容严肃 接下来我跟你说的话 你不能跟其他任何人提起 林峰健壮 也平静下来 哥哥从来都是值得信赖的依靠 他这么做 一定有他的理由 接下来 林烟将游戏即将降临的事情 简略地说了一遍 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这次也是一样 你先消化我给你的信息 等你做出决定后 再来找我 林烟说完 便回到了自己的电脑房 他相信 以林峰超群的智商 和对自己的信赖 绝对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意识回到神土 林烟刚来到交易集市 摆摊收装备 就被认了出来 炎帝 他就是炎帝 有人张大了嘴巴 全球首杀boss的狠人 居然在这里 摆摊收购白板装备 玩家们很快就把这里 围了个水泄不通 炎帝大佬 跟我合个影吧 炎帝大哥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手杀的 玩家们七嘴八舌的 林烟脸黑成了锅底 你们到底卖不卖白板装备 之前我就见到炎帝 不断地在收购白板装备 他这么强 或许与此有关 白板装备里 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 有人带节奏起哄 这个猜测一出 玩家们对自己手里的 白板装备的态度 瞬间就谨慎起来 炎帝大佬 你不老是说出这里面的秘密 我们可不敢轻易 卖自己仅有一套的白板装备 带头的兜茂南 阴阳怪气道 嗯 林烟认出了兜茂南 正是独公子身边的 白狼工会高手 他立刻明白 有白狼工会从中作梗 以后要买白板装备 怕是很难了 清楚了这一点后 他直接转身离开 他要抓紧每分每秒变强 没心情在这里扯皮 要骂也不是不行 要是炎帝里愿意 十枚金币买一件白板装备 我还是愿意的 兜茂南继续挑衅 脸上满是嘲讽之色 这既是激怒 也是试探 如果林烟真愿意 十枚金币买白板装备 证明里面确实是有大秘密的 你死定了 林烟冷漠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离开 炎帝真会说笑 这可是交易急事 你敢对我出手 兜茂南疯狂作死 他的任务 就是试探并激怒林烟 如果林烟将他杀死 到时候 芒僧自然会出手击杀林烟 如果林烟被杀 等于间接给毒公子报仇了 至于林烟反杀NPC 应该 不存在这种可能吧 有何不敢 林烟一刀斩出 火焰刀气席卷 瞬间将兜茂南斩成灰烬 骨灰飘散在空中 好帅的一刀 还尼玛有火焰刀气特效 感觉他和我玩的 压根不是一个游戏 炎帝也太冲动了 他完蛋了 虽然很强 但不懂隐忍 成不了大气候 难道他还想和NPC一战吗 不少人惊艳于林烟这一刀 但也有很多人冷笑 觉得林烟要倒大霉了 林烟只是平静地走向交易集市外 玩家们全都跟在他身后看热闹 出口处 盲僧悠闲地坐在那里收门票 感知到林烟出来 只是微微抬了抬眼皮 没有任何反应 卧槽 怎么回事 出bug了 管理员 他刚在集市里杀了人 你快制裁他 想看林烟笑话的人都急了 我们交了前途的 就是交易集市的安全 如今这小子杀人你都不管 要你有什么用 反正我以后是不敢来交易集市了 白狼工会的人 趁机带节奏 郭躁 盲僧皱眉 逐杖一扫 可怕的风暴瞬间降临 带节奏的玩家 全被雷霆精准击中 直接一击毙命 魂归泉水 所有人都猛逼了 这他妈的到底是什么情况 林烟内心冷笑一声 想在神土中算计他 再去玩个二十年吧 他早就把盲僧好感度 刷到了一心 一心好感度下 他只是在集市里 杀了一个先招惹自己的人 盲僧是绝不会对他动手的 他不过是杀了该杀之人罢了 盲僧喝了口茶水 淡淡道 一个主动招惹强者 导致被杀的废物 也配喊冤 咕噜 玩家们呆若目击 这NPC明显是在偏袒林烟啊 炎帝太可怕了 实力深不可测 连NPC都向着他 惹不起惹不起 溜了溜了 交易集市人群一哄而散 林烟对盲僧点头致谢后 便离开 刚找到一处僻静之地 打算融合装备 危险感知便令他警觉起来 他看向面前的草丛 出来吧 寸头男从树丛后走出 正是东方工会的冷风 他惊讶到 不愧是炎帝 感知能力确实强大 你有诗 林烟挑了挑眉 以后购买白板装备 都会变得艰难 让他有些不爽 作为首次单杀地狱boss的人才 上面已经认可了你的潜力 只要你加入东方工会 就可以获得百万年新合同 外加金城二环 一套100平金装房 冷风停顿了一下 并且我们可以联系国医院的国医 将你弟弟的断腿接续 林烟听到最后心中一动 百万年新加金城一套房 足以彻底改变他家的经济状况 给弟弟接续断腿 更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 不过最终 他还是摇了摇头 以他如今的成长速度 赚钱很容易 至于弟弟的断腿 他也有自己的方法来接续 现在与东方工会加深接触 还远远不是最佳时机 好吧 冷风露出可惜的神色 他很看好林烟 可惜我不能说出 我背后的视力是什么 否则你一定会同意的 林烟露出微妙的笑容 是吗 冷风凶有成竹地笑了笑 既然严帝你不同意 那就先不谈签约的事情 我找你是另有要事商谈 嗯 请说 林烟点了点头 我知道你一直在收购白板装备 但你首杀之后 随着白板装备中 藏着秘密的消息传出 就没有人愿意再卖了 冷风笑了笑 但你可以考虑 从我们东方工会这里买 林烟眼神一亮 很不错的提议 不知道你要收过多少 冷风很自信 他背后可是下国官方 白板装备的储藏量高得吓人 你们有多少 我就需要多少 林烟咧嘴一笑 冷风一愣 显然被吓了一跳 好大的胃口 看来这白板装备里 确实有秘密 林烟并未避讳 直接道 是有秘密 但只对我有用 冷风点了点头 果然如此 不过既然是来做生意的 我们不会探听你的秘密 但我们也不会做亏本生意 两枚金币一套白板装备 这就是我们的报价 一枚金币两套 林烟压架 你现在只有我们一个渠道 冷风摇头 拒绝砍架 一枚金币 只能换一套白板装备 对我完全没什么意义 林烟摇头 转身就要离开 两枚金币 是一件绿色攻击装的价格 融合后 攻击加十 如果换一套白板装备 相当于三件新手长刀 融合后 攻击加十五 融合的时间 还要翻两三倍 算下来甚至亏本 还不如直接用绿色装备融合了 等等 也不是不可以再讨论 冷风松口了 经过一番拉锯战 林烟最终以两枚金币 三套新手装备的价格谈妥 一件绿色装两枚金币 攻击加十 换三套新手装 相当于攻击加四五 还是爆赚的 林烟微微一笑 将他要卖的装备展示给冷风 居然这么多 冷风吓了一跳 猜到林烟装备多 但还是比他想的多了一点点 这些装备按市场价核算 大概价值六百金币 明天 我会带九百套战士的新手装备 在这里与你交易 还有这四本技能书 卖你五十金币 全换成新手弓箭吧 林烟展示了一下四本技能书 这再好不过了 冷风顿了一下 有些不好意思道 不知 你得到的白银进阶母版 这个我还不打算卖 林烟一口回绝 对于白银母版 他有自己的谋划和布局 好吧 冷风叹了口气 进阶母版 现在有事无价 整个神土 手中有进阶母版的 只有他和林烟两人罢了 谁有母版 谁就能提前一步进阶 意义太重大 更何况 林烟手中的 还是极难得到的白银母版 如果他愿意卖 东方公会甚至愿意千金收购 那我先回去赴命了 到此 冷风挥手告别 几个挪闪便消失 车到山前必有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林烟心情大好 他盘坐下来 准备进一步融合装备 稀有装备和史诗装备 自带属性加成或者词条 他不打算换成白板装备 所以就都留下了 这可是第一次融合史诗装备啊 林烟眼中露出期待之色 开始融合 林烟手中两件史诗装备 一件是护心甲 一件是弓箭 弓箭留给沈又威 容主武器 由于每样装备 最终神器只能融合一件 所以他无法再给沈又威 融合防御装备了 哇 足足十分钟之后 史诗装备才融合完成 他点开金丝甲的详细信息 金丝甲 白板 护甲加6550 物防加10 法防加10 反伤加181特性 轻便 佩戴不影响灵活性 蝉丝 受攻击时 减少敌方10%攻速 护心 心脏要害物理攻击免疫30% 护甲回复 当护甲值不足20%时 恢复20%护甲 冷却时间一小时 果然史诗装备的词条 可以完整继承 林烟很是激动 史诗护心甲的 护心和护甲回复 两个词条 被完整继承了下来 此外 物防法防全部达到10点 要知道 他现在整体护甲破万 仅仅护甲回复一个词条 就相当于他战斗时 多了2000点护甲 令他的防御 续航能力 都得到了大幅提升 继续融合 之前打劫盗贼家 收购的白板装备 一共3000件 融合了1000多件之后 还剩不到2000件 他打算 将今天剩下的时间 全部用来融合 日出日落 很快一天就过去 除了下线吃饭外 林烟把所有时间 都用来融合装备 终于把防御装备 都融合完了 林烟长吐出一口气 金丝甲 金丝酷 全部进化 他点开装备详情 软胃甲 白 护甲加11950 物防加13 法防加13 反商加200特性 轻便 佩戴不影响灵活性 蝉丝 受攻击时 减少敌方20%攻速 护心 心脏要害 物理攻击免疫50% 护甲回复 当护甲值不足30%时 恢复30%护甲 冷却时间一小时 毒凯 铠甲附带毒属性 范围3米内的敌方单位 都有几率中毒 一旦中毒 疑速降低15% 每秒血量扣除50点 软胃裤 白 护甲加10200 物防加2 法防加2 反商加110特性 轻便 佩戴不影响灵活性 蝉丝 受攻击时 减少敌方20%攻速 毒铠 铠甲附带毒属性 范围5米内的敌方单位 都有几率中毒 一旦中毒 疑速降低15% 每秒血量扣除50点 所有特性都升级 防御 护甲大幅提升 凌炎嘴角掀起笑容 加班 把剩下的攻击武器融合了 再吃晚饭 很快 他将仅剩的100件战士武器 融入魔刀千刃 随后又帮沈幽威 开始融合他的主武器 这一忙 又来到了晚上10点多 终于都融合完毕了 凌炎长吐一口气 他打开自己的属性页面 ID 炎帝种族 人类 皇 职业 战士等级 九生命值 400 护甲 70攻击 5735 破甲 300 悟抗 23 法抗 17 疑速 1 攻速 2 法力 40装备 软胃甲 白 护甲加11950 物防加13 法防加13 反伤加200 软胃酷 白 护甲加10200 物防加2 法防加2 反伤加110 魔刀千刃 白 攻击加5710 终极神器 唯一 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三阶 技能 叠浪三刀 一心 岩刀 一心 能力 暂无宝物 生死硬 这数值 放在前世 想都不敢想啊 林烟神清气爽 安全感十足 不过 打隐藏boss 必须要谨慎 等明天把东方工会的装备都容了 再去挑战 刚摘下头盔 就看到弟弟林峰坐在对面 哥 饿了吧 林峰将准备好的晚餐递了过来 嗯 林烟接过晚饭 就开始吃起来 考虑的怎么样了 想好了 我相信哥 你的选择 林峰点头 我已经下了订单 明天游戏头盔 就一道就开始玩 不愧是我老爹 林烟拍了拍林峰的肩膀 考什么清华 打游戏才是未来 林峰和林烟对视一眼 都笑出声来 默契无比的大呼道 学习 学个屁 还有一件事 林峰有些难为情的道 什么 林烟挑眉 我不是在网上兼职家教吗 我的学生想来家里看我 林峰挠了挠头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让他来吧 林烟瞬间想起一位女孩的模样 哈哈大笑道 可她是个女生 我和她就在线上视频见过 直接来家里 是不是 林峰有些窘迫 虽然她是个理科学霸 但是对儿女情 常一窍不通 有什么不好的 热烈欢迎 林烟拍了拍老弟的肩膀 收拾好餐盘之后 便站起身来 吃饱困了 睡觉去 哎 哥我还没告诉你他名字呢 他叫楚清玄 知道了 林烟自然知道他的名字 毕竟那可是未来的弟妹 回到卧室 他点开游戏的消息列表 有很多条加好友的申请 仔细一看 都是各个工会的负责人 想了想 他将这些好友申请通过后 便退了登陆 倒头就睡 第二天早上 他扫了眼消息列表 严帝兄弟 你现在很火呀 只要你答应 跟我的星空工会签约 你将获得三百万签约费 外加三期之不分成合同 严帝大佬 寒冰工会愿意出五百万签约费 跟你签约 我们青龙工会 是九大工会之首 只要你加入我们 一千万签约费双手送上 都是各种工会招揽他的信息 最亮眼的 还要数最后一条 严帝大佬 加入我们朱雀工会吧 全是美少女 进工会就发对象 还给你五百万签约费 到时都不小欠 可惜 这些我看不上 林烟摇头 他的格局和野心 不是这些工会能容的下的 否则 他早就选择东方工会了 毕竟 即便出价最高的青龙工会 给出的千万签约金 也抵不上东方工会 送的那套 金城二环金装房的价值 看来 我彻底火了呀 林烟刷着网页 地狱boss担人手杀的热度 这会儿才完全展现出来 甚至冲上了头条 热搜 不少玩家都在热议 关于他的话题 毕竟他平一人 就力压九大工会的 千人讨伐队 这种绝世战绩 谁不好奇 他是怎么做到的 不过 这正是我布局中的一环 我需要鸣切 越火越好 又看了一会儿 林烟开始登陆神徒 该去找冷风拿装备了 新手村林烟广场 你要的装备都在这里了 冷风说道 合作愉快 林烟轻点了一下 满意笑道 交易完成 我就先告辞了 如果想加入东方工会 一定要尽快联系我 冷风说道 如今讨伐完boss 我们也会去主城发展了 林烟露出微妙的笑容 讨伐完boss就去主城 那也太小看神徒的剧情 安排了 虽然知道后面要发生的事情 但林烟并未提醒 只是收好装备后离开 900套战士装备 外加上数百张弓箭 林烟不辞辛苦 用了一整天的时间 将之全部融合 实力再度飞升 他点开属性面板 ID 炎帝种族 人类 皇 职业 战士等级 九生命值 400 护甲 44670攻击 9325 破甲 300 悟抗 23 法抗 17 疑速 1 攻速 2 法力 40装备 软胃甲 白 护甲加20050 物防加13 法防加13 反伤加200 软胃酷 白 护甲加18300 物防加2 法防加2 反伤加110 魔刀千刃 白 攻击加9300 终极神器 为1 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三阶 技能 叠浪三刀 一星 研刀 一星 能力 暂无宝物 生死硬 护甲即将达到5万 攻击力近万 灵炎估摸了一下 如今攻击力肯定是超标了 但护甲和血量实在是不容乐观 新手村隐藏BOSS的副本 正常要等到进阶为职业者 并且达到接近30级 才有机会组团攻略 只有不到5万的血量护甲 还是有些不稳了 灵炎思索着 虽然他可以不断刷怪 靠时间把护甲叠起来 但他时间其实很紧迫 因为只有击败隐藏BOSS 才能开启新手村的隐藏主线 只有通关隐藏主线 才能拿到传说中的神刺母版 拿不到神刺母版 他就只能一直被困在9级 无法进阶 果然 第一次进阶就要用神刺母版 还是太勉强了吗 灵炎沉默了 两久后 他眼中的迷茫逐渐散去 目光彻底坚定起来 有些事 必须做 神土的终极目的 终究还是成神 一旦拖慢进阶速度 等星空战场开启时 他不够强的话 沈又威的悲剧 必将再度重演 他无法接受 再失去沈又威 只有成为真神 才有希望以一己之力 扭转星空战场 如果最后还是只能做 信仰神或者 位格神 改变人类命运这句话 无异于痴人说梦 灵炎紧握双拳 眼神燃烧着熊熊火焰 这一时 他不想再看到任何一个 自己在乎的人死去 他要守护沈又威和弟弟 守护死胖子 守护 下国 乃至地球文明 信念通达后 他也下定了决心 今晚就去攻略隐藏副本 想定之后 他给沈又威发了组队消息 这次刷哪个副本 我已经准备好了 沈又威很兴奋 跃跃欲试 还记得我说过 要给你一个礼物吗 灵炎微微一笑 当然了 我都期待两天了 沈又威眨着明亮的眼眸 之前 两人总组队打网游 也相互送过礼物 每次收到灵炎的礼物 他都很开心 这弓箭送你 灵炎将融合好的弓箭赠予了沈又威 好漂亮的弓 沈又威一剑就碍不释手 虽然这把弓散发白光 应该只是个白板武器 但只要是灵炎送的 它就是若珍宝 快装备上吧 灵炎笑道 啊 我现在的武器应该比这个好吧 沈又威虽然有些疑惑 但还是进行了装备 这是唯一装备 装备了就不能摘下了 灵炎点了点头 是的 沈又威越加狐疑 不过还是选择了装备 我的天 打开属性面板后 它惊呼一声 小嘴都成了O型 这把脚跃弓好强大啊 光是攻击力就加了五千多 沈又威不敢置信 这等武器 在当前阶段堪称绝世神兵 任谁也挡不住一剑啊 喜欢就好 灵炎微微一笑 它前后一共凑了上千把弓箭 让沈又威的弓箭也完成了二次进化 不比它的魔刀千刃差 这生死印你先拿着 灵炎将生死印抛给沈又威 你是远程弓箭手 有生死印召唤的死灵守护 弥补了近战短板 配合这把脚跃弓 综合战力就相当可观了 好强的宝物 沈又威查看了生死印的功能之后 非常惊喜 居然可以一次性召唤上百只精英丧尸 加上脚跃弓 我都怀疑自己能单刷BOSS副本了 灵炎会心一笑 这正是我想让你做的 啊 沈又威愣住了 我接下来会去刷隐藏副本 你利用这个时间去刷BOSS副本 把三杀奖励拿到手 灵炎说出自己的计划 加上生死印 沈又威去刷普通难度的鲁王宫 肯定是易如反掌了 毕竟普通副本里 鲁王才三万血甲值 根本顶不住一件五千的伤害 但他要去的隐藏副本 是进阶噩梦副本 对沈又威来讲极其危险 他到时都会自顾不暇 哪里还有精力去照顾沈又威 所以 他制定了这个双开副本 拿最多奖励的战斗计划 鲁王不是让咱们进阶为 职业者后 再去挑战隐藏BOSS吗 沈又威卷了卷耳边的青丝 现在去估计会很危险 放心吧 我有把握 灵炎拍了拍沈又威的小脑瓜 按计划 分头行动 Yes Sir 沈又威进了个礼 小脸满事认真 保证完成任务 将沈又威送进鲁王宫副本后 灵炎眼神也严肃下来 他拿出传送符 毫不迟疑 直接激发 哇 身体被空间之力裹挟 瞬间回到鲁王宫的湖心岛上 但这一次 湖心岛出现了另一条路 那条路 通向一座上百米巨大的青铜门 他走到青铜门前 门后隐约能听到凄惨的哭号 血水通过青铜门的缝隙向外涌 散发出刺鼻圣人的气味 开启 他一刀斩出 刀气将虚眼的青铜门轰开 血水从门后汹涌冲出 仿如一条河般 地下湖瞬间被染成了红色 水鬼们狂欢的嘶吼声 回荡在山腹中 灵眼目光坚定 一步踏入青铜门 他踏进的瞬间 青铜门轰然关闭 放眼望去 面前是一条黄泉路 路两旁竟是坟种 而青铜门关闭的同时 这些坟种纷纷裂开 一道道可怖的身影 从其中缓缓爬出 果然强大 灵眼眼神凝重 探查了一下坟种爬出的怪物 这些穿着斑驳战甲的骷髅 身上血雾翻涌 双眼闪烁赤红色鬼火 埋尸地鼓妖 二阶 精英 等级 29血量 18600护甲 1900攻击力 200物抗 50法抗 30技能 尸毒 被动 嗜血 尸气腐蚀 撕咬 发狂 鼓妖刀舞 白骨突刺 血雾妖火 鼓妖咒术 来吧 灵眼战役沸腾 冲杀向鼓妖们 鼓妖们发出阴冷的嘲笑声 似乎在嘲讽灵眼 只有区区九级 一位鼓妖冷力地伸出手来 血雾妖火燃烧 喷吐而出 若是正常的九级玩家 沾染到这妖火 不出五秒 就会被烧成灰烬 死 灵眼走位微妙 极限距离避开血雾妖火 吃吃吃 一秒两刀 配合叠刀技巧 他一秒斩出三刀 打出了两万多点爆炸伤害 强势的鼓妖 竟然一个照面 就被秒杀了 鼓妖们显然被吓得一愣 全部重视起 这个看似弱小 实则极端恐怖的人类 这些鼓妖一拥而上 同时发动鼓妖刀舞 和白骨突刺 灵眼施展入危急步伐 杀入了鼓妖群 狂舞的鼓刃填满了 他周身每一寸空间 但他总能在刀尖上起舞 完美避开所有攻击 这怎么可能 鼓妖们眼中鬼火赤裂 不敢置信 当我折死 魔刀千刃 时而化为剑伞 时而刁钻斩出 围杀上来的诸多鼓妖 竟接在他刀下浮尸 大量的金燕珠涌向灵眼 因无法被吸收 最终只能化为实体 被收入背包中 踏踏 他走在黄泉路上 脚踩鼓妖的尸骨 一路前行 安心把你的灵魂留在这里吧 黄泉路尽头 高达三米的枯瘦僵尸 踏步而来 他的身上 绿色的尸毒冲天而起 方圆十米内的黄泉花都枯萎 显然毒性极强 他身后 三道漂浮的死灵环绕 散发出冰冻灵魂的寒霜气 嗯 灵眼宁神探查 埋尸地绿江 二阶 同灵 等级 二十九血量 十五万零六百护甲 一万六千攻击力 三百五十物抗 八十法抗 五十技能 尸毒 被动 毒流暴 尸气腐蚀 撕咬 发狂 铜皮铁骨 沐浴毒甲 毒物乱舞 绿江咒术 毒流突进 尸解童化 埋尸的死灵 二阶 精英 等级 二十九血量 两万四千护甲 一万五千攻击力 二百五十物抗 三十法抗 六十技能 双魂化 灵魂冻结 死灵迷雾 寒霜射线 视野共享 童猿吞噬 死亡冲击 亡灵撕裂 绿江 灵眼心中一动 绿江在下国古代传说中 已经算是罕见的僵尸种类了 其力大无穷 邪性极强 除了阳光外 几乎没有弱点 还有三只死灵相伴 看来的认真对待了 灵眼眼神凝重起来 这头绿江带领三只死灵 战斗力绝对堪鼻鲁王 嗖嗖嗖 三只死灵齐齐冲来 对他喷吐冰霜和迷雾 视野降低 反应能力减弱 攻速被降低到一点五 灵眼发动炎刀 火焰刀光 瞬间照亮前方 劈开了迷雾和寒霜 视野恢复的瞬间 绿江如刀般的手掌 迎面戳了过来 当 来不及躲闪 他当即挥刀阻挡 啪啪啪啪 刀上传来的巨大力量 将他震退十余步 果然力大无穷 灵眼看了一下血量 他完全格挡了攻击 但仅仅是冲击伤害 就让他掉了足足一百点甲 一百一百 不好 沾染上尸毒了 灵眼皱眉 绿江的尸毒太重 只要接近十米内 一定会被沾染 必须速战速决了 他目光凝重 长刀斩出 蝶浪三刀配合蝶刀 炸裂的输出 倾泻在绿江头颅上 顿时将他的脑门 砍出几道窝口 9100-8900-9300-8999 绿江的头顶 接连冒出巨额伤害数字 好 绿江惊怒交加 张口喷出一个咒符 打在灵眼胸口 爆 他嘶吼一声 灵眼身上的毒素和咒符 一起被引爆 瞬间炸掉了他一千多点甲 该死的畜生 灵眼眼神彻底冷了下来 你以为只有你会玩毒 他栖身而上 与绿江站在了一起 三只死灵不断喷吐冰霜和迷雾 干扰他的战斗 吃吃吃 灵眼人刀合一 刀器斩出 火光冲天 绿江的攻击打在他身上 只能造成冲击伤害 而他却可以精准找到刁钻角度 刀刀突破绿江的格挡 斩在其要害 软胃甲和软胃裤的毒凯特性都被激发 让绿江也陷入了中毒状态 持续掉血 配合灵眼炸裂到极致的输出 将绿江的头盖骨都掀飞 不 绿江尸体倒地 绿色脑浆流了一地 三道死灵一哄而散 很快就消失在了视野中 灵眼并没有去追 因为 此处已经是黄泉路的尽头 尽头之外 是宽达数百米的血河 如今还没解锁飞行技能 他根本没办法追 正当他在思考如何过河时 嘶哑的苍老声音传来 年轻人 只有你一人过河吗 灵眼目光转动 看到缓缓靠向河岸的一艘孤舟 披着缩衣的老人撑着江 笑容和蔼 眼神浑浊 不错 灵眼点了点头 看来想要去对岸 只有坐这艘船才可以 想坐我的船去对岸 需要先答应我一个条件 撑传老人沙哑说道 你说 灵眼冷静询问 隐藏副本通关难度极大 几乎没几个人成功 所以自始至终 也没有相关攻略流传 他当年刚进阶就来挑战 直接死在了黄泉路 并没有触发百度人的剧情 隐藏副本 只有一次攻略机会 做任何决定都要慎之又慎 灵眼心中暗道 我被困在这里许多年了 如果你能杀死血尸 需将他的完整头骨交给我 只有得到他的头骨 我才能离开这里 百度老人沉声道 附加任务吗 灵眼促没猜测 很多副本都有附加要求 如果完成这些要求 就会给予更多的奖励 血尸的头颅 很可能是他的弱点 如果想保留完整头颅 战斗中就不能攻击血尸的头颅 加大通关难度 可以 灵眼点了点头 这个附加条件 对他来说不难 那就上船吧 百度老人咧嘴一笑 灵眼出于谨慎 探查了一下老人的信息 埋尸的百度人 探查不出信息 他深深地看了眼百度老人 这老头 不简单 虽然不知对方如何做到屏蔽探查 但在隐藏副本里 看到这样一个神秘的存在 留个心眼总是没错的 他手握刀柄 踏步走上孤舟 你为何会被困在这里 灵眼试探问道 神土是真实的世界 许多隐藏的机制 需要主动去发现 才有可能揭开 老人神色一僵 随后叹了口气 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这条河足够宽 我想我有时间听完这个故事 灵眼平静道 老人眯眼一笑 好久没有遇到 这么有耐心的年轻人了 那我就讲一讲 世人都知道 这世界存在真正的神明 千年前 鲁王因为信奉地府殷天子 所以被赐下至宝 生死印 生死印可以逆转生死 死灵生物一旦得到它 实力会暴涨 当年的死灵王者 僵尸王 恶齐 就是基于生死印的强者之一 他指挥死灵军团 入侵鲁国 鲁王为了对抗死灵军团 与手下的九位心腹 前往地攻击活生死印 但在击活生死印时 鲁王却被可耻的叛徒背叛 叛徒用僵尸王的血 污染了生死印 被污染的生死印暴动 不断将活人转化为死灵 无数人因此死去 鲁国陷入失货 叛徒又散播谣言 说鲁王为了抵抗恶旗 故意发动失货 目的是吸取死气 用来增强生死印力量 哦 鲁言恍然 怪不得鲁王交给他生死印 时会说那句 硬行的路我已经行尽了 当守得到我守住了 从此以后 自有公义的冠冕 为我留存 原来是有冤在身 鲁言点了点头 逐渐理清了思路 不过他又缓缓皱下眉头 总觉得有什么关键点 没有注意到 后来呢 后来 内忧外患之下 鲁王别无选择 为了苍生和大义 他决定与八位心腹一起 用生命献祭 老人继续讲述 他们剖开了自己的心脏 用精血洗刷了受污染的生死印 在死前 鲁王动用最后的力量 用生死印击杀了所有敌人 而那些来不及杀掉的敌人 也都被封印在此 鲁言沉默了 八位心腹 应该就是BOSS官邸 守护鲁王青铜官的戴甲白疆 不过 这老头一定隐藏了什么 他皱眉 鲁王献祭之前的故事都很详细 但鲁王献祭之后的故事 却一笔带过 一句话就结尾 故事讲完了 这和你被困有什么关系 鲁言头脑很冷静 直接问道 老人呵呵一笑 我是鲁王的弟弟 自愿帮他镇守这被封印的事件 我的使命 就是等待足够强大的冒险者降临 并帮助他们击杀被封印的死灵 完成使命后 我便可以走出这里 倒是合情合理 鲁言微微点头 老人的身份是最大的疑点 也是破局的关键 但其究竟是不是鲁王的弟弟 根本无从查证 他手握刀柄 不断地捋顺思路 到河中心了 老人脸色凝重 神情充满缅怀 这里是生死的交界处 我哥哥将生死印放在了这里 用来平衡阴阳 他看了一眼鲁言 发现鲁言不为所动 脸上忽然露出大意之色 冒险者 想要击败血尸 生死印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生死印就在湖底 只有你可以将其取出 为了苍生与大意 一切都拜托你了 鲁言此时内心毫无波澜 甚至还想笑 演 生死印鲁王已经交给了他 作为唯一宝物 神土不会有第二个生死印 这老人分明是在撒谎 骗他下狐 想要看破谎言 关键压根不在于 去找这老者的逻辑漏洞 而是要完美通关鲁王功副本 灵言完全理解了一切 怪不得前世 几乎没人能打通隐藏副本 冒险者 难道你觉得你有足够的实力 不靠生死印 就能击败那可怕的千年血尸吗 老人大呼 脸色急切 见灵言依然没有反应 老人叹了口气 傲慢的冒险者啊 在这里 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下狐去取生死印 二是到彼岸 独自面对千年血尸 看来 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我会把你送到彼岸 我还有第三个选择 灵言瞬间抽出魔刀千刃 直指老人 那就是杀了你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老人大惊失色 惶恐又无助 但当灵言的攻击凌身之时 他眼中瞬间涌出极致的恶毒 看来 你是邪魔的同伙 那就化为血水 融在这血河中吧 他手中船桨一挥 与灵言的长刀对撞在一起 砰 可怕的力量爆炸开来 冲击波在船周围 炸起一人高的血色水浪 事到如今 还在装模作样 灵言冷笑 你根本不是鲁王的弟弟 你就是那九位心腹中 用僵失血污染生死印的叛徒 你怎么猜出我身份的 老人大惊失色 历生疾呼 就算被攻击他都不怕 他怕的是被猜出身份 一旦被猜到 他用来屏蔽探查的障眼法 就被破了 死人不必知道这么多 灵言冷漠挥刀 他眼中 老人的信息面板 也发生巨变 鲁国第六帅 五丑 二阶 同龄等级 29血量 18万零六百护甲 15万攻击力 400物抗 90法抗 80特殊物品 避水斗篷技能 十字斩 控血术 近身突进 催眠铜术 障眼法 失血侵染 血剑绝 嗜魂墓碑 六眼修罗斩 特殊物品 灵言眼中 闪过激动之色 攻击越加强势 怎么可能这么强 五丑被吓得面色苍白 才刚交手 他就掉了近十万护甲 他的传将 都出现了裂纹 这攻击力 简直超越理解 逃 他萌生了这个念头 一下子跳船 蹦进水里 哼哼 你攻击力确实逆天 血量总不可能 也这么逆天吧 他激笑道 灵言追了下去 刚入狐的瞬间 护甲扣出提示 便从他脑袋上蹦出 护甲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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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娘的 怪不得你这老东西 一直骗我下水 灵言眼中闪过圣怒 追在五丑身后 就是一顿输出 他如今有四万多的护甲 算上护甲回复特性 有五万多护甲 这血量 已经足够逆天了 但依旧撑不到一分钟 若是正常的二十九级玩家 三 五秒 就得一命呜呼 吃吃吃 灵言疯狂斩杀 拼尽一切输出 一分钟内 杀不了这五丑 唯一一次攻略隐藏关卡的机会就消失了 神刺母板也会与他失之交臂 这是他绝不能接受的损失 都十多秒了 你怎么还没死 五丑被追的心态爆炸了 你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不光攻击力高的离谱 血量也深不见底 你逃不掉的 灵言怒吓一声 五丑极了 血量只剩不到三万 再被灵言追上 他一套连招就能把自己带走 你疯了 就算杀了我 你也回不到船上了 五丑大吼 你的血条可没因为进入血核降低 你身上一定有抵抗血核侵蚀的特殊宝物吧 灵言森然一笑 一语点破 五丑脸色顿时一僵 心中暗骂道 妈的 明明是个年轻人 怎么如此老奸巨滑 受死吧 灵言再度追上五丑 挥一刀斩下 眼看灵言就要将他击杀 五丑大吼 血师大人 看在我为你付出这么多的情面上 快出手救我 整个血核在此刻沸腾起来 灵言的掉甲速度越来越快 死 他冷漠出手 刀影翩翩 叠浪三刀 配合叠刀技巧 瞬间打出三万多输出 将无丑斩杀 受 他一念将无丑爆出的装备 全部收脚 特殊物品 避水抖胖 灵言没管其他物品 直接点开了抖胖详情 避水抖胖 宝物 属性 水阵营 至高 天庭功能 一 完全觉醒 可100%免疫水系环境造成的伤害 二 可以让佩戴者 不受水系环境的负面影响 在水中如履平地 当前状态 50%水系环境 伤害减易 负面影响 初次觉醒 助 在血尸副本中 此宝物可无条件免疫百分百血核的伤害 果然如此 灵言眼中露出激动之色 这就是隐藏副本破局的关键 他立刻装备避水抖篷 每秒1000多点的护甲扣除 立刻停止 好险 这副本真是狗啊 灵言暗骂一声 血尸副本难度太高了 他已经足够谨慎 实力也超绝 即便这样都差点翻车了 怪不得前世网上连个攻略都没有 他都怀疑 到底有没有玩家通关过隐藏副本 护甲只剩2万 就算加上30%护甲回复 如今也只有3万多血甲值了 灵言皱眉 向上游去 先回到船上 脱离战斗状态 把护甲回到满之后 再去与BOSS决战 正当他向上游动时 血河动荡加剧 甚至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即便有50%负面效果减易 但在巨大的犀利下 灵言依旧被卷入到河底 血河底部 无数骸骨密布 半埋在河沙之中 一片修罗地狱的光景 看来这些骸骨 就是之前被无仇老六 骗下来死去的先行者们 灵言心中凝重无比 从之前各种怪物的数据判断 血尸副本的难度 大概是二阶星号噩梦难度 想要攻略噩梦二阶副本 一般需要二阶玩家组成讨伐团 或者三阶普通玩家组小队 想单独攻略 至少也得三阶顶级玩家 才有可能做到 现在的我 想媲美三阶顶级战力 还是有些困难 灵言思索着 他的攻击力是超标的 但血量护甲实在太低 如果每一阶都能获得黄金模板 到了三阶精英职业者 极致 也就是49级 血量完全可以达到15万 配合护甲武器 可以轻松破20万斜甲值 至于每一阶都是神刺母板 那血量更不用说 起码大几十万了 如果他血甲值如此雄厚 这次攻略会轻松太多 嗯 灵言停下身形 看向漩涡中心 枯瘦而邪恶的身影 被巨大的锁链绑腹 镇压在血盒底部 那身影全身都没有皮肤 肌肉与骨骼圣人地展露着 他浑身喷吐鲜血 融入血盒 同时也从血盒中吸取着能量 千年血世 灵言眼神一凝 立刻出手 长刀斩出锋芒 当当当 还没等他杀到千年血世面前 就有几道幽灵般的生物 将他阻拦 血盒之灵 二阶 精英 等级 29血量 25000护甲 18000攻击力 275抗 40法抗 50技能 死亡翻滚 血盒冲击 水悬窝 暴血树 视野共享 同源吞噬 死亡冲击 亡灵撕裂 咔嚓咔嚓 血尸的锁链不断地崩开 即将碎裂 灵言立刻出手 如果等血尸放出来 和这些血核之灵联手 就麻烦了 嗡 研刀起手 配合叠浪三刀加叠刀 顺秒一只血核之灵 其他的血核之灵见状 立刻开始相互撕咬 该死 灵言低骂一声 这些血核之灵 发动了本源吞噬 十几只血核之灵 彼此吞噬 化为了一道强悍的身影 守护在血尸身前 死 灵言与血核之灵陷入了厮杀中 血核之灵 在血核中的移动速度比他快 他无法绕开 血核之灵疯狂旋转 带着可怕的漩涡冲击而来 死亡翻滚 配合水漩涡 灵言飞身冲进了漩涡 因为这是依靠血核环境 对他造成的技能伤害 被避水斗篷完全免疫 血核之灵也看出了这一点 只得以身相搏 死亡冲击 亡灵撕裂 灵言一个走位躲过冲击 硬扛着亡灵撕裂疯狂输出 吃吃吃 他冷静而疯狂 出手全是要害 作为曾经的天榜第一 他清楚 几乎所有类型怪物的要害所在 强大的血核之灵 在他疯狂的攻势下 节节败退 很快就被暴杀 呼 一挥手 将血核之灵爆出的装备收起 灵言急速来到血尸身前 挥刀就斩 千年血尸 BOSS 噩梦 血量 150 3066护甲 56万攻击力 815抗 120法抗 100技能 千年尸毒 被动 玉皮术 血污诅咒 撕咬 尸气侵袭 灵魂陷阱 飞骨刺 十八血空击 尸血沐浴 护甲增幅 失命 单尸流暴 趁着血尸还没脱困 灵言不断斩杀 9588 9100 9491 他狂砍几十刀 将千年血尸的护甲 斩掉了大半 真爽啊 要是一直能站着不动 就给他砍死该多好 灵言心中爽翻了 这几十万点伤害 纯属白送的 当然也可能是他 点破无丑身份 所赢得的时间差 咔嚓咔嚓 锁链终于全部崩断 千年血尸脱困而出 瞬间 血河沸腾 可怕的杀意 将灵言死死笼罩 真正的战斗 开始了 灵言神情也严肃起来 他如今还有一万八千护甲值 面对的是一头 150多万血 剩余十几万点护甲的 可怕血尸 虽然对方的攻击力 只有自己的十分之一 但血量差距却是几十倍 只有靠战斗技巧弥补了 灵言思路清晰 嗖嗖嗖 千年血尸脱困的瞬间 体内的骨骼便化为飞刺 疯狂向灵言刺来 秘笈如剑鱼一般 走位 虽然如今还没有身法技能 但灵言在生死间魔力的步伐 依旧足以应对密密麻麻的骨刺 吃吃吃 从秘笈的骨剑中杀出 他仅仅被攻击到两次 掉了一千多点甲 若是配合身法技能 完全可以做到无伤 灵言盯着血尸 你可一定要爆出个 适合我的身法技能书啊 嗯 千年血尸一愣 显然有些惊讶 他眼中涌出极致的杀意 轰然冲出 起手就是大招 十八血空击 血尸周身的血杀力量暴涌 身体的每一处 都化为攻击的力气 砰砰砰 十八次攻击 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每一道攻击 都带着一千多点攻击力 若是全部击中 就算有两万点血 也要被秒杀 灵言挥舞魔刀千刃 巧妙化解一次又一次攻击 但毕竟攻速有限 还是被打到了几下 嗡 血尸一口撕咬在灵言软胃甲上 护甲值跌破百分之三十 护甲恢复特性被激活 灵言的护甲顿时 恢复到接近三万 你蓝量也间谍了吧 该我了 灵言凭借自己的刀数 开始粘着血尸薄杀 9300-18500-9199 血尸的血条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疯狂跌落 转眼之间 就被打掉了几十万 下一刻 灵言感觉灵魂陷入了迟滞 身体也动不了了 血污诅咒 配合灵魂陷阱 他瞬间反应过来 捏碎两瓶解控药剂 从被控的状态中 挣脱而出 好 血尸的避杀剂接踵而至 他张口吐出一枚血丹 血丹在灵言面前爆炸 无数血魂涌出 撕咬向灵言 胆尸流暴 灵言当即暴退 避水陡膨使他在水中如履平地 同时不断攻击来抵消冲击力 即便如此 这季丹尸流暴 依然让他掉了三千多点护甲 可想而知 如果他没有解控药水 在受控状态下中了这避杀 起码要掉三万护甲 好 血尸彻底狂暴了 这一套是他的连环避杀剂 居然连对方护甲皮都没打掉 哦 他身上护甲光芒暴涨 护甲增幅 护甲增加了五万点后 血尸的蓝量彻底见底 潜驢技穷的他 只能陷入和灵言的血腥肉搏之中 本作还剩百万多血甲值 我就不幸好不死你 他嘶哑地怒吼 一人一尸 厮杀在一起 这一刻再没有花哨的技能 也不再有什么质斗 全是最赤裸 最血腥的肉搏战斗 血尸的攻速属性比灵言要高一些 即便灵言刀法层次极高 也无法完美防御 血尸的头上不断冒出巨额的伤害数字 灵言的护甲值也在不断减少 转眼间 一人一尸 就搏杀了数十个回合 灵言也打出了真火气 眼神冰冷而疯狂 单看眼睛 已分不出哪边是人 哪边是血尸 888 9178 779 8999 1600 18100 一个又一个伤害提示 自两边头顶不断冒出 从河底一直杀到河面 砰 两人一路打出了血和水面 破水而出的瞬间 可怕的力量 搅起数米高的可怕血浪 死 两人心中只剩下斩杀对方的执念 吃吃吃 此消笔掌之下 灵言利用自己绝颠刀法 硬生生在血甲值相差几十倍的情况下 杀出了巨大优势 血尸的血量被他砍到只剩八万多 而他的血甲值也跌破了一万 食血沐浴 食命 血尸蹦碎了自己的下半身 血水不断洗礼着残躯 身体却急速枯朽 其攻击力在这变化下暴涨 竟然直接翻倍 一招 就砍掉了灵言一千五百多点护甲 杀 灵言不断喝下回篮药剂 研刀 蝶浪三刀 蝶刀技术一起寄出 在他最后一波炸裂输出中 血尸的血槽终于被清空 砰 血尸的尸体跌落在无丑的孤舟上 他满眼不干 僵尸王大人 我为你等待千年 看来 我无法再为您效忠了 踏踏 灵言走到他面前 眼中没有丝毫感情 他不是一个喜欢废话的人 一刀斩下 血尸的头颅硬生而落 彻底熨灭 叮 您完成单人手通隐藏副本 黄泉血尸成就 即将进行全服公告 是否隐藏您的ID 系统提示 因应声而至 灵言长吸一口气 而后缓缓吐出 坚定道 否 以九集之身 单人通关二阶噩梦副本 放在前世 简直就是神话般的成就 而如今 他却亲手创造了这个神话 这种梦幻的感觉 令他心潮澎湃 这一刻 神土世界 只要有玩家存在之地 奇奇响起辉弘的通告声 恭喜玩家 炎帝单人手通隐藏副本 手杀千年血尸BOSS 特此奖励 进阶精良装备星号石 进阶稀有装备星号二 自由属性点 100 二星技能书 6 进阶解控药剂 5 进阶经验药剂 20 进阶回蓝 回血 防御 攻击 敏捷药剂 各星号100 2 二阶星号白银 进阶母版 三完美通关隐藏奖励 信物 星号血尸头颅 技能净化书 星号一爆击奖励 传奇装备 星号剑豪的头盔 望玩家周知 再接再厉 在神土世界 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隐藏副本 那是什么东西 听到这声音之后 玩家们都一脸猛逼 如今绝大多数玩家 连鲁王宫副本都没通关 自然不知道 隐藏副本的存在 不过 这奖励的都是进阶奖励 是否证明 这是一个进阶副本 奶奶滴 我们连新手村BOSS都没打过 炎帝已经通关 进阶副本了 他这是要逆天啊 这炎帝 本事还真是大啊 前往主城的路上 冷风凝望天空的提示 脸色严肃 看来我们之前对他的潜力 还是过于低估了 必须报告上面 让他们给出更好的待遇 招揽炎帝 冷风身边 东方工会的领队们 疯狂心动 而且 攻略隐藏副本 给的通关奖励 也太丰厚了 特别是二阶白银进阶母版 我看 我们现在就去攻略隐藏副本吧 炎帝一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我们绝对也能拿下 不要冲动 进阶母版虽好 但还得等领导们决定 冷风劝说道 好吧 几个领队都点头 并未反对 冷风凭借BOSS二杀得到的白银母版 已经进阶为职业者 这两天 他还吸收了工会储备的多余经验珠 等级早超过了十级 遥遥领陷于全服 希望上面尽快批准我们去攻略隐藏副本吧 是啊 只要我们能得到二阶进阶母版 以我们的培养能力 完全可以短时间造出三阶顶级强者 傲视整个前期了 东方工会的成员们蠢蠢欲动 很快 冷风就收到了回复 命令下来了 先派两个人去隐藏副本探探路 我们去 冷风身边的两个领队自告奋勇 光芒闪烁 他们被传送进隐藏副本 也不知影 冷风一句话都没说完 就收到两个领队在泉水发来的消息 已经结束了 通关了 隐藏关卡这么简单 冷风有些猛逼 可 我们被淘汰了 两个领队通过组队传送 很快来到冷风身边 脸色苍白无比 那炎帝绝对是开挂了 隐藏副本里的小怪 一刀二百多血 你敢信 我都来不及把他们的数据 面板看全 就被砍死了 普通小怪的血甲 就近两万 BOSS血甲值 肯定突破天际了 如果炎帝真是凭自己实力通关 那他的实力 得恐怖到一个什么地步 两人说着 都感到不寒而栗 炎帝 太恐怖了 冷风陷入了沉默 随后再无迟疑 眼神坚定地给上面发送了信息 只要能争取炎帝加入东方工会 我认为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 差距怎么可能这么大 白狼工会 独公子气得 把茶杯都摔了 木青丸眼神复杂 只是点了点头 不知内心在想些什么 通知所有工会成员 跟老子上线 我要再去讨伐鲁王公副本 这次是要将其攻略 独公子立刻起身 进入了虚拟游戏舱 BOSS副本广场 此刻人生鼎沸 灵言单人打通隐藏副本 刺激到了不少高手和工会 他们不想承认自己 居然被一个独行者 越落越远 太丢面子了 大工会们都重新组织了讨伐队 要一雪前耻 血师副本 血和孤舟上 灵言轻点着得到的奖励 眼神越加明亮 一百点自由属性点 先加在一速上 他下定决心 这次追击无丑 他差点就追不上 导致副本攻略失败 如果以后再有类似的追逐战 一速就是最重要的属性了 加点 一百点自由属性点下去 一速提高到了三 速度直接翻了三倍 武器和药剂先收起来 出去后再整理 灵言将目光落在技能书上 速度提升上来后 他急需一个身法技能 如果这次攻略血师 他有一门身法技能 那么根本不可能打得如此惨烈 翻看着奖励的六本二星技能书 灵言眼神一亮 还真被我找到 九重雷闪 二星 快速爆发九次位移 每次位移极限距离为两米 每次位移会留下雷霆残影 并对路径上的敌人 造成一层雷霆伤害 法力消耗 三十 冷却时间 三十秒 这法力消耗 可真不小 灵言倒吸一口凉气 随即看向手中的技能进化书 技能进化书很珍贵 可以指定技能令其升星 一星升二星 提升幅度不大 既然 要用技能进化书 就要让它发挥最大作用 灵言眼神坚定 九重雷闪 升星 哇 很快 九重雷闪升级完毕 九重雷闪 三星 快速爆发九次位移 每次位移极限距离为十米 并对路径上的敌人 造成三层雷霆伤害 每次位移会留下雷霆残影 技能结束后 残影爆炸 对三米内 敌人造成攻击力星号 十百分号的爆炸群伤 法力消耗 四十 冷却时间 三十秒 爆发距离从十八米 直接变成九十米 雷霆伤害也多了两层 还多了残影爆炸群伤 灵炎点了点头 提升很明显 但浩兰也确实恐怖 用一次他现在的蓝条就会清空 不过好在 他不缺药剂 用完立刻刻一瓶蓝药回满就行 接下来 就是这次最重要的两个收获了 灵炎看向手中的两件物品 血尸头颅 传奇装备 剑豪头盔 真不敢相信 我居然在九级就获得了传奇装备 灵炎查看喷涌橙色光芒的剑豪头盔面板 残破的剑豪头盔 传奇 等阶 二阶护甲加9999 物防加18 法防加18特性 剑豪之心 心脏要害物理攻击免疫30% 剑豪手欲 主动 耗费40点法力值 回复全身20%护甲 进化 免疫一次 伤害小于头盔护甲值的精神类攻击 冷却时间 一小时 主 新手村铁匠似乎可以修好这件装备 咕噜 灵炎眼中光芒四射 光是护甲加持 这头盔究竟万了 而剑豪之心特性 配合我软胃甲的护心特性 已经可以做到 免疫心脏物理攻击的80% 灵炎兴奋无比 如果找铁匠将头盔修复完好 或许可以 让心脏获得物理攻击免疫 这种规则级特性 只要凑满100% 那就是神级特性 从此再不需要担心 心脏受到的物理伤害 这个部位 从此相当于无敌了 这对一位操作高手 意味着什么 自然不言而喻 一定要将剑豪头盔修复 他眼中充满期待 咔哒 他戴上剑豪头盔 高于自身等级的武器 正常来说是无法装备的 但终极神器 就是这么不讲道理 直接无视等级装备 他点开自己的属性页面 ID 炎帝种族 人类 皇 职业 战士等级 九生命值 400 护甲 55999攻击 9325 破甲 300 误抗 41 法抗 35 疑速 3 攻速 2 法力 40装备 软胃甲 白 护甲加20050 物防加13 法防加13 反伤加299 软胃裤 白 护甲加18300 物防加2 法防加2 反伤加139 残破的剑豪头盔 传奇 护甲加9999 物防加9 法防加9 魔刀千刃 白 攻击加9300 终极神器 唯一 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三阶 技能 叠浪三刀 一星 研刀 一星 九重雷闪 三星 能力 赞无宝物 生死硬 碧水斗篷 护甲值正式突破5万 灵炎 新潮澎湃 算上护甲回复 和剑豪手遇 他如今隐藏的总护甲值 足足8万多 最后 就是这血诗投入了 灵炎神情 前所未有的严肃下来 这 便是开启新手村 隐藏剧情的真正钥匙 呼 和神赐模板有关的 唯一隐藏任务 就让我来看看你的真面目吧 灵炎 长吐一口气 目光越加凝重 前世搜集到的信息 到血诗核心 这就断了 他只知道 完美通关隐藏副本 就能触发新手村的 唯一隐藏剧情 而完美通关隐藏剧情 就可以获得神赐模板 先解锁了剧情再说 他一掌 拍向血诗头颅 嗡 两道投影 从血诗头颅上浮现 其中一人灵炎很熟悉 正是新手村村长 他一身正气 脸色严肃 多年前 将狮王位夺取生死印 卷土重来 龙下帝国的强者 拼死将之封印 我们的村落 正是为了镇守 僵尸王封印地而建立 但最近 村子周围出现了一个 名为真理教的邪教 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要打开封印 放出僵尸王 我急需血诗头颅 加固封印 年轻人 快将你手里的血诗头颅 交给我吧 另一道身影 则是一位端坐在 高椅上的黑袍人 他目光坚定 声音满是沧桑 我们原本与村长等人 一同守护封印 直到三年前 我撞破了村长的秘密 他正在尝试 破除僵尸王的封印 毫无疑问 村长已经被 僵尸王的意志污染了 我带领着 坚守正义的村民 与村长一伙 爆发了战斗 但被邪魔力量 侵染的村长 实力太可怕了 我们最终失败出逃 并建立了真理教 只为守护这个秘密 千万不要将 血诗头颅 交给村长 一旦他得到 就会用他来解开 僵尸王恶气的封印 将血诗头颅 交给真理教 才能阻止 浩劫再度降临 两人说完 投影便各自消失 做抉择吗 灵言皱眉 这两方都自诩正义 而且言语逻辑很严谨 他一时间还真分辨不出 要将血诗头颅 交给哪一方 正当他沉思坚 辉红的系统提示音 再度传遍神土 恭喜玩家爱吃炎的女孩 担任通关鲁王功赋本 特此奖励 技能书星号一 望玩家周知 再接再厉 在神土世界 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广场上 被灵言通关隐藏副本刺激到 刚准备再度讨伐怪物副本 就又有人担任通关 BOSS副本了 变态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呀 他们跟我玩的 真的是一个游戏吗 几百人都打不通的副本 一个人就给打通了 人和人之间的差距 比人和狗都大 玩家们全被打击到了 广场上讨论声冲销 爱吃炎的女孩 独公子皱眉 这ID有点熟悉啊 就是一直跟在灵言身边的那个女孩 也和我是同一所大学的 沐青丸脸色很难看地说道 什么 独公子瞳孔一缩 反应过来后更是大怒 难道我们白狼公会 竟连跟在他身边的一个挂剑都不如 很快 沈幽威就出现在了广场上 小脸满是雀跃 虽然他通关的事 普通难度 跟灵言没法比 但终究是单人通关 BOSS副本 成就感爆棚 哎 灵言哥还在副本里吗 沈幽威看了一下 好友列表李灵言的状态 尼难道 赤炎姐 你也太强了 怎么做到单人通关的 教教我们秘诀呗 没错没错 是发现了什么游戏 BOSS吗 快说出来 给大家分享分享吧 瞬间就有一群人围上去 热情太过头 把沈幽威吓了一跳 我 我就是把怪物都杀了 然后就通关了呀 沈幽威挠了挠头 坦诚道 啊这 玩家们都被沈幽威不经意的凡尔赛所伤 一时间哭笑不得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独公子站了出来 好东西不愿意拿出来分享 你也太自私了 将秘密说出来 是造福大家 懂不懂 什么叫团结 就是 大家都是下国人 你把秘密分享出来 咱们都通关拿到好处 那就是增强国力 为国争光啊 到时候国战开启 要是打不过外国人 肯定是因为你这种自私的人太多 见有大公会的公子带头 不少人开始跟风怒喷 他们嘴上说的冠冕堂皇 实则都为了内心龌龊阴险的想法 看沈幽威是个好欺负的傻白甜 就什么帽子 都往他脑袋上扣 你们凭什么认为我就一定偷鸡取巧了 沈幽威很委屈地解释 我真的是靠自己通关的 哼 Boss副本开启这么长时间 能做到单人通关的 只有你和炎帝二人 独公子阴森一笑 而你们两个又形影不离 说你们没发现通关的Bob 谁姓 就是就是 别嘴硬了 快说吧 不少人都帮腔 想逼沈幽威说出秘密 一人通关和组团通关 得到的好处差太多了 沈幽威气得银牙紧咬 懒得跟你们说 如果不是要等灵妍 他都想直接下线了 哼 明完不灵 你这种自私自利 不懂为集体考虑的家伙 就得好好教训一下 才能学乖 独公子眼中闪过杀机 贝连杀了两次 又干不掉灵妍 他内心早就憋着一口气 此时 他除了想知道沈幽威的秘密 还顺带 要将沈幽威击沙进行报复 小姑娘 劝你 还是乖乖说出来吧 白狼工会高手们都凑上去 经过两天的升级打怪 他们中不少人都达到了九级 实力比之前强了不少 你们不要过来 沈幽威虽然傻白甜 但也并不是好惹的 此时感受到危机 拉弓便对准了凑近的敌人 我能通关副本 自然也有能力杀掉你们 哈哈 高手们轰笑着 沈幽威乃兄的神情 实在毫无威慑力可言 不少玩家也都凑上来想动手 这也太欺负人了 我 朱雀工会的美女队长 火爆脾气 想要出手帮忙 不要轻举妄动 红衣美女队长拦住了他 他与那炎帝确实有古怪 我们先静观其变 至少那炎帝露面之前 不要动手 其他几家大工会 也都冷眼旁观 你们太过分了 沈幽威虽然外表呆萌 但做事果断 知道事情不可挽回后 立刻开始射箭还击 搜搜搜 三箭连发 离他最近的三位九级高手 应生毙命 全都是一箭穿喉 什么 不少人都下意识 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那可是九级高手 而且还是大工会的九级高手 算上装备护甲 大工会的九级高手 血甲值骑马五百 竟然都被一箭封喉 他的攻击力这么离谱 围观者突然有些相信 沈幽威是靠自己通关副本了 不惜一切代价干掉他 毒公子感觉脸上火辣辣的 林妍杀不掉也就罢了 连他身边的傻白田都杀不掉 白狼公会以后也不用混了 沐青婉子皱着眉头 心思垫转 林妍和这女孩都展现出了 超越理解的骇人攻击力 这两人身上肯定有大秘密 他眯着单凤眼 根据调查 这女孩之前只是个普通玩家 短时间有如此可怕的提升 都是因为林妍 看来 对林妍的价值判断 要更上一层楼了 这个人 不简单 之前林妍在他心中 只是勉强配合他一起吃饭的级别 而现在 他开始考虑 要不要把林妍作为备胎了 搜搜搜 沈幽威见识不断 一箭必杀一人 但白狼公会的人太多了 根本杀不完 生死因的冷却还没好 他自身血甲只只有500 一旦被禁身 很危险 先杀出副本广场 然后直接下线 沈幽威做好了打算 副本广场范围内 除了被击杀和设备警告外 是不能主动下线的 这小姑娘好强啊 没想到 他乃凶的外表下 藏着这么杀戮果断的心 不过 他怕是冲不出去了 白狼公会人太多 除非他的血量 和他的攻击力一样变态 不然撑不住的 玩家们点评着 显然都是 看热闹的心态 这种大公会作威作福 普通玩家哪里敢招惹 血失副本 林烟刚做好打算 孤舟就靠岸了 没有五丑撑传 他只能等着孤舟靠岸 才能达到对岸 对岸就是副本的出口 真是好算计啊 林烟再度后怕 五丑说的两条路 下狐取宝 会被血和腐蚀死亡 而不下狐 直接到对岸 就会直接被传送出副本 不完美通关鲁王宫的话 根本不可能通关隐藏副本 林烟一步踏出 光芒闪烁 回到副本广场 这么热闹 他皱眉 察觉到了一丝异常 扒开人群 正看到在白狼公会围攻中 艰难突围的沈又威 刹那间 林烟只觉怒法冲关 你们好胆 一声爆合震荡 在他身边的玩家 直接被怒吼生震的吐血 血条瞬间归零 倒地身亡 净万攻激励的强者 带着极致杀意的怒吼 造成的伤害同样可怖 不少人看了过来 认出林烟后 都惊呼 炎帝出现了 围攻都停滞下来 独公子也寻声看来 见到林烟的瞬间 眼睛就红了 连他一起给我杀了 独公子怒吼一声 第一次 他只带了五十人 第二次刚见面就被干掉 而这一次 他身边足足上千人 而且其中三成都达到了九级 人海战术烟都烟死你 白狼公会是吧 今日之后 明村再无白狼公会 林烟杀鸡沸腾 眼神冰寒到极点 沈又威是他的逆灵 他不容许任何人 对他造成威胁 呵 弱者的幻梦罢了 独公子摇头嘲讽 他压根想不到 林烟如何才能做到 让白狼公会在明村消失 炎帝太上头了 他再强难不成 还想一个人打一个大公会 哼 早看他不爽了 今天他嚣张到头了 认悚才是聪明的选择 一看就还是个学生 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不少嫉妒林烟的玩家都摇头 特别是被林烟间接打了好几次脸的网游 董哥更是跳脚 大言不惭 看他怎么被白狼公会 踢出明村 林烟目光一扫 将这些阴阳怪气的玩家 全都寄入死亡名单 没有任何废话 他瞬间动了 消失了 独公子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他一个战士 居然会隐身技能 不过下一刻 轰隆的雷鸣 响彻整个广场 轰轰轰轰 仿佛天罚之雷 联响九声 而数秒前 还在百米开外的林烟 竟然直接出现在了他面前 卧槽 见鬼了 他吓得腿都哆嗦起来 死 林烟一刀斩下 独公子刹那间 被斩得四分五裂 血将碎尸爆碎开来 溅出十几米不止 少会长 又死了 白狼公会的高手们 脑子都是空白的 和上次不同 这次独公子 可是在上千人的层层保护下 被强势秒杀的 这手段 简直如同鬼神 他果然玩得和我们 不是一个游戏吧 这身法 还没等玩家们吐槽完毕 林烟留下的九道残影 轰然爆炸 虽然爆炸伤害 只有他攻击力的十分之一 但也远超现在 只有四五百血量的 白狼会高手了 砰砰砰砰砰 九道残影相继爆炸 爆炸范围三米之内 一个又一个白狼公会高手 被炸碎 焦黑的残肢横飞 场面壮观无比 随后 路径上百余位高手 也因三层雷霆伤害 不断掉血 相继暴毙 咕噜 这震撼的一幕 把所有人都看梦了 林烟展现出的战力 简直是对所有 现阶段玩家的降维打击 即便九大公会中 最强的青龙公会领队 都面色煞白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林烟你冷静 作为男人 不要这么冲动 沐青婉皱眉出言制止 闹大了 今天不好收场 你要是还指望 与我有进一步发展 就给我到此为止 闭嘴 林烟转头怒斥 眼神冰寒 什么 沐青婉彻底愣住了 你 你怎么敢 你算个什么东西 也配在这里指指点点 林烟冷笑一声 不顾呆滞的沐青婉 转身环视当场 你们不就是想知道 我为何能通关吗 好啊 今天我就大发慈悲地 教教你们 只可惜 我还需借一样教具 故弄玄虚 你要借什么 网游董哥不爽地大叫道 你们的命 林烟长刀一斩 刀器横空 直接将网游董哥 隔空活劈 你什么意思 我们刚才可没有参与为啥 只是看着而已 炎帝你虽然强大 但也不要太霸道了 没错 难道 你想和所有人为敌吗 不少心虚的玩家都怒喝 林烟懒得废话 横刀杀入围攻而来的人群中 炎刀 林烟一刀劈出 火焰刀光飞出 一扫便是一片 被刀光斩中的 全都被烧成黑炭 他杀入人群中 血花瞬间炸开 移速 攻速 攻击力 技能 护甲 全方位碾压的情况下 完全是猛虎入羊群 尽情地杀戮 如今他物抗高达41 即便是9级高手 如果没有高级别武器 连他的防御都破不了 只能造成一点强制伤害 看着林烟头顶弹出的 一 一 围攻他的强者 全都梦了 这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青龙公会领队 彻底苍白下来 炎帝似乎没有任何弱点 就是纯粹的强 强到不可战胜 强到无法理解 围观的公会领队们 都被吓呆了 直到这一刻 他们才醒悟 炎帝根本没撒谎 他就是足够强 而且 是一种完全超越理解范围的强 立刻报告会长 这些领队都立刻回禀自己的会长 并上传了这段录像 副本广场 是允许录制游戏视频的 不少玩家看得热血沸腾 也纷纷录像 抢着发在颤音 慢手 千度等平台 以神土如今的热度 这么狂霸酷炫的视频 绝对能冲上热搜 我们就不信了 今天靠强制扣血 也要把你磨死 不错 炎帝你虽然厉害 但在你血量耗尽之前 也未必能将我等全杀死 白狼工会的高手们 也被杀出了火气 刚从泉水里复活 就重新回来支援 反正无论九级还是一级 都破不了炎帝的防 他们只为用自己的命 去强制扣灵炎一滴血 一批又一批的强者冲上去 然后被无情诛杀 刚杀完一批 就有一批刚从泉水复活的高手杀到 继续为杀 尸体很快铺满了整个广场 一边破碎 一边填充 血流成河 天地才是boss 你放屁 他比boss恐怖一万倍都不止 他要是副本boss 我们这辈子都别想出新手村 玩家们都看傻了 杀 灵炎杀机冲销 技能冷却一结束 就立刻放大招 在这似乎无尽头的人海围攻中 他强势不率 来回冲杀箭 已不知杀了几千人 渐渐地 围攻他的人平均等级从八到九级 被杀到只有四到五级 咕噜 围观的人都看麻木了 他起码被强制扣甲几千点了吧 他的血价值到底有多高 难不成有上万点 朱雀工会的美女副队长泽舌 不太可能 要有上万点 那他真无敌了 朱雀工会的美女领队摇头 虽然觉得离谱 但他真的帅啊 在场的女玩家 全都被灵炎的霸气圈粉了 冲冠一怒魏红颜 虽千万人无王矣 哪个怀神少女梦中 没有过这样的情节 太霸气了 炎帝加油 很多女粉丝 都开始为灵炎雷鼓诸威 他真的是个无敌的杀神吗 路人们有多吃惊 参与为杀灵炎的人 就有多绝望 从一开始的轻视 到愤怒 到惊恐 到现在 他们陷入彻底的绝望中 灵炎如一座无法翻越的高山 让他们产生了 不可战胜的心理阴影 少公子 要不我们认怂吧 再杀下去 我们在民村的人 就全被杀到一级了 管家快哭了 跟他认怂 我认他骂 毒公子已经彻底上头了 听到这种劝奸更加暴怒 他血量肯定马上就见底了 继续给我刷 罚出悬赏 参与这场为杀的 死一次 我就送十枚金币 十枚金币 相当于现实中上千块钱 白送这么多钱 只需要参与一场围攻 这种买卖 自然有不少人抢着干 这 看到毒公子如此上头 管家自知劝不住了 只能默默离开 去找毒公子老爹 随着被悬赏吸引来的玩家入场 围攻声势越加可怕 巨大的副本广场 俨然化为一座战场 杀声震天 太可怕了 越看 围观玩家们 就越心惊胆战 冷却好了 沈又微暂停射箭 拿出生死印 将之激活 好 上百位精英丧尸加入战场 瞬间平推了一大片围杀之敌 大打加快了掠杀速度 痛快 灵言杀到兴起 手中长刀挥舞的越加快起来 他的属性 在终极神器两大特性加持下 飞速提升着 特性一 攻击一次就增加一点护甲 杀到现在 他都增加五千点护甲了 最搞笑的是 这些人对他造成的伤害 还没有特性增加的护甲多 要是被独公子知道自己在变相帮灵言刷护甲 估计要被气得吐血三声 特性二 被攻击就增加一点反伤上线 反伤上线都被刷到快五千了 可惜 反伤最多只能返还对方造成伤害上线的伤害 不然就算站在这里让他们砍 都能耗死他们 灵言觉得有些可惜 继续 如果说一开始 他杀这些人是因为怒 那现在他心中则快乐开花了 恨不得再多来点敌人 最好整个新手村所有玩家都来砍他 这样他叠甲速度会更快 保持这样的杀戮速度 他带着沈幽威从夜晚杀到了第二天凌晨 一直杀到所有人胆颤心寒 杀到再无人赶进他一步 这一战注定要被记载到网友史中了 确实 我都怀疑自己在做梦 各大工会领队呢喃着 太阳破晓 围观的玩家都麻木了 而围攻灵言的人 不少都从九级 直接调到一级 根本杀不死 他就是死神本身 有人呢喃着 彻底失去了战斗的意志 精神都崩溃了 严蒂大佬 快住手吧 这次是误会 这场冲突 全是因为少会长一意孤行 会长已经教训过他了 会长大人 是派我来与你和解的 白狼工会管家声音颤抖 这会儿后悔了 灵言冷笑一声 晚了 他就是要立威 并且打出威名 白狼工会的会长 如果真不支持独公子 早就叫停这场战斗了 不会到现在 损失惨重到无法接受时 才来被迫求和 我是来谈条件的 白狼工会管家连连道 严蒂大佬 会长愿意出一千枚金币 化解这场误会 一千枚金币 灵言忍不住笑出声来 觉得少了吗 那严蒂你提出你的条件吧 管家直接问道 我说了 今日之后 明村再无白狼工会 灵言眼神冷漠 哼 这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底线 管家摇头 严蒂你还是理智点 你毕竟是个单人玩家 而我们是个大工会 恕我直言 我实在是想不到 你能有什么办法 让我们一个大工会 彻底消失在新手村 你或许很强 但除非你 天天堵着泉水 守着我们的成员 否则 凭你一个人 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哦 是吗 灵言咧嘴一笑 眼神平静 并充满嘲弄 不如我们打个赌如何 灵言笑道 打赌 管家有些讶异 不过随即 他摇头一笑 严蒂先生 故弄玄虚是没用的 想赌什么 尽管说吧 就赌今天结束前 我能否实现我的承诺 灵言声音叮冷 赌住 就一件传说装备吧 传说装备 管家面色窘迫 开服至今 白狼工会连史诗装备都没一件 更别说 是传说装备了 我知道 你们现在还没有 等你们有了 我自然会上门讨战 灵言之道 白狼工会不久后 会得到一件非常强大的传说装备 虽然他不指望 独公子这种白眼狼 会信守赌约 但大不了到时候 他上门去抢嘛 有赌约在先 抢也是名正言顺 他未来要创建势力 自然要爱惜自己的名声 呵呵 管家冷笑一声 这种白送传奇装备的好事 他自然不会不答应 如果炎帝你输了 公告里那件件毫头盔 可就归我们白狼工会了 赌约已成 你今后加音吧 灵言摆了白手 他赶下这个赌约 自然是有百分百把握 随后 他带着沈又威离开 玩家们都忍不住跟了上去 想看看灵言 怎么才能做到 让白狼工会在新手村消失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刚出副本广场 两人就直接 下线了 你妈 这什么操作 我还以为他会去堵泉水呢 这直接下线了 难道他要动用自己 在现实里的诠释吗 什么 炎帝哥哥除了帅豹 还是个现实里的超级大佬 女粉丝们自动脑补 炎帝哥还缺女朋友不 性别不要卡那么死那种 许多男玩家也心动了 呵呵 管家很清楚 灵言的背景 一个穷学生而已 现实里能有个屁的能量 自不靓丽的中二少年罢了 明天他就会认清现实的 家中 灵言拿下VR设备 倒头就睡 占了一整夜 铁人也顶不住啊 真该搞个虚拟游戏仓了 睡醒后 灵言揉了揉脑袋 虚拟游戏仓 既可以实现营养供养 让玩家不用吃饭 还能在打游戏时 令玩家陷入休眠状态 代替睡眠 理论上用虚拟游戏仓打游戏 可以24小时不下线 该搞点钱了 他拿出手机 开屏就刷到了自己神勇杀戮的视频 好家伙 这么火 连他都没想到 自己昨天的战斗视频 会这么火爆 甚至有博主 都开始给这场战斗命名了 他们都称这场战斗为 广场战役 各大APP 此事都霸榜热搜 各个论坛都在讨论他 为什么那么强 以及预测 他与白狼工会的赌约结果 他的粉丝都觉得必赢 但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不可能 因为他们想破脑子 也想不到 林烟如何才能做到 让新手村再无白狼工会 你醒了 午饭做好了 吃点吧 林烟说道 嗯 林烟突然想起来什么 你那位女学生 什么时候到 晚上来吃晚饭 林烟说道 嗯 那还不急 你头盔到了吧 先跟我进游戏子 林烟起身 走向电竞房 啊 好吧 林烟推着轮椅跟了进去 两人戴好头盔 降临到明村 这些金燕珠 你都吸收了 林烟直接甩给弟弟 一堆金燕珠 都是他打副本时 多余出来的 特别是谢师副本 打出来的都是二阶金燕珠 对于一个一级萌新 堪称海量 哇 几十秒不到 林烟就升级到了九级 他有些迷惑 我搜集了资料 帖子都说 神土升级很慢的 原来还有这种操作 林烟微微一笑 走吧 我带你去见你的老师 我的老师 林烟迷惑 教什么的 数理化全能老师 林烟神秘道 啊 林烟无语了 哥 不是说不学习了 感情你只是让我换个环境学习啊 跟我来就完了 林烟拍了林烟后脑勺一下 带着他在新手村里前行 哥 你好像很出名啊 林烟看着路上或热情 或敬畏 或仇恨的目光 立刻就明白 自己的哥哥在新手村 绝对是个风云人物 算是吧 林烟没解释太多 以林烟的智商 多看几眼 就什么都明白了 根本用不上他废唾目 就是这里了 林烟看着面前的石砖小屋 门上贴着 法师草屋的字牌 他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位 带着学旧帽的长须老者 老者黑着脸 开门就抱怨 都说了多少遍了 买药剂去找药剂师 老头子 我是研究法术的 不卖什么见鬼的药水 卷轴 看来我要在门口 再写个木牌了 不要生气 我们就是来拜会老先生你的 林烟微微一笑 老法师一愣 多看了林烟两眼 笑了出来 哦 原来是炎帝 想进就进来吧 林烟挠了挠头 现在 NPC都 只能到这种程度了吗 我就是个研究法术的 不懂人情世故 也不懂待客之道 你们随便坐吧 老法师坐下 抓起一本书就看 根本没搭理林烟兄弟俩 林烟打量着老法师的食物内部 条件只能用简陋来形容 除了书堆就是书堆 连套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想到老法师的人物背景 他不禁唏嘘 明明那么富有的人 竟然过着这么简朴的日子 而林烟刚进来 就被震惊到了 不断地在书卷中翻着起来 眼神都冒着光 林烟并不惊讶 任由弟弟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自己则坐在了老法师 青稻子对面 半晌过后 老法师看完一本书 抬头发现 林烟两人居然还在 不由疑惑道 炎帝你是个战士吧 来我这做什么 林烟直入主题 我想让我弟弟拜你为师 哈哈 青稻子忍不住大笑 炎帝你可真会开玩笑 据我所知 你们玩家根本瞧不上 我们这种新手村 NPC吧 林烟并不惊讶 神土世界居民有一套自洽逻辑 他们管玩家叫做降临者 是外神送来历练的子民 所以才能不断重生 他们也知道这些降临者 互称玩家 并且管本土居民叫做NPC 是因为 林烟刚想说出自己准备的说辞 算了 谁管你是什么原因呢 实话告诉你吧 我早就断了收徒之念 不可能再收徒了 青稻子挥了挥手 如果是奔着这个来的 就原路返回吧 不送 林烟雨色 这青稻子的态度 居然这么决绝 新手村的几位特殊NPC 是前妻拜师最佳人选 如果无法拜师青稻子 他为弟弟谋划的黄金金尖母版 就泡汤了 金尖母版分为 青铜 白银 黄金 神刺 白银母版的获得难度 就已经足够高 目前只有前三名击杀boss的才有 在前妻 一百个人中 有机会得到白银母版的 都屈之可数 黄金母版 更是万中无一 获得难度极其高 正当青稻子要起身送客之时 沉浸在书本中的凌峰突然感慨道 真没想到 这才是术理对世界规则的真正运用 醍醐灌顶 醍醐灌顶啊 他双手不断推演 法力流转 直接构筑出了一个空间炮 随后 空间炮在他手中换灭 又变成了火球 寒冰 吐刺 黑物 毒气 这才是世间的真理 凌峰呢喃着 眼中越加明亮 地球是末法世界 规则不显 但在神土 却存在规则痕迹 只需要计算出这些规则诡计 就可以施法 这 这这这 青稻子都看傻了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随心所欲的元素形态切换 分明是领悟了法力本源的表现啊 书里就这么写的 我就照做而已 只是这些公式都很陌生 所以算起来多费了些时间 等我多熟悉熟悉 应该可以进行改良和创新 到时候施展法术 就不用这么多时间了 凌峰散去了法力 挠头一笑 什么 你还要改良法术 甚至已经有自创法术的想法了 青稻子舌头都打结 大脑一片空白 天才 不 只叫他天才 简直是侮辱他 这分明是千古难遇的绝世妖念 他手都激动到颤抖 这天赋太逆天了 只是看了一些杂乱无章的手稿 就直接领悟了法则本质 甚至都有自创法术的冲动了 查遍点集 这种天赋 古来也难有几个 随便哪个都是风华绝代 独断一世的圣人级强者 林妍并不惊讶于青稻子的反应 毕竟是三天悟出静咒的绝世妖念 若非前世弟弟入游戏太晚 等阶太低 根本用不出静咒 最终神战哪里还有 那对狗男女参与的份 青稻子眼睛 黏在林峰身上 像是看到西式蒲玉 口水都快出来了 林妍复黑一笑 想到刚才青稻子臭脸 故作惋惜道 没想到青稻子老先生 已经不收徒了 真是太可惜了 看来 我弟弟和你无缘 走吧老弟 哦 好的 林峰点头就要走 虽然有些不舍 但他对林妍的信任是绝对的 毕竟他的命 都是哥哥就回来的 哎哎 别啊 青稻子顿时急了 谁说的不收徒 老夫可没说 刚才分明是狗说的 林妍眼睛都瞪大了 这老头子可真狠 急眼了自己都骂 嘿嘿 这样吧 我们立刻进行拜师一试 今晚我就将自己毕生所学 青囊传授 青稻子看着林妍的脸色 小心翼翼的模样 和刚才简直判若两人 没想到你这小老头 竟然还有两幅面孔 林妍心中一笑 随即故作成盈 可是我这弟弟 他初学乍炼的 什么宝贝都没有啊 他已经打定主意 暂时信任村长一派 把血尸头颅交给对方 帮了他们这么大忙 敲下竹杠 收点利息不为过吧 嗨 不就是宝贝吗 老夫有的是 别看我房子简陋 可老夫在龙下帝国 也算是个富翁啊 青稻子满心都是 要收林峰为徒的念头 哪里会想那么多 直接拿出三件宝物 一股脑塞给了林峰 好徒儿 这些就当为师 给你的见面礼了 你可一定要收下啊 林妍嘴角一扯 都说法师才是 最富有的职业 名不虚传啊 一下子就拿出三件宝物 他拼死拼活 各种完美通关 至今也才得了 两件宝物而已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青稻子确实是 掏心掏肺了 全身一共四件宝物 除了保命那件 全送出来了 这 林峰还是学生思维 有点时宜 既然老先生美意 那就收下吧 林妍给林峰实眼色 好吧 林峰点了点头 礼物都收了 自然要改口 谢谢老师 哈哈 好啊 好 我一定竭尽全力 给你培养成 未来法世界的巨博 以你的天赋 只要你好好学 绝对是开宗立派的 一代法圣 青稻子眉开眼笑 手舞足蹈 他一生追求法术真理 不通人情 性格就是个老顽童 林妍也欣慰地点了点头 神土玩家中 法师占比极少 因为神土战斗方式很真实 当什么职业 都要真的懂这个职业的根本原理才行 能成高阶法师的 基本都是理科学霸 可惜的是 这些学霸 很少会全职打游戏 这导致在星空战场上 下国压根就没有几个 能震住场子的法师大佬 在大规模战役中 下国应缺少顶级法师 不知吃了多少血亏 那你先和大师好好学习 我去村长那坐坐 林妍笑着告辞 青稻子好感度极难获得 但现在他居然直接刷到了二星 弟弟林峰 则是直接飙到了三星 见村长 原本笑容满面的青稻子 脸色瞬间严肃下来 他上下打量着林妍 眼神深邃 最后还是道 村长今天在后山钓鱼 你去那里才能找到他 林妍道谢 青稻子帮大忙了 不然他找村长 就不知道花多久 这也算变相沾了弟弟的光 后山池塘 民村村长袁天仁正在锤吊 你终于来了 村长老朽的声音传来 林妍看着对方的背影 眉毛一线 你知道我通关了隐藏副本 村长摇了摇头 血尸投入出事的瞬间 我就感应到了 但并不知是谁获得了他 林妍自然地坐在了村长身边 抓起一根鱼竿 开始钓鱼 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原村长欣慰一笑 林妍目光平静 并未搭化 她的目的是神刺母板 实际上 她也不确定 做出的选择是对是错 沉默片刻后 原村长眯眼一笑 看向林妍 看来你并非是出于正义选择了我 说吧 有什么条件 林妍点了点头 跟聪明人打交道 就是省事 她一句话没说 对方就猜出了她的心思 我有三个条件 林妍说道 第一 给我一件传说装备 第二 提供神刺母板的线索 第三 将白狼工会 彻底驱逐出明村 话落 原村长瞳孔一缩 看向林妍的眼神 变得忧深而危险 你怎么知道 神刺母板的事情 原村长语气冷漠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缘 林妍微微一笑 并没有回答 嗯 原村长撕捉了许久 眼神中的危险之色 才逐渐散去 神刺母板 对我也只是个传说 具体如何获得 我也不知 至于传说武器 放眼整个明村 也难找出两件 不可能用于交换 原村长摇头 我可以用史诗装备与你换 至于驱逐白狼工会 不过是一句话的事 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 林妍面色平静 她本来就是漫天要价 炸一下原村长而已 压根没指望 真能拿到这么大的好处 至少要进阶史诗装备才行 林妍摇头 坚定道 原村长摩擦着下巴 打量着林妍 如果非要进阶史诗装备 也不是不行 我这里正好有个任务 只要你能完成 我就可以将其交给你 但说无妨 林妍点头 原村长沉声道 这是个进阶任务 难度极高 若非看你能大闹新手村 又获得血湿头颅 我压根不会跟你提 你想好 是先去主城历练一段时间 进阶 职业者后再回来接这个任务 还是 现在就走 林妍果决道 哈哈 好 有魄力 原村长点了点头 直接发布了任务 民村村长袁天仁 向你发布了任务 是否接取 任务详情 覆灭村外的真理教据点任务实现 一周任务要求 诛杀八成以上真理教据点邪教徒 并将据点首领头颅拿回 任务奖励 进阶白银五板 星号一 进阶史诗装备 星号一是否有隐藏奖励 是接取 林妍接受了任务 起身便走 还有一周的时间 她并不着急 如今该去见见未来的地席了 看着林妍离开的背影 袁天仁的眼神深邃起来 她露出莫测的微笑 是个聪明人 只是不知最后 你会选择谁 回到新手村 不少玩家看到林妍 都一轮纷纷 呵 炎帝先生 已经快日落西山了 不知你承诺的 让白狼公会消失在新手村 可还能做到 白狼公会管家笑着走上来 一副关切之色 不如还是提早 把传奇装备先交出来吧 这样我们白狼公会 还能不计前嫌 招募炎帝先生 今天就要过去了 你还硬撑什么 白狼公会几个高手都冷笑 不少玩家聚了过来 大多数人都觉得林妍在吹牛 现在牛皮马上就要破了 都想来看笑话 林妍微微一笑 她还没说话 民村的NPC执法队就冲了上来 所有来自白狼公会的玩家 一小时内退出民村 否则将遭到强制驱逐 此禁令永久生效 不得延误 这样的呼喊声 回荡在新手村处处 整个新手村似乎都沉默了 玩家们脑袋一猛 我没听错吧 是新手村NPC们 要驱逐白狼公会 我的妈 炎帝这手段也太逆天了 让NPC都听她的 怎么做到的 早跟你们说了 我家炎帝哥 岂是一般人 他说的话一定能做到 一轮声顿时冲销 半晌后 棱在原地的白狼公会管家 才反应过来 脸色苍白地看着林妍 仿佛在看一个怪物 白狼公会的高手们都不服 冲上去质问 凭什么 你们区区一些NPC 也配驱逐我们玩家 谁给你们的胆子 你们有什么资格驱逐我们 新手村的护卫 最低都是二阶 文言冷笑出声 这是村长大人的命令 你要敢闹事 我现在就把你们驱逐出去 我还不信这个邪了 你驱逐一个事 话还没说完 白狼公会高手 就被护卫队长一刀砍死了 试试就试试 新手村护卫撇了撇嘴 将刀收回撬中 一个九级弱者 也敢对自己出言不逊 见这些NPC是真的要驱逐 管家顿时感到不妙 在刀砍在身上前 直接下线了 跑得倒是快 灵言轻蔑一笑 白狼公会大楼 管家脸色苍白 那炎帝 还真的做到了 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 竟然让新手村村长 下达了驱逐令 嗯 独公子面色阴逸 眼中寒芒迸发 两久不敢置信 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 竟然有这么大的能量 难道他并非只是个穷人家的小子 独公子摩擦着下巴 灵言把白狼公会的高手 全杀到了三级以下 这损失就已经足够惨重 这赌约输掉后 白狼公会的名气和声誉 也会一落千丈 股票和背后的支持都会暴电 损失太大了 看来 必须得重拳出击 才能弥补我们的损失了 独公子眼中闪过狠了 让白狼公会损失这么大 如果还能安然无恙 那他们就真不用混了 既然在游戏里搞不了 那就在现实里出手 他刚想布局 就接到了老爹的电话 你是不是想在现实里 对灵言下黑手 电话里传来冷漠的声音 是 独公子点了点头 爹 这是当前最明智的选择 冷漠声音笑出声来 刚才我接到了军区打来的电话 他们不允许神土世界的恩怨 延续到现实中 早点放弃你 不切实际的幻想吧 什么 这关军方什么事 这就是个游戏而已 独公子猛逼了 难不成灵言是哪个军区大佬的私生子 居然连军区都包庇他 胡言乱语什么 闭嘴 冷漠声音沉顿了一下 据我姑测 应该和灵言这个人没关系 而是 神土太特殊了 爹 你的意思是 独公子惊觉 后背冷汗淋漓 退出新手村吧 向主城进发 我们已经耽误太多了 冷漠声音森冷无比 不要再出错了 神土牵扯太大 我们输不起 是 独公子挂了电话 咬牙切齿 该死的 算你运气好 早晚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虽然灵言很变态 但公会的优势 越到后期越明显 有上千人为他打经验珠 只要不断获得进阶母版 等级差距会越拉越大 我就不信 你能笑到最后 一个小时内 白狼公会果然全部撤出了新手村 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赌约 竟然以灵言酣畅大胜为结束 玩家圈都震惊了 而一切的始作俑者 则已经带着弟弟 做好了一桌子丰盛晚宴 叮叮 门铃响起 灵言眼神一亮 弟妹来了 灵言刚打开门 火辣的身材 和酒红色波浪长发 就闯入眼帘 两位哥哥好啊 楚清玄很自来熟地打着招呼 完全不像是第一次来 家教哥 我总算看到活的你了 楚清玄看到灵言身后的灵风 当即给了灵风一个大大的熊抱 给这位李克南报的脸色羞红 嗯 你 你好 灵风还担心对方怕生 结果上来就被楚清玄给整不会了 坐吧 灵言招呼两人落座 家教哥 你教得这么好 为什么突然不干了 是我妈给你的工资太低了吗 楚清玄拍了拍傲人的胸脯 放心 我跟她说了 以后给你一万块一节课 灵风差点被呛到 知道楚清玄家里有钱 不然也请不起家教 但没想到 对方会这么有钱 我打算专职打网游了 灵风诚实的 是 神土吗 楚清玄眼神一亮 我这次来 也是打算劝你玩这个游戏的 本来还想着 怎么才能说服你 没想到你自己先想通了 他家里背景也不小 自然提前听到了内部消息 那以后一起打游戏呗 楚清玄俏目看着灵风 非常主动 这 灵风看了看灵言 灵言点了点头 挺好 你们两个小年轻 正好都在一起培养培养默契 以后咱们少不了要一起组队的 灵风差点一口汤喷出来 哥你就比我大三岁 怎么说话老气横丘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掌胸如腹吗 看 咱哥都这么说了 楚清玄顺竿就爬 嘻嘻笑道 我看咱家还没有虚拟游戏舱吧 用那个打游戏方便 我让司机拉两个过来 这多不好意 灵风刚想拒绝 灵言就笑着点头 太好了 以后咱们组队打怪也方便些 虚拟舱的钱 我用金燕珠或者金币折算给你 嗨 不用 用来打游戏的玩具而已 就当交个朋友 楚清玄摆了摆手 豪气甘云 好爽 灵言比了个大拇指 富家千金就是阔钱 他刚还在想要不要 把装备折算成金币卖了 买虚拟舱了 一顿饭 换来价值六七十万的两架虚拟游戏舱 太值了 灵风看了看哥哥 又看了看楚清玄 随后埋头吃饭 吃完饭之后 楚清玄很开心 那就说定了 咱们游戏里见 好 灵言将楚清玄送走 挤对着碰了碰灵风 看出来没 人家对你这么有意思 你可不要辜负人家 灵风摇头叹了口气 可是咱家里贫寒 我身体还残疾 哪敢误家人 灵言语气一顿 随后保证道 放心 你的腿哥有办法治 只是还需要一些时间 你不必将这放在心上 真的 灵风眼神一亮 嗯 游戏降临世界之后 随便找个高级牧师 就可以将你治好了 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灵言拍了拍灵风的肩膀 一定要勇敢表达自己的情感 这么好的姑娘 别错过了 人生 不应该给自己留有遗憾 灵风陷入了沉默 灵言则回到电竞房 发现游戏的消息列表都炸了 各大工会的招募信息 琳琅满目 出三千万的 五千万的 甚至青龙工会 愿意出价八千万 各种巨无霸游戏财团 也直接向他发出了邀请 就连下国首富马克 京都发来的邀约 想要以三个亿的 超级天下签约他 哼 还真是舍得出钱啊 灵言摇了摇头 自己这一战 确实杀出了赫赫威命 以一己之力彻底驱逐白狼工会 展现出了他在神土中的可怕能量 这才是这些工会 财团舍得往他身上砸钱的原因 可惜 金钱对我没有太大意义了 灵言摇头 未来星空战场降临 万族血拼 乱世开启 那十千和废纸无异 谁掌握力量 谁就掌握真理 所以 必须培养自己的势力 不可依附于任何人 他目光锐利而坚定 回到游戏后 灵言开始整理思路 扫灭真理教的据点的任务实现是一周 作为进阶任务 难度不会比隐藏副本低 血识副本打得那么凶险 差点就输了 必须再增强一波自己的实力才行 冷风如今已经不在新手村 白板装备是没办法换了 二阶装备新手村的玩家又买不起 看来只能去找铁匠了 灵言摇头 有些无奈 相比于玩家之间的公平交易 铁匠压价很厉害 装备只能低价渐卖 来到铁匠铺 王铁匠正在打铁 臭小子 你来我这做什么 铁匠抬眉打亮了一眼灵言 显然早听说过他 当然是找你交易武器 灵言笑了笑 新手武器那种小玩具 不是开辟了交易集市 给你们买卖吗 王铁匠皱眉 这些进阶装备 交易集市卖不出去 灵言老实说道 嗯 王铁匠有些讶异 面色也认真了一些 进阶装备 给我看看 灵言将背包中武器展示出来 二阶普通装备35件 二阶精良装备15件 二阶稀有装备三件 王铁匠随便算了一下 开口道 一千金币吧 我都收了 灵言皱眉 内心暗骂贪财鬼 据我所知 这些武器至少价值三千金币 哈哈 那臭小子 你大可以去主城卖啊 找我干嘛 找我就这个价 想卖你就卖 王铁匠一白手 并不理会灵言的砍价 灵言一阵无语 这王铁匠实在是太黑了 实在不行 只能提前开启主城剧情了 灵言 你也来了 沈幽威惊喜喊道 幽威 你也在 灵言有些惊讶 铁匠大叔人很好 他让我帮一些小忙 但给我很高的薪酬 沈幽威被发现后 有些脸红 他其实是想攒钱买个高级武器 送给灵言当惊喜 他是你的朋友 王铁匠看起来五十多 浑身肌肉强壮 对谁都是一副臭脸 唯独看到沈幽威后 脸上才多了几分雌妇般的柔和 是的 铁匠大叔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沈幽威很骄傲地点了点头 嗯 铁匠点了点头 面色更加缓和 行吧 既然是小姑娘的朋友 那自然就另算了 不过我是收购装备的 不可能按原价买 不然没利润空间 我也卖不出去 这样吧 给你最高收购价 原价的八折 两千四百金币 怎么样 一言为定 灵言点了点头 这么高的收购价 就算到主城的武器收购店 也谈不到 这态度变得也太快了 灵言感觉有些不对 查看了一下对方的面板 咦 他惊喜地发现 王铁匠对自己的好感度 居然达到了一星 果然如此 他微微一笑 新手村 NPC都有各自的攻略方法 想要解锁剧情 就需要提升他们的好感度才行 沈幽威这一波 直接让他多赚了一千四百金币 老王 你这有没有白板装备 一银币一套那种 灵言心思又活络起来 坏笑着套近乎 你以为我是收破烂的 王铁匠没好气地摆了摆手 我这最差的装备 也是一阶蓝色精良装备 好吧 灵言叹了口气 看来这个bug是利用不了了 那给我看看你的货吧 他打算用卖出的金币 采购一阶装备 这和用一阶装备 换白板装备的逻辑一样 二阶普通长刀 价值三十金币 只加四十攻击力 但一阶普通长刀 最多也就三金币 却加十攻击力 三十枚金币 全买一阶装备的话 可以让他增加至少一百攻击力 卖了二阶装备 然后大量购买一阶装备 王铁匠深深地看了一眼灵言 你还真是让人猜不透 不过 既然是小丫头的朋友 我自然供到家卖给你 很快 灵言在王铁匠这里 一口气采购了数百件一阶精良装备 并要走了沈又威的脚越宫 在新手村一处僻静之地 他开始了新一轮的融合 除了我自身的装备 还要给老弟和又威的主武器 好好强化一波 灵言思索着 如果日后有需要队友一起攻略的副本 至少要保证他们的输出跟得上才行 又威是远程弓箭 老弟是AOE法师 都可以在生死硬的保护下 在后方提供炸裂输出 所以尽快给他们 配上足够强大的主武器 是首要目标 一波融合过后 所有的装备都得到一波大加强 又威和老弟的主武器 也出具雏形了 灵言将脚越宫和禁忌法杖 收入背包后 点开了自己的属性页面 ID 炎帝种族 人类 皇 职业 战士等级 九生命值 四百 护甲 八万一千五百一十九攻击 一万零二十五 破甲 三百 误抗 四十五 法抗 四十 疑速 三 攻速 二 法力 四十装备 软胃甲 白 护甲加二六零五零 物防加十三 法防加十三 反商加四零九九 软胃裤 白 护甲加二四五零零 物防加二 法防加二 反商加四二六七 残破的剑豪头盔 传奇 护甲加九九九九 物防加十八 法防加十八 魔刀千刃 白 攻击加一零零零零 终极神器 唯一 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三接 技能 叠浪三刀 一星 岩刀 一星 九重雷闪 三星 能力 暂无宝物 生死硬 避水斗篷 之前的一波血战 加上这次融合 数值获得了一波巨大提升 基础护甲破八万 灵炎看着手中的魔刀千刃 眼神炽热 最重要的是 他的攻击力 终于破万了 准备攻略 灵炎站起身来 将装备交给沈又威和老弟后 孤身走出了新手村 希望这次能让我多叠些假吧 他嘀咕着 与此同时 牧师集团 这两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若真如你所说 你需要多亲近这个灵炎 穿着雍容华贵的妇女 喝着红酒 慵懒说道 亲近她 她就是个穷学生 我不看好她的价值 就算她现在实力高强 但终究只是在新手村 如今乾坤未定 牧青碗皱眉分析 你不懂 贵妇摇了摇头 神土这款游戏 未来将掀起世界级的变革 灵炎如今的表现 足够值得拉拢了 她之前不是你的舔狗吗 诱惑她 如果你连玩弄男人的心都不会 牧师集团如何能放心地交给你 这 牧青碗面色一白 沉沉点头 我明白了 明白就好 就算要反过来舔她 你也要做到 我只想知道她变强的秘密 拿到这个秘密后 牧师集团会变得无比强大 到时候 你是抛弃她 还是报复完弄她 还不是凭自己的心意 贵妇流露出一丝冷笑 这世上的一切 无非是利益二字 只有不择手段 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一切 牧青碗眼神震动 她心态彻底变了 我明白了母亲 青碗一定会做到的 去吧 民村出口 灵炎刚走出来 就看到一群人在敲锣打鼓 老大 你也要去打野吗 胖子断得凑了过来 嗯 你不去脸盲僧讲冷笑话 来村口做什么 灵炎打趣道 嘿 烦的本事 老大你是知道的 冷笑话之王不是吹的 随便给那老头讲几个 就给他笑得前仰后合 断得骄傲无比 你是不知道 那老头求着 要收我为徒 那你没借机敲诈他两件宝物 灵炎微微一笑 这些新手村的大佬 NPC 一个个都附着呢 还有这种操作 大意了 论心黑 还得是老大你啊 断得嘿嘿一笑 去你的 灵炎翻了个白眼 随手洒出一堆经验珠 真如你所说 你现在能还是一级 把这些经验珠用掉 够你九级升到满了 我靠 老大大妾 断得美滋滋地收下了经验珠 刚才都是我在那吹小牛呢 其实这些天 他是挖空了心思 给盲僧琢磨冷笑话 压根没时间练及 好不容易才拜盲僧为师 所以 至今还是一级 这里是怎么回事 灵炎指了指前面 敲锣打鼓的人群 哦 他们啊 白狼工会的 胖子黑黑一笑 那独公子不是被逐出名村了吗 他带着白狼工会的人 在半路加入了一个什么真理教 他们是替真理教回来传教的 真理教说 村长一伙都是坏人 要放出大boss 荼毒生灵 只要加入真理教 帮助他们覆灭新手村 就奖励白银舞板 手工者直接奖励黄金舞板 哦 灵炎挑了挑眉 这剧情 和前世有些不一样 按理来说 现在真理教是不会招募玩家的 这奖励还真是令人心动 要不是我已经拜盲僧为师了 我都想去骗一个白银舞板再说了 胖子摇头惋惜 你惋惜个什么 灵炎摇头 回去老老实实 把盲僧刷到三星好感度 保准你能拿到黄金舞板 我靠 真的假的 断得鬼叫一声 现在玩家们都知道了 进阶舞板的含义 青铜舞板进阶 综合强度翻一倍 白银舞板 综合强度翻三倍 而用黄金舞板进阶 强度直接翻五倍 其珍贵自然不言而喻 如果每阶都用黄金舞板进阶 和青铜进阶的玩家 很快就会拉开不可逾越的差距 据说黄金舞板万中无一 想得到就需要巨大的机缘 老大 你真是深谋远虑 智勇无双 一开始就给老弟 我铺了这么一条通天大道 断得乐的手舞足蹈 灵炎翻了个白眼 NPC的三星好感度极难刷 连他都没把握 只能看胖子自己的能耐了 兄弟们 看到没 我们加入真理教 直接就被赐予了许多金燕珠 和进阶舞板 白狼工会的高手耀武扬威 哥们我现在 可是真正的 职业者 昨天他还被灵炎暴揍 凄凉地逐出新手村 今天就进阶归来 这升级速度 和背后代表的天大机缘 任谁看了不眼红 怎么加入真理教 我也要去 发进阶母板 这也太香了 苦哈哈地去打BOSS 都不一定能打出白银母板吧 玩家们都羡慕无比 虽然这几天 陆续有大工会 打通了鲁王公副本 获得了白银进阶母板 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玩家来说 白银进阶母板 始终是个奢望 很多人都只能选择去 组成参军 拿青铜进阶母板 进行最低级的转职 都跟我来 我带路 白狼工会的职业者一招手 神态很是傲然 灵言冷笑一声 白银母板很珍贵 真理教存货 也不会太多 他们只是先捧出来 几个进阶者来 忽悠玩家而已 不可能给所有人 发白银母板 郑筹不知道真理教据点的位置呢 结果他就跑过来带路 真是瞌睡了 就给送枕头 某种意义上讲 白狼工会也算得上市 我的福星了 他摇头失笑 你先回去 继续刷盲僧的好感度 我跟上去看看 灵言嘱咐胖子 好的 段德这次出来 就为了刷野怪升级 如今 靠着灵言的的经验珠 升到满级 自然不及了 灵言一路尾随白狼工会 以他的实力 想不被人发现 自然轻轻松松 很快 他就跟踪到一座营寨前 看来 这里就是真理教的据点了 灵言隐秘气息 低调地走进了据点之中 刚进据点 就听到真理教的黑衣祭祀 正在宣讲教义 从千年前的鲁王失货 讲到现在原村长一行的 邪恶阴谋 原来是这样 不少玩家醍醐灌顶 大呼 原来这才是剧情的正确打开方式 怪不得在民村玩得这么艰难 原来需要出村 才能触发真正的剧情 真相原来是这样 原村长真不是个东西 玩家们都吐槽 我承诺 只要是帮助我们真理教 讨伐原村长 为正义做出自己贡献的 真理教一定不会亏待你们 黑衣祭祀 将独公子拉上台 正如这位深明大义的公子 第一个选择加入真理教 作为我们第一位朋友 他得到了一柄史诗武器 还有白银进阶母板 我再次承诺 只要你们能拉一百位亲朋好友 加入我们真理教 就可以获得白银母板 真的假的 我靠 大妾 真理教必胜 推翻老村长暴政 白狼工会的人 分散在人群中 适时的带节奏将气氛 烘托得很到位 林言无语了 这不就是搞传销吗 忽有人拉新人进组织 拉满足够的人数 就得到相应奖励 看来是个邪教无疑了 他冷笑一声 随后开始在营寨中走动 这句点还真是不小 得摸清底细再动手 林言思索着 真理教成员放眼望去 起码上千人 最弱的都是二阶职业者 那位黑袍祭祀 更是三阶精英职业者 他探测对方的数据 真理教黑袍祭祀 斯麦尔种族 人类 白 职业 火焰祭祀等级 35生命值 67300 护甲 31519攻击 1750 破甲 300 误抗 45 法抗 40 法力 6000 装备 灵火祭祀仪 真理皮甲 祭祀披风 技能 古灵冷艳 火海诅咒 由于等级差距过大 他只能看到对方的部分信息 不知道据点像他这样的高手 还有几个 他很谨慎 这祭祀明显是全黄金母板进阶的 精英职业者 数据很华丽 攻击高达1750 比血尸还要高一倍多 威胁很大 还有 真理教的人种 居然是白吗 灵眼捕捉到了这个重要信息 炎帝 站在高台上的独公子 无意间撇到灵眼 眼睛刷得就血红了 他恨透了灵眼 就算灵眼化成灰 他也能一眼认出来 祭祀大人 他就是村长的爪牙 要杀村长 必须得先杀掉他 独公子对黑袍祭祀喊声道 哦 黑袍祭祀宁神 看向灵眼 老村长一伙他们打不过 但如果能砍掉村长的爪牙 再真理教 也是大功一件啊 立刻封锁寨门 召集所有成员返回 千万不可让他跑了 黑袍祭祀当即下令 下一刻 据点的大门全部落下 气息强大的黑袍人们 从四处冲出 包围灵眼 嗯 被发现了 灵眼并不惊讶 他本就为了拔掉据点来 虽然还没摸清敌人的实力 但凭借他如今的实力 区区一个据点 还威胁不到他 擒贼先擒王 他目标明确 眼神冷然看向黑袍祭祀 九重雷闪 轰轰轰 他瞬间横跨百米 沿途阻拦者 皆是一刀斩杀 这些二阶真理教徒 就算是白银进阶 再加上武器护甲 血甲直破万的 也屈之可数 杀劫一起 在场的玩家们顿时惊呼出声 是他 又是炎帝 别让他跑了 飞袍祭祀心中一惊 灵眼表现出来的战力 实在是太逆天了 这些职业者教徒的血甲值 哪个没有几千 一刀就秒杀 攻击力得高到什么地步 轰轰轰 残影爆炸 配合三重雷伤 灵眼所过之处 密密麻麻的扣血提示 从这些教徒脑袋上蹦出来 看得所有人心惊肉跳 该死 看来我得亲自出手才行了 飞袍祭祀手中祭祀一挥舞 黑色的诅咒之力 在他背后形成巨大的福音 去 黑色福音轰然打在灵眼身上 让他的攻速 移速 全部减半 并且护甲每秒都损失一百点 该死 灵眼皱眉 这还是重生来第一次面对三阶强者 而且上来就是远程祭司 非常难缠 必须抓紧干掉他 灵眼一路斩杀 畅通无阻 偶尔遇到高手 最多两三刀也就解决 NPC虽然数值不如副本怪物高 但战斗技巧和技能强度 普遍要比副本怪物高 为什么一个高手玩家术 可以诸杀几十只 比他数值还高的野怪 正是因为他的智慧和战斗技巧 所以 就算这些真理教徒数值偏低 但却更致命 讨伐起来也更难 可惜 论战斗经验 你们还是太嫩了 灵眼杀意如狂 一路砍杀三百多名真理教徒 直杀到祭坛之下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状态 护甲掉了三千多点 大多都是被诅咒掉的 咕噜 独公子冷汗淋漓 本以为升阶之后 他的战力能和灵眼掰掰手腕 但如今看来 差距依然大得令人胆寒 根本不是一个层次 独先生 现在是你展现忠诚的时候了 立刻率领你的麾下 加入战斗 黑袍祭祀被吓得冷汗直流 他只是个祭祀而已 一旦被晋身 以炎帝可怕的输出 他怕是活不过十刀 好 没有这句话 独公子也想复仇 跟我来 他带着白狼公会的属下 冲下祭坛 阻击灵眼 可惜 他们实在是太弱了 真理教徒偶尔还有一些高手 能顶得住灵眼两三刀 而他们则是被一刀就带走好几个 不到一分钟就被杀了个干净 这次 我看你死不死 独公子临死前疯狂大笑 他就不信 灵眼能逃得出真理教据点 吃 刀光闪过 白狼公会再度团灭 灵眼踩踏着尸骨铸成的高台 杀到祭坛之上 你的死气到了 他冷然看向黑衣祭祀 黑衣祭祀大笑道 你晚了 我的仪式已经完成了 他浑身冒出黑血 大叫道 尊上免下 现世除敌 黑色的雾气自祭坛上冲出 一个个真理教徒和玩家被黑气侵袭 随后暴体而亡 爆出的精血都被祭坛所吸收 黑雾越加浓厚 巨大的骷髅头自其中引线 喷吐着邪灵气息 与此同时 祭坛大阵也被启动 四道黑衣人同时出现 站在了祭坛四角 竟全是三阶强者 燕殿 等候你多时了 四人面目笼罩在黑袍中 模糊不清 灵眼瞳孔收缩 心头一沉 这四人都比黑衣祭祀等级更高 一位39级法师 三位36级战士 中计了 他眉头一皱 以他现在的状态 面对五位三阶强者 外加一道邪灵阵法 太不妙了 这根本不能算是进阶任务了 他面色阴沉 瞥了一眼任务面板 原本显示的进阶任务 临时变成了三阶精英任务 坑爹啊 他深吸一口气 心思电转 瞬间想到很多种可能性 或许是村里高层中有内奸 或许是有人 不想看到他完成任务 从而获得老村长的信任 甚至或许老村长 和真理教本就是一伙的 但无论 这场埋伏背后真相是什么 都得先过了这一关再说 唯有一战 他眼神明亮 战意沸腾 好 黑色骷髅头 轰然向着灵眼吞噬而来 要一口将其吞掉 灵眼翻滚挪移躲开 顺手一记 叠浪三刀斩上去 他还没站定 三位黑袍三阶战士的武器 就杀到了面前 炎刀 他一声怒吓 火焰刀气斩出 将三人齐齐击退 好勇猛个杀屁 级别最高的黑袍法师 称赞一声 他口中念念有词 法杖一指 毒物凭空化成一只三米巨大的黑手 控住了灵眼 趁这个时间 杀掉他 法师大吼 受死吧 三位黑袍武士 齐齐杀来 拖 灵眼喝下解控药剂 脱离大手控制 空中一个转身 极限避过三道攻击 并顺势一脚踢在持刀武士脸上 借力飞向了祭祀 好可怕的战斗直觉 黑袍法师冷汗直流 嘴里念词的速度更快了 死 灵眼配合叠刀技巧 在诅咒状态下 一秒斩出两刀 9880 10239靠 一刀伤害就破万 你到底是什么怪物 黑袍祭祀惊恐暴退 但灵眼不离不弃 黏着他看 背后的骷髅头已经追上来 轰在了灵眼背上 负1999 必须先解决掉祭祀 灵眼眼神冰寒如刀 邪火祭祀借助阵法 可以不断召唤邪灵 这个邪灵 要比两个黑袍战士威胁都大 不赶紧干掉邪火祭祀 等对方再堆叠出四个邪灵 他就只能逃了 1888 1789 2333 邪灵不断轰击他的后背 让他护甲直疯狂掉落 但灵眼咬死了不放松 一顿疯狂输出 将邪火祭祀砍成碎片 呼 他身上不断扣血 还扣攻速 疑速地诅咒 debuff 直接消散 战斗至今掉了两万多护甲 至少两万点 都是因为这黑袍祭祀 灵眼边战斗边总结 得赶紧找一件有克制诅咒特性的武器融合了 他转过身 叠浪三刀配合叠刀 将失去召唤主 陷入呆滞的骷髅头砍爆 想死就来战 灵眼战一沸腾 长刀指向追上来的三位黑袍战士 三人被灵眼霸气侧落的杀鸡所震慑 脚步都停滞 五大高手为杀 还提前布好了祭祀阵法 居然都被反杀了一个祭祀 炎帝的战力实在令人胆寒 幸存的玩家们躲在角落瑟瑟发抖 看着这场他们完全理解不了的高阶战斗 我就不信 你有那么多解控要剂 黑袍法师法术冷却完毕 再度施展 黑色大手凭空显现 将灵眼控住 三大黑袍战士才敢冲上来 呵呵 灵眼冷笑一声 手中解控要剂直接被捏碎 解控要剂在前期确实很难得 不过他数次达成足以全服通道的稀有成就 拥有的解控要剂数量很可观 几乎不怕控制技能 寒冰十字斩 双血掌刺 开山屁 三位黑袍战士都用出了压箱底的必杀剂 可怕的力量化成飓风 将周围的黑雾都吹散 呵 灵眼嘴角一掀 一瓶蓝药下毒后 身形竟在所有人眼中直接消失 轰轰轰 如雷霆将士 每隔十米便有雷霆落下 又是那一招 三位黑袍战士心下一惊 等他们反应过来时 灵眼已经强势杀到黑袍法师面前 快来救我 黑袍法师七力惨嚎一声 举起法杖 不断给自己添加防御法术 同时还拿出好几个法术卷轴 一脸肉疼的撕开 灵眼的攻击力太可怕了 他不得不拼尽一切求生 嗡嗡嗡 各种防护罩自黑袍法师身上张开 法师的血甲值是除了刺客职业之外最低的 所以每个法师都会穷尽一切所能去收集保命手段 此时他拼命将所有保命手段全寄出来 即便是灵眼 一时间也难以攻破 砰砰砰 即使他一刀就能斩破两三道防护罩 但奈何着老六黑袍法师给自己套了几十层 特别是最后那枚华丽至极的耳坠 滴溜溜一转就演化了二十层防护 五颜六色的防御罩欠套 使黑袍法师的防御比王八壳子还坚固 我们来了 三大黑袍战士拼尽一切赶到 如果再失去法师这个远程输出 他们的命也保不住 救法师就是救自己 算你归渴后 林延不得不转头与三大黑袍战士厮杀在一起 这三人攻击力都很高 放任他们对自己造成伤害 几万护甲也不够砍的 他以一敌三越杀越勇 甚至还隐约占据上风 这家伙太可怕了 四位黑袍强者都心惊胆战 林延的强大超越了他们的预期 明明只是个降临没多久的降临者 怎么可能强到这种程度 看来老村长对他的判断 还是低估了 林延目光一宁 并未受这些言语影响 一边与三位黑袍战士拼杀 一边还有余力去破碎法师的乌龟壳 刀光剑影 气静纵横 因为老六法师不顾代价的偷袭 林延的护甲值不断降低 不过 黑袍法师的保护罩也被他斩得差不多了 就是现在 他喝下蓝药 再度发动九重雷闪 这次 他直接冲破了黑袍法师的最后一层防御罩 顺带着将其一把抱住 黑袍法师大脑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被林延抱着 飞出近百米了 不好 三位黑袍战士都猛逼了 炎帝 你简直不讲武德 他们疯狂向着法师跑去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我特意将所有技能的冷却时间重合 就是为了这一刻 林延冷笑一声 再度磕了树瓶蓝药 叠浪三刀 叠浪三刀 叠刀剑 炎刀 三大技能齐出 外加九重雷闪的爆炸伤害 和三重雷伤 1429910387133301340 仅仅一息 林延所有技能狂飙 打出了目前最炸烈的输出 一波超越六万的伤害 直接将黑袍法师砍得炸开 绷成一地肉泥 呼 林延长吐一口气 解决掉这个远程控制老六 接下来的战斗就轻松了 他一把将那华丽尔坠夺在手中 这八成是一件防御宝物 只是不知是不是一次性的 不 三大黑袍战士几备发凉 法师一死 他们自知 根本无法抗衡林延 逃 三人当机立断 转身就逃 林延咧嘴冷冽一笑 想走 你们走不掉 我的天啊 这都赢了 九级杀穿39级精英 NPC 炎帝简直无敌了 瑟瑟发抖的玩家们 颤声一轮道 黑袍护法门都跑了 兄弟们快逃 真理教徒们心态彻底崩了 一个月几十金币的工资 他们还不至于把命搭进去 据点陷入混乱 上千人聚集的真理教据点 被林延一个人杀的人养马翻 林延紧追三位黑袍战士不放 他们都是三阶 精英职业者 并且还都是黄金五板进阶 证明其在真理教待遇极高 只要能爆出来一件三阶装备 哪怕只是精良装 都足以大幅加强我现在的实力 林延越想越是兴奋 把你们身上的装备 统统交出来 他的笑容落在三人眼中 宛如恶魔的宁笑 简直比副本BOSS还要丑陋 黑袍导武士吐槽道 嗯 就你话多 林延服下冷却缩减药剂 九重雷闪瞬间追上刀武士 战役崩溃的刀武士 不到十秒 就被他诛杀 就这样 他一个人追着上千真理教徒 在大山中奔袭 追杀黑袍护法的途中 遇到的真理教徒也顺手清理 山路很快变成了血路 尸体到处都是太血腥残暴了 他不该叫炎帝 应该叫大魔王 玩家们痴呆地看着这一幕 全傻在了原地 过了许久后 林延采满身血腥的归来 手中提着三颗黑袍武士 躺血的头颅 咕噜 玩家们腿都发软 虽然知道这是游戏 但林延有点过于残暴了 而且 杀的还都是人形的 NPC 看什么 都等着抢我的战利品吗 林延目光扫了一圈 冷声问道 不 不敢 玩家们都怕自己挨上 凶神一刀魂归泉水 全都知去的一晃而散了 呼 林延将五个黑袍人的手机 都收入背包 又将据点搜刮干净 最后看了一眼自己的状态 足足掉了近五万甲 差点就触发护甲回复警戒线了 护甲不足恐惧症又发作了 他看了眼任务状态栏 任务名称 覆灭村外的真理教据点任务状态 以完成任务要求 诸杀八成以上真理教据点邪教徒 并将据点首领头颅拿回 任务奖励 进阶白银五版星号一 进阶史诗装备 星号一任务评价 完美通关 隐藏奖励以激活 嗯 可以回去找元老头问清楚了 灵言眼神冷立 自己来剿灭据点 真理教是怎么知道的 消息走漏 一定跟明村高层脱不开关系 回到新手村 就看到老弟和楚清玄 在村子里并肩闲逛 灵风的表情很轻松快乐 只有在游戏中 他才能找回 重新拥有双腿的感觉 哥 灵风招了招手 嗯 带清玄去见那位霸王花梅 这是灵言离开前 嘱咐灵风的事情 哥你真神啊 那位女舞痴 对清玄一见如故 相谈甚欢 没怎么费劲 就获得了一星好感度 灵风说道 灵言点了点头 继续努力 争取二星好感度 然后拜师 女舞痴也是七位特殊NPC之一 被称为明村霸王花 如果楚清玄能从他那学来核心技能 未来绝对也是顶级高手之列 那你们先逛 灵言挥手之后 来到村长家 发现袁天人又不在 该死的墨鱼村长 不会又去钓鱼了吧 灵言找到后山鱼塘 袁天人果然在此 你怎么又来了 袁村长见到灵言有些讶异 是觉得进阶任务太难 所以打算放弃了 我来提交任务 灵言亮出任务结算申请 嗯 袁天人瞳孔一缩 深深地看了一眼灵言 点选了确认结算 你还真是出乎我的预料 他将白银模板 和进阶史诗装备丢了过来 你覆灭了真理教的一个据点 就算是交了投名状 我可以完全信任你了 袁天人微微一笑 他站起身来 看向灵言的眼神满是赞赏 你可以拜我为师 我将传授你 放眼整个龙下帝国 也足以称为第一流的核心职业技能 灵言眼底古井无波 他知道 袁天人并没有吹牛 新手村这几位隐藏大佬 各个都是龙下帝国的顶级战力 袁天人完全有资格这样说 但可惜 我拒绝 灵言平静道 哦 觉得我只是个小小的村长 实力太弱了吗 袁天人笑着一条眉 他袍袖一挥 手指点向面前的竹林 以指为剑 剑气如飓风般过境 吃吃吃 满山茂盛的竹林 竟然在这一指剑气下 进阶催折 我虽已老 但教你还是有些资格的 袁天人背负双手 苍老的眼底 久违地冒出一抹骄傲色彩 袁村长实力强大 但我志在神刺模板 神刺模板 自带职业核心技能 所以我不能接受 其他职业核心技能 林颜坦然解释道 嗯 袁天人看向 林颜的眼神越加深邃 你居然对神刺模板 了解这么多 连他对神刺模板 都只是听说 从未真的见过 如果是神刺模板的 核心技能 自然比我这 遭老头子的强大多了 袁天人也坦然一笑 并未抢求 可惜 想拿到神刺模板 凭你现在的实力 还远远不够 这就不劳袁村长费心了 林颜微微一笑 我证明了我的诚意 袁村长也该证明一下 你的诚意了 我的诚意 袁天人一愣 袁村长既然知道 明村有神刺模板 就应该知晓一些蛛丝马迹 我需要这些情报 林颜沉静道 嗯 袁天人脸色彻底沉下来 或者 你将这次出卖我的叛徒 找出来杀掉 并将其装备全部送给我 林颜态度坚定 你放肆 袁天人沉声低吓 可怕的气势透体而出 我明村绝不可能出现叛徒 袁天人斩钉截铁 林颜皱眉冷笑 我在据点被人设服 连杀五位三阶高手才破局 我所言真假 你看看任务平级即可 袁天人心头一颤 刚才他只顾着 想收林颜为徒 并没注意 此刻看后不由皱眉 怒火也内敛了不少 真理教徒在战斗中曾说过 是你给的情报 林颜打量着袁天人 这是挑拨离剑 袁天人摇了摇头 我想杀你 根本不用绕这么大一圈 直接对你动手即可 谁知道 你是不是为了维护村长的正面形象 所以指派手下在外成立了一个邪教 专门为你处理 见不得人的丑事 林颜多多逼人 那你想我如何证明 袁天人有理难辨 郁闷地发问 神刺母版的线索 或者诛杀叛徒 林颜掌握筹码 理直气壮 他只想要神刺母版 至于事实为何 他并不在意 咯吱咯吱 袁天人拳头紧钻 随后颓然长叹一声 并非不愿意告诉你 只是神刺母版 涉及当年旧事 谈起来 又要重新揭开伤疤 所以不愿提及 林颜内心也松了口气 终于要说了 他之所以如此强硬 就是想逼迫袁天人 说出隐藏的故事 推进隐藏剧情 只要一直走在 推进剧情的路上 那神刺母版 也会离他越来越近 当年将尸王恶旗卷土重来 龙下帝国全力应战 是要将这隐患彻底消灭 袁天人陷入了回忆 最终决战 由我和其他六位兄弟 以及帝国的下棋公主 一同对抗恶旗 经过一场血战 终于将其封印在此地 而我们七位兄弟 一人战死 一人失踪 其余也全部重伤 袁天人的眼神沉痛 溃然长叹 此战之后 我们因战功 被加封为曙光七英雄 但下棋公主 却因为宫廷内斗 被诬陷入狱 我们五人心灰意冷 为了保护公主 只能告老还乡 并保证此生此事 镇守明村 不踏出明村一步 以此患得公主 重获自由 灵言沉默了 老村长的经历 确实悲惨 自古功臣少有善终啊 你去攻略真理教据典的事情 我只告诉了村内 最幸的过的这几位老兄弟 袁天人沉声道 他们不可能背叛明村 毕竟 无论他们想要荣华富贵 还是卖有求荣 根本不必等到今天才做 你明白了吗 但我的消息走漏 却是实情 灵言摇头 并不满意这个说法 不错 袁天人皱眉 随后眼中闪过一抹亥然 难道是他回来了 谁 灵言目光一闪 在那一战中失踪的队友 你很敏锐 袁天人点了点头 眼中既有惊喜 又有迷惑 他是铁匠的女儿 是一名心灵法师 在那一战中 因为心灵过载 失去了记忆 并且陷入了暴走 我们找了他好多年 也没有找到他的踪迹 他和我等之间有心灵契约 如果是他的话 确实有办法知道我们的计划 但 如果他恢复了理智的话 为什么不回明村找我们 反而投靠了真理教呢 袁天人摇了摇头 完全想不通 但一时又想不到 其他走漏消息的可能 这件事情 我还要想一想 但走漏消息 让你陷入危险 确实是我的责任 袁天人再度拿出一件 进阶史实装备 这算是我的补偿 灵言点了点头 将其结果 我倒是有一个猜测 嗯 说来听听 袁村长皱眉 我就算告诉你我的猜测 你也不会相信 你只需照我所说 去做即可 灵言将内心的琢磨 密于村长 袁天人脸色变幻 随后点了点头 就依你所言 说定后 灵言回到了明村 既然跟王铁匠有关 那就去铁匠铺 看能不能搞到什么线索 正好我也要将据点的物资 兑换成武器 灵言一路走到铁匠铺 他敏锐地察觉到 新手村的玩家少了很多 而且遇到的玩家 看他的目光 都充满着警惕和仇视 他没有多理会 一路走到了铁匠铺 灵言 沈又微担心无比地看着他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 灵言有些摸不到头脑 哭笑不得问道 沈又微连连道 你好久没上网了吧 快看看这篇帖子 灵言皱眉看了过去 这是一篇名为 真理教才是正确剧情 炎帝毁掉了我们的前路 的帖子 作者ID正式网游董哥 大家想必也都知道了 真理教的存在 并且知道了剧情真相 老村长一伙 才是真正的反派boss 从游戏难度设计上讲 就不难看出 在新手村 我们已经没有白银境界的希望 但在真理教却可以轻松 获得大量奖励 金币 乃至白银模板 所以毫无疑问 想要快速升级 就是要加入真理教才行 而炎帝却倒行逆施 为了防止大家变强 一人剿灭了真理教的据点 这让我们的剧情直接中断 很难再接受到真理教了 他是我们下国玩家的罪人 没错 这炎帝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 醍醐灌顶 我说怎么一直打不过boss 拿不到进阶模板 有没有兄弟找找其他的门路 看怎么才能加入真理教 下方的跟帖 也都赞同网友董哥 大都是刷了很多天 根本打不过boss副本 满腔怨气的玩家 他们把火气都撒在了林妍身上 虽然不敢上游戏跟他兑现 但在互联网上 个个都化身判官 嘴上毫不留情 不必管他 林妍摆了摆手 认董哥如何带节奏 跟着喊的也都是些弱者 毕竟咬人的狗不叫 就算他们一拥而上 都不够自己一刀砍的 大象从来不会在意蚂蚁的叫嚣 因为实力差距实在太大 你在铁匠铺打工 应该攒了不少王铁匠的好感度吧 林妍微笑着问道 嗯嗯 今天已经三星了 沈又威神气地给林妍展示了一番身上的战甲 黄金舞板 还有一套进阶史诗套装 都是铁匠大叔送的 嗯 林妍点了点头 他知道铁匠丢了女儿 所以看到善良单纯的小女孩会额外照顾 不愧是铁匠 出手确实阔绰 全村除了青道子法师 就属王铁匠最有钱 甩手就一套进阶史诗装备 他一场血战 覆灭千人据点 也才得到原天人的两件史诗装备 对比之下 老村长真是太扣了 臭小子 你又来了 王铁匠走了出来 看向林妍的目光不善 大概类似于老父亲 看到挖自己小白菜的黄毛 幸好林妍表现出了强大的实力 才获得了王铁匠内心的认可 我来换装备 林妍直接表明来意 这一波功法据点 NPC暴率不如也怪 但据点的物资是非常值钱的 这一次 他换了足足3000件精良装备 行了行了 老子都快被你掏空了 王铁匠嫌弃的白手 他准备了数千件精良武器 无论如何都够新手村玩家换的了 谁知道碰到林妍这个老六 一波把他库存都清空了 我需求量确实挺高的 林妍微微一笑 几千件武器够他融合好一阵了 等他融合好之后 估计王铁的武器库存也刷新了 对了林妍 铁匠叔说今晚要请我吃盛宴 你要不要也来啊 沈又微连连道 好啊 林妍内心一动 立刻答应下来 神土是真实事件 当然可以吃饭 一些顶级菜肴 吃完甚至可以增加属性 和这些特殊NPC达到三星好感度后 确实可以蹭一顿属性餐 这可比自由属性点珍贵多了 自由属性点只能增加一有属性 但属性餐很可能会开启未知属性 而且 他本来也要调查铁匠 沈又微又帮了他大忙 你还真是有什么好事 都想着这臭小子 王铁匠有些肉疼的摇头 属性佳肴 极其珍贵 就算是他 多请一个人也心疼得不行 林妍却心安理得 他跟王铁匠做的生意 足够让对方赚得盆满钵满了 自己吃他一顿回回血 很合理吧 随后 他找了个僻静地方开始融合装备 如果我所料不错 今晚就要与王铁匠起冲突 甚至要进行战斗 林妍整理着思路 以我现在的战力 根本不可能赢 只能争取多存活一段时间 所以 这次融合 必须全部用来增强护甲才行 嗡嗡嗡 打定主意 他开始融合 现在一分钟 可以融合三件精良装备 他马不停蹄 护甲不断地累加 十个小时过去 他足足融合了 一千八百件精良护甲 总护甲值突破十九万了 林妍计算着 算上百分之五十的护甲回复 也还不到三十万血甲值 还得加 他拿出原天人任务奖励的 两件进阶实施装备 融合 嗡嗡 林妍长吐了一口气 点开了装备页面 软卫甲 白 护甲加九零零五零 物防加十八 法防加十八 反伤加四五九九特性 轻便 佩戴不影响灵活性 蝉丝 受攻击时 减少敌方百分之二十攻速 原甲盾 护甲自带总护甲百分之十的 反伤护盾 脱离战斗状态 即可再度激活 软卫裤 白 护甲加七六三零零 物防加二 法防加二 反伤加四八六七特性 特性 轻便 佩戴不影响灵活性 原甲盾 护甲自带总护甲百分之十的 反伤护盾 脱离战斗状态 即可再度激活 两件装备融合使势装备后 都多了原甲盾特性 林妍欣慰一笑 自己相当于 又多了百分之二十的 反伤护盾 再配合着耳坠提供的护盾 应该足够了 林妍拿出黑袍法师 爆出的华丽耳坠 这耳坠 可以激发二十万护甲值的护盾 可惜一天只能激活一次 已经尽力了 试诚失败 就看王铁匠还剩多少实力 他点开自己的属性面板 ID 炎帝种族 人类 皇 职业 战士等级 九生命值 四百 护甲 二十万零一十九攻击 一万零二十五 破甲 三百 误抗 四十五 法抗 四十 移速 三 攻速 二 法力 四十装备 软胃甲 白 护甲加九零零五零 物防加十三 法防加十三 反商加四五九九 软胃裤 白 护甲加七六三零零 物防加二 法防加二 反商加四八六七 残破的剑豪头盔 传奇 护甲加九九九九 物防加十八 法防加十八 魔刀千刃 白 攻击加一零零零零 终极神器 唯一 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三接 技能 蝶浪三刀 一星 岩刀 一星 九重雷闪 三星 能力 暂无宝物 生死印 避水斗篷 谁能相信 这是一个九级玩家的属性面板 灵言咧嘴一笑 嗯 他看了一眼 终极神器的面板 累计融合武器 已经九千六百多件了 马上就要解锁 第三个神器特性了 他站起身来 安全感满满 曙光七英雄 与恶奇血战之后 都受了重伤 战力跟巅峰时相差甚远 但总归都曾是 英雄 接强者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不得不防备啊 灵言回到了铁匠铺 饭已经做好了 就等你这臭小子了 王铁匠白背蹭了一顿属性餐 看灵言时 更加鼻子不是鼻子 眼睛不是眼睛 谢了 灵言咧嘴一笑 和沈又微一起落座 咕噜 他喝了一杯烈酒 顿觉舒爽无比 叮 你的吸血 增加了0.010年并不在意 他现在主要靠护甲 吸血对他没什么帮助 铁匠大叔 你多喝酒 沈又微不知道灵言的计划 但灵言让他多劝铁匠酒喝 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同 铁匠也很开心 不断地饮酒 一顿饭吃得悠哉悠哉 叮 你的吸血 增加0.01% 你的回血速度 增加0.01% 你的 灵言嘴角直抽 内心安骂 能不能给我来点有用的了 王铁匠你针对我吧 叮 你的暴击率 增加0.01% 一顿饭吃到最后 灵言才触发了一个 有用的属性质 0.01%的暴击率 这和没有有什么区别 灵言无语了 不过有总比没有强 之前他不打中敌人的核心要害 根本不可能触发暴击 如今至少有概率了 他这样安慰着自己 铁匠大叔 你之前是不是有一个女儿 沈又微按照灵言娇的话语问道 嗯 原本喝得醉醺醺的王铁匠 顿时眼神一灵 灵力地看向灵言 是你在调查我 灵言眼神一宁 不愧是曾经的曙光七英雄之一 确实警觉又敏锐 不过他也没幻想 只用酒就能将一位英雄 及强者灌醉 不要误会 我只是和原村长聊天 谈到了这些而已 灵言微微一笑 他竟然愿意将这些都告诉你 王铁匠摇了摇头 看来他是真的认可你了 他身上的气势渐渐弱下去 仿如一个尸孤的老父亲一般 瞬间苍老了不少 他叹了口气 眼中泛泪 确实 我有一个女儿 只是我没有保护好她 把她弄丢了 说来 宝和小丫头长得还有几分神似 王铁匠从匣子中取出一副刘影 刘影是一位可爱的少女 在追逐蝴蝶 王铁匠含笑站在她身后 阳光和煦 花草正梦 嗯 灵言敏锐地察觉到了 刘影中女孩的耳坠 瞳孔顿时一缩 这耳坠正是黑袍法师所用的 一下子爆出二十多层防御罩的宝物 如果说她之前的想法 还只是猜测的话 那现在 她大概有八成把握了 这耳坠很漂亮 她有意地夸赞道 嗯 这是我亲手给她打造的 王铁匠很骄傲 这两枚耳坠是一对 同时激活可以激发百万护甲的防御罩 算是我的得意之作了 宝是心灵法师 防御力太弱 所以 我给她打造了不少防御宝物 可惜 最后攻破她的 不是外在的伤害 而是心灵的重压 零言一正 顿绝庆幸 如果黑袍法师得到了完整的一对耳坠 那一战就凶险了 她背包中搅和的单只耳坠 只能激发二十万护盾 既然 是你亲手打造 应该世上仅有此一份吧 零言继续套话 那当然 王铁匠点了点头 制作宝物耗费的材料太昂贵 我自己都舍不得给自己制作 嗯 零言点了点头 眼神逐渐冷了下来 所以 你为了你的女儿 背叛了村子 王铁匠心中一震 怒喝道 你突然在说什么疯话 沉浸在伤感氛围中的沈幽威 也被吓了一跳 拉了拉零言的袖子 零言哥 我在说什么 你很清楚 零言平静道 真理教不知用什么手段 控制了你的女儿 你为了女儿的安全 不得不出卖村里的情报 我说的可对 你放屁 王铁匠轰然气深 语气冷立 我没有背叛村子 零言微微一笑 你并没有惊讶于你女儿 被真理教控制 而是第一时间想证明 你没有背叛村子 已经说明了一个问题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你女儿在真理教手中 咕噜 王铁匠气息越发危险 整个铁匠扑一片肃杀气息 我女儿早就失踪了 你凭什么说 她被真理教控制 你若再敢信口开河 我只能将你诛杀 铁匠大说 沈又微拦在零言身前 你不能对他动手 零言将沈又微拉到身后 另一只手从背包中 取出了那没耳坠 这是我攻伐真理教 据点缴获的战利品 你刚刚承认 这是唯一宝物 并且是你亲手给女儿打造的 对吧 你 王铁匠看着这耳坠 眼睛瞬间血红了 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她怒吼一声 濒临暴走边缘 可怕的力量从她身上喷涌出 整个铁匠铺墙壁 都被气急震得军裂 零言对沈又微低喝道 你快走 这里我能应对 好 沈又微咬牙离开 她很清楚 自己留在这里 只会给零言添乱 知道了这么多 民村已容不得你了 王铁匠脸色冷漠下来 你很聪明 但未免聪明过头了 是自己离开民村 还是被我杀到 再也无法复活 你自己选吧 你就那么自信 能吃定我 零言微微一笑 语气轻松 哈哈 我知道你有几分本事 但和老夫比 还是差得远着呢 王铁匠的自信 来自于绝对的实力 杀你只需一朝即可 之后我堵在泉水 趁着夜深人静 灭杀你几次 杀到你再无法降临 整件事也是神不知鬼不觉 你打算连小丫头一起杀吗 零言顿了一下 严肃问道 王铁匠迟疑了 随后他冷笑一声 他的话不会有人相信的 废话少说 给我你的选择 灵言摇了摇头 你杀不了我 哼 王铁匠气到笑出声 真是不知敬畏 他轰然出手 快出了残影 几乎瞬间就杀到了灵言面前 哄 雷霆降临 灵言瞬间发动九重雷闪 王铁匠也快到了极致 灵言的残影刚显现 就会被骑击灭 这短暂的追逐 让灵言心惊肉跳 王铁匠是他解锁九重雷闪后 第一个能在爆发速度上不落下风之人 死 王铁匠一拳轰下 灵言直接记出耳坠 二十层防御罩显现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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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铁匠重拳砸下 防御罩竟然接连破碎 仅仅一拳就轰碎了十几层 这一拳攻击力十几万 灵言瞳孔一缩 幸好他做好了完全的准备 否则这一拳就能将自己打归西 连护甲回复都来不及触发那种 根本没用 王铁匠怒吼一声再度一击重拳 将剩下的防御罩全部击破 灵言再度后退几步 靠着精妙的身法 弥补了一速的部族 完美躲过这一击 即便如此 仅仅这一拳的拳锋 就刮掉了他一千多点甲 真有够夸张的 灵言冷汗直流 以他现在的实力 面对龙下帝国顶级战力 还是太吃力了 虽然王铁匠巅峰不在 但毕竟 曾是能与僵尸王厮杀的英雄级强者 却能躲掉我一拳 王铁匠都愣了一瞬 他和灵言之间 光是攻速和疑速 就不知差了多少个层次 虽然对方借助防御罩 争取了一些反应时间 但能躲开他这一拳 证明其战斗直觉和身法级别 都高到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 至少 要比他这个英雄级强者 还要高好几个境界 你到底是什么来落 王铁匠眼神越加深邃 不过无论如何 你今天都必死了 他亮出一把长柄锯锤 轰然向灵言劈来 锯锤还未临身 锤锋就将铁匠铺的地板 全部掀飞 好快 灵言知道自己躲不过了 他的战斗技巧 碾压当前这个时代 但移速和攻速的差距摆在着 绝对的实力面前 技巧便失去了意义 想啃我这块骨头 你也要蹦碎几颗牙 灵言疯狂了 各种药剂被他服下 因强大封压造成的控制效果 顿时被解开 所有技能被他一股脑祭出 回蓝药剂不断补足着 被清空的蓝条 王铁匠的铁锤和灵言的攻击 同时落在彼此身上 哄 灵言的身形顿时倒射而出 铠甲上的金光圆甲盾 瞬间碎裂 与此同时 他脑袋上飘出一个血红色的树枝 十四万八千九百八十大塌塌 数十米外 灵言止住了身形 战意依然沸腾 王铁匠瞪大了眼睛 没死 怎么可能 中了他一锤 居然没死 一锤锤掉了 我的圆甲盾后 又造成了这么巨厄的伤害 不愧你英雄之命 灵言触发了护甲回复 此刻护甲又回复到了 接近十六万的水准 不可能 王铁匠怒吼一声 他知道灵言逆天 但这也太逆天了 他堂堂英雄级强者 动用技能正面锤杀 居然都没能将一个区区九级战士秒杀 滴答 一滴鲜血从他脸庞上滑落 他后知后觉地摸了摸自己的脸颊 我居然受伤了 堂堂英雄级强者 跟一个九级的小辈战斗居然受伤了 好 你很好 王铁匠震惊地不断点头 真是天纵神资 可惜 可惜了 你越是可怕 越不能让你威胁到我女儿 王铁匠眼神彻底冰冷下来 寒怒出手 一锤砸下 哄 灵言身形瞬间消失 哄咙咙 王铁匠一锤锤空 落在地上 顿时砸出一到三米直径的巨坑 大地都摇晃起来 尘烟爆起 飞食如鱼 靠着九重雷闪和极致的战斗技巧 灵言不断与王铁匠缠斗 竟然又拼掉了对方十几万血 好 好 王铁匠也杀出了怒气 战斗了数个回合 都没能耐合得了灵言 简直啪啪打自己的脸 哄 可怕的一锤落下 速度快到极致 极致的攻速碾压 让灵言完全无可耐何 再度被锤飞进百米后才站定 他看向自己的血甲值 即便靠着顶级的泄力技巧 还是被砸掉了十二万护甲 轰轰轰 王铁匠化为残影 急速接近 袁天人 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给我滚出来 灵言被逼地骂街 尴尬的颗唆声传出 可怕的剑意顿时降临 袁天人的身形 如鬼魅般出现在灵言面前 快到连残影都不可见 他大手一伸 竟然空手将怒砸下来的铁锤 挡在了半空中 哄 气径扩散开去 将地面都打得沉现 王铁匠见到袁天人 瞳孔一缩 立马将锤子收回 恭敬对袁天人行礼 袁大哥 袁天人眼神复杂地 看着王铁匠 这小子投靠了真理教 回来挑拨离间咱们的关系 我才不得不出手 王铁匠还想挣扎一下 不必说了 我刚才一直都在旁边听着呢 袁天人摇了摇头 啊 王铁匠愣住了 你刚才一直都在 灵言翻了个白眼 不然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他之所以敢与王铁匠开战 当然有所依仗 袁天人是他提早就安排在这的救兵 你这老头子推不靠谱 灵言看向袁天人 如果我刚才不喊 你是否还不打算出手 袁天人哈哈一笑 捋着胡须 自知理亏 并不辩解 实在是小有的实力震惊到我了 能和权力出手的老王 过上这么多招 不由让我好奇 想看看你的极限在哪里 哼 灵言知道 袁天人有能控场的自信 并没多追究 看向王铁匠 你答应我的 抓出奸细后就将蜘蛛杀 王铁匠叹了口气 垂下头 袁大哥 你动手吧 我不会反抗 只是我的女儿 你一定要将他救出来 袁天人还没等王铁匠说完 就摆了摆手 咱们情同手足 你又因为女儿被迫出卖情报 我不会杀你 灵言眼神平静 他压根也没想过 袁天人会杀王铁匠 毕竟王铁匠 是其出生入死的兄弟 又是明村的顶级战力 之所以提这个 无非是想趁机敲竹杠罢了 小有 麦老夫一个面子 放过他吧 如果你想要神刺母板 王铁匠还真不能死 袁天人真诚劝说道 你是在威胁我 灵言反问道 不 我们当年封印僵尸王 借助了一些神刺母板的力量 而想要重启那股力量 宝是个关键 袁天人继续道 宝现在应该是被控制了 如果我们救出他后 他却发现 是我们杀了他父亲 肯定也不会愿意 帮我们寻找神刺母板了 呵 灵言冷笑一声 老头子嘴巴的真言 逼到这个地步 才肯说出一点 关于神刺母板的实在信息 不过 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袁天人面色一板 王浩 你手里不是有一件传说装备 拿出来 王铁匠老老实实地将之拿出 心中都在滴血 他熬练了无数心血 耗费几十年 才将这件拼死得到的传说装备 打磨到四街 如今却要拱手送人了 不过自作孽不可活 他也认罚 灵言将传说装备收入背包中 脸上顿时涌出笑容来 哎呀 我转念一想 铁匠大叔确实是救女心妾 完全可以理解吗 袁天人都无语了 你变脸 还能再快点不 不过嘛 我都这么理解你了 你也得理解我一些 这才公平是吧 只是一件传说装备 可抵不上我差点生死的苦难啊 灵言话锋一转 袁天人哭笑不得 你一个降临者 死了就能复活 说得跟他们本土NPC死了 就万事空一样 不过他知道 灵言只是想要更多好处而已 那你说说 怎样你才能满足 灵言当即将剑豪的头盔摘下 头盔顿时恢复了初始模样 我要你将这件传说武器修好 这是 剑豪大哥的头盔 王铁匠和袁天人 看到头盔的瞬间 全都无法稳定住自己的情绪 能量暴动 身体剧烈颤抖起来 哎 剑豪大哥的头盔 遗失这么多年 没想到最终被你锁得 袁天人摇头 剑豪是曙光七英雄之首 在与恶气的决战中战死 也是活下来的人 心中永远的痛 我一定竭尽全力将其修复 王铁匠眼睛通红 语气坚定 怎么回事 这么大动静 女武吃霸王花 法师青道子 盲僧三人全都赶了过来 知道了前情后 也都五味沉杂 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营救宝侄女才是 王铁匠点了点头 我之前也是假意投靠 给了他们一些不痛不痒的情报 换取他们的信任罢了 灵言呵呵一笑 你这不痛不痒的情报 差点把我吭死 王铁匠挠了挠头 嘎笑不语 灵言之道 王铁匠是觉得自己是降临者 死一次无伤大雅 嗯 那你和他们接触了这么久 有没有发现宝侄女的线索 元村长问道 王铁匠微微点头 有 但是不能确定 哦 元天人连连道 快说说 王铁匠点了点头 他应该是在真理教的秘密基地里 只是里面有不少强者镇守 强攻的话 他们完全可以挟持宝 让他出现危险 确实比较麻烦 元天人皱眉 不过 他们一直在逼我给你们下毒 估计是想趁机对村子发动攻击 王铁匠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灵言 本来我还陷入纠结 也多亏了炎帝小友 我才能将一切都痛快吐出 唉 确实多亏了炎帝啊 元天人也感慨 他心中一直可惜 灵言没选择他当老师 这倒是难办了 轻稻子摩擦着下巴 如果你不下毒 就会被怀疑 如果直接去强攻 反而会连累宝侄女 灵言看着陈鹰的众人 总觉得 他们在有意无意地打量自己 越发觉得奇怪 元天人终于憋不住了 不知炎帝小友 可有什么妙计 计划倒是有 但也谈不上妙计 灵言随意道 哦 快说来听听 青稻子几人都连连问道 将计就计 调虎离山 然后 虎学夺子 灵言解释道 我们先传出村子高层 全部中毒的消息 引真理教来攻法 趁他们基地空虚 我去真理教的秘密基地 就王宝 好 妙计啊 几人都连连称赞 表情夸张 不愧是降临者 脑子就是聪明 灵言皱了皱眉 这几人之间的交谈 总让他觉得有些不对劲 法师三人听到真相之后的反应太过平淡 而且 作为龙下帝国顶尖的英雄强者 肯定是智勇兼备 怎么连如此简单的计谋都要吹嘘 今晚的一切 似乎都像是一场刻意安排好的剧情 元天人似乎看出了灵言的谨慎 解释道 为了防止真理教怀疑 我们都不能出村 但让你自己去营救坂儿侄女 又太危险 我们都不好意思提这个计策 只好等你自己说出口了 灵言翻了个白眼 这群老六真是面善心非 跟他们打交道 得多长几个心眼才行 嗨嗨 放心 你不会吃亏的 我可以向你保证 只要你能将坂儿就回来 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 我们拼尽全力 也会给你弄回来 青稻子拍着胸脯保证道 没错 霸王花也霸气一挥手 芒僧 原村长 王铁匠都期待地看过来 哼哼 灵言摇了摇头 他想得到神刺母板 就得把王宝就回来 他也没别的选择 先给我看看你们的诚意再说 原村长笑了 就知道 你小子不见兔子不撒鹰 说把他直接甩出来一个任务 任务名称 拯救宝任务详情 带回王铁匠失踪的女儿 心灵法师王宝任务奖励 传说武器 剑豪的剑 自由属性点 星号100点 三接白银进阶母板星号1 高级药剑星号1000 金币星号1000 灵言看着这些奖励 已经非常心动 但他脸上却不动声色 沉默不语 你小子还真有定力 原村长无奈地摇了摇头 也罢 芒僧把那件宝物拿出来 芒僧点了点头 将一件透明披风拿出 送给了灵言 灵言点开宝物详情 隐身披风 宝物 属性 空间阵营 自由功能 完全屏蔽气息 进入隐身状态 来无影去无踪 身披隐身一 三界自在先 当前状态 隐身一个时辰 受攻击会险行 初次觉醒 好 既然你们有诚意 那我自然全力去办 灵言点了点头 欣喜地收下隐身披风 接取了任务 等头盔修复好后再行动 我先告辞了 灵言转身就走 准备先去熔炼得到的传说武器 他依然觉得 原村长几人有些古怪 但他的目的就是 强大的装备和神刺模板 只要能得到这两样 无论明村这几人 有什么谋划和心思 都和自己无关 戴灵言彻底消失后 原村长脸上的笑意渐渐脸去 此次果然可怕 降临不过数日 都能和老王交手 打了数个来回不败 甚至让我挂彩了 老王摸了摸脸上的血架 呵呵一笑 老王你不行啊 看来你确实是老了 法师打句道 好在一切都在按我们的计划走 只要我们谨小慎微 大事必成 原村长挥了挥手 认真道 这臭小子能完成据点任务 就已经证明了 他有能力拯救宝 为什么今晚还要演这出戏呢 王铁匠吐槽道 还害我唯一的传说武器 被这小子坑走了 还有我的隐身披风 王僧插嘴道 去你的吧 隐身披风本来按照计划 就是要给他的 王铁匠怒喷 我的传奇武器 事前你可没说要给他 事先告诉你 你还能舍得陪我们演这场戏吗 原天人瞥了王铁匠一眼 拯救宝 事关重大 不彻底摸清这小子的实力 我看你会是第一个反对 让他去救的 王铁匠尴尬地咳嗦一声 行了 如果一件装备就能换回板 那已经是弥天之幸了 青道子拍了拍原天人的肩膀 曙光七英雄生死相依 同气连之 绝不会背叛彼此 王铁匠知道 女儿还活着的那一刻 就已经和原村长等商量了此事 这一切 不过是为了试探灵言极限实力 所部的局中局罢了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 我们需要炎帝的信任 原天人眼神深邃 为了让他觉得 我们不知情 这个黑锅 只能由你来背了 哈哈 他要真能救回板 让我再被一百口黑锅也值啊 王铁匠惨笑着摇头 只可惜 我们被真理教盯得太死了 不能亲自动手 虽然试探出了炎帝的真正实力 但不是咱们亲自出手 终究还是觉得不稳妥 毕竟 真理教基地对现在的他来说 依然堪称龙坛虎穴啊 开始融合 林妍心情激动地 看着手中的四阶传说装备 踏雪风行靴 一阶白板 二阶职业者 三阶精英职业者 第四阶便是大师 四阶大师称得上是龙下帝国的中流砥柱 放在任何地方都是绝对的高手 适配四阶大师的传说装备 这一波赚大了 林妍兴奋无比 他打开踏雪风行靴的装备详情 踏雪风行靴 传奇等阶 四阶护甲加6666666 物防加200 法防加200 一速加5特性 踏风行 主动 一速提高一倍 每秒耗兰40点 雪中歌 身法技能效果增加一倍 冷却 三分钟 碧天罗 风 雪霜属性攻击 闪避震10%1100 直接报复 林妍将踏雪风行靴装备 并绑定了终极神器 随后 他便开始继续融合手上的装备 真理教的秘密基地 要比据点危险不知多少倍 即便这次里面的高手 估计会倾巢而出 但依然有可能碰到真正的四阶大师强者 他必须要慎之又慎 嗡嗡 随着林妍的不断融合 四百多剑之后 终极神器再度发出光泽 终极神器 觉醒到四阶了 他看着终极神器的页面 终极神器 唯一 唯一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四阶 目前进度 100 0010 00001阶特性 攻击即可永久增加一点护甲值 加 2阶特性 被攻击即可永久增加一点反伤 加 3阶特性 杀一名敌方单位 可永久增加一点护甲回复 加 每杀一人就能获得一点护甲回复 林妍眼睛都亮了起来 他如今很缺恢复手段 这就来了 如果他能将护甲回复叠起来 以后站着不动都没人能杀他 特性后面的加号终于亮起来了 林妍连连点了一下一阶特性后面的加号 果然升级了 他眼神一亮 一阶特性 攻击即可永久增加100点护甲值 加 直接提升100倍 这么猛的吗 林妍咽了口口水 也就是说 他现在只要挥刀一次 就能永久增加100护甲 继续融合 他眼神明亮 不断飞速变强的感觉 实在是太令人上瘾了 很快 他将手中所有的装备都融合完毕 爽 林妍挥拳激动 这一波融合 他的攻击力 直接从1万翻到了3万 护甲也达到80多万 配合护甲回复和原甲盾 总护甲已经逼近150万 即便真遇到大师皆强者 也无所畏惧了 林妍嘴角一挑 如今真理较大兴 玩家们很多都晋升到了二阶 即便白银二阶满级 29级的战士 攻击力也不过200多 而他如今物防法防都达到了200多 玩家们连他的防御都破不开 只能造成一点强制伤害 他在随便杀一个敌人 触发护甲回复后 配合反伤 便可成就真正的无敌之事了 呼 他站起身来 这一波可以说是史诗级增强了 头盔应该也快修复好了 林妍回到新手村 路上不少玩家都一轮纷纷 听说民村的高层都中毒了 看来剧情马上就要有大变动了 是啊 看来真理教确实才是正确选择 我的朋友加入了真理教 现在都二十级了 我看咱们也不要在这里耗时间了 指望攻略鲁王宫升级 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行 没错没错 老兄你快把入教的方法告诉我们 那个温神炎帝来了 咱们不要讨论这个 万一又被他冲过去 把真理教基地给端了 咱们就没机会白银进阶了 是啊 林妍并没有理会玩家们的议论 静止来到了铁匠铺 老王 你头盔修好没呢 林妍大喝一声 修好了 王铁匠点了点头 神色很是惋惜 可惜与恶奇的死战太激烈了 我们的兵器都被伤到了根本 即便是我 也难以恢复这头盔最巅峰的辉煌 不过 我也尽力了 林妍点了点头 接过了剑豪的头盔 查看了一下 剑豪头盔 传奇等阶 四阶护甲加100W6 物防加100 法防加100特性 剑豪之心 心脏要害物理攻击免疫50% 剑豪手遇 主动 耗费40点法力值 恢复全身20%护甲 进化 免疫一次 伤害小于头盔护甲值的精神类攻击 冷却时间 一小时 太好了 林妍心情激动 剑豪头盔本是五阶传说 虽然因为那一战 被迫降阶 但其数据和特性 也远胜寻常的四阶传说装备 它打开属性面板 ID 炎帝种族 人类 皇 职业 战士等级 久生命值 400 护甲 186 7401攻击 3025 破甲 300 误抗 345 法抗 340 疑速 8 攻速 2 法力 40 血量恢复速度 0.05% 吸血 0.1% 暴击 0.01% 装备 软胃甲 白 护甲加90050 物防加13 法防加13 反商加4599 软胃库 白 护甲加7700 物防加2 法防加2 反商加4870 剑豪头盔 传说 护甲加100W 物防加118 法防加118 踏雪风行靴 传说 护甲加666666 物防加200 法防加200 移速加5 魔刀千刃 白 攻击加3000 终极神器 为1 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4接 技能 叠浪三刀 一星 炎刀 一星 九重雷闪 三星 能力 暂无宝物 生死硬 避水斗篷 隐身披风 基础护甲 正是破百万 灵炎眼中闪烁着火焰 可以出发了 虽然王铁匠探听出了大带的路线 但是具体的位置 还是需要我来找 灵炎来到王铁匠所说的深山 真理教的规模很大 背后支持他的力量也很恐怖 其打造的隐秘基地极其难寻找 嗯 灵炎眼神一亮 在路上看到了两道熟悉的身影 正是独公子和穆青婉 真是福星啊 灵炎微微一笑 跟着这两人 绝对能寻找到真理教的总部 他保持着距离 跟踪在后面 什么 穆阿姨竟然让咱们去亲近那个穷雕丝 独公子一摆手 绝对不可能 据我母亲的推测 他的实力 已经不亚于那些内侧的天地榜强者 潜力最起码也在天榜前列 穆青婉冷静说道 呵呵 穆阿姨也太看得起他了 独公子摇头 天榜 代表着下国有史以来最强的一百位高手 凭他一个穷雕丝 还天榜前列 笑死我了 我母亲从来没有判断失误过 穆青婉眼神冷了下来 最新内部消息 神土未来很可能会影响到现实 如果消息是真 那么现在所有的势力都将面临大洗牌 穆士财团在那种时代 也需要抱住一位强者的大腿才行 青婉 咱们掌握着白狼工会 有这么庞大的势力在背后 升级便强如喝水一般 独公子傲然 不是我自傲 就算那些天榜强者又如何 未来被我们超越也只是时间问题 我们自己 就是自己最大的靠山 根本无需另寻他人 穆青婉被独公子蠢笑了 别太幼稚了 天地榜的强者都强如妖魔 不是你我能想象的 即便有公会知识也不行 这是我母亲的决断 你无需再多言 咯吱咯吱 独公子牙关紧咬 眼睛血红 但穆青婉的母亲 是白狼工会的金主 他也不敢捂腻 穆青婉看着独公子的神情 宽慰道 而且 我们只是暂时骗取他的信任 趁机夺他的好处而已 只要我们找到他如此变态的秘诀 再找机会联手将他杀死 未来那个大事 还不是我们说的算 独公子脸色这才缓和下来 微微点头 倒也是 穆青婉微微一笑 独公子是他手里最稳定的棋子 绝不能抛弃 他才不会做那种 天榜强者大腿没抱到 就先把自己的狗腿子给打断的蠢事 林妍跟在后面 将这些对话听得清清楚楚 好一对狗男女 原来上一世 他们本来就是如此打算的 只是我太过于强大 他们一直没有杀我的机会 所以才在最终神战 趁我最虚弱的状态下手偷袭 他心中杀意更浓 不过他清楚 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但他现在已经弄清了 这对狗男女的初始动机 很快 他们就来到了一处山洞中 山洞的守卫 都是二阶满级的职业者 领队更是三阶精英职业者 令牌 领队大喝一声 独公子拿出令牌后 领队才开启能量法阵 领队也立刻装备上隐形踢风 大摇大摆地从法阵门户中走进去 确实够谨慎 有这个法阵 既能迷惑人的视觉 又能起到防御作用 领队庆幸 幸好多留意了一下 否则即便知道基地所在 也会一头撞在这肉眼看不到的法阵上 触发警报 进入山洞 又连续过了三道关卡 四重机关 领队才跟着独公子和穆青婉 来到了真理教的地下基地 我怎么总觉得 背后凉嗖嗖的 独公子皱着眉 可能地下阴气重吧 我也觉得几倍发凉 穆青婉宽慰道 灵妍就跟在两人一步开外 文言忍俊不惊 他随意使了个绊子 将两人扮了个狗吃屎 随后便飘然离去 靠 玩个游戏 也能被摔得鼻青脸肿 我真服了 独公子无能狂怒 转头一看 就看到摔得头发凌乱 嘴歪眼斜的穆青婉 顿时忍不住暴笑出声 不过 很快他就笑不出来了 他们脑袋上都在冒毒物 血量不断地在减守 莫名其妙中毒了 这地下基地有鬼 我们怕不是中邪了 独公子哀嚎道 已经走远的灵妍 瞥了一眼身后 冷笑一声 这两人还真是运气不俗 只是被他碰了一下 就激发了软胃甲的毒凯属性 该去找找铁匠的女儿了 他不断地在地下基地寻找 越是看越是心惊 这地下基地空间极其大 起码能容纳数万人 冥村能容纳的玩家 上线才十万人而已 这一个地下基地 几乎能赶上新手村的大小了 能被选为新手村的村落 都不是一般的村子 面积都是很大的 轰轰轰 空间最大的中心大厅 无数人在这里忙忙碌碌 还有机械的轰鸣声 这是在造什么 灵言凝重看去 这些大型机械 在法力水晶的支撑下 不断运作着 鬼气森森 黑雾缭绕 似乎在建造什么巨型造物 数百名召唤师 一刻不停地召唤着亡灵 向这些大型机械中输送 一旦召唤师的法力耗尽 就会有蓝药被送过来进行补充 稍微偷点懒 就会被监工的三阶精英 一顿暴揍 看来这些玩家 是被骗过来打黑弓的 灵言差点笑出声 这里发进阶母版是不假 但需要先和真理教 签订苦力契约 玩家们看不懂契约上的文字 一心只求白银母版 稀里糊涂的也就签了 这种契约 除非你商号不完了 不然只要你上线就是生效的 满足契约时间 或者成功逃出基地一定时间 才能终止 玩个游戏也能被电信诈骗 真是绝了 他摇了摇头 将这些大型机械流影后 重新开始寻找 本来以为一个时辰的时间足够了 灵言压力满满 但地下基地实在是太大了 结构又错综复杂 想一个时辰内 找出关押网板的地方 着实有些困难 快走 长老大人要传到了 所有人立刻去传到祭坛集合 都动起来 三阶精英教徒们不断地呼喊着 灵言皱了皱眉 跟了过去 人多嘴杂 说不定能获得什么有用的消息 但 在他跨入传道场的一刻 顿时就猛住了 祭坛之上 那位所谓的长老 一袭红色纱裙 立在黑袍人的海洋中 耳边有着一颗华丽耳坠 眼眸如红宝石一般 邪魅又优雅 正是王宝 灵言彻底绷不住了 尼玛的 我来解救你 结果你 混成邪教长老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灵言沉眉 不是说好 王宝是被控制了吗 但如今看来 他不但没有被限制自由 而且还成为了真理教的长老 他叛变了 灵言皱着眉 难不成铁匠妇女 本就全部叛变了 昨晚的一切都是 为了套他的 他摩擦着下巴 摇了摇头 也有可能是假装归顺 骗取真理教的信任 这些人都是老六 一个比一个心黑 不能只看表象 他私存着 准备静观其变 很快他就注意到 王宝的身体动作 和面部表情 都显得非常僵硬 不太对劲 灵言皱眉 不过只从王宝的讲话中 看不出太多信息 得等一个时机 灵言摩擦着下巴 他也想过 趁着王宝睡觉的时候 偷偷给他抱出去 但奈何隐身披风 只能让他一个人隐身 无论怎么说 任务难度都骤然增加了 他简直要吐了 原本只是找到王宝 然后偷偷给他带出来即可 但如今还得将他打晕才行 他可不敢赌 对方一定是炸响 万一刚露面对方 就跟自己开战 他可不觉得自己有能耐 突破着重重封锁 虽然真理教 现在强者进出 很空虚 但也不容小觑 重重关卡下想 强掳一个实力不弱的敌人 从这里冲出去 至少也得英雄级战力 怎么这种事情 总是被我碰到 原老头怕不是次次都在故意坑我 他看了一眼任务等级 果然从三阶精英任务 变成了四阶大师任务 倒霉倒霉倒霉 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自己的幸运值点满 他嘀咕着 能提升幸运值的物品 都是西式真品 放在修仙世界 那就叫气运至宝 获得难度可想而知 很快 步道完毕 魅惑又妖艳的王宝 款款走下祭台 灵妍一路跟随 王宝带着他在地下基地里 左拐右拐 足足二十多分钟后 才来到一处密室中 灵妍只能跟了进去 王宝坐在了查案前 星红的铜光缓缓退去 变成了青涩瞳孔 他将桌子上的两个杯子都倒满 出来吧 我知道你跟进来了 灵妍一愣 杀鸡瞬间迸发 这妇女果然是串通一气 想要引她入望 不过她并没有动 隐形抵风受到攻击才会险刑 她并不想提前暴露自己 我是心灵法师 虽然实力损伤了大部分 但终究曾是英雄级强者 你能遮掩你的气息 但遮掩不了你的心灵力量 王宝叹了口气 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不是你的敌人 还请你相信我 现身一谈 你说就好 灵妍并没有现身 她边高速移动边说话 让声音均匀回荡在屋中 令其判断不出具体位置 好 王宝语速快了起来 你应该是父亲他们派来的 我默认你知道所有的前情 我该知道什么 灵妍无语吐槽 王宝则压根没搭理她 语气急促地说道 那一战之后 我失忆变成了白痴 真理教先找到了我 他们的心灵法师 利用我变成白痴的机会 将我炼制成了心灵血脯 后来我的逐一时复苏 但一切都已无力回天 我折服这么多年 一直在等这一刻 她拿出几件法宝摆在地上 语气越加急促 这么多年积攒的心灵之力 只够我逐一时苏醒一个小时时间 有这么多时间 足够你跟我一起逃出去了 灵妍冷静道 不够 我用了其中大部分时间 准备这几件法宝 王宝语气急促 现在 我只剩下十分钟时间了 控制我的心灵法师 一直监控我的位置 只要离开它一千米范围 它就会察觉 所以 不杀了它 我就不可能逃出这里 这件法宝 可以再将 我的血脯人格弄瘀 王宝将一个小瓶丢给灵妍 第二件法宝 可以用来随时唤醒 我的逐一时 但剩余时间只有八分钟了 第三件是地下基地地图 你可以凭此 找到那位心灵法师的修炼师 找到它后 立刻唤醒我 我会用心灵之力封锁空间 这样 你与它的交战 就不会被外人发现 但 你最多只有七分钟的时间 一切都交给你了 有任何更多的疑问 等我出去再说 王宝青色的瞳孔 真挚而渴望 我将一切都托付于你了 机会 只有这一次 拜托了 陌生人 说吧 它的眼眸再度从青色 变成了红色 下一刻 它冷力呵斥 杀鸡凛然 谁在这里 我感应到你了 不出来 我就释放范围法术 将你诛杀 灵妍暗骂一声 头皮都发麻 这表现 简直比精神分裂症还诡异 他出手极其果断 直接将小瓶中的几滴液体 泼在王宝脸上 扑通 王宝瞬间昏迷 身体软下来 被灵妍搂在怀里 走 你倒是好算解 灵妍无奈摇头 他有很多疑问想确定 但王宝能清醒的时间 只剩七分钟 他也不敢随意浪费 能在这种绝境中 为自己寻找到一条生路 这性子和智商 活在神土屈材了 你真该去玩叠中蝶 灵妍叹了口气 还有挖大姐 你也不知道我的实力 你就断定 我能杀了控制你的心灵法师吗 灵妍越想越无语 万一那心灵法师 是个英雄级强者 今天能全身而退 都算他逆天了 不过 他的计划确实也是目前 这个死剧中唯一的生机了 灵妍整理思路 直接抱走王宝 就会引起心灵法师的警觉 导致半路被截杀 他还是逃不出去 想走只能先杀了心灵法师 而想无声无息地干掉他 就得赶在王宝 七分钟时间用尽之前才行 希望那心灵法师 灵妍叹了口气 眼神坚定下来 他看地图确认了位置后 紧贴着王宝身子 控制他走出密室 长老 见到王宝的真理教徒都低头 踏踏 王宝湿然地从他们面前走过 你觉不觉得 今天王长老有点奇怪 一位教徒问道 他哪天不奇怪 我每次看到他走路说话 都好像看到一个僵尸 僵硬又恐怖 另一位教徒话音都颤抖 确实 咱们继续计划吧 让王崇林的钥匙 马上就要铸造成功了 教徒们都赶去了铸造大厅 灵妍带着王宝 一路来到了心灵法师的修炼密室 心灵法师的修炼 很忌讳周围有响动 所以这里空无一人 密室中也只有那位心灵法师一人 心灵法师能感应到隐身 必须现在就将其唤醒 醒来 灵妍用第二件折扇法宝 打在王宝屁股上 别说 手感还挺好 你 王宝苏醒之后 就觉得屁股一阵疼 他瞪了一眼灵妍 不过如今时间宝贵 他还是第一时间施展了心灵屏蔽 还有六分半 机会只有一次 灵妍点了点头 进入了静修室 嗡嗡 静修室内 炉中点着香薰 烟雾鸟 只是站在其中 就令人觉得心情平静 一道身影背对着大门 身穿黑袍 却闻着红色的纹路 应该也是真理教的一位长老 灵妍皱眉 虽然不清楚对方实力 但是事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肯定不能退缩 嗯 黑袍人发出一丝疑问的哼声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但下一刻 雷霆声便在洞窟内炸响 九重雷闪 轰轰轰 雷霆回荡在静修室中 黑袍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已经身中竖刀 黑袍人的法袍都被劈碎 露出一张令人憎恶的金发 闭眼老玉脸庞 原来是个老太太 灵妍冷笑一声 顺手放了个探查术出去 真理教心灵法师 纳欧种族 人类 白 职业 心灵法师等级 55生命值 93万7千 护甲 30万零1519攻击 21700 装备 心灵法杖 技能 心魔毒眼 宝物 等级差距太大 能探查到的信息太少了 灵眼皱眉 因为终极神器的原因 他不用升级 也能一直变强 所以他根本不急着升级 耐心地凑齐全接神刺母版即可 以后这种跨越大量 等级对战的情况 估计不少 得赶紧搞到 高级探查术的技能书才行 不然对敌人的信息掌握得太少 对战太吃亏了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不殆 老东西 你的实力不太行啊 灵眼微微一笑 同时他也松了口气 幸好这老东西 不是英雄级 不过这也正常 英雄级在龙下帝国 算是最强的一批顶级存在了 真理教估计也没有几位 这次肯定清朝而出 全都去对付原村长等人了 杀 他手上砍杀不停 这种法师类的职业 知道自己防御 护甲低 都拼命给自己收罗保命的宝物 卷轴 而恰好法师都很有钱 这么老的心灵法师 绝对有大量防身宝物 他想速战速决 就得不停压制对方 让其没有时间施展出护身法器来 短短十几秒的功夫 被打猛的心灵法师 就被砍掉了全部的护甲 还掉了二十多万的血 不 那欧眼中闪过浓浓的金句 照这个速度 一两分钟 他就得被砍死 死 他起手就是必杀技 心流暴 庞大的心灵力量化为实质 化为巨大的漩涡 将灵眼裹挟其中 漩涡之中 恐怖的精神箭矢 不断向灵眼射来 每一道都携带着可怕的伤害 随后在灵眼的脑海中爆炸 轰轰轰轰轰 那欧眼中闪烁着疯狂 这是他的拿手绝技 只要他还有法力值 心流暴就不会停止 如果对方没有克制精神类攻击的手段 就只能被动承受 完全挨打 而他的法力枯竭之前 足足可以造成近百万点伤害 就算是同阶战士 也会被这一招直接秒杀 吃吃吃吃吃 心灵风暴将灵眼疯狂吞噬 但灵眼头上始终没有扣血的提示传出 那欧猛逼了 终于感到了不对 立刻终止了心流暴技能 你竟然一点伤害都没受 这怎么可能 灵眼眼神一闪 记上心来 他咧嘴一笑 神情自信无比 我精神免疫 你别挣扎了 其实 这是剑豪头盔的第三个特性 净化的功劳 他每个小时 可以获得一次免疫伤害 小于头盔护甲值的精神类攻击的机会 剑豪头盔 正好百万护甲值 对方的心流暴 也刚打出百万护甲值 就枯竭了 所以才撕血胃掉 不 这绝不可能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听说 龙下帝国有人 能完全免疫精神类攻击 那欧被震撼 眼睛血红 不敢置信地摇头 防御精神攻击的手段本就少 这也是心灵法师被人忌惮的原因 更别说彻底免疫精神攻击了 他不断地后退 显然被林妍吓破了胆子 真是不巧 你碰到了 我这个天敌 林妍信念感满满 妥妥的金马影帝 他必须凭借这个巧妙的误会 把那欧彻底震慑住 因为心灵法师的手段很诡异 如果对方有了求生意志 故意与他周旋 很容易就能拖出不少时间来 而他 没有时间了 那又如何 那欧脸色扭曲疯狂 这里可是真理教基地 虽然教主他们不在 但起码还有几十位长老 他们听到这里的动静 一定会赶来 你死定了 林妍耸了耸肩 我早已经把他们全干掉了 你放屁 那欧尖锐的吼声越来越大 但战斗的意志却越加地薄弱 他疯狂地开始召唤血仆 想让王宝过来增援 血仆的人格不断地在跟我斗争 我能清醒的时间再不断缩短 请您尽快 王宝的心灵传音传来 他一边维系心灵屏障 一边抵御血仆人格反噬 已经快撑不住了 林妍心中一沉 老太婆,那你说说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人来救你啊 咯吱咯吱 那欧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 心灵力量开始暴动 神情也扭曲起来 不,不是这样的 林妍一边靠近那欧 一边魔鬼般地诱导着 不信你就撞门出去看看 不过别怪我没提醒你 我的手下已经掌控了整个真理教基地 你们被偷家了 你根本出不去这个门 那欧彻底绷不住了 转身疯狂就要去撞门 但静修士的门 被王宝的心灵屏障封死 根本撞不开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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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那欧的老脸上满是绝望 精神压力更大 整个人都快陷入疯狂状态 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林妍走到了那欧面前 乖乖引紧救路吧 那欧彻底崩溃了 他大吼一声 我就算是死 也会带着你一起死 你不是免疫精神攻击吗 那我们就同归于尽吧 他眼神血红 心灵力量膨胀 整个身体都被撑成了一个皮球 随后轰然爆炸 哄 可怕的冲击力将林妍轰飞 虽然护甲疯狂地被削掉 但他嘴角却流露出酣畅的笑意 死老太婆终于把你给吓死了 老太太自爆的力量还挺强 林妍吐了口灰 静修是被其彻底毁掉了 他也被炸掉了八十万护甲 一念收起欧娜的战利品 查看过后他庆幸无比 要是真让欧娜将这些保命卷轴用出来 他五分钟内绝对杀不了对方 静修事外 怎么这么大动静 王板内心一颤 如此大动静之后就陷入了平静 让人细思极恐 怎么回事 我现在只剩一分钟时间了 需不需要我进去帮你 如果我帮你的话 估计最多只能撑三十秒 王板急了 这么多年折服 难道就要功亏一篑了吗 急什么 这老太太自杀了 密室门打开 灵眼打扫着身上的灰尘 灰头土脸地走了出来 什么 王板喜出望外 你真的是英雄极强者 他本身也就是赌一把而已 心灵法师保命手段太多了 而灵眼从进去到出来 全程也就两分多钟 想这么快就将一位大师级心灵法师杀死 肯定是一位黄金进阶的英雄级强者 你看我有几分像英雄级 灵眼一摊手 如今杀了那欧 大势已定 倒也有时间开玩笑 王板娇称一声 直接用了探查术 随后直接猛逼了 大大的眼珠瞪得溜圆 我滴妈妈呀 九级白板战士 你用的什么高级屏蔽术 哈哈 我确实只有九级 灵眼耸了耸肩 那你是怎么做到两分钟就快速解决那家伙的 王板不敢置信 法师可真惜命啊 灵眼答非所问 反而将收获的几件高级卷轴拿出来晃了晃 光是这几件东西 我起码就得多花好几分钟才能破除 王板越加迷惑了 所以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不能强攻 灵眼微微一笑 好了 别卖关子了 我时间不多了 快说出来 让我明目吧 王板撒娇道 嗯 灵眼有些惊讶 诅咒你的人已经死了 你的雪姆契约还在 王板点了点头 我做的这一切 都只为了真理教能不拿我当筹码 威胁父亲和袁叔叔他们 而我自己失去了契约主 很快就会陷入昏迷 十天之内 必会枯萎而死 灵眼有些动容 这个女孩从一开始就打算好要从容赴死 雪姆诅咒几乎无解 所以我这次昏迷之后 你我怕是再没有能谈话的机会了 王板脸上有一丝落寞和伤感 所以 满足一下我的好奇心吧 灵眼点了点头 恕我直言 我总结出了你们心灵法师的致命弱点 是什么 王板疑惑 那就是 心灵法师 一般心灵都很脆弱 灵眼一摊手 王板因为心灵过载 直接变白痴 那欧受不了精神压力直接自爆 都证明了这一点 嗯 那是因为我们的心灵力量太强 稍微有点情绪波动 就会让心灵力量失控 我们已经是这世上最会控制情绪的人了 但最终还是会被其反噬 玩弄精神和心灵的人也同时深受其害 能发现这一点 你真的很聪明 王板展颜一笑 谢谢你 陌生人 他身体开始摇晃 马上就要陷入昏迷 最后 能告诉我 你的名字吗 灵眼 我 记住了 王板彻底昏迷过去 再一次倒在灵眼怀里 你不会死的 我保证 灵眼轻声道 他可不是剑色起义 而是神字母板的开启 关键核心就是王板 他绝不能死 再度开启引神披风 他带着王板一路走出地下基地 来到了地面上的山洞 令牌 关卡的精英领队伸手冷声道 灵眼控制王板的身体 将那欧的令牌给了出去 嗯 精英领队将令牌插入法阵 随后眼神一震 这不是你的令牌 灵眼一愣 顿时知道暴露了 妈的 你一个邪教 玩什么黑科技 令牌还能绑定身份的 不过已经到地面上了 这几道关卡 凭他现在的实力足以闯出去 他也懒得遮掩 一把将王板背在背上 然后一刀砍了出去 这位精英领队显然不是黑袍 祭祀这样的重要人物 由白银母板进阶 血量加护甲 一共只有两万多 一刀就被秒杀了 笔袭 旁边的职业者教徒们都惊呼 立刻就要拉响警报 但灵眼太快了 吃吃吃 他飞速一动 如今高达八点的疑速 让他在这些教徒眼中 快如幻影 吃吃吃吃 这些守门的杂兵 都是青铜母板进阶的 填线炮灰 血量不过两三千 他一刀能杀十个 轰轰轰 他一路闯关破敌 杀穿了三关四卡 警报才终于被成功拉响 只剩最后一关了 灵眼看着身后黑压压的追兵 没有一个能追得上他 你们数蜗牛的吗 他忍不住嘲讽道 我靠 看到了什么 王长老飘在空中 虚空里的鬼在杀人 教徒们都被吓得腿软 这他妈是隐身了 你们这些废物点信 给老子追 王板绝对不能丢 否则 我们就失去了 压制民村的杀手锏 真理教的大师及强者们 都疯狂了 呵呵 灵眼看着刚刚闭合的 外层守护阵法 这是最弱的一层能量罩 最大的功能是隐形和触发警报 他将欧娜的几件重宝 全都丢了出去 轰在能量罩上 随后他爆发全部手段 疯狂轰在旗上 轰轰轰轰轰 一顿狂轰乱炸 短短的时间内 上百万点伤害击中于一点 直接将能量罩 震出了一个小口子 灵眼背着王板 鱼鱼而出 看着远处的昭阳 他心情畅快 破开了阵法 他就算成功脱困了 你们慢慢追吧 老子先抱着美女回村了 灵眼还有功夫 回头对追兵们挥手嘲讽 随后几个跳跃就消失在黎明的山林中 该死 真理教的大师们恨得咬牙切齿 但却拿灵眼没办法 灵眼背着王板 一路回到了明村 还没等进村 就听到了剧烈的交战声 地面都在微微颤抖 远处沉烟闪烁 将王血流下 一声怒吼传出 灵眼听得出来是原天人的怒吼 呵呵 你们几个老鹰笔设计 想要坑杀我等 但殊不知 我们也是将计就计 黑袍面具男冷笑道 这次来明村 目的便是此物 如今王血到手 我等便不多留了 结结结 灵眼远远看着 一眼就认出 这黑袍面具男 正是他得到血尸头颅触发选择后 看到的真理教代言人 他就是真理教的教主 如今 我们手握王血 又有王板这张底牌 你们已经输定了 趁早投降吧 面具男一甩披风 他手托王血 语气桀骜 大有屁密天下之姿 哼 如果不出所料 王宝应该已经被我的人就出来了 这次无非是底牌换底牌吧 原天人默然道 你真觉得 那小子能把王宝 从我那防御森严的地下基地就出来 面具人仰天长笑 实话告诉你们吧 王宝压根不是被我们囚禁 而是被心灵法师 练成了心灵血脯 你派出那个小子 就算再逆天 也绝无可能将王宝带回来 你说什么 青道子脸色一白 他是法师 最清楚这种情况的麻烦性 原天人也沉默了 心中明白 林延这次任务 是九死一生了 王铁匠更是悲痛万分 自己的女儿 竟然被炼成了血脯 垂头丧气的干什么 简直丢我们曙光七英雄的名头 霸气的声音降临 女武吃五百花站了出来 那小子不还没在泉水重生吗 定局未成 绝境也远远未知 几人精神一震 眼神坚定起来 更何况 就算失败又如何 我等曾连僵尸王都能平定 还怕了一个小小的真理教 五百花全职铁面男 大不了战至最后一滴血 不错 袁天然微微点头 而且 不知为何 我对那小子 还是抱着信心的 堂堂威震龙下的曙光七英雄 如今也只能靠着幻想安慰自己了 铁面男撇了撇嘴 那小子 如果真能在这种情况下 还能将王板带回来 我就算当即投个任降又如何 一言为定 不许反悔哦 灵言轻挑的话语出现 穿破了剑拔弩张的气氛 另场面一击 什么 铁面男惊骇地看向灵言 看到其背后的王板后 身体都颤抖起来 这不可能 英雄级强者 只要触碰阵法 就会触发警报 不是英雄级 则根本不可能逃出地下基地 包 炎帝 袁天然几个 看到灵言出现的瞬间 饶氏 以他们的定力 都忍不住眼睛泛红 王铁匠瞬间冲来 护住了灵言 防止铁面男等人偷袭 哈哈哈哈 袁天然仰天大笑 如何 天刚 天道助阵不助邪 迷途知返吧 铁面男压抑着心中的愤怒和惊骇 眼神血红 互换底牌罢了 而且 王铺也快死了 这次依然是我们上 究竟我们谁能笑到最后 很快就会见分晓了 撤 他低喝一声 身后的几位黑袍人 便和他化为黑雾 转眼就离开了明村 袁天然眼神深邃地 看着消失的铁面男 是啊 很快就会见分晓了 你居然真的做到了 清道子走上前来 嘖嘖撑起 原本听到王铺 被炼成血仆的瞬间 他都已经彻底绝望了 恶弥陀佛 炎帝施主 真是不可思议的存在 芒僧也双手合十 感慨道 你们就喜欢这些虚头巴脑的 五百花走上来 将芒僧和清道子巴拉开 火热的身材 一把将灵炎抱住 弟弟你太帅了 姐姐好爱 嗨嗨 灵炎被大胸闷得透不过气 挣扎出来 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 嗯 宝儿妹妹回来 就是一个大胜利啊 怎么不是庆功的时候 五百花一愣 宝儿她怎么昏迷了 王铁匠急切道 心灵解脯和寻常血脯不同 契约程度更深 如果十日内不从灵魂上解除契约 宝儿就会枯萎而死 清道子早就知道了一切 所以从头到尾并没表现出什么喜色 面色有些悲戏地说道 不 王铁匠眼睛血红了 我找了宝儿这么多年 可不是为了只匆匆见他一面 便与他永别 就没有解决的办法吗 袁天人也连连问道 神情沉重 王宝儿虽然是七英雄里 战力最弱 等级最低的 但其重要性却是毫无争议的第一 如果他真的生死 对龙下帝国都将是巨大损失 最重要的是 那也会彻底切断 明村与神赐母版的联系 炎帝怕也不会再留在明村了 他已经意识到 灵言是破局的关键变数 绝不可施 凡事无绝对 清道子摇了摇头 老清 快想想办法 你不是龙下帝国最强的法师吗 求你 救救我的女儿 王铁匠一把抓住清道子 像是抓住救命的稻草 清道子摇了摇头 欺然一笑 你以为我不想救宝侄女 只是这办法 比登天还难 我说出来 也不过徒增绝望 对一位父亲来说 知道解救办法 而没能力做到 比一开始就觉得是绝路 要残忍得多 不说出来 怎知是绝路 灵言出言 虽然七英雄是龙下帝国的强者 但眼界依然不能和他相提并论 他们觉得绝望的 自己未必做不到 即便不相信我们 也要相信眼底小哥呀 他是能创造奇迹的人 五百花拍了拍灵言的肩膀 依旧乐观而坚定 这 好吧 清道子出言道 首先各种辅药 比如火焰灵木灰 清新水晶坠 中乳石叶等 虽然珍贵 但我们还是能拿得出的 最难得的是两位主要 万年柳木星和真理之书残业 这两个宝物 只是听过名字 但即便是我也从未见过 最后 也是最难的一点 诗药的媒介 需要千年前鲁国的镇国至宝 已经失传不知多少岁月的 因天子生死印 众人呼吸一致 如果说那两位主要是试之罕见 那生死印 就是纯粹的传说了 存在与否都不知道 诱上哪里去寻 不知你们说的生死印 可是此物 灵言淡定的声音传出 他手托生死印 微笑着问道 你竟然得到了传说中的生死印 清道子 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这可是只存在于传说中的至宝 侥幸 侥幸 灵言微微一笑 谦虚道 不愧是创造奇迹的男人 五百花开心无比 秦南自已的 再度深深拥抱了灵言一下 现在 还剩万年柳木星 和真理之书残业两物 清道子摩擦着下巴 万年柳木星 我倒是有一些线索 但是真理之书残业 暂时还没有任何眉目 我去打听打听消息 芒僧站了出来 这再好不过了 袁天人点了点头 情报技能点满 也是芒僧的隐藏属性之一 虽然他眼睛看不到 但天下是进入耳中 这万年柳木星 清道子正要接着说下去 灵言打断道 我看 咱们还是先把这次的任务结算清楚 再谈未来之事 按这几个老六的腹黑性格 自己不提 他们怕是真能把自己的奖励忘掉 放心 你对我没有大恩 我等自然不会消遣 这是你的任务奖励 袁天人将装备送给灵言 灵言看到背包提示 您得到 剑豪的剑 自由属性点 星号100点 三接白银 进阶母版星号1 各类高级药剂 星号1000 金币星号1000 怎么就这些已经谈好的奖励 说好的感恩呢 这次任务 可是又中途增加了难度啊 老村长 我怀疑 你是不是专门针对我 灵言开启了传统异能 敲竹杠 袁天人老脸一红 是我失算了 你想要什么补偿 免控技能的技能书 灵言狮子大开口 免控技能极其稀少罕见 只要技能效果里 带上免控两个字 就至少是五星级技能 这 袁天人摇了摇头 免控技能的技能书太少见了 明春并没有 你还是换一个要求吧 灵言耸了耸肩 漫天要价 才能坐地还钱 他可没指望 真能从老村长 这敲诈来免控技能 那给我一个 高级探查术的技能书吧 灵言伸了伸手 再随便给我几百点 自由属性点 几万枚金币做补偿 是再好不过了 你可真敢要 袁天人无奈一笑 随后将高级探查术的技能书 和一百点自由属性点 赠予了灵言 谢了 灵言咧嘴一笑 人就得后脸皮一点 要是他老实做人 今天肯定什么好处都没有 永远不要指望别人是后道人 王老哥 我都把你女儿就出来了 下次卖我装备 总该便宜点了吧 灵言打趣道 放心 王铁匠 直接将手中的库存 全转送给了灵言 这些就不要钱了 以后你跟我交易 也全都是成本价 灵言点了点头 扫了一眼 自己和五位曙光英雄的好感度 全都升到了三星 眼底小哥 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袁天人客气道 当然有 灵言点了点头 装作没听懂 袁天人语气里的假客气 袁天人面皮都酱硬了 早知道不问了 你们新收的那几位徒弟 都是我的好友 希望你们能在他们的修行路上 轻心栽培 灵言拱手 语气成智 放心 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徒弟 肯定会倾尽全力培养 青稻子第一个答应 他见到灵风的第一面 好感度就三星了 嗯 我会把小丫头 当自己闺女一样培养 王铁匠也点头 若不是沈又威 他也无法找回女儿 心中感恩 王僧和五百花 也都点头让灵言放心 好 我的要求提完了 现在说说万年柳木星的事情吧 灵言说道 他同样重视救活王板的事情 救活了他 应该就能得到神赐母版了 嗯 我早年游历大陆 曾在一处洞窟 获得了一个传送卷轴 青稻子沉生道 根据洞窟遗书记载 卷轴连接之处 就是柳木妖族盘踞的秘境 或许这一组手中 会有万年柳木星存在 那我们快去取吧 五百花连连道 青稻子摇头 传送卷轴已经残破 大世界以上强者 都无法靠他传送了 而且最要命的是 万年柳木星一旦离体 就会快速失去精华 只有少数的秘书 才能保住他的精华 比如盲僧老哥的往生咒 盲僧点了点头 往生咒是他的核心技能 压箱底的绝招 如今唯一的办法 就只有将这一招传给我的徒弟 但他的战力实在不高 众人又齐齐看向灵言 大世界以下 战力又逆天地存在 这传送卷轴 简直就是为此人而生的 嘿嘿 盐帝小友 看来又得麻烦你才行了 袁天人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老脸山红 堂堂威震龙下帝国的 曙光七英雄 各个神通广大 但遇到事情 却什么都做不了 最后都要求到一个后背头上 我这个人啊 最喜欢助人为乐了 灵言微微一笑 手指搓了搓 就是这个吗 放心 我懂 袁天人拍了拍胸脯 只要你能带回万年柳木星 我再送你一件传说装备 灵言翻了个白眼 前几天这招老头子还说 明村最多只有一两件传说武器呢 现在光是他拿到手的 都三件了 这又出来一件 这些星黑的老东西 没一个老实的 那一言为定 我先去修炼一番 之后便带着胖子出发 灵言无语地接下任务后 洒脱地道别 我也趁着这时间去 好好调教一番我那猎徒 王僧知道时间紧迫 也转身离开 待人都散去之后 他此去成功几率有几成 袁天人问向青稻子 青稻子摇了摇头 柳木一族 雄名赫赫呀 怕是不比真理教基地豪闯 这次又是去夺宝 即便机关算尽 怕也只有一线生机 很快 灵言找到一处僻静所在 拿出了新道手的传说武器 剑豪的剑 号称百年来 龙下帝国最强英雄的主武器 灵言期待无比 这次融合 我的战力 至少能摸到黄金英雄的门槛了 从此往后 龙下能挡住 我脚步的所在 不多了 高级探查数技能书 使用 灵言念头一动 恭喜你获得高级探查数 高级探查数 三星 三阶以内敌人 皆可获得全部面板数据 最大等级差距限制 六十级 王阶以下 暂时都够用了 灵言心中安定下来 对战最讲究知己知彼 如果能全部获得对方的信息 就可以临场制定战略 越到后面 料敌于仙的手段就越重要 然后是自由属性点 灵言将属性点全部用出 将自己的数据全方位提升了一波 特别是如今 他急需的蓝量 虽然他不缺回蓝药剂 但他现在蓝量上限 只有四十点 而好点的技能释放一次 就得上百点蓝量 根本用不出来 金币攒了不少 但却用不上 灵言摇了摇头 铁匠已经将他的存货都给了自己 就算有钱 在新手村 也买不到的大批量的高性价比武器了 不过 就现在手里这些武器 也够我强化好一阵了 灵言思索着 他不断融合 攻击与防御都在飞速提升 柳妖族他也听说过 想要闯妖族的秘境 至少也得英雄级占领 不过如今 他最多只有十天时间 当然要抓紧 还得给胖子 融一个主武器才行 灵言思考着 这次胖子才是 完成任务的核心 不能让他刚踏进柳妖族秘境 就被干掉 给他做个反伤盾好了 灵言定下来 胖子要继承盲僧的核心技能 是奶爸家肉盾路线 结合这个特点 主战武器配一把反伤盾 最合适不过 战斗风格 可以走盾战士路线 一转眼三天时间过去 灵言的实力又有了巨大的进步 再融合了这把剑豪的剑 这次就功德圆满了 灵言心潮澎湃 好东西 他都喜欢留在最后享用 哇 光芒闪烁 武器融合完毕 灵言打开魔刀千刃的属性页面 魔刀千刃 白 攻击加10W 攻速加0.3 暴击率正5%特性 削铁如尼加 附带300点破甲 吹毛力断加 1%概率 斩断稀有品质武器 10%概率 斩断精良品质武器 100%概率 斩断普通品质以下武器 千刃 可以分解成碎刃 碎刃可随使用者意志飞舞 也可以随时化灵为整 柱 每秒消耗两点法力 浑然一体 护甲装备中 没有一件剑豪套装中的装备 护甲吸附便增加1% 剑豪密集 激活风存在剑豪之剑中的剑魂之力 下一次攻击造成的伤害翻倍 剑豪战魂 召唤剑豪战魂 战魂存在时间随等级提升 战斗力随使用者战斗意志变化 可惜这把剑也被那一战折损 否则 号称龙下第一英雄的主武器 必然恐怖无比 灵眼有些可惜的摇头 但即便有所折损 其提供的特性 也恐怖到了极致 首先 就是护甲吸附 这相当于血量对应的吸血特质 他如今装备了剑豪头盔 每次普攻 就能恢复10w6 乘100分号等于1000的护甲 要知道 之前他只能靠杀敌 才能获得一些很少的护甲吸附 这是质的飞跃 如果我能凑齐剑豪套装 护甲回复的速度 将达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级别 灵眼心中又有了一个期待 怎么前两个特性后面还有了加号 灵眼点开看了看 发现从此以后 如果新增加的特性不满意 就可以将新特性融合 用来增强削铁如泥和吹毛利断 不错 灵眼满意点头 一堆弱小的特性 也比不上一个顶级特性 就跟普通词条和神级词条的差距 完全是云泥之别 比如吹毛利断点满后 就算传说武器都能百分百斩断 灵眼期待无比 他将一些没用的特性词条 全部耗尽 将削铁如泥和吹毛利断 升级成了二级 将护甲的一些特性也升级 他将禅思 毒凯两个特性都进行了升级 如今跟我交战 就要先被减掉50%的攻速 就算是英雄级也吃不消吧 灵眼咧嘴一笑 禅思升级后 上身甲和下身甲 都可以减弱对方25%的攻速 而且他的持续伤害能力也提高了 上下两甲的毒凯属性 一共可以造成40%减速 和600点持续伤害 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面板 ID 炎帝种族 人类 黄 职业 战士等级 久生命值 400 护甲 285 0450攻击 10025 破甲 1000 误抗 543 法抗 538 疑速 8 攻速 2.5 法力 400 血量恢复速度 0.5% 吸血 0.5% 暴击 6% 装备 软胃甲 白 护甲加60W 物防加113 法防加113 反商加4600 软胃酷 白 护甲加55W 物防加100 法防加100 反商加4900 残破的剑豪头盔 传说 护甲加100W 物防加118 法防加118 踏雪风行靴 传说 护甲加6666666 物防加200 法防加200 疑速加5 磨刀千刃 白 攻击加100000 暴击症5 攻速症0.3 终极神器 唯一 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四阶 技能 叠浪三刀 一星 炎刀 一星 九重雷闪 三星 高级探查术 三星 能力 暂无宝物 生死硬 避水斗篷 隐身披风 醒心善 凭借诸多手段 即便是真与黄金英雄对战 我也有取胜之机会 灵言信心满满 战意沸腾 能在这么短时间 就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不得不感叹 终极神器实在是太强大了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灵言在民村村口 看到了鼻青脸肿的胖子 怎么搞的 这么惨 灵言打句问道 别提了 那倒霉师傅 一回来也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突然给我魔鬼训练 逼我三天硬生生 继承了他的核心技能 而且他跟变性了一样 连冷笑话都听不进去了 断得一见到灵言 就眼泪汪汪地诉苦 老大 你胖地我这几天可遭老罪了 哈哈 灵言不道德地笑出了声 你还笑我 老大你没良心 断得本就圆滚滚的身体 被气得根骨了 给你建好装备 补偿补偿你 灵言将给断得容的荆棘之盾 丢了过去 断得毫无迟疑 就绑定了荆棘之盾 白棘 这是什么品质 卧槽 卧槽卧槽卧槽 这这这 胖子都傻了 这武器是什么品质的 我何德何能能拥有啊 增加二十多万护甲 还增加一万多攻击力 而且第一特性是 受到攻击 立刻返还护甲值百分之一伤害 且无反伤上限 第二特性更逆天 攻击可附带护甲 总值百分之一的伤害 嗯哼 灵言点了点头 微微一笑 怎样 这装备不委屈你吧 这太贵重了 这妖牛逼的装备 估计让土豪出价千万去买 他们都愿意 断得摇头 我不能要 哈哈 反正这装备 你只要绑定 就不可拆线 不可更换 想反悔也没用 灵言耸了耸肩 一摊手道 啊这 断得哭笑不得 老大 你这 咱俩之间不讲那么多虚的 以后跟着我干 搁带你飞 灵言拍了拍断得的肩膀 老大 我太爱你了 断得肉麻地抱了上来 灵言飞速躲开 我可不喜欢男的 你可不要让我男上加男 胖子挠了挠头 这特性简直跟我太配了 我有些太激动了 哦 灵言有些疑惑 二十万护甲你攻击 也才附带两千点伤害而已 胖子头摇得跟波浪鼓一样 飞也飞也 如果你知道我师父的核心技能有多变态 就明白我为什么这么激动了 说来听听 灵言来了兴趣 往生咒 一共有三曲 一曲超度 一曲流声 一曲同命 胖子面容严肃下来 这曲同命 可以共享一定范围内 有方单位护甲值的一半 最多可以共享六位队友 如果我身边在跟着几个超高护甲值的肉盾 灵言倒吸一口凉气 都说蜀光七英雄 或许是龙下帝国有史以来最强的英雄团 甚至功高盖主 被人亡忌惮 如今官知 所言非虚啊 想象一下 战斗时盲僧一曲同命 蜀光七英雄的护甲全部共享 那每个人的护甲会堆叠到多可怕的地步 面对这样的七个怪物 惩兄千年的僵尸王恶齐都被讨伐掉了 之前他还在奇怪 王阶生物怎么会被英雄打败 如今看来 灵言只能感慨 僵尸王恶齐真够强大的 你绑定我一下试试 灵言笑道 好 胖子将手搭在灵言肩膀上 下一刻 他的眼睛瞪得溜圆 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我乐得去 许久后段德才反应过来 我护甲直接增加了140多万 攻击力和反伤上限都暴增14000 老大 你隐藏得太深了 他知道灵言很强 但实在没想到会强到这个份上 他只能共享到一半的护甲 也就是说 老大的护甲已经接近三百万了 无敌了老大 咱们兄弟联手 天下无敌啊 胖子兴奋地手舞足蹈 他和灵言俩人光护甲加一起 就快五百万了 灵言微微一笑 胖子最多也就见过 现在的玩家核心首村boss 眼界很低 有这种错觉无可厚非 这游戏后期 各种数据怪物多得很 五百万也就在前期 值得称一句恐怖如斯 嗯 该上路了 灵言认真道 老大 你好好说话 你这么说话 我怕胖子吓了一跳 灵言咧嘴一笑 带着胖子找到了青稻子 你们可要想好 此去凶险 柳妖一族 有克制降临者的手段 若是发生最坏的情况 你们很可能会被 困在秘境里 无法返回 青稻子沉声道 这是千里挪移符 若是真发生最坏情况 就激活 他可以无视空间禁锢 强行让使用者挪移千里之外 放心 灵言接过挪移符 随即他咧嘴一笑 话说胖子你这么沉 我带着你一起挪移 会不会缩短挪移的距离啊 老大 没你嘴这么损呢 胖子翻了个白眼 这封潇潇吸一水寒的悲壮气氛 全叫你给破坏了 把心放在肚子里 我敢带你去 就一定会把你带回来 灵言的声音令人心安 柳妖一族他前世也打过一点交道 他是有一定把握 才敢接下这任务 否则 他不会用自己的安危去搞投机 即便是神字模板也不行 嗡 灵言触发了手中的传送卷轴 带着胖子一同进入了传送通道 炎帝小友 全靠你了 法师拱手送别 传送通道闭合之后 袁天人的身形也出现 放心 这小子没有几分把握 绝不会答应这件事的 袁大哥 轻道子问好 如今首要的事情 就是守护好宝 这次真理教得到了王险 那件造物 马上就会苏醒了 袁天人眼神深邃 以天刚的性格 就算明知道宝儿醒不来 也会倾尽手段刺杀 来增加自己的胜率 嗯 轻道子凝重点头 炎帝那小子 有他的战场 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战场 袁天人一挥袍袖 现在所能做的 都仅有尽力一站而已 炎霸 他踏出屋门 剑指一挥 斩落三颗 隐藏于屋顶的教徒头颅 踏踏 灵言带着胖子 踏出传送通道 老大 我怎么觉得 这里阴气森森的 胖子瑟瑟发抖 这是一处苍凉的森林 黑紫色的妖气浓厚 视野范围大大缩小 满目都是枯黑衰败的柳树 树身冒着绿色的农叶 散发出腐臭的气味 柳妖一族不是这样的 这里发生了变故 灵言眼神一鸣 随后他喝道 不好 请量不要呼吸这里的空气 嗯 老大 你下次能不能早点说 胖子已经脸色发紫 眼睛翻白 脑袋上开始冒出 五百 五百的提示 哎 灵言无奈地掏出醒神扇 这是王宝给他的宝物 可以唤醒心灵 啪 一扇子护在胖子脸上 给他胖脸打出一道印子 哎呦 疼死胖爷了 老大 你对兄弟都下死手啊 胖子一瞪眼 嘿 灵言二话不说 又一脚踹过去 把胖子狠狠地踹飞 砰 胖子飞出去的瞬间 一道带着血刺的藤腕 鬼魅般从天而降 刺入了地面 整片大地 都被这一击打的军裂开来 尘土崩飞 胖子灰头土脸地爬了起来 嘀咕道 老大 你这一脚 多少带点个人恩怨 灵言一刀斩出 给面前的血刺藤腕 造成了十万点伤害 先把这些麻烦的玩意 干掉再说 好嘞 段德举着反伤盾 一个泰山压顶 将要藤腕压在了身下 藤腕疯狂挣扎着 但却被不断地反伤 伤势越来越重 到最后 都没用灵言出手 血刺藤腕 就被段德活活压死了 好家伙 这玩意的经验真多啊 我直接升级了 段德惊讶道 他靠着盲僧给的黄金模板 已经进阶为职业者了 放心 这次柳妖族之行 运气好的话 可以让你二阶满级 灵言随意说着 详细端倪带写藤腕 随后皱眉 这不是柳妖族的生物 看来 柳妖族发生了一些变故 他站起身来 带着胖子 向着紫雾伸处走去 一路上都是枯败焦黑的柳树 还数字碰到代写藤腕的偷袭 灵言随手将其斩杀 惊艳珠都给了胖子 太爽了 段德咧嘴笑着 他一路升了好几级了 这些藤腕等级都在三四十级 是三阶生物 随便杀几个都够你升级的了 灵言微微一笑 走了许久 紫雾渐渐消散 终于走出来了 刚才那里实在是太压抑了 胖子吐槽道 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几道纤细人影拦住了去路 这几道身影虽然是人形 但头发却是柳树枝 随风摇摆 恶挪而妖艺 我们只是两个平平无奇的冒险者而已 灵言随意道 冒险者 你在说谎 无论你是不是在说谎 现在柳妖领地都不欢迎外来者 速速离开 否则我们就要攻击你了 柳妖族的女队长怒喝道 我们也不是要进去 就是问问你们 有没有万年柳木心脉啊 段德直白地问道 原来你们也是被血腾妖族勾结 涂抹我族质宝的盗贼 什么也不用说了 直接把他们干掉再说 几个柳木妖族愤怒道 嘿嘿 看看我们遇到了什么 柳木妖族的公主 要是把她活捉了 柳木酋长肯定同意把柳木心交出来 不错 正当柳木妖族要动手之时 一群身缠血色藤蔓的人形生物出现 眼神兴奋而适血 女队长眼神一慌 人数上 他们完全不占优势 她将柳木公主护在了身后 眼神戒备 一会儿打起来 优先护送公主离开 我来断后 安雅 柳木公主眼神焦急 这会儿选择断后和送死无意 不如我们做个交易 林妍在一旁好争以侠地提议道 你和他们就是一伙的 还有什么可说的 队长安雅瞪了林妍一眼 我跟你说话了 林妍直接看向公主 我带你出去 你带我见柳妖族长 如何 陌生人 凭什么要相信你 安雅皱眉 眉脑子就少说话 断得都看不下去了 我老大谈生意呢 你别在那里叽叽歪歪 你 安雅 背弃得脸色煞白 公主 不能相信他们 他们就是想把你骗走 柳木公主思索了片刻 展颜一笑 好啊 我相信你 只要你说到做到 嗯 林妍点了点头 直接将柳木公主拉到了身边 随后带着胖子大摇大摆的 像把包围圈外走去 血腾一族的首领看傻了 见林妍真要带着公主离开 不由得勃然大怒 你当我们不存在 这种蔑视 太羞辱人了 不想死就都让开 你们还不值得我出手 林妍淡淡道 咯吱咯吱 血腾一族首领瞬间杀了过来 身上的血腾化为血影 杀向林妍 林妍冷漠看了其一眼 既然你想死 成全你 他瞬间出刀 叠浪三刀 配合研刀 叠刀 瞬间打出了几十万点伤害 血腾首领瞬间就被斩杀成了好几段 躺在血泊中 咕噜 这可怕的一幕 令所有人都看待了 好强 血腾族的士兵都冷汗直流 队长可是满级精英 居然被一个照面就秒杀了 踏踏 林妍带着公主 向着包围外信部走去 一时间竟然没有人敢阻拦 怎么还在这里站着 都想死吗 林妍环视一圈 眼神冷锐 队长都死了 咱还是先撤吧 对对对 血腾一族的战士战役全无 转身就逃回了紫屋之中 安雅看呆了 自己刚才居然对这样可怕的大佬 大呼小叫 他脸色皂红 低头带着手下 紧紧跟在林妍身后 羞愧地离开 公主眼神好奇地打量着林妍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踏踏 很快 他们来到了柳妖族的核心大殿 柳妖族的族长 焦急地看着战报 愁眉不展 族长 公主回来了 有人禀报 柳妖族长眼神一震 站起身来 我的女儿 你终于回来了 可带回了好消息 柳木公主摇了摇头 牡丹一族和白羊一族 都不愿意伸出援手 都在坐山观虎洞 哼 真是养了两头白眼狼 平常吃了我们这么多好处 到了用到他们的时候 却不断推脱 柳妖族长虽然愤怒 却也无奈 血腾一族族长 突破到了英雄阶 虽然只是白银进阶 但终究是踏入了 英雄的领域 我柳妖一族 这次危险了 林妍在一旁听着 已经了然了内情 柳妖一族和血腾一族的族长 本来都是满级黄金大师 但如今 血腾一族族长 先得到了白银英雄 进阶母版 成为了英雄级 所以才野心勃勃地 要吞并柳妖族 这两位是 柳妖族长 注意到了林妍和胖子 他们是冒险者 也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次要不是他们 女儿我就回不来了 公主大方地介绍道 哦 柳妖族长感激无比 两位冒险者 大恩不言谢 你们有什么 想要的宝物吗 我柳妖一族 都会尽力满足 老族长 你人乖好嘞 我们正好想要个万年柳慕星 你们有没有 胖子直接问道 这一刻 老族长面容一僵 全场都寂静下来 柳慕星是我族体内 结成的精华所化 若是百年或者千年份的 倒还是可以商量 柳妖族长摇了摇头 万年柳慕星 即便是柳妖族 这么多年的传承 也不过三枚 皆是镇族之宝 千金不换 你们还是换一件宝物吧 林妍眼神一闪 果然没有那么容易 嘿 老头 你刚才不是还说 柳妖族要被灭了吗 都快亡族了 还留着镇族之宝干嘛 还不是都被敌人抢走了 我爱说实话 胖子口直心快 毫不遮掩心中想法 放肆 你凭什么敢这么说 小小血腾族 我们请客间 就能让他们灰飞烟灭 几位柳妖族战将 都愤怒无比 眼神喷火 你们这么厉害 还被人家打得出去求援 公主都差点被人劫走 胖子撇了撇嘴 一脸不屑 你 柳妖族战将都抽出武器 恨不得当即 就与胖子干一架 都冷静 柳妖族长可缩了一声 平缓了气氛 他眼神深邃 看向灵妍 你当真 想要万年柳木星 倒也并无不可 只要你能帮我族击退 雪腾族 免去这次灭族之祸 我自然可以将其赠送给你 哼哼 族长 你不会觉得 随便冒出来几只阿猫阿狗 就能击退雪腾族吧 就是 雪腾族中强者如云 就凭他 几个柳妖族战将 都冷笑道 我意已决 你们不必多言 柳妖族长挥了挥手 随即他微笑着看向灵妍 我刚得到密报 密报上记载了雪腾族长的行踪 如果你们能在路上将其击杀 便算你成功 并且可以带走万年柳木星 如何 一言为定 灵妍点了点头 不过 你需要展现你的诚意 柳妖族长点了点头 发布了任务 任务就和修仙世界的天道誓言一样 一旦违背 会有很可怕的惩罚 灵妍看了眼信息 任务名称 截杀雪腾族长任务评级 白银五阶任务标准 成功击杀雪腾族长 并带回其头颅 任务奖励 万年柳木星任务实现 一天灵妍点了点头 如果你还觉得不够信任我 我可以派我亲爱的女儿 以及我柳妖族第一大将 安雅 陪你一起去执行任务 柳妖族长大气道 就这么办吧 灵妍点了点头 便带着段德 走出了大殿 公主柳福看了眼柳妖族长 盈盈一笑 便带着安雅 一起出了大殿 大殿之中 组长 为什么将那么重要的密报给她 且不论她有没有能力 我们能否真正信任她都还没确定 几位柳妖将领 都疑惑问道 柳妖族长神秘一笑 等明天 你们就会知道一切 柳妖族帝之外 公主柳福与灵妍并肩而行 你真要去截杀雪腾族长 灵妍点了点头 不错 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柳福迎牙紧咬 纠结许久后还是问道 什么奇怪 灵妍挑眉笑问道 我父亲先是派我以身视险去求援 如今又派我和你去执行这种危险任务 柳福眼神坚定 既然下定决心要说 就不能再迟疑 哦 原来你早就看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是傻的 灵妍淡淡一笑 说道 柳福猛了 请你说明白点 灵妍点了点头 这本来是 你们的家事 没有什么好处 我也懒得多说 但既然你说到了这里 我便提醒你一句 你最后会死在你父亲手上 前世他了解过一些柳妖族的信息 柳妖族组长 未来会成为柳妖王 其最出名的事迹 就是扫灭八大妖族秘境 再一遇称王 称王之后 还诛杀了最大的功臣 自己的女儿和女将安雅 其前期形式风格 都是懦弱无为 一旦展露獠牙 便残忍而迅速 因此 被评价为 最会藏桌的尖雄妖王 柳福久久不语 随即苦笑出声 我以为我父亲的伪装 只有我一人看出来了 没想到 他的野心 竟然早已路人皆知了吗 林妍并没多解释 只是耸了耸肩 即便他不知道未来 几次三番让女儿 去做和送死无意的任务 这柳妖族长 肯定也没安好心 既然你知道他的野心 就应该明白 这次他让我们去刺杀血藤王 必然是想借刀杀人 柳福急切道 嗯哼 我知道 林妍点了点头 你知道还去 安雅在一旁 终于憋不住了 吐槽道 老大自有妙计 你这蠢蛋 不要多嘴 段德虽然也听了个云里雾里 但下意识就想对安雅 林妍微微一笑 难道你有什么妙解 柳福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你既然连杀白银英雄血藤族长的勇气都有 那你有没有杀我父亲的勇气 林妍一愣 好家伙 这可真是个大笑女 这一家子父子女校的 简直是新时代家庭好恺魔呀 他不仁别怪我不义 柳福向来平静的眼神涌出狠力 他想杀我 我为何不能杀他 你敢不敢跟我干 如果成了 我自然也会给你万年柳木星 林妍叹了口气 帮你明显 没有帮你父亲的迎面大 你说是不是 同样的筹码 可没有办法打动我 柳福一咬牙 直接向林妍发布任务 林妍好争以侠的看了看信息 任务名称 试杀柳妖组长任务评级 黄金四接任务标准 成功击杀柳妖组长 并保证柳福接替组长位置前的生命安全 任务奖励 万年柳木星加100属性点 加1W金币任务实现 此时微微一笑将任务接下来 好 现在随我回去完成任务吧 柳福转身就要回足地 急什么 林妍微微一笑 啊 那你还要做什么准备吗 柳福皱眉 当然是先去杀血藤组长啊 林妍理所当然道 你再玩我 柳福大怒 做买卖总有个先来后到 不把血藤组长的头颅拿回去 你父亲会完全信任我 让我刺杀吗 林妍随意编了个理由 他有自己的算计 这 柳福沉眉 觉得林妍说的也有几分道理 好吧 不过 你真有把握杀血藤 想活命 就听我的 林妍不再废话 向着血藤组长的密包路线走去 狠近了 林妍眼神凝重 行走在紫雾之中 如今血藤一族 已经全面入侵了柳妖一族 柳妖一族的秘境 被侵占了大半 所以 很容易碰到血藤一族的士兵 只要遇到 他们就直接动手 不留活口 杀这些怪物 真是太赚了 又生了好几级 胖子咧嘴笑着 这算什么 这次从密境出去 保你二阶升到满级 林妍冷笑一声 他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已经预测个八九不离十了 停 他一招手 四人全部停下了脚步 他们扒开面前的草丛 便见到了一处行营 这是临时驻扎的营地 规格很高 外面巡逻看门的 都是三阶精英级别的战士 看来 这就是血藤首领的所在地了 林妍思索着 你们先别出去 我进去探探 啊 柳妖有些惊讶 你 还没问完 林妍已经开启隐身披风 消失在众人视线中 隐身 柳妖一身冷汗 这个冒险者 底牌真可怕 无论是隐身技能 还是隐身宝物 都是极其难以得到的 她的身份 不简单啊 柳福岳家确信 自己找对了帮手 踏踏 林妍如入无人之境 在敌营中穿行 血藤一族 拥有心灵法师的代率不大 妖族都喜欢玩莽战士 并不喜欢精神法术这种技术活 很快 她便在忠心行营中 看到了血藤族长的身影 她正在看着地图 分析战场形势 身旁空无一人 哼 果然如此 林妍微微一笑 回到了草丛后 显现了身形 怎么样 段德连连问道 这几个守门的精英战士 营帐中只有血藤首领一人 林妍如实道 哼 这个血藤 进阶了英雄级之后 便目中无人 觉得世上无敌了 行营守备 敢如此空虚 简直是狂妄 柳福冷声道 飞眼 林妍摇了摇头 看来这柳福 除了孝心狠足之外 智商属性并不高 行军之中 一方首领的行踪 岂能轻易被探查到 血藤分明是故意泄露了自己的行踪 想要诱敌深入来杀他 林妍分析道 来刺杀他的 必然是柳木一族的顶级高手 这样 他就可以轻松地 解决掉很多火患 柳福一点就通 恍然道 不错 林妍点了点头 刺客完成隐秘刺杀 伤害成时 如果再暴击 可以伤害再取整翻倍 所以 各族培养的顶级刺客 是有机会靠刺杀杀死敌人首领的 即便是刺杀不了 也能造成重伤 令其在之后的战斗中 失去最好状态 毕竟这个游戏 回血是极其困难的 那现在怎么办 柳福有些心惊肉跳 他可没想到这一层 如果刚才莽撞地杀进去 怕是直接就会掉进雪藤组长的陷阱 先找到他埋伏在周围的高手 全都清理掉之后再动手 林妍直接道 你们两个跟着胖子 咱们分成两队 从两个方向沿着弧线清理 会合时正好能清理一圈 好 柳福现在对林妍很是幸福 毕竟刚才林妍相当于救了他一命 说干就干 林妍直接动身 以他的经验和直觉 很轻易就能发现埋伏 胖子他们估计很难做到完美清理 但这一次 就是为了削弱血藤的埋伏力量而已 哼 果然有埋伏 林妍蹲在树叉中 看着下方盘膝而坐 等待杀出去的血藤将领 冷笑一声 六十级的白银大师吗 不值一提 他直接飞扑下去 严刀起手 叠浪三刀配合叠刀 瞬间就打出去舞 六十万输出 谁 盘膝等待的血藤大师 还没等站起身来 刚刚惊骇地睁开眼睛 就被直接秒杀了 堪称天降恨祸 坐着被砍成了五六段 鲜血直流 林妍丝毫没有停留 继续清理埋伏 一路上 足足干掉了十几位白银大师 这埋伏还真够多的 林妍皱眉 他自己就清扫了大半圈 胖子那一对 虽然有三个人 但效率还不如他一个人快 嗯 黄金大师 林妍看着眼前的妖艺男子 他身上血腾如触手一般摆弄 正在吸干一位柳妖族少女的血液 只有五十级 刚进阶的黄金大师 他冷笑一声 血腾妖族这种种族 大师级黄金母板及其难得 估计这人就是血腾族长的儿子了 想秒掉他有点难 林妍皱眉 即便是刚进阶的黄金大师 血量也有百万 加上护甲 血甲值基本要逼近两百万 老大 怎么办 胖子此时也带队清理完毕 和林妍会合 咱们一起上 看能不能秒掉他 林妍沉声道 秒掉他 根本不可能 你们要知道 他是血腾族长的儿子 黄金大师 虽然刚进阶 但光是血甲值 就将近两百万 安雅感觉不可思议 这数值比他还可怕 如果能秒掉 岂不是他也能被秒杀 你有多嘴 凶大无脑 段德一直看安雅不爽 我可以提供一张魔法卷轴 爆炸之后 能瞬间造成六十万点伤害 柳福则很冷静 开始凑伤害数值 我的往生 可以造成一秒钟的控制效果 胖子沉声道 并且在此期间 倾尽全力 大概可以打十万输出 我只能提供五万输出 安雅羞红着脸 他这个柳妖族第一战将 相比之下攻击数值太寒酸了 真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既然有控制技能就好说了 剩下的伤害缺口我来补 林妍微微一笑 我靠 老大 真的假的 胖子瞪大了眼睛 现在可还差一百二十万伤害缺口呢 放心 交给我吧 动手 下一刻 四人再无迟疑 轰然爆发 胖子口送往生咒 将血腾公子控住 柳妇一个卷轴丢过去 毒液喷涌 直接腐蚀掉了 其六十万护甲 胖子和安雅赶到 倾尽全力 轰杀在血腾公子身上 又打掉其十六万护甲 你们是什么人 血腾公子眼神血红 接近暴怒 但他刚正脱控制 一拳轰出时 一道强势无比的身影 便降临 攻速药水 毒剂药水 火焰药水 寒冰药水 回来药水 冷缩药水 蝶道 蝶浪三道 炎道 九重雷闪 毒凯 反伤 踏风行 雪中个 削铁如泥 剑豪秘技 剑豪战魂 这一刻 灵眼底牌全开 打出了自重生以来 最绚烂的一波连击 死 单凭药水的属性增益 和伤害增益虽然少 但架不住灵眼的药剂多啊 加上剑豪秘技词条的伤害翻倍 灵眼这一波 直接打出了超过百万伤害 不 血腾公子被击飞到半空中 拿出传讯玉牌 就要捏碎 你没机会了 灵眼一跃而起 长刀劈下 扑吃 本来就只剩个血皮的血腾公子 在这一刀之下 顿时被斩成了两截 啪叉 两截身躯摔在地上 红绿色的血液直流 大量金焰珠和宝物 爆了一地 真是一次酣畅淋漓的秒杀 胖子惊叹地摇头 老大的爆发伤害 简直太恐怖了 柳福和安雅 也像是看怪物一般 看着灵眼 刚才那一波操作 在他们看来 无异于天神下凡 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不要发愣了 灵眼敲了敲柳福脑瓜 让他回过神来 他目光看向中心大营 刚才他施展了九重雷闪 必定惊动了血腾组长 果不其然 下一刻 大营周遭 阵法转动 整片天空顿时化成了一片血红 粗大的血腾从阵法地面中生长 嗜血的舞动 魁梧的身躯从营帐中走出 背后的缠绕的血腾散发着可怖的血光 他目光犀利 环视四方 给我出来 回答他的 是一道俘虏 哄 俘虏在他面前炸开 火焰喷出 将他的脸烧成了黑炭 他的脑袋上 缓缓飘出 四灵搭背流的提示 笑死了 装什么笔 又帅不过三秒 毒蛇胖子的捕刀传来 哄 雷鸣在想 零炎刹那间出现在血腾面前 研刀披落 火焰伤害之下 血腾组长上半身都成了黑炭 好 血腾组长被激怒 背后血腾轰然出手 速度快到极致 吃吃吃 零炎接下来的攻击 被密密麻麻的血腾防住 只得抽身而退 面对英雄接强者 虽然如今他足够强 但依然要谨慎 因为进阶英雄之后 便会拥有自己的核心技能 一旦施展而出 足以逆转战斗 任何一个英雄 都不能小觑 他一个高级探查术丢出去 血腾组组长 腾灾种族 妖族 木 职业 法战英雄等级 70生命值 813W 护甲 725W攻击 127000 物抗 300 法抗 300装备 附魔关刀 腾甲血铠 千年腾靴 技能 腾盾 生命夺取 腾铁鞭 木盾术 土盾术 木翼滑翔 血海迷雾 空甲暴 血腾统域 致命缠绕 腾龙血杀术核心技能 木之化龙宝物 等级差了4阶 等级差距60级以上 即便是高级探查术 都难以将其信息完全获取吗 灵眼眼神凝重 他要走全神次路线 这种微小的代价 是必须承受的 高级探查术之上 便是探查之眼 这种五星技能 新手村应该是搞不到了 正当他思虑之时 血腾组长腾仔冷笑一声 柳妖族长还是 那么愚蠢 我会将行踪那么容易 就被他知道吗 你们中计了 今天 你们谁也别想走 灵眼冷然一笑 这种雕虫小技 也就片片三岁又童了 你们妖族老老实实 当网战士就好了 不要学人类勾心斗角 徒增孝儿 死到临头还嘴硬 腾仔大吼一声 我的战士们 都出来吧 出来吧 来吧 啊 尴尬的 长久的寂静 无人应答 腾仔脸上露出一抹惊骇 不敢置信地看向灵眼 你们都干了什么 别挣扎了 你的伏兵都被我们杀了 断得撇了撇嘴 那我的儿子呢 我儿 快出来与为父并肩而战 腾仔有些慌了 那可是下一代 藤族组长的唯一候选人 绝不能出事 你是在找他吗 灵眼冷笑一声 将腾仔儿子的头颅丢了出来 滚落在腾仔脚下 不 我的儿子 腾仔眼睛瞬间血红了 你们可知道 你们在挑衅一位真正的英雄 白银英雄罢了 灵眼驾刀 他早想与英雄一战了 给我死 腾仔怒吼 既然柳妖那老鬼的人 杀了我儿子 我也要他的女儿死 他身形直冲柳福 柳福脸色一白 他也刚刚进阶黄金大师 被一尊英雄近身 很快就会被干掉 哼 也太看不起我这肉盾了吧 胖子举着荆棘之盾 挡在柳福面前 哼 什么无名小辈 也配来阻挡我 腾仔气笑了 他探查了胖子的等级 居然才二十多级 简直笑死人了 一个二阶职业者 竟敢挡在他七十级英雄的路上 找死都不是这么找的 他信心无比强大 自信这一刀足以取胖子性命 砰 关刀斩在荆棘之盾上 冲击波将周围的土地都掀翻 但胖子竟然纹丝不动 负三万 胖子因为完美格党 所以只受了格党伤害 吃我一顿吧你 胖子一顿砸在血腾脸上 反伤加上胖子的攻击 让血腾暴跌五万护甲 怎么可能 腾灾被砸懵了 如至梦中 现在二十几级的冒险者 都强大到这种程度了 太离谱了 你码的 简直逆大天 还有更离谱的 你要不要看 灵岩已经杀到了腾灾背后 一刀斩落 呼呼 腾灾忌惮无比 背后的血腾挥舞 挡下了灵岩这一击 他忌惮地看向灵岩 这小子 显然才是最恐怖的那一个 腾灾一扫灵岩的信息 差点当时跪在地上 九级 卧槽 一个比一个逆天 原本被愤怒冲昏的头脑 顿时清醒了不少 这两个冒险者 太协议了 他不得不谨慎对待 否则今天怕是要阴沟里翻船 看起来 你脑子清醒了不少 灵岩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今天的好戏 便要正式登场了 你在说什么 血腾塔皱眉鹤问 辽妖族长 你还躲在暗处 准备御棒相争 渔翁得利吗 给我滚出来 灵岩爆喝一声 声音震荡整片紫雾森林 什么 柳妖老怪亲自来了 我父亲跟来了 藤栽和柳福都大惊失色 痴痴 风云搅动 紫雾都被吹散 苍老的身影 踏着妖风而来 结结结 真亏你能猜得出老夫的心思 你这冒险者 果然是有备而来 柳妖族长 刘鬼的阴森笑声传出 你还真来了 藤栽冷笑一声 你的性格向来平庸谨慎 怎么突然如此勇敢了 明知道我已经突破英雄阶 还敢以身犯险 不怕我连你一起杀了 杀我 就凭你 柳鬼副手而立 霸气肆意 和平月间的气势 完全不同了 他森然一笑 本来指望借你的手 除掉我的女儿 没想到你 竟然蠢到这种地步 被一个小小的冒险者 耍得团团转 既然如此 那你们就一起 死在这里吧 柳鬼眼神冷卧 气势冲销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柳福懵了 灵言嘴角一挑 很明显 一开始是藤灾设计 要埋伏柳妖一族 你父亲将计就计 准备借藤灾之手 除掉你 如今眼看计划泡汤 他只得亲自出手 解决所有麻烦 他早料到 今日的战场 会演化成这个局面 真正的战斗 才刚刚开始 哼 你这变数 确实是我没想到的 本来这可是 本座天衣无缝的计划 柳鬼愤怒地看着灵言 若非灵言破坏了他的计划 他就可以借着柳福之死 激发柳妖一族的团结之心 名正言顺地 带着所有柳妖一族 疯狂复仇 一举解决掉所有的祸患 这么完美的计划 全被这眼底给破坏了 那又如何 藤灾满不在乎地冷笑一声 你区区一个黄金大师 也敢打我的主意 我一只手都能捏死你 灵言无奈摇头 这藤灾确实有点蠢 柳鬼如此擅长隐忍 甚至最后 成为一代王者 实力上自然也会藏桌 如果他所料不错 柳鬼如今 必然已经是英雄阶了 一只手捏死我 柳鬼鸣笑一声 大手一抓 绿色的柳条如海一般横扫而出 携带着可怕的气势 拍在藤灾身上 25W 藤灾的护甲 被这一击打得破损 等阶越高 隐藏自己信息的能力越强 虽然灵言有高级探查术 但也只有英雄 开启战斗状态后 才能成功探查 柳妖族长 果然是英雄阶 而且还是黄金英雄 灵言目光凝重到极点 虽然刚刚进阶 但黄金英雄的战力 放眼龙下帝国 都堪称恐怖的存在 藤灾面色一白 他刚突破就迫不及待地杀来 和老谋深算 沉得住气的柳鬼一比 实在是太打脸了 人家都进阶黄金英雄了 毅然不声不响 闷声发大财 藤灾 既然看清了形势 便应该清楚 谁才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灵言漠然出声 先联手杀了柳鬼 再算其他仇怨 他之所以要先来杀藤灾 就是因为 料到柳鬼藏了一手 如果柳鬼真是黄金英雄 则必须要引入一股新的力量进来 三方制衡 才有可能达成终极目的 原来 你打的是这个主意 柳鬼冷笑一声 可惜啊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屠楼 他与地面融为一体 身如清风 瞬间杀到藤灾面前 法杖砸下 可怕的光芒迸发 无数柳条从法杖中延伸而出 将藤灾直接束缚 柳条不断地锁紧 藤灾的护甲不断地崩溃 随后 柳鬼瞬间转身 如风般杀到灵炎面前 坏事的小子 我要让你后悔 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柳鬼怒吼一声 灵炎确实攻击力超群 但他不幸 一个九级冒险者 血量能厚到什么程度 他一个技能下去几十万伤害 随随便便杀 哼 灵炎身形瞬间消失 九重雷闪发动 跟我比身法 柳鬼冷笑一声 土盾树发动 身如柳峰 竟然丝毫不比灵炎九重雷闪速度慢 甚至隐隐超越 炎道 灵炎挥刀斩出 与柳鬼一边高速移动 一边对决 柳鬼的柳条实在是太多 想要突破其防御 以他如今的攻速 只能以伤换伤 吃吃吃 几个柳条突破了灵炎的防御 若是癌上 少说就是几十万伤害 灵炎直接抛出王板的耳坠 这次来做任务 王铁匠将王板的耳坠赠予了他 喷喷喷喷 几十层防御罩 自灵炎面前生成 却被这些柳条不断戳碎 仅仅一次攻击 就让防御照破了近一半 好 柳妖老鬼 你该死 腾灾挣脱了柳腹沙 周身血腾狂舞 追了上来 直接祭出了绝招 腾龙血杀术 他的身躯诸多血腾扭曲 化为一条木龙 血物浩荡 胸利无比 要将柳鬼一口咬杀 柳妖护铁 柳鬼身上妖气蒸腾 化为一套妖气铠甲 咔嚓 血腾木龙咬上去的瞬间 妖气铠甲便蹦碎 柳鬼的胸腔都被咬穿 红绿色的血液蹦剑 令他闷哼一声 77W即便用妖气铠甲护体 柳鬼依然被是咬掉了七八十万护甲 呸 柳鬼吐出一口鲜血 阴森咧嘴一笑 腾龙血杀术 不过如此 灵妖并不意外 一尊未来的王者 肯定是心性坚定而强大的 胖子 你保护好柳福两个 接下来 我顾不上你们了 灵妖嘱咐了一句 再度冲杀了上去 柳鬼 又战力非凡 瞬间便打得沉烟四起 血气冲销 好可怕的战斗 柳福冷汗层层 这就是英雄级的战斗吗 好小子 能逼我用出一个底牌 算你有几分本身 柳鬼眼中杀鸡疯狂 随后从怀中掏出一块血牌 一把捏碎 哄 血色令牌瞬间爆炸 血色的浪潮想四外宣泄 将腾栽与灵妍的身形全部控住 死 柳鬼大叫一声 杀鸡迸发 身后柳枝化为索命镰刀 向着两人杀来 灵妍冷笑一声 将解控药剂不断服下 身体瞬间脱离控制 磨刀千刃化为盾牌 将袭来的柳条 全部挡在外面 饶氏如此 也受了接近十万的冲击伤害 腾灾就更倒霉了 被控了足足十秒钟 被打掉了三百万多点伤害 该死 腾灾心慌了 灵妍这小贼 虽然等级低 但乱七八糟的手段太多了 要是耗下去 第一个死的绝对是他 身体都扭曲起来 他身上缠绕的血腾刺入身体 整个人已经没有了人形 血腾在他身上不断地滋生 彼此扭曲缠绕 最终 他整个人居然化为了一条十余米巨大的 由血腾化为的木龙 腾灾的核心技能 木之化龙 灵眼眼神一宁 腾灾之龙怒吼一声 将流鬼直接缠在其中 配合生命吸取 让流鬼的护甲不断地蹦碎 身躯都在枯败 哼 生命萃绝 毒牙寄生 流鬼早就搜集了不少腾灾的信息 懂得如何克制对方 下一刻 腾灾之龙身上 各种毒牙生长 冒出绿色的毒笼 腐化着木龙身躯 这些毒牙链接在流鬼身上 竟然让他的护甲损失和吸收之间 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 嗡 流鬼一念之间 周遭百米内 柳树破牙而出 很快就成长为森森大树 这些柳树之牙极长 化为无数绳索 将腾灾之龙紧紧地束缚住 一层包一层 磨刀千刃化为一道保护膜 随后将心灵法师纳欧死后 缴获的诸多保命底牌丢了出去 不断抵御着柳妖季节的侵蚀 砰砰砰砰砰 诸多防御罩不断破碎 但始终没有被彻底攻破 哼 小崽子 花活还真多 一会儿再收拾你 流鬼眼神冷静 若是再不祭出杀手锏 腾灾该脱困而出了 草木祭面 他法杖挥舞 祭出了必杀祭 吃吃吃 白米内的柳妖季节顿时开始枯萎 死气弥漫 一切沾染 这股死气的生灵 都将随着这些草木死去 吼吼吼吼吼 腾灾之龙不断扭曲挣扎着 显然遭受着巨大的痛苦 即便灵妍进行了完美防御 在死气侵染之下 都在不断地掉甲 更别说如今被彻底束缚的腾灾了 好 腾灾眼神血红 身躯之上生成诸多荆棘木刺 倾尽全力搅动 终于将身上的柳条全部挣脱破碎 他一尾巴拍在柳鬼身上 随后一个龙摆头将其撞上天穷 柳妖老鬼 今天必杀你 他施展空甲暴 在空中不断轰杀柳妖 足足轰杀八次 将柳妖状飞到百米高空 才是解 轰轰 两人从高空坠落下来 腾灾之龙的身上 竟是腐蚀和破败的伤痕 护甲进阶破碎了 柳鬼则浑身沐浴鲜血 胸甲也碎裂塌陷 虽然模样凄惨 但两人都杀鸡冲天 如正在死斗的两头腰绒般 呸 柳鬼摸了一把脸上的血迹 这就是你的底牌吗 你可以去死了 他手臂高举 竟然化为一杆风锐的长矛 英雄之矛 是 他一矛扎进了已经重伤僵直的 腾灾之龙的龙木之中 带起一片血浆 差不多了 林妍查看着 如今重伤的腾灾 只剩下三百多万血量 再不救一救 他就得独自面对柳鬼了 哼 九重雷闪施展 他一扇子敲在腾灾脑袋上 醒神扇功效很粗暴简单 唤醒精神 这一扇子 相当于给腾灾打了一记兴奋剂 令他顿时振奋起来 重新拥有了战斗能力 好的母板 决定战斗水平的上限 这两人之前本没有什么差距 就因为 流鬼是黄金进阶 腾灾基本被压着走 林妍对神赐母板的欲望 越加强烈 你控住他三秒 我给他一次重击 林妍大喝一声 直接掏出了纳欧的压箱底卷轴 一把捏碎 哇 可怕的精神攻击冲出 让流鬼受到了巨大冲击 露出了破绽 好 如今想活命 只能听林妍的 腾灾再无迟疑 将流鬼缠绕控制 林妍全力爆发 再度用出所有的药水和技能 将输出拉到了极致 你女儿为了杀你 准备了九张五戒卷轴 你先吃下吧 他将五张卷轴摁在流鬼脸上 这些卷轴 都是柳福偷偷用千年柳木星交换的 他早感受到了危机 为了弑父 暗中做了无数准备 轰轰轰轰轰轰轰 五大卷轴 连带着林妍一波强横到极致的输出 流鬼不断遭受着巨大的冲击 120W 133W 巨大的伤害数值 提醒在他脑袋上不断冒出 短短三秒钟时间 林妍直接将流鬼的护甲值全部砍光 身上装备全部爆碎 叔子 畜生 流鬼暴怒到了极致 他一生藏捉 甚至进阶黄金英雄都不吭不响 此时爆发权力 居然还吃了这么大的暴亏 他愤怒到了极致 这道底牌 本来是为了对付我女儿的反扑的 现在给你们用啊 流鬼拿出一瓶药剂 鼓鼓服下 整个人体型暴涨了数倍 柳叶都化为了金属光泽 危险而锋锐 给我死 流鬼狂暴了 双手肌肉蹦起 青筋都爆出来 他倾尽全力一撕 竟然将缠绕他的藤灾之龙 硬生生地从中间撕开 手撕巨龙 我了个乖乖 一旁的胖子 看得瑟瑟发抖 他本来觉得自己联动灵炎 绑定出五百万护甲总量后 已经可以独步天下 纵横神徒了 但见到今日的战斗 他才知道自己有多幼稚 给他肥胖的心灵 带来了巨大的震撼 扑扑扑 流鬼沐浴龙雪 将垂死的藤灾丢在地上 一脚跺了上去 将藤灾的脑壳都踩塌陷 死吧 流鬼掩路疯狂 巨大脚掌再度压落 就要彻底结果藤灾 住手 灵炎眼疾手快 瞬间出现在藤灾身前 藤灾眼中带喜 难道不用死了 流妖心中一沉 生怕灵炎再搞出什么诡异手段 脚下慢了一拍 让我独享惊艳 灵炎眼中带着喜色 攻速达到极致 抢先一步 一刀将藤灾的木龙龙手切下 嗡 杀掉藤灾的瞬间 海量的惊艳珠涌出 被灵炎收进了背包之中 随后 他又将藤灾爆出来的装备和宝物 一并收走 然后如风一般离开 你都干了什么 流鬼暴怒到了极致 升街英雄之后 升级的经验值需求暴增 杀掉藤灾之后 他明明可以凭此升级 结果却被这老六炎帝给抢先了 灵炎咧嘴一笑 废话少说 快点兑现承诺 我不把你碎尸万段都是恩赐 你还要什么承诺 流鬼气得头上的柳条都直立起来 你给我的任务 杀掉藤灾后 将其头颅带给你 灵炎将藤灾的脑袋丢给流鬼 现在我完成了任务 你难道要违背誓约吗 我杀了你 流鬼气得眼睛通红 柳福在一旁看得笑出了声 炎帝是会恶心人的 我提交任务 你却变成了我的敌对方 并且拒绝交付 这可是相当于违背了天道誓言哦 灵炎冷笑着 破 流鬼一口老血吐出 三千的提示不断自他脑袋上冒出 他怎么可能随意身将镇足之宝带在身上 灵炎咧嘴一笑 根据神徒的天道规则 这种情况 算是流鬼违背誓言会承担惩罚 除非自己生死 或者对方完成誓言 这种惩罚才会结束 炎帝 这也在你的计算之中吗 柳福看向灵炎的眼神 越加崇拜 接下来 我这也无需跟你交战 缠住你 不出一个小时 你就会生死 灵炎淡然道 咯吱咯吱 哈哈哈哈 流鬼怒笑出声 你不会觉得自己很聪明吗 以我的实力 杀你如杀蚂蚁 还用得了两个时辰 他轰然出手 整个人化为紫雾妖影 在狂化状态下 速度比之前快了接近一倍 灵炎即便施展九重雷闪也难及 但这也并非没有代价 狂化药水对他的腐蚀 也产生了让他每秒扣 三千点血的负面效果 看来 你只有半个小时的活头了 灵炎撇嘴一笑 给我死 流鬼被彻底激怒 攻击越加疯狂 即便以灵炎的能力 基本可以实现完美防御 但黄金英雄狂化状态下的冲击伤害 也不让小雀 短短一分钟的交手 他的护甲就被冲掉了上百万 现在 你还觉得自己能活到最后吗 流鬼狂笑着 眼神癫狂而恐怖 灵炎面色平静 心中却一沉 腾灾实在是不给力 刚配合自己 把流鬼的护甲全部打掉 就被干掉了 真是当个工具人都当不好 亏自己还救了他两次 黄金英雄的战力太可怕了 动用了这么多底牌 利用了这么多优势 穷尽算计 想杀他 还是难之又难 灵炎钻井双全 实力 他的实力虽然傲视当今所有玩家 但想搅弄整个神土的风云 还是差得远啊 他不断服下药剂 并且将刚刚缴获的藤灾宝物 全部甩出 不惜将之爆掉 也要拖延时间 吃吃吃 他寻找刁钻角度 不断给流鬼 造成实质伤害 但对方血条实在是太厚 即便浴血拼杀 结局也并不明朗 老大 我来助你 胖子大吼一声 直接抛下了柳芙两人 老大都要出事了 这两个脱油瓶死不死的 谁还在意 他直接挡在林炎面前 我为你争取时间 老大你尽情输出 断得眼神坚定 举着荆棘之盾 不断为林炎承受伤害 好兄弟 林炎点了点头 压力顿时减小了不少 该死 流鬼眼神闪烁 有了胖子加入 他迎面瞬间降低了三成 哼 一切都在我掌握之中 虽然心中愤怒 但流鬼依然很冷静 他看向柳芙 嘴角闪烁嗜血的笑意 乖女儿 把你吸干之后 微服应该有时间 能拖到回到大本营吧 柳芙脸色一白 下意识就要逃 但他的速度 岂能和流鬼相比 几乎瞬间 他就被追上 流鬼一仗打出 柳条将柳芙和安雅全包裹 生命萃取 老大 胖子有些慌 柳芙要是也死了 这万年柳木星怕是 真泡汤了 灵言冷笑一声 挥了挥手 不急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柳芙对流鬼早有防备 师父之心 不知藏了多少年 肯定藏了很多手段 怎么可能 只有那几个卷轴 即便柳芙没留什么手段 我们也不急着出手 要留存一些实力 不然流鬼死后 我们也重伤的话 死的就是我们了 灵言冷淡道 你是说 柳芙也是敌人 胖子则舌 这种从小就有师父之心的女人 你觉得能是善茶吗 灵言咧嘴一笑 卧槽了 我突然不会玩游戏了 断得吐槽 玩这游戏 没有八百个新颜子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这些NPC都是人精吧 炎帝救我 柳芙急切叫着 他的血量飞速降低 见灵言没有救援的心思 他眼神渐渐冷下来 脸上也没了慌万之色 果然不好对付 他咧嘴一笑 看向流鬼 父亲 你觉得 我有几分像你 流鬼心头一跳 暗道不好 这女儿随了自己的寅远性格 这会儿终于要展露獠牙了 请您接招 柳芙直接摆出了三个任务提交申请 什么 流鬼眼睛一跳 骇然大吼一声 那三族都同意支援了 你骗了我 就为了这一刻 让我违背誓言 同样 他这次独身前来 没有办法兑现任务承诺 并且 现在他和柳芙处于交战敌对状态 一万五千他脑袋上的扣血提示 顿时从每秒六千 变成了一万五 还没完呢 柳芙又接连抛出了十几个任务 提交申请 你居然从十几年前 就开始欺骗我了 这些任务你分明都完成了 却欺骗我失败了 流鬼嘶吼 这可真是一击中计 负五万他的血量 肉眼可见的削减 疯狂降低 还不算完呢 柳芙咬着牙 吐出一个布娃娃 随后银牙一咬 将布娃娃直接咬碎 扑 流鬼周身喷血 眼神骇然到极致 孽畜 你还偷偷给我下了童心骨 我滴个乖乖 这娘们太狠了 胖子刚想到自己背后站着的是 这样一个女人就不寒而栗 简直是在掩饰师父的一百种方法 踏踏踏 流鬼倒退术步 童心骨可以让失术者 和被诅咒者的心脏绑定 只要击碎童心骨 就可以让双方都遭受重击 并且按照双方的百分比扣血 该死 你不想活了 流鬼气炸了 她一千多万血量 跟林妍死斗才掉了四百多万 但却被自己女儿短短十秒不到 就干掉了六百万 林妍也择折 这丫头是真狠了 正常来说她 只是为了杀黄金大师满级的流鬼 血量代价 顶多也就需要六百万伤害就够了 但她前前后后拿出来的卷轴加后手 伤害总额起码一千多万了 谁被她惦记上 不死也得扒层皮 可惜 将终究还是老的辣 流鬼比她还老六 偷偷升级到了黄金英雄街 林妍摇头 如果没有自己和胖子 还有藤栽的亲情相助 即便柳福机关算尽 也绝对杀不了流鬼 死吧 柳福嘴角也躺险 凄惨地看向林妍 你再不动手 我就真死了 林妍眯了眯眼睛 我的护甲才刚开始回复 你再撑十秒 我立刻就来 你 柳福咬牙切齿 万年柳木星你不想要了 林妍默然不答 战斗到了最后 比拼的就是谁更有定力 谁知道 谁还藏着什么底牌 越到最后 越不能大意 我的乖女儿 看来你的牌打完了 该我了 流鬼从怀中第三次掏出底牌 是一个酒壶 林妍皱眉 并没有轻举妄动 谁知道流鬼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流鬼环视一圈 森然冷笑 就凭你们这几个臭鱼烂虾 还妄想诛杀一位真正的黄金英雄 幼稚 他将酒壶直接丢进嘴里 力齿将酒壶咬碎 里面的血酒 咕噜噜地流进了他的喉咙中 是技能效果翻倍药水 林妍瞳孔一阵 低喝道 倒是有些见识 流鬼嫌腻了林妍一眼 咧嘴一笑 你很厉害 可惜选错了对手 他大喝一声 高阶技能翻倍药水 可以令他下一个施展的技能效果翻三倍 但不能作用于核心技能 柳木风春 他大喝一声 呼呼 血量疯狂增长 原本只能恢复生命值20%的柳木风春技能 顿时效果变成恢复60% 原本已经掉到只剩300多万血量的流鬼 血量瞬间恢复到1000多万 颤抖吧 绝望吧 你们这些蝼蚁 流鬼大吼 灵言皱眉 这流鬼真不愧是被称为隐忍王的家伙 底牌手段真多 简直是杀不死的小强 乖女儿 救你最好杀 你先把生命交换给微妇吧 流鬼音笑一声 瞬间出手 虽然血量恢复到了1000万 但他顶着每秒5万血的扣血debuff 情况并不容乐观 必须速战速决 炎帝 柳福惨呼一声 脸色煞白 眼看就要死了 胖子有些急切 他知道万年柳木星对灵言很重要 万一柳福真死了 那这次行动肯定泡汤了 沉住气 灵言眼神冷漠 不为所动 神兔作为真实世界 这些位居高位的NPC 都是真的靠智商谋略爬上去的 没那么容易死 该死的炎帝 柳福肉疼地祭出一件破碎的金钟 金钟迎风而长 竟然化为三米大小 古朴斑驳将柳福照在了其中 哼 乖女儿 不逼一逼你 还真不知道 你藏了这么多好东西 流鬼冷笑一声 身上柳条横扫 狂猛攻向金钟 只是第一瞬间 他就面色大变 -194300 215789 一个个巨大的伤害数值 自他脑袋上冒出 全反伤法宝 流鬼眼睛瞪得溜远 这种品级的宝物 怎么可能被你所得到 吃吃吃 金钟摇摇欲坠 本就破损到了极致 眼看就要彻底破碎 呵呵 原来是个废品 流鬼这才松了口气 这女儿太可怕了 必须倾尽全力先杀掉 否则给他时间 又不知道要捣鼓出 什么可怕的杀招来 杀杀杀 流鬼杀意沸腾 各种伤害疯狂输出 足足打出接近200万伤害后 金钟彻底蹦碎 灵眼看得颇为心疼 这金钟若是被他得到 说不定能让王铁匠修好 我弟妈 这姐们不去凭金马影店 都稀采了 胖子在一旁摇头 我还真以为他没货了 谁知道转手就掏出 这么一件压箱底的法宝 城市套入身 我要回农村 灵眼点了点头 他也是想借着这次历练 好好教教胖子 什么是神徒的生存之道 如果他刚才真的上了 拼个重伤杀死流鬼 最后柳福直接寄出这法宝 要杀他 他也只有被反杀的份 死吧 金钟破碎之后 柳福被流鬼不断攻击 血线飞速降低 他只是个黄金大师 特殊手段用尽之后 只有被杀一个结局等待他 动手 灵眼低吼一声 九重雷闪用出 赶在柳福被击杀前的数秒中 抵挡住了流鬼的攻击 你终于肯来救我了 柳福眼中寒称 灵眼咧嘴一笑 我刚才也中伤了呀 如今护甲刚回复一点 就立马来救你了 我容易吗我 我说姑娘 咱做人得知道感恩啊 柳福翻了个白眼 你连一滴血都没掉 一直在掉护甲 你还中伤了 谁信啊 灵眼无语了 是 他没掉血 但见到他掉血的瞬间 估计他就已经死了 柳福长舒了一口气 将手中紧紧抓着的某样物品松开 随后 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旁边的安雅 安雅身上的冷汗也散了一些 对柳福点了点头 想伤老大 先过胖爷这一关 胖子战斗技巧 虽然没那么高 但好歹失从盲僧 还有灵眼给的荆棘之盾 一时间也和流鬼缠斗厮杀起来 只不过是单方面被揍的一方 再撑一分多钟 他就死了 灵眼一边疯狂输出 一边低喝倒 他和胖子攻击力加在一起 伤害速率绝对超过15万 流鬼还一直顶着扣血buff 明显命不久矣 气煞老夫眼 流鬼眼睛通红 杀意暴虐到了巅峰 记住 是你们逼老夫的 老逼头 你他妈还有底牌 断得PTSD都犯了 满嘴脏话地吐槽道 他的核心技能还没用 小心 灵眼提醒道 一个英雄级人物的核心技能 才是他藏得最深的底牌 知道了 胖子继承了盲僧的一波 自然知道 核心技能有多变态 此时眼睛也充满了严肃 灵眼知道 胖子有些误会了 曙光七英雄 放眼龙下帝国建国以来 也堪称最强的英雄团 寻常的黄金英雄核心技能 跟这几位的比根本没法比 不过他并没解释 更谨慎一些 总没错 木灵化身 流鬼终于忍不住了 直接祭出核心技能 哇 他的身躯中 顿时脱离出来 另一位流鬼 只不过 这个流鬼显然是能量体 并不凝视 化身类技能 灵眼眼神易凝 化身可以继承本体一半的数值 并且不继承任何负面buff 幸好不是最恶心的 分身类核心技能 他松了口气 如果是分身技能 不但能继承本身全部属性 而且本身分身 只要活下来一个 就不算死亡 死 流鬼加上流鬼化身 攻击速率骤加 压力顿时暴增 灵眼眼神紧骤 他还有底牌没有拿出来 但如果现在就亮底裤 后面就没有什么转环的机会了 灵眼皱眉 对胖子低吼道 出发前 芒僧给没给过你什么好东西 快用出来 胖子吐槽道 糟老头子穷得很 根本没什么宝贝给我 就给了我几张小诺衣服 用来逃命 你怎么不早说 灵眼眼神一亮 将手中的移速药水 神型药水 爆发药水 蓝药 护甲增服药 防御翻倍药 全丢给了胖子 抱住那个化身 胖子懵了 什么意思 我可不不喜欢老男人 虽然嘴上吐槽着 他还是立刻执行了灵眼的命令 不顾强烈的伤害 一把抱住了流鬼化身 用小挪衣服 化身和分身不同 主身死了 化身自动消失 灵眼低喝道 你将其挪移走 然后立刻逃命 拖他两分钟 一切就结束了 持续受伤状态 没办法动用挪衣服啊 胖子吐槽道 你还有没有控制手段没用出来的 灵眼急忙看向柳福 再藏桌 咱们就一起死 反正我死了还能复活 你死了 也就真正归天了 柳福本不情愿 但最终还是拿出了一张黄色的封纸 这个可以提供五秒控制 本来这是我最后的逃命手段 你可不要辜负我的信任 灵眼咧嘴一笑 放心 内心却吐槽 我信你个鬼 你绝对还有油水可炸 说吧 他将黄色封纸 直接印在了木灵画身上 就是现在 激活小挪衣服 灵眼大喝 好 段德眼急手快 三秒钟后 小挪衣服激发 他抱着流鬼的分身 一起挪衣消失 不 柳鬼更加疯狂了 整个人都癫狂了 他是真的急了 准备了这么多手段 又是黄金英雄 难道真要被这几个蝼蚁诛杀吗 这是一场为你谋划了几十年的杀局 你还是风光地走吧 灵眼长笑一声 疯狂与柳鬼拼杀 柳福只剩一个血皮了 但凡再被柳鬼摸到一下 他的万年柳木星就彻底泡汤了 给我死 柳鬼如今真是底牌尽出 山穷水尽 疯狂到了极致 灵眼的杀法 加上每秒五万扣血的debuff 柳鬼的血量飞速降低 灵眼情况也并不乐观 如今护甲只剩下不足八十万 真是进入最后的拼命阶段了 两人疯狂对拼 一路之上 不知撞到多少树木 地皮都被交战的余波先飞 不 柳鬼凄厉的吼叫 震动整个密灵 战斗 终于要结束了 灵眼眼神一灵 杀机迸发 一刀斩下 要夺取柳鬼最后十万血 柳福却带着安雅 一起出现在了他面前 顺一幅 灵眼一惊 顺一幅 只能瞬间移动百米 挪一幅极其珍贵 只有曙光七英雄那样的龙下帝国最高层能搞到 不然以柳福的性格早就跑路了 想抢人头 呵呵 灵眼冷笑一声 他自己就是抢人头的老手 怎么可能大意 他早防着柳福来抢人头了 滚 他一脚踹出 脚掌横扫在柳福的脸上 直接给他踹飞 脸都扭去了 下一刻 他又一拳轰在安雅胸口 将其胸前起伏都打平 狠狠地甩飞在地面 扑 二女口喷鲜血 不敢置信地看着灵眼 他们实在没想到 灵眼居然对他们还抱着这么大的戒心 下手还如此狠了 刘鬼 你的命运本该为王 但我偏要斩断你的城王路 灵眼杀鸡如虹 我不敢 不敢 刘鬼眼睛血红 生命的最后一刻 他眼中为胜一道刀光 咕噜噜 头颅滚落 鲜血蹦剑 一代枭雄 就此陨落 庞大的金燕珠大潮涌向灵眼 他一挥手 将刘鬼爆出的物品 全部收入背包 安心去吧 下辈子做个好妖 灵眼看着刘鬼的无头尸 他定定地站在那里 不愿意倒下 柳福看着灵眼的背影 眼底杀鸡汹涌 但灵眼始终都只是吊甲 打到现在都没有见到吊血 令他无比忌惮 若非如此 他早就动手了 恭喜组长大人 一旁的安雅很有眼力见 直接跪下庆贺 灵眼撇了撇嘴 刘鬼的身体都没凉透呢 这娘们就迫不及待自立了 他的同伴还没回来 咱们要不要趁机 安雅趁机在柳福耳边敬眼 柳福眼神闪烁 如今 他只剩最后一个底牌 而且代价大到他无法接受 灵眼强大的像是一个无底洞 他拿不准 想杀我 灵眼打趣地看向柳福 哼 眼底你误会了 刚才 我们也只是想去帮你 你反应过激了 柳福眼底光芒闪烁 内心疯狂斗争 到底战 还是不战 哎呀 真是把胖爷的腿 都给泪断了 远处传来胖子的声音 让内心挣扎无数的柳福 彻底打消了心中的念头 他叹口气 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如今血腾军队还在境内肆虐 他作为新领袖 必须先平定这场霍乱 才能服众 如果在灵眼这里 把所有底牌用干净 柳妖族内部的阻牢 肯定会趁机捣乱 让他无法成功继位 炎帝 你我再做个交易如何 灵眼挑了挑眉 聪明人向来各取所需 听一听交易内容不会吃亏 我们结盟 你帮我解决血腾异族的入侵 未来柳妖族会为你无条件全力出兵一次 柳福看灵眼不为所动 并且 你还能得到柳妖族的克卿长老身份 有资格随时调动权限内资源 并得到柳妖族传送阵永久使用权限 灵眼这才是咧嘴一笑 可以 不过还有一条 你父亲给我允诺的好处 你得兑现 柳福脸色一僵 柳妖族一共就三颗万年柳木星 都是镇族之宝 结果一下子就要送出去两颗 这没办法商量 柳福摇头 眼神冷了下来 这本来就是你们柳妖族欠我的 要是你们不给 我立刻加入血腾异族 灭了你们柳妖族 三颗万年柳木星 全是我的 灵眼眼中带煞 用一颗柳木星 就想换我杀了你爹 还解决腾灾两个英雄 你打好算盘 你这是强词夺脸 安雅怒道 放屁 没我老大 你们早死了 还敢在这里大放厥词 段德看不下去了 安雅说话他必对 你 安雅气得胸口剧烈起伏 原本被踹平的地方又鼓起来 好了 炎帝说的也有道理 柳福叹了口气 是比人强 万一炎帝真的加入血腾异族 柳妖族存活概率不大 他的女王梦也就破灭了 两颗就两颗 请炎帝现在就动身杀敌吧 他凛然道 不接 等我伤势全都恢复好再说 灵眼和胖子盘膝而坐 你一句我一句聊了起来 根本不急 咯吱咯吱 柳福咬着牙 这炎帝 真实的老油条 区区一个冒险者而已 又不是他这种 生在权力漩涡里的人 怎么这么有 公主 现在怎么办 安雅急切道 柳福微微一笑 不急 先驱虎吞狼 等血腾足破败 我们回到柳妖大本营之后 主动权就回到我们手上了 时间很快过去 林炎护甲早回复满了 细细轻点了一番收获 又理清了所有思路后 才是缓缓看向胖子 老大 要动手了吗 咱等这么久干嘛 段德憋得不行 早就想杀杀杀了 这些金燕珠 够你先升到二间满级了 你先升级再说 林炎一甩手 将金燕珠甩给段德 嗡嗡 段德一边升级 一边开启了堆内语音 老大 你这 林炎微微一笑 先让血腾足和柳妖族厮杀 两方元气大伤后再入手 否则我们清扫了血腾足 柳妖族翻脸不认人 我们岂不又要大费周章 我靠 老大你牛逼 你不应该玩游戏 你应该去当皇帝 段德佩服无比 老大这脑子 赚得也太快了 柳妖在一旁急得不行 每拖一分钟 柳妖族就会死更多的族人 这炎帝分明是在摩阳宫 他再不出手 我们就溃败了 安雅急得不行 不管他了 我们先去支援前线 柳妖知道林炎的想法 但此刻 他也沉不住气了 毕竟柳妖族能否胜利 对林炎并没有什么影响 林炎撇到柳妖要动手 才伸了个懒腰 缓缓起身 哎呀 刚才受伤太严重了 这会儿才恢复 似乎有些耽误时间了 柳妖气得想吐血 刚才看林炎气流鬼有多爽 这会儿被林炎气 就有多恶心 行了 快点跟我们上战场 柳妖一秒都不想 多和林炎待了 只想赶紧送走这个瘟神 好嘞 林炎咧嘴一笑 对胖子一招手 便和柳妖两人支援前线 十万名战士在紫雾树林的边缘 开展了大决战 声势浩大 战场一眼望不到边 如今战斗已经接近尾声 场面无比惨烈 血将紫雾都染成了红色 红绿色的血液汇成河流 满地都是密密麻麻的尸体 柳妖族的防线已经彻底崩溃 残肢断壁的战士们倒在地上 一个个地等待被屠戮 凄厉的惨叫和天空 嗜血盘旋的乌鸦 将战场映衬地仿如末日 都振作起来 柳妖将血腾族长和他儿子的头颅 双双高举 腾栽父子进阶辅诛 血腾族不要再负于顽抗了 立刻缴械投降 否则杀无赦 血腾族的战士看到这一幕 肝胆结缠 那真是族长的头颅 族长和少族长都死了 不 这些战士雅自欲裂 悲痛欲绝 一时间战役全无 战场的形势瞬间逆转 不要听信他动摇军心的谗言 柳妖族战线已经崩溃 他们狗急跳墙了 血腾族的元帅 登高呼 敲响战鼓 重振军心 该死 柳妖咬牙切齿 对方的元帅领兵打仗能力确实强悍 不然也不会逼得柳妖族如此凄惨 战斗到这一步 谁的军心先溃散 谁就输了 林延站了出来 咧嘴一笑 带我去取了那元帅手机 这场战争 也就结束了 什么 柳妖瞪大眼睛 延帝要在数万乱军中 去提防元帅手机 林延不再多言 九重雷闪一动 如雷霆般杀穿整个战场 凡是沿途之敌 进阶被屠戮殆尽 那是何人 血腾族元帅 显然也发现了林延 他实在是太强势了 万军从中无人敌 杀你的人 林延竟然已经鬼魅般 杀到了点将台上 一刀就斩向了藤帅 保护元帅 血腾族藤甲兵 全都围在藤帅周围 拼死保护 但毕竟都只是些三阶精英战士 林延随意一刀下去 就砍死一片 藤帅掩路绝望 这人类的战力太过可怕 根本挡不住 他脑海中闪过无数挣扎 在林延长刀凌身的瞬间 他毅然直接跪地 请您听我一言 死到临头 你还有什么要说 林延挑眉问道 藤帅汗流加倍 语速急切 你是人类 并非柳妖一族 与我族并没有任何深仇大恨 可对 不错 但我接了柳妖族的任务 你们必须退兵 林延淡淡道 到底杀不杀雪藤一族 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 完成任务拿好处就足够了 雪藤一族 愿意无理由退兵 藤帅坚定道 他瞬间就分析明白了局势 如今藤栽父子都死了 柳妖族却只有公主出来住持大局 证明柳妖族组长大概率也死了 而眼前这个人类和雪藤族 又没有死仇 完全可以先稳住 这一刻 两族交战都暂时停滞了 数万人都眼巴巴地看着这里 藤帅的死活 关乎这场战役的结局 我完全可以杀了你 再把你们杀到雪藤成河的退兵 林延开始施展传统异能 你说 我为何要让你们平平安地退走 藤帅眼珠一转 咧嘴一笑 明白 我族愿意献上镇族至宝 万年雪藤一珠 这只够饶你一命 不够雪藤族安然退兵 林延摇了摇头 如今主动拳完全握在他手里 自然是能要多少好处 就要多少好处 藤帅咬了咬牙 心到这人类果然不好对付 您能让雪藤族安然退兵 雪藤族愿意将您供奉为克卿长老 随意动用权限资源 并且可以使用雪藤族传送阵 藤帅端向着林延的神情 最后咬牙道 雪藤族还可以无条件为您出手一次 绝无保留 林延面色这才稍缓 这对于妖族谈判来说 基本上是最高的筹码了 可以 最后你们还要签个一年修战条约 一年之内不允许互相攻伐彼此 林延补充道 柳妖和雪藤两族都可以为他出手一次 他可不想还没用到这两张底牌 这两族就隔屁了一族 平白损失掉一张底牌 我这边没有意义 就是不知道柳妖族公主答不答应了 藤帅祸水东应 撇向柳福 柳福皮笑肉不笑 如今势必人强 他得罪不起炎帝 只得点头 全凭炎帝做主 好 林延大笑一声 那我们指天为事 就此休战 两方罢兵 藤帅站起身来 长舒一口气 和柳福各自发了誓言 对吗 这世上也没什么解不开的仇 你们两族这一年 可得和谐相处 互不侵犯哦 林延接过藤帅递过来的诸多宝物 咧嘴一笑 炎帝 告辞 藤帅对林延一拱手 并未多言 直接撤兵 虽然看似他输了 但他实际上转了 藤栽父子双亡 他作为雪藤族威望最高的存在 又拉来这么强的人类客亲长老 下一任雪藤族长 必然是他藤帅 雪藤族撤退了 留下无数尸体和一片狼藉 林延则带着胖子和柳福 回到了柳妖族地 柳妖族大殿 什么 你父亲死了 族长并天 真是大悲之事 哼 嗨嗨 柳鬼既然已经死了 族中不可一日无主 我看咱们应该推选下一任族长了 几个族佬接受速度很快 甚至差点笑出声来 那我就当人不让了 我在族中地位最高 辈分也最高 做这个族长 大家没有意吧 大长老站了出来 笑着问道 父亲战死前明确说过 要传位于我 柳福皱眉 你有什么证据 柳鬼死得不明不白 我看说不定就是 你这逆女是父篡位 大长老胡乱攀咬 却意外猜中真相 我作证 这两位人类客亲长老 也可以作证 安雅站了出来 哼 这两人也是外敌 你们勾连人类 谋杀了老族长 篡夺族长之位 都该死 大长老皱眉沉赫 其余的长老们都默然不语 笑眉眉的看着两人斗争 这两个人类 涂抹我族阵族至宝 其心确实可诛 一直默不作声的六长老 平静开口 六长老说得对 不错 六长老睿智 六长老声明大义 我等皆支持六长老之言 瞬间 刚才沉默不语的诸多长老 全部起身 站到了六长老身后 嗯 大长老愣住了 不是说好支持我的吗 原来你们都是老六的人 这些长老们都笑眉眉 只是站在六长老身后 用行动诉说心意 灵言动若观火 会咬人的狗不叫 柳妖族中全是最大 藏得又最深的是这位六长老 真是一族的老六 断得在一旁吐槽 柳鬼妇女 还有这个六长老 全都是些老鹰笔 之前你答应我的任务中 我可是附带了一条 在我上位之前 你要把我安慰 柳福连连看向灵言 我不上位 你还是得不到柳木星 你在威胁我 灵言一挑眉 不敢 柳福强行忍下胸中的火气 他深知灵言的为人 如今这个形式 没有灵言的帮助 无论如何 他也不可能 坐上族长之位 他深吸一口气 名人不说暗话 开架吧 你在族中的敌手 有点多啊 说实话 这个事啊 他不太好办 灵言咧嘴一笑 并不直言 这次战场上 缴获的所有物品 归你一半 柳福知道 灵言这是在逼他自己割自己的肉 更加心疼了 这个条件 只够我杀这条老狗而已 灵言指了指大长老 你说谁是老狗 大长老生怒 他好歹也是一位白银大师 岂能被侵辱 我说你是你就是 谁给你的胆子反驳 灵言眼神冰寒 杀机迸发 瞬间出手 他必须让所有人都意识到 此时此刻 他才是决定天平平衡的那只大手 展露强势手段 便是最好的方法 哼 不知好歹 让老夫教教你 年轻人不要太狂妄 大长老傲然出手 自信非凡 然而 话音还未落 他的尸体便倒在血泊之中 碎尸蹦剑 染红整个大殿 嘈杂的柳妖族殿 顿时尽可文真 咕噜 众多长老都惊惧 就连稳坐钓鱼台的六长老都皱眉 大长老的实力 在长老中虽然不是最强 但好歹是满级的白银大师 居然如此迅速地 就被秒杀了 小友 只要你支持我做族长 朱砂柳妇叛逆 我可以允诺 给你我族质宝柳木星 六长老思虑之后 沉声道 柳妇可是允诺我两颗了 要是想让我帮你 除了他提出的要求外 再加一颗 林言淡淡说道 绝不可能 柳妖族长老都愤怒了 那岂不是说 柳妖族的三颗镇族质宝 全部都要送出去 这和被灭族了 有什么区别 炎帝 这六长老心黑手辣 允诺之事绝不可能答应 柳妖族一半族葬 全部送给您 柳福也急了 将最终筹码抛了出来 林言并未应答 笑眯眯地看向六长老 六长老皱着眉 随即冷笑一声 炎帝 劝你看清形势 这里可是柳妖族地 你要以一人之力 对抗整个柳妖族吗 有何不可 林言撇了撇嘴 你不会以为 你们很强吧 以他如今的实力 不惜代价的话 倒也不是没可能 涂光整个柳妖族 但那代价很大 尽量还是以和为贵 你 六长老眼神阴沉 好好好 我好言相劝你不听 那就只好诸杀 你这外族奸邪了 他自诩底牌众多 加上手中的势力 甚至可以和柳鬼抗衡 用柳妖族一半的底蕴 换林言杀柳福 太亏了 在他的计算中 将林言柳福全诸杀 应该也用不上 柳妖族的一半底蕴 是个划算买卖 起阵 六长老大喝一声 诸多长老也顿时硬喝 柳妖族大阵轰然亮起 可怕的能量波动四亿 是要诸神 林言眼神一冷 随即看向柳福 针对这种情况 你不会没有事先准备吧 一个能将隐忍 王柳鬼都坑死的女人 不可能算不到这一步 他可不想和柳妖族拼命 作为一族足弟 柳友的底牌手段 肯定很多 打起来太麻烦了 唉 什么都瞒不过炎帝 你的眼睛 柳福福娥 跟聪明人合作是好事 但炎帝似乎太过聪明了 实在令人头疼 他大手一挥 直接夺走了柳妖族大阵的核心控制权 随后他柳梅倒数 立合道 还不动手 难道是摇摆不定 想要趁机反水吗 话音刚落 便有利刃刺肉之声传出 六长老瞪大眼睛 不敢置信地转过头 他身后 最信任的三长老低着头 抽出了脆毒长刀 然后一脚 将已经麻木的六长老踹飞 你 六长老谋划多年 但从来没怀疑过老三 此刻大脑一片空白 三长老叹了口气 老六 对不住了 安心地去吧 我也是被逼无奈 吃吃吃 林妍轰然冲上前去 将被毒控 无法动弹的六长老 直接诛杀 六长老头颅滚落 双眼圆睁 似乎到死都不幸是 老三背叛了他 现在 还有谁有意义 林妍默然问道 这 柳妖族的长老们 此时群龙无首 指得全都跪服下来 我等愿听炎帝大人的吩咐 是的 他们怕的不是柳福 而是林妍 柳福眼神复杂 如今虽然看似 是他在这场权力斗争中胜出 但其实却是惨胜 他的权势 全都来自于炎帝 可以说 以后炎帝才是柳妖族真正的组长 他不过是个代言人罢了 等我继承组长之位 便可以利用资源 快速提升等级 实力足够后 再考虑重新夺回话语权吧 柳福将内心的不甘暗下 暂时接受了现实 嗯 林妍点了点头 很是满意 这几乎是他这次柳妖族之行 所能达到的最好效果 胖子在一旁都被林妍的操作惊呆了 本来就是为了一颗万年柳木星 结果最后老大直接把柳妖族收为麾下了 这太梦幻了 任命的柳福再也不敢生起什么歪心思 老老实实地去库存中 取出了林妍的一切所需 柳妖族的族库 已经名副其实的属于林妍一人了 好好经营柳妖族 希望下次我再来之时 你已经成为英雄级强者了 林妍拿到所有的物品之后 对柳福嘱托道 柳妖族越强 对他越有好处 这只妖族未来是有大用的 柳福自然会竭尽全力 柳福点了点头 亲自为林妍打开了传送通道 长老们恭敬站在他身后 而柳妖族的普通族人们 则崇拜而感激地站在最后 炎帝大人 保重啊 恩人 要常回来看看我们 这些单纯的族人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权力斗争 在他们眼中 是林妍力挽狂澜 拯救了整个柳妖族 否则 他们早在雪藤族的铁蹄下 家破人亡了 称林妍一句大恩人 丝毫不为过 柳福冷哼了一声 贱民就是贱民 愚蠢无知 不但看不清事实真相 甚至如此崇拜一个有多足之恨的仇人 林妍深深看了柳福一眼 他知道柳福不安分 但如今还要留着他 来维系柳妖族的安稳 他可没时间精力 真的去经营一个族群 柳福 好自为之 他拍了拍柳福的肩膀 带着胖子 消失在了传送阵中 柳福差点被林妍的眼神吓到贪软 待确认林妍彻底消失之后 他才深吸一口气 感觉自己彻底活过来了 放心吧炎帝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他嘴角露出一丝弧度 眼神深邃 明村 定向传送的动静 早就引起了青稻子的警觉 袁天仁带着王铁匠等明村高层 守在传送通道前 如灵大敌 能动用传送阵的势力 至少祖上出过一位黄金英雄 踏踏 下一刻 林妍带着胖子 踩着传送通道走出 袁天仁顿时一愣 卷轴出发的 怎么回来还走上传送阵通道了 不过 现在不是疑惑这些的时候 王铁匠赶紧凑上去 脸色无比紧张地问道 此去成功与否 胖子一翻手 一颗万年柳木星便出现在他手中 柳木星一旦离开柳妖族宝库 生命力就会不断流逝 必须由胖子的核心技能来保存其能量 看到此物之时 袁天仁等人都长舒了一口气 没想到小友真做到了 青稻子最明白其中难度 感慨着 那可是柳妖族的镇族宝物 怎么可能轻易地交出来 其中过程之曲折艰难 怕是只有林妍自己心里清楚 袁老头 你这次差点把我坑死 你必须给我一个说法 林妍怒气冲冲 劈头盖脸 先兴师问罪一波 此话何解啊 袁天仁一脸猛 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 你自己看 林妍将任务提交 出发的时候 明明说是白银舞街的任务 中途又变成黄金舞街了 袁天仁瞳一缩 心中惊异不定 惊的是 为了防止再出现 中途任务升级的差错 他将这任务定级到最高了 怎么结果还是低了 疑的是 黄金舞街的任务 完成过程中 至少出现了一尊黄金英雄 或者十位白银英雄 那林妍又是如何完成这个任务的 林妍嘴角一挑 趁着袁天仁大脑CPU 被烧坏的空档 乘胜追击 总而言之 你之前给我允诺的好处 绝对不够 这次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啊 至少 也得两件传说武器才行吧 这句话 直接把袁天仁吓清醒了 连连摇头 两件传说武器 你还真敢要啊 袁老头 难道你打算赖账吗 林妍皱眉 可 不 两件传说装备数难答应 你再提个别的吧 我尽力补偿你 袁天仁可说一声 很是尴尬 这小子 不爱着实有一手 明明知道他在敲竹杠 但你还挑不出什么毛病来 那 随随便便 再给我四本技能升级书吧 林妍张口就来 理直气壮 袁天仁伸出两根手指 两本不能再多了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袁老头你 真是太公道了 林妍咧嘴一笑 在他的预期里 能要倒一本就不错了 毕竟 技能升级书在前期非常难搞到 袁天仁知道自己还价还低了 不过却并不恼火 毕竟没有林妍 刘沐星肯定是拿不回来 在他们几人心中 王宝的命比一切宝物都值钱 这是 本来允诺 你的一件传说装备 袁天仁将装备和升级书 交给了林妍 原前辈爽快 林妍满意无比 称呼都变了 真理之书残业的消息 我也有眉目了 晚上就能完全确定下来 今晚十点 我们在村长家里开会 盲僧沉声道 好 王铁匠连连点头 恨不得上去拥抱盲僧 那我先去修炼了 林妍伸了个懒腰 嘴上这么说 身体却很诚实地 先来到铁匠铺找傻丫头 林妍 你回来了 沈幽威一下子就扑了过来 拥抱了一会儿之后 他才反应过来 小脸红的跟苹果一样 这么想我 林妍打句笑道 哎呀 你一走就是两天 怎么可能不想 沈幽威挠了挠小脸蛋 然后笨拙地开始转移话题 哎 对了 我这两天和铁匠书 学了不少锻造术 诺 这个戒指给你 林妍接过沈幽威的戒指 点开详情 可以提供 二十万护甲防御罩的法宝吗 林妍有些惊讶 王铁匠钻研锻造术几十年 也不过能提供百万护甲而已 沈幽威这才两天时间 就打造出 能提供二十万护甲的法宝了 锻造天才啊 上一世居然没有开发出 他这种神级前置 不对 林妍挠了一下 沈幽威挪大锤锻造装备的画面 咦 还是算了 画面太美 不敢想象 你在想什么呀 沈幽威忽闪着大眼睛 疑惑问道 嗨嗨 没什么 林妍咧嘴一笑 我也给你带了礼物哦 真搭 是什么 沈幽威惊讶道 林妍从背包取出九支箭矢 柳妖族的顶级法宝 柳妖剑 沈幽威接过后 探查了一下信息 眼神一亮 这九支箭都可以附带 攻击力等值的破甲效果 箭矢速度 还能加持 最重要的是 九剑同气连之 命中目标后 就可以自动回归 好强的剑 林妍威威一笑 柳妖剑可是柳妖族的顶级法宝 一共就九支 全被他搬出来了 谢谢你林妍 沈幽威情难自已 忍不住在林妍脸颊 着吻了一下 林妍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在柳妖族勾心斗角的辛苦 都不值一提了一般 刚想顺势抱住沈幽威 结果小丫头 已经害羞地转身跑走了 林妍挠了挠头 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只好转身去融合装备了 老大 你找我 胖子咧嘴笑着 显然这次 他在盲僧那里 也耗到了不少好处 看来收获不小啊 林妍打趣道 都是跟老大你学的 这叫静默者黑 不是 是静朱者赤 胖子挠头善笑 既然我帮了你这么多 现在找你帮个小忙 你不会不同意吧 林妍咧嘴一笑 胖子感觉浑身一凉 这次柳妖族之行 让他对林妍的腹黑 有了更高一层的理解 老大你别笑 我现在一看到 你这么笑 就感觉没好事 放心 是好事 林妍微微一笑 你也知道 多释放技能 可以提高技能熟练度 熟练度足够高 就可以让技能升星 对吧 嗯嗯 胖子谨慎点头 那今天你当我的沙包 我砍一砍你 帮你把防御技能的熟练度提上去 我为了你的成长 可是煞费苦心啊 林妍语重心长的 拍了拍胖子的肩膀 果然没好事 胖子无语了 老大 其实是想提升自己的攻击技能才对吧 林妍可说一声 真是儿子大了 不好哄骗了 我的岩刀和蝶浪三刀经验值 确实都快满了 咱们这是互帮互助 互利共会啊 林妍眯眼笑道 是吗 胖子嘀咕道 你怎么不砍又威 和他互利互惠呢 废话 这里就你皮糙弱厚 其他人谁能挡得住我一刀 别废话了 开练 林妍咧嘴一笑 直接一刀就朝着胖子脑袋上砍去 哎呦喂 老大你下手可真狠 胖子被揍得鼻青脸肿 唉声叹气 但打又打不过 只好老老实实地扛着了 嗡 终于升星了 林妍心中一动 岩刀和蝶浪三刀的经验 一套就是几十万点伤害 除了胖子 还真没几个人 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攻击 行了 今天的特训就到这吧 林妍咧嘴一笑 我要修炼了 你也加油 六 胖子对林妍比了个手势 然后灰溜溜地跑掉了 虽然嘴上嘀咕着 日后有这种事情 他绝不参与了 但心里却很期待 毕竟 与林妍对战 战斗技巧长得很快 称之为顶级教学也不为过 至少要比自己师父盲僧强多了 技能升星书 使用 林妍将两本技能升星书 用在炎刀 叠浪三刀上 界别越高 升星的成功率越低 所以他并不打算冒险用升星书 去升九重雷闪 四星以下的技能升星 基本成功率都是百分百 三星升四星 成功率就锐减到百分之五十了 哇 技能升星成功 提示传来 林妍查看了一番两个技能的详情 叠浪三刀 三星 一秒内挥出三刀 每一刀 伤害增加百分之五十 施展过后一分钟内 攻速翻倍 特殊 每施展三刺 必有一次暴击 法力消耗 八十 冷却时间 一分钟 炎刀 三星 挥出一刀攻击范围十米的火焰刀器 附带等同攻击值的火焰伤害 造成有效伤害后 可以对目标造成每秒一万点的灼伤伤害 法力消耗 九十 冷却时间 一分钟 提升都很大 在和英雄级敌人战斗 在技能品质上 倒是不虚了 林妍摸着下巴 就是技能数量相比之下 有些少了 看来还得去讹诈元老头他们一波才行 柳妖族虽然也有技能数 但要么是妖族专用 要么心急并不高 对他帮助不大 接下来 就是装备融合了 灵妍期待到 这次去柳妖族 装备收获了极多 光是战场上的缴获 就够他融合一段时间的了 这件传说装备 灵妍将袁天人送出的装备 仔细看了看 竟然是剑豪的上身甲 这么说 我都快把剑豪的装备集齐了 灵妍心动 要知道 剑豪的剑有一项特性 集合越多 剑豪的套装部件 护甲吸附比例就越高 融合 装备在他手上不断融合 直到月上柳烧头 该去开会了 灵妍看了一眼自己的属性页面 ID 炎帝种族 人类 皇 职业 战士等级 九生命值 400 护甲 1000W攻击 15万025 破甲 1000 悟抗 1330 法抗 1325 疑速 8 攻速 2.7 法力 400 血量恢复速度 0.5% 吸血 0.5% 暴击 11% 护甲吸附 1000装备 软胃甲 白 护甲加570W 物防加500 法防加500 反商加5000 软胃裤 白 护甲加350W 物防加500 法防加500 反商加5000 剑豪头盔 传说 护甲加100W 物防加118 法防加118 踏雪风行靴 传说 护甲加6666666 物防加200 法防加200 移速加5 魔刀千刃 白 攻击加150000 暴击症10% 攻速加0.5 终极神器 唯一 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四阶 技能 叠浪三刀 三星 研刀 三星 九重雷闪 三星 高级探查术 三星 能力 暂无宝物 生死印 避水斗篷 隐身披风 醒心扇 护甲破千万 物防 法防 也都过千 林延轻点着这次的收获 咧嘴笑着 暴击率也终于破十 护甲吸附达到1000 配合浑然一体 磁条提供的3%护甲吸附 我现在每一刀斩出 就能恢复5500点护甲 并且 这次融合的剑壕上身甲 还提供了一个特别变态的词条 林延点开剑壕自愈词条 剑壕自愈 每秒恢复1%护甲值 配合这个特性 我每秒的护甲恢复 直接达到了十大百了甲 林延心潮澎湃 就算面对英雄强者 他也完全不虚了 一秒恢复十几万护甲 就算你是英雄级 攻击力也差不多就这个级别而已 如果我这次去柳妖族 有这个配置和面板 杀流鬼完全不必费那么多心思 林延握拳感觉到庞大的力量 这令他自信无比 以他的战斗经验 配合这个面板属性 在龙下帝国 绝对算一号人物了 保持这个速度 三年之后 我会强大到什么地步呢 林延心持神网 收敛了一下心思 他来到村长的住处 袁天人 青稻子等人都等在了这里 哟 你俩也在 林延有些讶异地 看着胖子段德和老弟凌峰 胖子回来就满级 被盲僧赠予了三阶黄金模板 如今已经达到三十一级 进阶到精英职业者 我如今是老师的青传弟子了 当然有资格惨悔 胖子在盲僧面前恭恭敬敬 一点看不出来 他吐槽盲僧时的悲催样子 嗯 林延刚想说些什么 林延就摆了摆手 你不用说话 他当然清楚 林延在青稻子心里是什么地位 刚见面林延的天赋 就差点把青稻子下心梗 收徒之后 林延可以说 被青稻子当作心间宝贝了 什么好处和资源 都往他身上狂贯 即便林峰没有出去打怪 现在都已经是三十五级精英职业者了 这就是天才独有的待遇啊 林延感慨道 我们不多说 直入正体 青稻子面色严肃开口 我找到了确切的 真理之书星号残业的消息 三日之后 他便将在黑铁城交易会 被公开拍卖 黑铁城 林延皱眉 黑铁城位于两大帝国交界处 是一处中立自由城 三不管地带 极其混乱 诸多势力在其中鱼龙混杂 讲求一个自由贸易 也只有这种地方 有可能流出真理之书残业了 青稻子点头道 类似这种重宝 若是在两大帝国被发现 早就被皇亲国戚独吞了 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落到其他人手中 黑铁城虽然混乱 但这或许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袁天然也点头 如今 我们被宝和祭坛牵绊 都走不开 还是得麻烦炎帝小友走一趟 林延二话不说 直接渗手 袁天然嘴角一抽 你小子为什么这么熟练 别啰嗦 快给钱 救王宝 可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林延理直气壮 我来我来 王铁匠救女心妾 将自己的金卡 直接交给了林延 这金卡里面有一百万金币 你随便花 只要能救我的女儿 全花干净了 我也愿意 林延咋舌 王铁匠还真是有钱 不愧是当铁匠的 一出手就是百万金币 虽然这有可能就是 他的全部积蓄了 果然 这些老油条 各个都是隐形富翁 必须得狠狠地炸才行 我这里也有五十万金币 王僧作为交易市场管理员 虽然之前很穷 但这段时间 收了不少玩家保护费 一个玩家九金币 一万名玩家 就九万金币了 我一心痴迷恋舞 也没攒下多少钱 这些钱是我全部的存款 都拿去花 五百花大气地 将一张三十万额度的金卡拿出 黑铁城不比其他地方 在那里 通过拍卖能买到物品 只是一个开始 能成功离开黑铁城 才算本事 轻稻子摇头 黑铁城内 有反空间挪移的禁制 想要拿到东西就跑路 难如登天 几人都沉默 确实 钱在黑铁城 是最容易解决的麻烦 最难的还是宝贝到手后 到底能不能活着 将其带出黑铁城 那该怎么办 大不了 祭坛不守了 我背着宝 陪着炎帝走一遭 我看黑铁城 谁能拦住我王浩 王铁匠杀鸡沸腾 霸气外漏 作为龙下帝国 最强英雄团的一员 他有资格说这句话 我虽老矣 但区区一个黑铁城 还没那个本事 从我手里抢东西 为了女儿 王铁匠根本不顾一切了 住口 袁天人皱眉 你难道忘了 陷着我们出村的最大阻力 是什么了吗 王铁匠顿时雨色 眼含无尽杀鸡地 看向东方 他们当年为了救出 被软禁的公主 告老还乡 当明村守村人 但龙下帝国皇室 依然对他们忌惮无比 严令他们不许走出明村 所以 曙光英雄们的最大阻力 根本不是真理教 而是龙下帝国的皇室 一旦我们几个老东西 赶走出明村 等待我们的 将是一场血洗 那样的话 我们当年做出的 忍让和牺牲 就都白费了 盲僧声音颤抖 虽然在劝说王铁匠 但依然忍不住 内心的熊熊烈火 该死 王铁匠怒吼一声 眼神血红 那我的女儿怎么办 我好不容易找回了她 我的女儿绝对不能死 如果她死了 我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也要血染龙下皇室 王浩 给我冷静 袁天仁陈鹤 他们虽强 但面对一个强大帝国的皇室 依旧有心无力 但凡有胜算 当年他们也不会选择 如此退步忍让 就当气氛沉闷压抑之时 我倒是想出了一个计划 但就是 不知 盐帝你是否同意了 轻盗子沉声看向灵言 请说 灵言语气客气道 这老哥几个 现在正沉浸在当年的悲伤愤闷中 他还是顺着毛摸比较好 未来三天 我会将我的核心技能传给凌峰 你拿到真理之书残液 凌峰便开始跃及施展空间静咒 轻盗子捋着胡须 我在明村传送阵接应你们 应该可以撕裂黑铁城的空间静止 但是 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 你们要撑过至少十分钟的围攻 小意思 灵言点了点头 还以为多大的事呢 虽然你们的任务 只是撑过十分钟 但或许面对的危险 比上次还凶险 轻盗子实话实说 黑铁城不比柳妖族 里面鱼戎混杂 根本不知道 混迹了什么狠角色 就算拍卖会会场里 冒出几位 想要杀人夺宝的英雄强者 都不足为奇 灵言咧嘴一笑 放心 只要你这边靠谱 就没什么问题 他经过这波强化 就算再遇到流鬼这种老六黄金英雄 都不会皱一下眉头 黄金英雄 在两大帝国 都是有数的 一个小小的黑铁城拍卖会里 总不能一下子冒出来好几个吧 带上我吧 有我的护甲加持 可以撑得更久一些 胖子自告奋勇 可以 灵言点了点头 师父 不必三天 你的核心技能我看过 你再施展三次 我应该就能看明白了 凌峰直接道 宝儿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脱不得了 我们今晚就出发 青稻子文言一愣 笑着摇头 徒儿 我知道你天才 但我这核心技能 我敢说是整个龙下帝国英雄 及法师力最强 其威力不下于敬咒 师父你 尽管施展 凌峰目光坚定 青稻子摇头 自己这徒儿 还是太年轻了 根本不知山有多高 还有多深 好 为师便给你露一手 青稻子点头 年轻人骄傲一些很正常 但也要借骄借躁 他大手一挥 身体周围的空间顿时坍缩 随后延展 最终化为一道空间炮 我的核心技能 为梦幻炮营 以英雄阶之身 就能涉猎空间法术 独步天下 青稻子脸上 骄傲无比 空间法术 远不是英雄及法师能碰的 但他却天赋超绝 硬生生将之琢磨了出来 当初一惊施展 震撼了整个法世界 他不断施展着 还没十分钟 凌峰就点了点头 大手一挥 法力波动之下 一个小小的空间炮 自他周身衍生 村长小屋内 顿时鸦雀无声 嗯 青稻子倒心不稳 差点空间炮暴动 幸亏林眼眼疾手快 醒神扇拍在青稻子后脑勺 才给他打醒 收了空间炮 我滴个乖乖 青稻子围绕着凌峰转圈 难以置信 他以英雄之身 施展出空间静咒 就被评为法世界 百年难遇的奇才 自己的徒儿 一个三十五级精英职业者 只是看了几眼 他的核心技能 就直接施展出来 那得被评为什么 千年 不 就是万年也难遇的神采 原本我以为 即便以你的天才 也得三天 才能学会我的核心技能 没想到啊没想到 青稻子陷入痴呆的呢喃 全巫除了胖子没有心肝 压根不懂这意味着什么 还有林炎 对此毫不吃惊外 所有人都猛逼了 青稻子 我知道你受了个天才 但这也逆天过了头儿吧 这天赋压根不讲道理 我看 不出三年 他就能成就法王之位了 袁天仁 王浩 王僧 五百花 几个打量着林炎 林峰两兄弟 像是在看怪物 这俩兄弟 一个九级就暴杀黄金英雄 一个三接就误出空间静咒 一个比一个逆天 简直离大谱 好 好好好 青稻子从无法接受 渐渐变成狂喜 林峰的天赋 比他那天脑补得还离谱 之前就算吹牛逼 他都不敢吹这么大的 结果却被林峰实现了 未来 我将有一位法王 乃之法圣的徒儿 我注定名流青史了 青稻子养天长孝 他这辈子无期无子 所有的一切都为了纯粹的法术 为了攀登法术的最高峰 可惜那一战断了他根基 让他无法再进一步 铸就王者之谷 但 老来却收到了这样一个天才徒 他在林峰身上 看到一生夙愿 可以得到实现的希望 眼泪都快笑得流下来了 好了 都老家伙了 身上还带伤 不能大喜大悲 你收着点 别笑断气了 袁天人也为老有高兴 但也怕他笑死 赶紧替他顺气 既然已经准备好了 那今夜就可以出发了 他连连转移话题 林烟摇了摇头 我说袁老头 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东西 如今 有了解决办法 气氛转好了 他重新开始敲竹杠 呃 袁天人一拍脑袋 哎呀 你看 这太高兴了 一时间得忘了 他磨磨蹭蹭地从怀里 掏出一张金卡 哼 这是 两万金币 林烟一脸比一地看着他 袁老头 你玩我呢 堂堂一个大村长 这么抠 袁天人脸色一黑 你以为为是这么大一个村子 不要钱吗 一天养着这么多人喝西北风吗 这些年 我们连村都不允许出 全靠吃老本 有这两万金币就不错了 林烟无语了 本应该最富裕的袁天人 居然是曙光英雄里最清平的 简直是模范连结好村长啊 行了 任务经费已经给完了 任务奖励呢 林烟问道 这些钱看着多 但实际上一拍卖 也就用完了 毕竟 真理之书也不便宜 而且 就算用不完 这些卡也得还回去 顶多他在用里面的钱 买一些自己喜欢的宝物 唉 罢了罢了 袁天人无语地 给出任务信息 任务 拿回真理之书 星号残业评级 白银五接要求 三日内带回真理之书 星号残业 交给青稻子法师 奖励 传说装备 剑豪的下身甲 林烟咧嘴一笑 就知道你 还有传说装备 下次干脆点 说吧 他也不拖沓 带着林峰和段德 就向民村外走去 黑铁城不提供任何空间服务 内部空间封禁 也没有传送阵 想过去 就只能走过去 以此为由 林烟又从青稻子那里 敲诈来上百张挪衣服 哥 用挪衣服赶路 是不是太奢侈了点 林峰挠了挠头 我只是找个理由 把这些挪衣服要过来 可没说要用 林烟发了个白眼 老大 心黑还得看你啊 段德在一旁比大拇指 皮痒又想跟我对练了 林烟瞥了过去 嗨嗨 老大英明神武 思维敏捷 简直是我们的道德模范 段德立刻震惊起来 行了 赶路吧 从这里去黑铁城 起码要两天 林烟笑了笑 明村本来就位于龙下 罗兰两大帝国的中间地带 离黑铁城并不算远 这种交界地 双方帝国不断试探 常年有战乱冲突 荒无人烟 一路上不少拦路劫匪 和落草流寇 但能去当土匪的 实力都不高 一个山寨能有几位大师 就算是威震一方的大寇了 在林烟三人组面前 这点力量根本不够看 虽然他们等级看上去都不高 但各个变态 一路上遇到的盗贼土匪 全被他们轻易抹杀 攒了不少金燕珠 这治安也太乱了 走一路 让胖爷直接升到四十三级了 帝国交界处向来都是七苦战乱之地 林烟也杀到了四十五级 林烟微微一笑 道也不多 主要是我们碰到拦路的 就直接把人家老巢给连锢端了 所以升级才这么快 估计沿途的山寨和土匪窝 已经被咱们搅得差不多了 咱也算是为民除害了 林烟点头 这两天斩杀匪扣 让他颇有些当大侠的感觉 踏踏 三人进入黑铁城中 直奔最豪华的客栈 最好的包剑 三剑 刷卡 林烟一挥手 十分大气 毕竟不是花他的钱 见来的大客户 服务员也非常殷勤 听忙前忙后地伺候着 等等 一道慵懒的声音传来 林烟内心一沉 难道要上演什么恶俗的 抢贵兵房环节了 他转过身 正看到一位风神如玉 手上拿着摇扇的俊美公子 你有诗 林烟皱眉问道 看胸台出手阔绰大气 想必来历不凡 历某特意前来结交 俊美公子一拱手 笑道 没兴趣 林烟摇了摇头 黑铁城鱼龙混杂 小心一些 总是没错的 这个时间点来黑铁城 肯定是奔着拍卖回来的 俊美公子胸有成竹 我这里有拍卖会的独家情报 想必兄台会感兴趣才是 嗯 林烟脚步一顿 看向俊美公子 报价吧 兄台果然豪爽 俊美公子一摇折扇 伸出一根手指 一万金币 要价可不低 林烟皱眉 要是不值这个价 你后果自负 当然可以 俊美公子点了点头 这是这次拍卖的物品名单 以及盯上这些物品的各方势力 他走了过来 语气压低 不过看老哥你这气势 定然是奔着这次的压轴拍品 真理之书残业来的吧 林烟冷然看了他一眼 没有表态 俊美公子点了点头 那就没错了 真理之书 涉及到传说中的神次木板 只要集合三章 就可以拿到指引 获得一个神次木板 别说是兄台你 就算是两大帝国的皇室 也是垂涎欲滴 这种重宝能出现在拍卖会上 全靠黑铁城的特殊性啊 嘿 只凭这点情报 不值一万金币 林烟自然知道 真理之书残业的事情 事关神次木板 就算是没有王宝这档子时 他也会来黑铁城 自然 那如果我告诉你 来争真理之书的强者都是谁 以及他们的情报弱点呢 俊美公子咧嘴一笑 嗯 林烟挑了挑眉 成交 俊美公子点了点头 咧嘴一笑 有资格盯上真理之书的实力并不多 如果连一位黄金英雄靠山都没有的话 是绝不会打他的主意的 那些小鱼小家兄台也不拒 你应该注意的 只有这三人 龙下帝国的龙问剑 罗兰帝国的斯塔纳 真理教的大护法 嗯 林烟同孔一说 这三人都来黑铁城了 龙问剑是龙下帝国皇室的黄金晋卫统领 也被称为龙下帝国新生一代最强者 如今已经踏足黄金英雄 斯塔纳是罗兰帝国的三公主 降生那天就得到了海神的关注 如今也已经是黄金英雄 何龙问剑在两个帝国中为绝带双臂 至于真理教的大护法 是一位老牌强者了 他早年一直游走于两大帝国之间 极其神秘 而且 晋级白银英雄已经十多年 如今等级起码在八十级 这是他们的具体资料 俊美公子拿出一封密信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林烟点了点头 对于这三人 前世都只是听闻过其故事背景 但并没有交手过 并不知道他们的情报弱点 特别是真理教大护法 如果真是八十级以上 就完全超越高级探查数的探查范围了 提前知道 情报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 就拍卖会见了 卖出情报后 俊美公子也不拖沓 挥了挥手便告别 林烟研究了一波情报之后 便睡下了 第二天 林烟带着林峰和段德 进入了拍卖会场 这里是黑铁城最大的拍卖会 由黑铁城主家族亲自把控 能在两大帝国交接地带 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自由中立城邦 黑铁家族的来历身份 可想而知 在黑铁城中 只有黑铁家族旗下的产业 受安全保护 绝不允许斗争 只要出了黑铁家族的产业 哪怕是在大街上战斗 也不会有人管 俨然一个交界处的土皇帝 两大帝国竟然会允许这样一个城市存在 真是离谱 断得则舌 林烟微微一笑 原因他是知道的 没有那么多阴谋论 也没有什么复杂成因 只是因为黑铁家族 有一位超越了英雄的王阶强者 王阶 是一个分水岭 极其难以晋升 而且王阶之下 基本没有任何能越阶挑战的可能 即便是曙光七英雄这样的 有史以来最强英雄团 逆斩僵尸王恶旗 都被奉为传奇传颂 拥有一尊王阶强者 相当于一个势力 拥有了合武 没有人会出这种势力的眉头 真是奢华啊 身处这样混乱的布毛之地 一座拔地而起的巨城中 富丽堂皇的拍卖巨塔 让人如知梦幻 林烟拿出百万储蓄的金卡 燕姿之后 见斯塔纳大护法端坐在旁边 面色沉稳 但都肌肉紧绷 气势相互暗暗较尽对抗 林烟的到来 打破了这种沉默的对抗 三人的目光全部看了过来 显然都很惊讶 能坐在贵宾席 代表起码有百万金币的凭证 敢带着百万金币来黑铁城 有点意思 之前从未见过他 也是奔着真理之书残业来的 三人打量着林烟 心思各异 林烟并没有理会他们 只是安然坐在首席 哇 三人试探性的气场压了过来 林烟皱了皱眉 眼神一冷 周身气势化为进风 将三人气势剿灭 果然不简单 三人不敢再小看林烟 也不再试探 段德和林烟坐在贵宾座的后排 这是贵宾的附带福利 拍卖很快开始 林烟则是闭目养神 前面的小鱼小虾都没什么意思 他要确保自己能买下真理之书残业 至于其他的宝贝 等一会儿出了门 看看有没有机会抢一些 一件又一件拍品被拍走 都是外面罕见的真品 足以见得黑铁城这场拍卖会的含金量 下一件拍品 真理之书残业 台上的美女拍卖师扭着成熟的细腰 声音都抬高了几分 到了 林烟睁开眼睛 神情严肃下来 龙问剑等三人也都直起身子 不再慵懒 真理之书残业的大名 就不必多接受了 这是三神留在世间的礼物 美女拍卖师诸唇倾气 诱惑动人 每集其其中的三页 就能得到一件神刺母版的线索之意 人们肯定是迫不及待了 现在开始拍卖 底价百万金币 哇 即便听过真理之书残业的大名 拍卖会场还是爆发出了惊呼 他们都没想到 光是起拍价 就达到了如此可怕的级别 咕噜 不少人都眼睛血红 这样的顶级宝物 如果能夺取到手里 那一辈子荣华富贵 飞黄腾达 都不必说啊 在黑铁城 犯罪是不犯法的 150万金币 龙问道淡淡叫价 场中欲望高涨的红眼病患者 看轻荣问道的身形之后 顿失伪了 连这一位都来了 看来此宝与我无缘 谁会傻到 跟一位黄金英雄强宝 要知道 黑铁城你犯罪不犯法 但人家杀你 同样也不犯法 180万 一旁的斯塔纳举牌 200万 真理教大护法 紧随其后 随着叫价 场中的讨论声越来越大 显然都被这金钱公事震惊到了 灵眼也沉眉 200万 相当于现实里两个亿的购买力了 这些人还真是花钱不眨眼 为了一个神字母版的可能性 就愿意豪至千金 可想而知 他们花钱一点也不心疼 估计平时没少搜刮明知明高 很快 价格就被喊到了280万 三人的火药味越来越足 灵眼摩擦着下巴 曙光七英雄 都能想到跑路的手段 这三人背景都很强 残业一旦被他们拿到手 估计顿时就能跑路 看来钱是不能省了呀 他直接举牌 加入竞争 路上林峰给了 灵眼青稻子的金卡 里面数额庞大 灵眼花起来一点也不心疼 青稻子虽然家里看着穷酸 但却是个隐形的大富翁 他曾经是龙下帝国首席法师 随便制作个高阶魔法卷轴 都能卖几十万金币 可以说 其他六位曙光英雄兜里的金币 加起来都远没他一个人多 这位先生 你的报价是 曼妙的女拍卖师问道 我可不想磨磨唧唧的 一锤定音吧 500万金币 灵眼张口就是秒杀 全场哗然 这小子是谁啊 口气这么狂 一张嘴就是500万金币 我的妈爷 两大帝国的面子都赶薄 牛逼 很多人看着灵眼 眼珠子直打转 龙问剑 斯塔纳代表两大帝国 没人敢招惹 大富法成名多年 实力强横 但这小子年轻无名 就算杀人夺宝 其背后的势力 也没理由兴师问罪 斯塔纳脸顿时黑了下来 这个陌生青年刚出现 他就觉得事情有变化 但实在没想到 灵眼竟然财力如此雄厚 你是要和我罗兰帝国强宝吗 他质问道 灵眼微微一笑 是又如何 宝物有能者居之 你没钱就自己滚出去 少在我面前装逼 好家伙 这小兄弟真硬 我就喜欢这么硬的 斯塔纳都敢对 他真嫌自己命长啊 会场窃窃私语 不知小兄弟是哪家之后 看你的容貌 应当是我龙下帝国之人吧 剑没心目的龙问剑笑了笑 胸有成竹 这真理之书残业 是龙下帝国皇室所需 我们龙下帝国 向来讲究中军体国 要爱国 皇室所需 便是国家所需 你身为我龙下帝国的一员 应当多为国家考虑 排有解难才是 灵眼冷冷扫了一眼龙问剑 冷笑一声 滚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小子 既不是龙下帝国 也不是罗兰帝国的 勇气可加啊 大护法在一旁看热闹 真理教虽然财力雄厚 但和两大帝国没法比 为了一个真理之书残业 拿出两三百万金币就到头了 现在唯有看戏 然后等待机会 出手抢夺一条路 龙问剑脸色顿时冷了下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你可知道 跟我这样说话 是什么后果 灵眼淡淡一笑 哦 那我倒是想问问 黑铁城是你的王土吗 罗兰帝国的土地 是你的王土吗 龙问剑 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没钱就给我闭嘴 再给我扣这些大帽子 我一刀劈了你 灵眼冷漠道 拍卖 讲究的就是一个气势 你得让人相信 你的财力和底气 无人可及 才会令他们 失去竞争的心思 好 你好 龙问剑冷笑一声 除了两大帝国皇室 还没人能做到 在黑铁城自由传送 你敢从我手里夺宝 我倒看你能不能 活着走出黑铁城 他气得直接站起身 一挥袍袖 转身就走 嘿 没钱嘴还笨的吊丝 说不过就破防跑路了 段德在一旁 快笑趴下了 你 龙问剑真想 现在就大开杀戒 但黑铁家族 在黑铁城 就是土皇帝 他承担不起 打破对方规则的后果 你什么你 我爱说实话 胖子气死人不偿命 继续补刀 哼 龙问剑杀鸡沸腾 只要你敢踏出拍卖会一步 我立刻以叛国 最取你们的人头 灵眼看着龙问 当怒走的身影 冷笑一声 帝国的绝代双臂就这 这个臂没钱跑了 你这臂 还要在这坐着吗 灵眼打趣地问向斯塔纳 哼 等着授手吧 斯塔纳咬牙切齿 瞪着灵眼 小伙子 你很有勇气 大护法给灵眼比了个大拇指 可惜 一会儿你就要死在我手里了 可惜 可惜了 他音笑着 跟在斯塔纳身后 走出了拍卖会 三大强者都相继离场 再也没有任何悬念了 现场再没有能为了一个残业 就豪至几百万金币的存在 灵眼顺理成章 拿下了真理之书残业 拍卖会结束之后 灵眼又带着胖子和灵风 在拍卖塔里闲逛起来 拍卖结束 还有交易环节 很多人都会带着宝贝 趁着这大拍卖会进行交易 这个暴击果实不错 我要了 永久增加物房的担药 拿来吧 你 灵眼疯狂购物 金卡回到明春之后 就得还给元老头他们了 趁着这个机会 当然得疯狂消费一波 就当这次出差的差旅费了 买了不少东西 灵眼疯狂消费 感觉非常快乐 但他的豪爽 也震惊到很多人 不少人都过来主动跟灵眼结交 认定他是某位影视大族的公子 或者拥有什么逆天机遇的运气主角 哈哈 好说好说 灵眼自然来者不拒 但是想跟他交朋友 那不得先表示表示 就这样 靠着敲竹杠 灵眼自己的金卡 又入账了接近十万金币 花别人的钱 赚自己的利息 怎一个爽子得了 差不多了 灵眼心满意足 将几张金卡祸害得差不多后 带着胖子和弟弟走出了拍卖会 一脚踏出拍卖会 可不得杀意便压盖而来 如泰山压顶 灵眼丝毫不慌 甩出刚才赤巨子买的一堆防御卷轴 在三人面前形成无数保护罩 灵风手上也不慢 立刻施展空间静皱 将三人包裹其中 轰轰轰 三人的攻击都极其犀利可怕 防御罩不停破碎 十分钟的时间 最多只够杀一个人 杀谁呢 灵眼眼神在三人间不断地转换 按照情报 真理教大护法最弱 并且很有可能 马上就要成为民村大战的敌人 按理来说 最应该杀的是这老匹夫 但是 谁让你身怀中宝呢 灵眼舔了舔嘴唇 看向龙问剑 这三人中 对自己来讲 性价比最高的 反而是龙问剑 只要爆出那把龙问剑 我的攻击力 还可以上升一个档次 灵眼眼神坚定 轰然杀向龙问剑 吃吃吃 他剑如狂风 落在龙问剑身上 瞬间打出几十万的爆表伤害 龙问剑眼神一凝 手中龙问剑发光 好小子 临死挣扎吗 没用的 数位英雄级战力的混战 让街道蹦碎 引来无数人围观 好家伙 还没等咱们出手抢 这几位大佬就忍不住了 看来没咱们的事情了 隐藏在暗中 图谋不轨之人 都有些失望 在他们看来 面对三位顶级强者围攻 灵眼是必死无疑的 给我死 灵眼手段齐出 将输出拉到最高 各种药水和技能配合 一秒就打出高达百万的输出 技能升星之后 用起来就是爽啊 一道火焰刀光冲天而出 将龙问剑三人全都震飞 好强 龙问剑眼露金融 他是直面灵眼狂攻的那个 对灵眼的可怕感受的最深刻 其战力 绝对是黄金英雄级别的 想咬死我一个人杀 强行一换一吗 没用的 龙问剑低喝道 灵眼看了一眼龙问剑的血量 龙下皇室侍卫长 龙问剑种族 人族 皇 职业 龙明剑客等级 70生命值 1300W 护甲 900W攻击 30万07千 物抗 600 法抗 600装备 龙问剑 皇家式长凯 技能 十字剑斩 龙明剑气 狂战剑法 核心技能 宝物 能看到的数据太少了 幸好提前买了情报 灵眼心中冷静 刚才那一波 他砍掉了对方200多万护甲 哼 龙问剑冷笑一声 雕虫小技也敢搬门弄斧 看我剑斩了你这叛国逆贼 他大手一挥 一道可怕剑气 从其剑上冲出 嗡 如海潮般的剑气涌来 街道的地面被离出深深的刮痕 哼 九重雷闪 灵眼瞬间消失在原地 出现在龙问剑面前 叠浪三刀 两人对战在一起 斯塔纳和大护法也加入了围攻 那道被躲过的剑气扫在拍卖塔上 砍出一道长达七八米的可怕裂痕 龙问剑 你真是个蠢货 损坏了黑铁家族的物品 他们就有理由介入这场围杀了 斯塔纳发出尖锐的报名 龙问剑皱了皱眉 他根本没想到 灵眼会拥有如此高级的身法 竟然能躲过这一击 荆棘之盾 胖子也看出了灵眼的打算 挡在他身后 举起反伤盾 将斯塔纳和大护法的攻击全吃下 如今 一时半会儿 这俩人根本破不了他的甲 这个也这么强 感受到胖子可怕的反还伤害 两人顿时吃了一惊 胖子如今护甲暴增 按照护甲比例反还的伤害也暴增 两人都感受到了一些小小的反伤震撼 哄 灵风一手施展空间禁咒 另一手还有余力施展精准大法术 有灵眼赠予的禁忌法杖 伤害极其可怕 哪里突然冒出来 这三个家伙 三大强者都皱眉 灵眼三人的战力 最弱的都达到了白银英雄级别 这种强者在龙下帝国不可能寂寂无名 结果一下子就冒出三个来 还都如此年轻 我刚才居然想着去打劫这三个人 不少人感觉几倍发凉 他们和死神刚才只有一念之隔 该死 缠斗之下 龙问剑的护甲已经被灵眼全部砍掉了 但他却连对方身上一层又一层的防护罩都还没破除完 灵眼咧嘴一笑 他还没打过这么富裕的账呢 完全是烧钱式打法 随后 他又将购买的诸多卷轴全都砸了上去 轰轰轰轰轰轰 十几个高级卷轴 顿时将龙问剑炸掉了几百万滴血 你惹怒我了 龙问剑暴怒了 他也不再考虑后果 眼睛血红起来 再不记出杀招 他就要死在这里了 龙问笑杀剑 他周身能量暴涌 龙问剑上传出可怕的阴波攻击 仿如龙吼 凡是离得不够远的围观者 都被炸得吐血倒飞 砰砰砰砰 英国攻击将灵炎的防御罩全部炸碎 龙问剑手持长剑 吐出三尺清风 锐利到极致 就要将灵炎拦腰披成两半 卷轴用完了 真可惜 灵炎露出惋惜之色 随后一甩手 祭出两道耳坠 耳坠翁动 画出百万护甲的防御罩 龙问剑差点被气吐血 这个老六 到底有多少底派后手 吃吃 龙问笑杀剑的威力 着实恐怖 百万护甲的顶级宝物 也只堪堪将其抵御下来 呼呼 龙问剑眼睛都气得血红 打到现在 他连灵炎的护甲都没打掉一滴呢 哎呀 他悲怒吼出声 从出声至今 就没打过这么憋屈的仗 打不过就破防 你这逼确实不行 灵炎摇了摇头 龙问剑在你手里 实在是蒙尘了 还是将他交给我吧 剑豪意志 剑魂现现 嗡 强大的剑豪虚影 与灵炎融为一体 攻击力翻倍 技能效果翻倍 每一刀劈出 都有可怕的刀器纵横 战场的百米内 完全化为了禁地 就连前来制止的黑铁城卫军 都知足不前 谁敢进英雄及人物交战的禁区 纯纯找死行为 是你逼我的 龙问剑被砍到 只剩三四百万血量 面容都扭曲了 染血龙魂 他施展了核心技能 血量顿时被龙问剑吸收了一半 周身所有属性暴增三倍 他的身体表面破碎 血涌流出 化为一个浴血的干尸 死 本就三十万攻击力的他 如今随意一个技能 都能造成一百多万点伤害 灵延也汗不为死 直接跟龙问剑拼血 吃吃吃 刀光剑影 两人对战飞出的剑气 刀器 都将接到两旁的店铺全部斩碎 化成废墟 暴击果实 灵延福下令他下十次攻击 必然暴击的暴击果实 120W 35W 119W 36W 数值恐怖的扣甲 扣血提示 从两人头顶冒出 看得人双腿发软 最终的拼死对决速度很快 可谓是电光火石 短短十秒就结束了 谁赢了 所有人都眼神凝重 看着那陈烟爆起的交战忠心 那里 只剩下一道身影战力 呼呼 狂风吹散烟尘 众人的目光中 战力之人手握龙文剑 浑身浴血 最后的血拼 果然是龙问剑赢了吗 不愧是绝带双臂之一 不是随便冒出来一个人 就能将其击杀的 很多董哥理所应当的点头 灵言一手磨刀牵刃 一手龙文剑 身披敌血 傲然而立 而他的脚下 龙问剑早已经化为一滩肉泥 只有一颗头颅滚落 靠 龙问剑死了 堂堂帝国双臂之一 居然被当街砍死了 黑铁城摊上是了 不少敏感的人在惊恶之后 心中涌出大恐惧 龙问剑在龙下帝国地位极高 他在黑铁城出事 定然会引起龙下帝国震怒 一场腥风血雨将近啊 这小子真是胆大妄为 竟敢真的将龙问剑杀了 郑和段德 凌风缠斗的斯塔纳和大护法都愣住了 堂堂一位黄金英雄 还没到十分钟就被生生砍死了 虽然这小子用的是克金流打法 但这依然将是一件震撼两个帝国的严重事件 怎么 你们俩也想死 灵言咧嘴一笑 看向斯塔纳和大护法 咕噜 如今灵言腾出手来 三打二 他们两个还真没什么身份 不过碍于面子 又不能转头就逃 所以一时间都罢手 僵持在了原地 灵言冷笑一声 如今他刚克金冲的装备也用了不少了 龙文剑也到手 犯不上再跟斯塔纳二人拼命 而且 剩下的时间也不够再杀一个的了 哥 传送通道已经链接了 等稳定之后就可以走了 凌风提醒道 嗯 灵言点了点头 并没太在意斯塔纳和大护法 而是目光忌惮地看向黑铁家族的方向 果不其然 龙问剑刚死 黑铁家族的方向便传来轰鸣之声 原本清朗的天空 似乎都压抑了 哄 破风声传来 一道黑影游远极近 踏空而来 他身穿黑铁战甲 袍袖翻飞 手持大几 仿如一尊天王 果然把这老东西惊动来了 灵言催促道 快一些 大的要来了 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了 那踏空而来的身影 都双腿站立 黑铁王 有人嘶哑出声 不敢置信 黑铁王 黑铁家族的首领 黑铁城的建立者 名副其实的王阶强者 可以踏空而行 咕噜 已经十年不露面的黑铁王 居然现身了 龙下帝国的皇族侍卫长死在了黑铁城 他肯定要把罪人 拿下给皇室一个交代 王阶存在出手 一切都没悬念了 诸多看热闹的强者 坐鸟兽散 有多远躲多远 王阶是一次极大的阶级跃升 可之前的升阶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每一尊王 都不可忤逆 想走 天空中 白发黑甲的雄壮老者 冷笑一声 大手向下一抓 一只可怕的手掌 便汇聚成形 我来挡 胖子低喝一声 举着荆棘之盾冲了上去 哄 胖子面色一白 顿时感到一股不可抗力 如泰山鸭顶一般 卧槽了 什么天杀的树枝怪 他一口鲜血喷出 脑袋上冒出一个巨大的 三百搭不了 卧日啊 胖子本就奋战了一番 这一巴掌 差点把他直接送回泉水 果然厉害 灵炎看着天上的黑甲老者 还没释放王权领域 就这么可怕 一旦对方施展王权领域 这一巴掌 就真的会要了胖子的命 看来这黑铁王 是一位黄金进阶的王者 凌风大脑急速运转 构建速度疯狂加快 哼 血量还挺厚 黑铁王再度拍出一掌 要将凌风的空间通道拍断 老东西 别太狂了 灵炎呵斥一声 直接祭出大底牌 生死印 上百位鹰兵从生死印中冲出 虽然只是一较宝物 但使用效果 和召唤者本身实力有关 灵炎召唤出来的一百位鹰兵 都是鹰兵将领级别 各个血量超过十万 扑扑扑扑扑 可怕的一掌下 几十位鹰兵相继暴碎 但还是有大半的鹰兵向着黑铁王砍去 这种虚无生灵 本身就可以飞天遁地 嗯 黑铁王再也无法淡定 死死地盯着灵炎手中的生死印 似乎根本无法置信 那是 不 怎么可能呢 黑铁王皱眉 几十位鹰兵将他笼罩 逼得他不得不动用王权领域 嗡 王权领域展开 所有鹰兵的各项属性都下降了一半 灭 黑铁王施展范围性技能 可怕的能量波从他体内震荡而出 将几十位鹰兵全部震成了炸 老东仙 你以为你是无敌的吗 灵炎从鹰兵背后闪身而出 一脚踹在了黑铁王脸上 随后一个折月 动用挪衣服 飞速撤退 你 黑铁王都梦了 整个黑铁城都寂静了 尽可闻真 堂堂十年未出的黑铁王 尊贵至极的黑铁王 居然刚出场 就被人一脚踹在了脸上 黑甲老人暴怒到了极致 须发乱舞 找死 他狂吼一声 毁灭性的鹰波冲击 如海浪般宣泄下来 成了 凌峰眼神一亮 走 灵炎拽着重伤的胖子 和凌峰一头扎进了空间通道之中 轰隆隆隆隆 他们进入通道的瞬间 鹰波海潮落下 摧毁了方圆数百米内的一切建筑 整个地区的地皮 都被吹得塌陷下去 咯吱咯吱 黑铁王捏紧了拳头 堂堂王者出手 不但没能留住几个小背 还被一脚踹在脸上 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我一定会找到你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他一甩袍袖 直接飞身回复 今天他这张老脸 算是丢光了 嗡嗡嗡 灵炎三人 接连从空间通道里逾越而出 一股可怕的气息 从通道内喷出 袁天人本来含笑迎接 但瞬间投皮一马 和几位曙光英雄一同出手 才平息了那可怕的波动 你们可真行啊 这时又惹了谁 居然发了这么大的脾气 袁天人无语地质问向灵炎 你是不知道 这次多惊险刺激 胖子拍了拍自己身上的尘土 迫不及待地开始吹嘘 讲的是会声会色 不去演小品都亏彩了 袁天人几个听得焦急 说了半天就不说 真理之书残业到手没 让他们抓心挠肝 最后听闻黑铁王出手 才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那老家伙出手 你们都活下来了 真是不容易 袁天人冷嘲热讽 这几个家伙 实在是太能惹祸了 去一次黑铁城 还抱踹了一位王者的脸面 简直是要翻天了 你们这次可是惹了大祸了 袁天人哭笑不得地摇头 一下子得罪龙下皇室 和黑铁城两大势力 想想就令人头皮发麻 管他呢 黑铁王那老家伙 本来也不是什么好鸟 也就龟缩在黑铁城 称王称霸 不必管他 王铁匠挥了挥手 只要真理之书 残业带回来就好 嗯 青稻子点了点头 如今所需宝物都已经极其 可以开始唤醒一事了 灵言也期待无比 王宝终于要醒了 他心心念念的第一个神刺母板 终于要到手了 我准备一下 今晚开始唤醒一事 青稻子说完 跟灵言伸了伸手 嗯 这是什么意思 灵言装傻充愣 金卡呀 你不会心黑道 想把我们的金卡都私吞了吧 青稻子无语道 啊 金卡呀 灵言咧嘴一笑 看向袁天人 你先支付这次任务的奖励 我再还你们金卡 袁天人也无语了 咱们合作了这么长时间 这点信任都没有吗 随后 他看了一眼任务 瞬间尬住了 给灵言发布的白银五阶任务 居然提升到了青铜六阶 炎帝 你多多少少带点特殊buff在身上 为什么每次给你任务 你都能把难度拉高这么多 袁天人已经妈了 他知道灵言的脾气 不等灵言敲竹杠 主动开口道 说吧 要什么补偿 灵言大方地摇了摇头 不需要什么补偿 袁天人不敢置信 你便信了 不过 劳烦铁匠给我修复一把武器即可 灵言笑道 好 包在我身上 王铁匠一口答应下来 不过看到老村长的眼神 才惊觉自己是不是又掉进炎帝的坑里了 老王你大气啊 灵言拿出龙文剑 此剑蒙尘日久 整个龙下帝国 能将之修好的 也就只有老王你了 他丝毫不吝啬于吹彩虹屁 因为这件事 对他太重要了 那倒是 我当年可是龙下帝国第一段道诗 王铁匠自信非常的接过龙文剑 三秒后 他石化在原地 老王 等你好消息了 灵言趁机将金卡塞回几人手中 从袁天人手中接过奖励后 就溜之大吉了 走出很远之后 他听到了几位曙光英雄杀猪般的惨叫 不 该死的炎帝 我要杀你 告诉我 我的钱呢 除了青稻子的小金库实在是太厚 灵言根本花不完之外 剩下几张金卡 基本每一张都被刷到 只剩凄惨无比的几千金币了 那是炎帝最后的良心 该死的小贼 早知道他这么无耻 我无论如何 也不会给他结算任务奖励 袁天人心痛 下个月明村的工资都要发不出去了 几人齐齐看向青稻子 嘿嘿 老青 借点 灵言牵着沈又微的小手 走在新手村的路上 玩家们现在或者加入真理教 或者离开明村 前往主城了 现在的新手村 主打一个清静 只有一些新注册的菜鸟 在不断地涌入 灵言你听说了吗 今天的晨报 全球注册神土的玩家 已经突破30亿了 沈又微不敢置信地刷着新闻 灵言点了点头 除了非洲这种电脑 都没普及得穷乡僻壤 基本所有文明社会的人类 都已经注册了 你也突破到三阶 精英职业者 灵言一挑眉 嗯嗯 沈又微骄傲地一挺胸脯 又微厉害吧 灵言点了点头 很挺 厉害的 他将斩杀龙问剑的经验珠 传给沈又微 这些够你升到三阶满级了 这两天 最好让铁匠把他的核心技能传给你 保证完成任务 沈又微有模有样的一镜里 和沈又微在新手村逛街 增进了一波感情后 灵言送他回到了铁匠铺 他咧嘴一笑 老王 武器修好没呢 王铁匠一脸黑线地拿出修复好的龙闻剑 然后丢给灵言 以后不要再打我的主意了 我是真的一滴也没有了 他是真被灵言给掏空了 金卡也见底了 武器也都送出去了 如今又帮他修复了一次高阶传说武器 现在的他 可谓穷的 就剩底库了 本来铁匠应该是赚玩家的钱的 结果现在却被一个玩家给掏空了 我大概是有史以来最窝囊的新手村铁匠了吧 王浩哀叹一声 灵言监察了一番 眼神放光 握着王铁匠的手 再三感谢 然后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 被轰出了铁匠铺 小气 灵言倒也不在意 毕竟占了铁匠这么多便宜 他升级点也正常 找了一处没有人的所在 他开始融合装备 点开龙文剑的装备属性 龙文剑 传奇 等阶 五阶攻击加40W 攻速加0.3 吸血症10%特性 龙银 主动 激发武器内龙魂 造成范围剑鸣伤害 每秒耗篮 50点 龙文 战斗时 使用者可觉醒龙文 敏捷加5 破军 对护甲额外附加1W伤害 不愧是龙下帝国皇室 世代相传的顶级武器 果然顶啊 灵言嘖嘖称奇 就是不知道 剑豪的剑最巅峰的状态 与龙文剑孰强孰弱 他将龙文剑融入魔刀千刃 三大特性全部继承 破军特性与削铁如泥特性合并 绝世宝刀 他看着眼前的魔刀千刃 心情激动 魔刀千刃 白 攻击加5W 攻速加0.8 暴击率正10% 吸血症10% 敏捷加5特性 削铁如泥加 吹毛利断加 千刃 浑然一体 剑豪秘技 剑豪战魂 龙银 龙文 55W攻击增幅 八个特性 加上诸多属性 除了那些足以镇国的王者之兵外 此刀当为天下第一 终于有敏捷属性了 以后和高手对决 就不用那么被动了 灵言长吐一口气 而且一来就是5点 敏捷就是近战时 所能发挥的身体极限能力 敏捷加5之后 他可以施展出更多的独特技术 以我的刀法 就算是英雄遇到我 也只能是被虐的命运 灵言信心满满 除非遇到黑铁王这种数值怪 数值碾压是不讲道理的 接下来 是剑豪传说装备的融合 灵言看着手中的剑豪下身甲 很是感慨 不愧是最强英雄团中的最强存在 龙下帝国立国以来 毫无争议的最强英雄 光是他得到的装备 就四件传说了 也就是说 剑豪全身装备几乎都是传说级的 灵言感慨 几乎没有人能凑齐一身同阶传说装备 而剑豪却做到了 这就是龙下帝国第一英雄的含金量 他将剑豪的下身甲融合 护甲再度增幅一百多万 并且其特性融合后 提供了一个新特性 最后一滴血 免疫一次致命攻击 嗡嗡嗡 灵言又融合了不少下身甲 给软胃裤 随后 他打开了自己的属性面板 ID 炎帝种族 人类 皇 职业 战士等级 九生命值 400 护甲 1210W攻击 55万025 误抗 1430 法抗 1425 法力 400 疑速 8 攻速 3 敏捷 5 血量恢复速度 0.5% 吸血 10.5% 暴击 21% 护甲吸附 2000 破甲 11000 反伤 12000 装备 软胃甲 白 软胃裤 白 剑豪头盔 传说 踏雪风行靴 传说 魔刀千刃 白 终极神器 唯一 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四阶 技能 叠浪三刀 三星 岩刀 三星 九重雷闪 三星 高级探查术 三星 能力 暂无宝物 生死硬 避水斗篷 隐身披风 醒心扇 五十万攻击 1000多万护甲 加上各种特性和底牌 足够了 灵炎算计了一番 点了点头 是时候开始新手村最后的谋划了 夜晚 明村祭坛 王板儿躺在祭坛中心 青道子将所有需要的宝物摆在他的身边 借助真理之书的神性 万年柳木星的生命力 催发生死印中生死轮回的力量 生死九转 便可以彻底解除他的灵魂契约 青道子接过灵炎递过来的生死印 汹涌的法术力量涌入其中 仪式正式开始 王铁匠 袁天仁 芒僧和五百花 镇守在四方 气氛无比地肃杀凝重 灵炎带着灵风 胖子 沈幽威和楚清玄 给青道子护法 真理教随时会来破坏仪式 不能掉以轻心 袁天仁沉声提醒道 话音刚落 破风声传来 惊起一片鸟群 天空都被杀鸡惊破 云层散开 这么急不可耐吗 袁天仁怒笑一声 背后生起可怕的剑士 一掌挥出 剑气扫荡整片街区 隐藏在夜幕掩护下的真理教教徒 全部被砍碎 咕噜噜 鲜血爆开 上百道身影从黑暗中摔落下来 头颅滚滚 哼哼 看来剑好死了之后 你很怀念他吗 阴冷的声音传出 黑袍面具人站在屋檐上 双眼流露着嘲讽 甚至为了他 你直接转修剑到了 既然这么想他 不如就去地狱里 与他团聚吧 执迷不悟的东西 袁天仁怒哼一声 身形化为一道剑气 瞬间杀到屋檐上 以纸为剑 灵力披下 哥哥 你老了 黑袍面具人一甩披风 如蝙蝠一般飘然而退 整座房屋 都在袁天仁剑指下轰然崩塌 这些就是日后再清算 今天是宝侄女解脱诅咒的日子 你非要把事情做绝吗 袁天仁立声质问 呵呵 王板是曙光七英雄的灵魂 灵魂死去 你们就是一群废物吧 黑袍面具人咧嘴一笑 你觉得 我会眼睁睁地看着他复活吗 畜生 袁天仁暴怒 可怕的攻击杀向黑袍人 一切都要结束了 今天就让我们站得痛快吧 黑袍面具人不再躲闪 手持双刀与袁天仁站在一起 轰轰轰 两大强者的对战恐怖至极 所过之处钻石乱飞 防导乌塔 而另外几个方向 王铁匠 五百花和盲僧也开始动手 各自拦住真理叫一位大敌 我们之间的力量本来是平衡的 甚至论尖端战力 我们还要差一筹 但今天青稻子疼不出手 我们便占了优势 民村注定要被灭掉了 黑袍人节节笑着 你以为说这些就能乱我心什么 袁天仁仰天长笑 不错 我是转修了剑道 但你和我本来同位天机师 怎么算不出今晚你大难临头了 大难临头 黑袍人冷笑 我算出了唯一的变数 你想依仗的 不就是那位玩家炎帝吗 一个刚降临没多久的蠢货 战力确实还不错 但想靠他扭转今晚的大局 不得不说 哥哥 你便喘了 蠢的是你 袁天仁眼神冰冷 今晚 是他为真理教所布下的一个大局 今晚 真理教避灭 就用你们的覆灭 成为板苏醒的庆贺吧 姐姐姐 好啊 看到我们 谁能笑到最后 袁天仁与黑袍人 是兄弟 也是仇敌 两人实力都极强 杀到乌云都不敢遮罩 杀到狂风都停止乌业 明村的四方战场 都无比混乱 厮杀声震天 菜鸟玩家们 一脸猛逼地接受了守村任务 看到那丰厚的奖励 各个以为是福利天降 但真大起来之后 才发现自己就是炮灰 真理教的精英教徒 一刀 就能披杀一片新手菜鸟玩家 这些不断从泉水复活的玩家 怨气冲天 你妈的 这游戏平衡怎么做的 老子刚他妈的三级 就给我安排 无数几十级的对手 讨伐新手村 我热乱你的龟孙 悲惨玩家的呼声 传入零年的耳中 但他却没心情笑 他看着眼前的黑衣老者 战衣沸腾 居然是你 我们还真是有缘啊 黑衣老者咧嘴 笑容僵硬如老师 真是没想到 教主嘴里说的炎帝 就是你 这一次 你逃不掉了 是吗 灵炎看着面前的老者 森然一笑 上次没杀掉你 我也很疑惑 这次死的是你 靠克金战法 杀了龙问剑 你还真以为自己 有英雄级战力了 老者冷笑一声 嘲讽道 他正是当天 黑铁城拍卖会 三位英雄级强者中 等级最高的真理 叫大护法 哼哼 杀你一个小小的白银英雄 还是轻松无比的 灵炎杀意凛冽 老大 我来帮你 胖子 灵风都站了出来 沈又威拉开了弓 楚清玄在积攒气血 准备发出五道家绝招 灵炎也抽空给楚清玄 做了一个太极拳套 输出拉满 加上胖子的护甲共享技能 可以说 如今他们都拥有 英雄门槛的战力 甚至能碾压青铜英雄 如果配合得好的话 对战高级黄金英雄 也未必不能一战 核心小队除行出险啊 灵炎感觉很欣慰 哼 大护法皱眉 明明灵炎身后 但却令他这位九十级白银英雄 都感到了些许压力 明村从哪里找来的 这么多离谱的玩意 他嘀咕一句 心里有些怂 眼珠一转 看向灵炎 小子 你竟然如此狂妄 可敢与我单挑 好啊 灵炎点了点头 大护法冷笑一声 终究是年少气盛 激将法都识破不了 灵炎冷笑一声 对胖子几个一挥手 不过 是我们五个 单挑你一个 啊 大护法猛了 头皮瞬间发麻 眼底一个人的战力 都让他觉得有压力 五个一起上 他绝对没有胜算 幸好 明村四方战场上 不少高手都冲过了包围网 杀到了祭坛 大护法见到支援道场 底气立刻充足 哈哈大笑道 比群殴 我们真理教还没输过 说吧 他身形一展 如阴笋般抓向灵炎 有位 你负责远程输出杂兵 清玄 进入祭坛警戒线范围的真理教徒 都有你来处理 灵炎开始战术布局 胖子 老弟 和我以最快速度 杀掉这老头 然后回头清理战场 好 五人小队的关系 核心是灵炎 此时自然都听灵炎的调解 吃吃吃 沈幽威手中 刘妖剑不断射出 可怕的攻击力 附带护甲穿透 真理教的杂兵们 根本顶不住 接连被穿成透心凉 我来给大家加增益 沈幽威施展出铁匠的核心技能 七宝琉璃剑 铁匠是锻造师 最喜欢的战斗方式 是叠buff 所以 沈幽威如今转职的是 增益射手 可以通过剑矢绑定队友 对队友增加友谊buff 或者共享buff 也可以通过剑矢 给敌人标记负面buff 我的级别太低 最多能使用三宝剑 也就是让队友之间 共享三个属性 沈幽威急切问道 我该怎么选择 共享我的移速 你的攻速 还有我的敏捷 灵炎立刻道 好 沈幽威剑矢连发 所有人都得到了属性共享 我靠 老大你敏捷高得这么离谱 胖子猛逼了 我现在只能做到50%的属性共享 沈幽威提醒道 我得到了2.5点的敏捷增幅 也就是说 老大你的敏捷至少再5点 胖子嘖嘖称奇 正常来说 敏捷属性在英雄阶之前 压根不会接触 而灵炎才9级 就拥有了5点敏捷 简直非人类 但 他并不是最爽的 现在最笑的和不拢嘴的 就是灵炎了 沈幽威作为射手 攻速提升消耗的自由属性点极少 所以 沈幽威如今攻速足足5点 也就是一秒可以射5剑 灵炎本身就有3点攻速 加上共享的2.5点攻速后 攻速直接达到了5.5 要知道 他基础攻击力 955W 就算不用技能 一秒钟最起码 也能标出300万点伤害 这是何等可不的概念 黑铁王这种王者数据怪 一巴掌也才打这个伤害而已 幽威 你这技能真是太爽了 灵炎给他比了个大拇指 而大护法则悲剧了 灵炎的刀快到模糊 比他这个90级白银英雄 攻速还快 这上哪说理去 根本防不住啊 大护法悲忽 灵炎的攻击太恐怖了 就算防住了 都得吃好几万冲击伤害 一个防不住 砍在身上 就是50W家的伤害 再打出一个暴击 就是上百万伤害了 他全身连血量带护甲 也才900万 刚见面就被砍掉了三分之一 怎么会这么离谱 怎么会这么离谱 大护法脸色比吃了屎还难看 他嘶吼道 你那天居然隐藏了这么多实力 我知道了 你就是为了坑杀我 你小小年纪 好深的心机 灵炎被大护法喘笑了 你也配让我隐藏实力 实际情况是 他那天是真没这么高的输出 M 胖子和林峰一左一右助战灵炎 却越来越觉得自己 没有存在感 灵炎一刀下去 少说五十几万的伤害 而他们俩加一起 都没有五万 段哥 你觉不觉得咱俩在这有点鸡肋 林峰备受打击 他觉得自己就够变态了 仅仅精英职业者 就掌握了即便英雄级 都难以掌握的高阶法术 甚至还手握顶级装备 宝物 结果战斗力却被哥哥秒成扎了 灵炎看出林峰的挫败 内心微微一笑 没办法 这就是气韵之子 和顶级挂臂之间的差距 老弟啊 你还是慢慢适应吧 哎呀呀 大护法气疯了 他纵横江湖 成名多年 堂堂九世级白银大英雄 居然被三个小年轻压着打 而且 他们还谈笑风声 还要不要点面子了 行 算你狠 不过老夫也不是那么好拿捏的 大护法怒喝一声 施展出何心技能 踏血无痕 嗡 大护法脚下凭空凝聚出风雪 一脚踏上 整个身体都虚化 受到的攻击伤害顿势减半 踏踏 踏在血路之上 他的疑速和敏捷都暴增 眨眼间就冲出灵炎三人包围圈 杀机无穷地向着王板祭坛杀去 不好 灵炎内心一震 大护法的核心技能 居然是罕见的身法类 哼 老夫名声在外多年 便是靠着这核心技能 威慑诸多强者 大护法自傲道道 有这等身法类核心技能 来去无踪 只要他不作死去招惹王者 任谁被他盯上 都要头疼 死吧 他眼神冷利地看着王板 今天的一切核心 都是为了杀王板 只要他的任务成功 一切就都结束了 真理教与民村之间的斗争 胜负已定 轰轰轰 四方战场上 王铁将几人 也注意到了这一幕 心中都焦急 恨不得立刻顺移过去救援 但真理教的顶级强者也不弱 如今年老还带伤了他们 一时间根本脱不开身 呵 哥哥 这就是你所说的变数 也不行啊 袁天刚看着灵炎 大笑着嘲讽 要乱袁天人的心智 顶级高手对决 只要露出一个破绽 现在就谈输赢 还太早了 袁天人面容平静 波澜不惊 我看你就是不见黄河不死心 袁天刚气势更胜 与袁天人的交锋更加激烈 想阻止我拿神刺木板 你已有取死之道 灵炎眼中 杀鸡鼎盛到了极致 三宝归一 提速 沈又微的战斗直觉很强 直接暂停了其他三人的属性共享 专门只给灵炎一人 提供单项属性 疑速增益 这让灵炎的疑速 直接翻倍 他将疑速药剂捏碎 疑速再度加二 踏风行 踏雪风行靴特性发动 疑速再度上升一倍 达到惊人的三十六 燃烧 他拿出在拍卖会逃来的龟一符宝 将其点燃 吃吃吃 他又将十张小挪衣服被投入火中 最终被龟一符宝 熔炼为一张定向挪衣服 雪中哥 神法技能效果增加一倍 九重雷闪 灵炎动了 本来九重雷闪的极限距离一百米 但在雪中哥的加持下 直接略过二百米距离 再使用定向挪衣服 又瞬间跨越一百米 瞬间追上了大护法 大护法一脸猛逼地看着背后突然出现的灵炎 如见了鬼一般 怎么可能 老皮肤 你高兴得太早了 灵炎血红了眼睛 高达三十六点的疑速 令他快成了闪电 你是妖怪吗 大护法头皮都炸开了 要知道 他堂堂九十级白银英雄 施展身法型核心技能 疑速才勉强达到三十五 这英雄阶段本应该是无敌的 但却硬生生被一位九级萌新压过了一头 给老子死 为了追上大护法 他几乎底牌进出 那可都是钱啊 轰隆隆 他这一刀 快倒在空中斩出了雷霆 带着痛失海量金钱的愤怒的一刀 可怕到不可承受 欠魂秘境 技能效果翻倍 顶级暴击药水 技能百分百暴击 灵炎疯狂甩出底牌 每用处一样 这一刀上所附带的怒气 便越恐怖 蝶浪三刀 炎刀 蝶刀 剑豪战魂 杀 暗沉的夜空 回荡如雷暴般的刀鸣声 短短三秒内 灵炎打空了自己所有的技能 200W 230W 280W 300W 这一波炸裂到极致的输出 仅仅四刀就将惊恐到极致的大护法 当空斩杀 后面的两刀 纯纯的伤害一出 将大护法的尸体 斩成了碎末 场面一时陷入了诡异的寂静 围攻的真理教教徒们不动了 几位曙光英雄都看待了 袁天刚等一众真理教高层 更是直接陷入了麻木 靠 老大你牛逼上天了 胖子第一个从呆滞中苏醒 惊呼了一声 这输出 简直炸裂到极致了 无愧炎帝之名 该死的老鬼 终于死了 灵炎一挥手 将大护法爆出的物品都收到背包 深深呼吸了几口 大颗汗珠从他额头留下 可要磕猛了 有点透支 他对自己的极致输出数据很满意 本来基础攻击就50万 各项技能 基本都会造成攻击的1.5倍伤害效益 也就是75万 剑魂秘技 让技能威力翻倍 达到150万余值 顶级暴击药水 让技能也拥有了暴击效果 从而才打出那惊骇世俗的300万攻击数据 一套连招 一气呵成 丝滑无比地斩掉一位90级白银英雄 喂 老青 你发什么呆呢 搞快点 为了杀他我可付出不少代价 这一战过后 你得给我补上 灵言看向一脸麻木的青稻子 哦 哦 我知道了 青稻子僵硬地转过脖子 继续操作 哈哈 袁天人畅快地大笑声回荡 天刚 看来我转修建了这么多年 对天机的把握 还是比你更强啊 你这些年是怎么修炼的 修炼到狗身上了 刚才他脸上有多冷静 心里就有多慌 如今大局已定 真理教大护法已死 再也没有人能阻止王板复活了 咯吱咯吱 袁天刚额头上青筋爆起 死死地盯着灵言 语气森寒 这根本不可能 他的算计没有任何漏洞 但可惜的是 灵言太爆了 谁能相信 九级能逆斩九十级 简直没天脸 胜负已分了 我的地点 袁天人霸气的手掌压落 恐怖的剑气 荡平沿途一切 不 我绝不会输 袁天刚眼睛血红 就算是输 我也不会输在你这只帝国走狗的手上 哼 袁天人正要与袁天刚做最后的决战交手 忽有所觉 脚步一顿 看向祭坛方向 嗡 祭坛上 生死之力运转 王板的额头上 黑气蒸腾 显化出一张血色契约 最终 那张契约被生死之力磨灭 化为灰烬飘飞 成功了 青稻子忍不住畅快大呼 嗯 祭坛上 魅惑又轻力的女孩皱了皱眉 随后缓缓睁开了眼睛 她的瞳孔清澈明亮 她坐起身 压抑多年的心灵之力 化为风暴 轰然席卷而出 可怕的威压 笼罩明村上空 宣告着一个不争的事实 曙光七英雄的灵魂 彻底苏醒了 撤 感受到漫天的心灵威压 袁天刚脸色阴沉 知道事情已不可为 只能放弃 彭彭 真理教的围攻 立马溃败 疯狂地朝着明村外撤退 一路被追杀到明村边界 才成功逃窜 马上就要结束了 袁天人看着袁天刚消失的身形 一甩袍袖 回到了明村祭坛 袁伯伯 王板 此时已经恢复了正常 气息收敛 板 你感觉怎么样 王铁匠对女儿势而复得 此刻浑身激动到颤抖 再过最多两个时辰 应该就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了 王板 深吸一口气 刚觉醒之时 是最虚弱的时候 所以他才强行释放羁压的心灵之力 吓走袁天刚 否则若是真理教拼死一搏 胜负倒也未必是定数 好 如今真理教大护法已死 宝又得以恢复 真理教完全不足为虑了 伍板花开心道 王板摇了摇头 我们必须抓紧捣毁真理教基地 最好现在就动身 怎么这么急 等你养好了 身体再去也不迟啊 王铁匠连忙劝道 他很怕王板再出什么闪失 不 王板解释道 真理教一直在筹备名为王之傀儡的造物 之前他们冒险 将计就计 从明村偷走僵尸王血 也是为了王之傀儡做准备 这 袁天人顿时想起了王血被偷的事情 这几天 心思全在救活王宝 将这件事忽略了 不错 真理教大厅里机械轰鸣 似乎在建造什么可怕的东西 灵眼笃定道 若真让他们造成 将会很可怕 以他的见识 自然听说过王之傀儡 不过按照上一世的剧情 王之傀儡 还要很久之后才出现 只是作为新手村覆灭 僵尸王重生 再度出事 这个剧情的一个背景板设定而已 一旦真理教成功 王之傀儡将拥有伟王战力 不是我们能抵挡的 王板摇头 这几年 他相当于卧底真理教 知道了太多的秘密 什么 伟王战力 袁天人内心都一颤 如今他们都年老 身怀旧伤 战力不足巅峰时三分之一 又缺了剑豪这个最强战力 想对抗伟王 已经不太可能了 据我所知 想要铸造这种傀儡 需要真理之书残业的神性 来作为中枢能量吧 灵炎内心火热 不错 王宝也不是蠢人 灵炎如此强大 还压着不升街 肯定是图谋神次母版的 真理之书残业 对他的吸引力 可想而知 如果能拿到真理教的残业 再拿到龙下皇室那一页 就凑足三页 可以拿到第二个神次母版了 灵炎激动无比 如今他实力足够了 接下来的路都是坦途 出了新手村 基本就无敌于龙下帝国了 至少两大帝国版图里的神次母版 他都可以亲你拿到 到时候就是升级如喝水了 爽 虽然他为了神次母版 一直不升街 但不代表 他不对自己区区九级的等级 感到寒酸 这么说 确实得痛打落水狗才行 盲森也出言 袁天然点了点头 本来今晚的布局 就是王宝苏醒后 立刻反打 但王宝苏醒后的状态并不好 出于担心 才没有做这个选择 估计最迟明天 王之傀儡就能造好了 王宝急切道 袁伯伯你放心 我在路上就会恢复得差不多 咱们快出发吧 你身体刚好 怎么能让你参加战斗 王铁匠连连摇头 只有我对真理叫了如指掌 你们盲目地进去 会吃大亏 王宝据理力争 虽然林烟想说 自己也对真理叫了如指掌 但想着 既然王宝愿意当向导 他也省事了 这大概就是 懒人有懒福吧 而且 袁大哥还得镇守祭坛 龙下皇室那边 对我们盯得也紧 所以 即便今晚是特别决战 袁大哥也是绝对不能出村的 青道子很清醒 其实还有一个曙光英雄们 都心知肚明的原因 真理教主袁天罡 是老村长的弟弟 总不能真让他们兄弟相残吧 诸多思虑下 王铁匠只能点头同意 放心吧袁大哥 我们会尽力 把天罡活着绑回来的 不到万不得已 我们不会杀他 五百花拍着汹涌的胸脯 保证他 不必 不要因为顾及那个孽畜 让你们受了伤 该杀就杀 我对他早已失望透顶 恨不得亲手诛之了 袁天仁冷声道 随后他看向林妍 妍帝小友 今晚我不能出手 只能再请你出手了 林妍刚想答应 我知道 你不必多说 只要你捣毁真理教基地 我就将剑豪大哥的 最后一件装备送给你 袁天仁阻止了林妍的话语 顺便给他发了个任务 林妍无语了 之前他想敲竹杠 袁老头一百个不乐意 今晚他因为太想要 真理之书残业 所以压根没想着敲竹杠 结果他 反倒把装备主动送出来了 不过不要白不要 他直接接取了任务 看来 还是得能沉得住气 才能获得意想不到的好处 林妍内心开始 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 而且 丽人设也很重要 只要你善于敲竹杠 敲着敲着 对方习惯之后 就会自然而然地点好处了 那还等什么 快出发吧 林妍催促道 一旦王之傀儡炼至成功 真理之书就彻底和傀儡 中枢融合了 那时候毁之晚矣 好 立刻出发 几位名村顶级战力 带着林峰几个徒弟 还有名村大部分武装 一同向着真理脚出发 新手村的玩家们 也接到了任务 虽然他们只是废物 但冲个人数 壮壮气势也是不错的 也就是俗称的气氛组 或者拉拉队 直到大部队消失在事业中 老村长才发觉到一丝不对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是了 严帝这小子 今晚怎么这么积极 他被弟弟 今晚可能要被杀死的矛盾心态所累 当才心思烦乱 这会儿才回过神来 是神刺母版 袁天人明白过来 随即微微一笑 摇头道 罢了 他本来就是 我为建豪大哥选的传人 这些装备 本就是要送他的 可惜 他不愿意拜师 就只能通过任务来送了 嘿 小崽子 跟老夫斗 你还愣着呢 他突然感到很愉快 对弟弟的复杂情感 都消散了不少 迈着轻快的步伐 向家中走去 这里就是真理教基地了 林岩指了指前面的山洞 藏得还真够深的 王铁匠皱了皱眉 吐槽道 真理教隐藏在群山之中 挖掘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城 真理教一共有三观四卡 还有三层防御 王宝刚要将真理教的 布防图解释清楚 就见到王铁匠 化为一道泄红色光芒 直接冲了过去 对于这个害了他女儿 这么多年的罪恶之地 他早就恨之入骨 如今终于能亲手报复 当然迫不及待 一切增益 静家无声 王铁匠大吼一声 身上诸多光芒闪烁 一层又一层的BUFF 从他体内迸发 轰轰轰 诸多装备被他甩出 直接蹦碎在防御罩上 随后 他一拳轰在防御罩上 咔嚓咔嚓 瞬间 地动山摇 整个防御罩都碎裂了 沿着防御罩 四周的山体 都落下滚滚巨石 大地都开裂 靠 太猛了 灵言赞叹 这就是曙光英雄暴怒下的 全胜姿态 他有些庆幸 若非他和王铁匠打的那次 对方根本没有拼命 他根本不可能与对方过那么多招 最外面的一层阵法 只是为了探测敌人的 防护效果最弱 王宝捂着额头 自己老爹怎么这么冲啊 第二层防御阵法被激活 可怕的能量 汇聚成一把能量巨剑 向着王铁匠怒斩而下 我来助你 五百花飞身而起 作为武道家 近战爆炸伤害 是他的最强项 给我碎 五百花一把抓住巨剑剑刃 然后身体化为最可怕的武器 每一个部位都是杀器 轰轰轰轰轰轰 短短数秒钟 他竟靠肉身 生生轰碎了 那柄能量巨剑 女暴龙啊 段德看得一阵痴呆 哼 我师父爱好 可是霸王花 楚清玄骄傲一笑 你们两个让开 老夫的静咒完成了 青稻子的大招 已经酝酿完毕 大手向着阵法一压 快走 五百花抓住王铁匠 闪身就走 轰咙咙咙咙咙 长达十丈的火焰巨龙 横空掠过 轰然撞在防御阵法上 砰 火龙爆炸开来 整个阵法都被摧毁 可怕的能量脉冲散发出来 吹得人一袍烈烈作响 整座由阵法保护的山头 都被火龙散开后的烈焰点燃 将暗沉的沉溪 照得亮如白昼 我靠 这是新手村NPC的战力 尼玛的 我玩了个假网游 太尼玛帅了 未来我定要成为超级大法师 跟来完成任务的玩家 全猛逼了 这场面太大了 完全超出了他们现阶段的认知 应该是为了过剧情 临时把他们加强了吧 就是为了让我们看到 高等级之后的战斗特效 我承认 这游戏确实有点东西 刚才差点把我吓尿了 一个新手村的NPC 估计等级不高 咱们随便再升两阶 就能有这么狂拽酷炫的战斗特效了 大家加油吧 玩家们沸腾了 各个激动 情绪高涨 杀入真理教 活捉袁天刚 轻稻子大喝一声 跟我冲 王铁匠和五百花 两位黄金英雄开路 带着明村士兵和玩家们 向着真理教地下基地冲去 一路上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根本拦不住 咱们去找王之傀儡 欣赏完大场面之后 灵妍对胖子几个说道 王宝还虚弱 与盲僧略阵后方 青道子是核心输出 加战斗总指挥 毁灭王之傀儡这件事 自然落在灵妍肩上了 真是熟悉的味道 灵妍皱了皱鼻子 这次来他还要小心翼翼 披着隐形披风 这次则是光明正大杀进来 谁敢挡他 吃吃吃 五人小队穿行在地下城 沿途碰到不少真理教徒 还有加入真理教一方的玩家 可惜 这些人的实力和五人小队 差得太远太远了 全被割麦子一般放倒 跟在灵妍身后的新手玩家都猛逼了 这几位真的是玩家吗 怎么强得这么离谱 新手村NPC都能这么强 他们估计比咱们早完了的把月 升阶了而已 咱们马上也能这么强了 真期待啊 灵妍听到玩家群里的讨论 微微一笑 看来每一批玩家 都有属于自己的董哥啊 那是炎店 被网游董哥评价为 傲慢的过时者的家伙 加入真理教的玩家 也都猛逼了 游戏董哥曾经发过帖子 说加入真理教 才是游戏的正确玩法 留在民村 死路一条 根本升不了极 但如今不光是灵妍 灵妍身边的几个老玩家 也都强得一塌糊涂 这就是他说的死路一条 奶奶的 一水的三阶精英职业者 而且还都快满级了 留在新手村后期 福利这么高的吗 唯一还停留在一阶的炎帝 战力还这么变态 这些玩家不愤地讨论着 讨论讨论着 他们就都被杀光了 场中再无讨论之声 复活后的他们 自然也看清了形势 民村大军太猛了 复活后去支援 无非就是毫无意义地送死 所以他们要么挤在泉水跪地投降 要么就偷偷跑路 特别是那些被真理教电诈的劳工玩家 此刻都疯狂地往外跑 感谢炎帝解放了我们 出去之后必有重险 这些玩家都痛哭流涕 林妍对这些玩家并不同情 甚至还想笑 玩游戏都能被电诈成劳工 智商也是没谁了 这种蠢货 还能指望他们 报答自己个毛线 给我死 一声怒吓传来 真理教的顶级高手们 都守在大厅 此时见林妍到来 都疯狂向他出手 我看谁敢伤他 王铁匠和五百花冲了过来 将这几位高手拦下 你专心去破坏王之傀儡 这里有我们 青稻子大喝道 好 林妍点了点头 他的目的本就是真理之书残业 真理教的高手 有人能帮他顶着 他自然求之不得 呼 飞身来到大厅中心 将那巨大的蒙布扯下来 露出其中高达十几米的人形巨型造物 找到你了 林妍激动道 不过 还没等他笑出声 这可怕的人造巨物呆滞灰暗的双眼 竟然明亮起来 哄 王之傀儡的身躯紧接着动望 一巴掌就向着林妍压落下来 靠 林妍内心一震 这王之傀儡已经融合成功了 如果真是如此 那就危险了 他虽然如今不惧黄金英雄 但也很有自知之明 面对伟王战力 只有跑路的分 这竟然是袁天罡的套中套吗 青稻子 芒僧都脸色凝重 不对 如果真的早就融合成功了 他直接放出王之傀儡当平民村就好了 何必迎我们过来 王宝儿心思细腻 连连提醒 不错 林妍也内心一松 为了验证心中的想法 主动冲上去 与王之傀儡的巨手硬汗了一波 哄 地下城阵战 林妍倒退术步 眼中却有喜色 这王之傀儡的伤害 仅仅只有七十多万 李伟王级站立远着呢 不过即便如此 因为等级差距过高 他还是读取不到王之傀儡的伤害数据 必须要搞到探查真眼技能了 林妍如今越级杀敌的能力 实在是太强了 杀到高级探查术 都探不清敌人数据的地步 怕是神土第一人了 哼 剑恐吓计谋失败 袁天刚叹了口气 本来他只打算稍微催动王之傀儡 将冥村高手惊走 等到明天 傀儡就能变成完全踢 横扫一切了 果然是最大的变数 袁天刚看着林妍 眼中杀鸡更加沸腾 不过如今 他被五百花和王铁匠联手攻击 根本疼不开手对付林妍 只能在内心不断诅咒他 可恨 我的核心技能不是诅咒类 哼 林妍直接丢出一堆防御法宝和卷轴 王之傀儡的攻击 震遂诸多防御罩 但林妍的攻击比他更快 算下来 伤害效率要比王之傀儡还高 七宝琉璃剑 同生护驾共享 静咒 目之复苏 火皇战法 沈又威 段德 林峰和楚清玄 全都奋力搏杀 用出各自的核心技能 这些小鬼 怎么一个比一个离谱 袁天刚郁闷地想吐血 爽 林妍感觉爽翻了 沈又威的辅助 让他攻速翻倍 胖子让他护甲 凭空多了好几百万 林峰的静咒 让他护甲回复速度翻倍 甚至还有余霞 给他制造空间通道 让他闪避开王之傀儡的重击 楚清玄的火皇战法 虽然无法对他提供直接助力 但却可以提供不俗的控制效果 就连王之傀儡这么巨大的造物 都能多次打出僵直效果 一下子相当于挂了四个辅助外挂 爽得不要不要的 无敌了 林妍杀得很尽兴 各种技能和疯狂的斩击不断落下 王之傀儡 号称坚不可摧的身躯 顿时不满伤痕 这样打下去也不是办法 王之傀儡的护甲值太高了 林妍将其打伤之后 勉强看清了他的数据 虽然看不清具体 王之傀儡 造物等级 血量 护甲 技能 特性 宝物 护甲后面九位数 也就是说 其剩下的护甲 起码还有一个亿 灵炎头皮发麻 这得砍到什么时候 神徒的疲劳值是隐藏属性 不显示在面板上 但如果战斗太久 状态也会相应下滑 甚至最后会挥不动刀 上一护甲 就算刀刀五十万伤害 也得砍二百刀 更别说王之傀儡的防护手段极多 基本只是冲击伤害 十刀有一刀 能打出有效伤害就不错了 轰轰轰 王之傀儡使出王之剑塔 大脚落下 踩得地面军裂 灵炎左躲右闪 民村众人都焦急看过来 生怕灵炎小队有什么损失 小风 给我空间通道 在王之傀儡的胸膛处 构建一处平台 灵炎喝道 好 灵风左手画圆 右手画方 空间通道 铁甲生成 吃吃吃 王之傀儡胸口 铁甲自动衍生 构筑成一个立脚点 空间通道显化 灵炎直接出现在铁甲平台上 这战斗真舒服 灵炎咧嘴一笑 虽然灵风等级没有太高 伤害也不太强 但他对法术理解太透彻了 光是能在现在的等级 领悟涉猎空间的法术 就可以成为最强辅助 给我死吧 灵炎嘀吼一声 猛烈地劈在王之傀儡的胸口护甲上 小崽子 你是得失心疯了吗 王之傀儡的胸口护甲是最厚的 防御是最高的 袁天刚刻意地出声嘲讽 实则内心慌得一匹 这该死的小鬼 似乎又找到了什么妙招 敌人越着急 越证明我选对了方向 不是吗 灵炎看袁天刚的反应 知道自己猜测的没错 咧嘴一笑 更加卖力地劈砍 王之傀儡的胸部护甲 胖子 挡攻击 来了老大 胖子被灵风一个空间跳跃 送到了金属平台上 用荆棘之盾 硬抗王之傀儡的锤凶攻击 砰砰砰 胖子苦瓜脸 老大 这攻击太凶猛了 我可能撑不了多久 放心 灵炎一边劈砍 一边解释道 王之傀儡的弱点 在于中枢 这里包裹的这么严实 绝对是中枢所在 越是严防死守的地方 就越是敌人的死穴 该死 他怎么对王之傀儡这么了解 袁天刚咬牙切齿 不敢相信 这小子不但占领逆天 而且似乎什么都知道 跟他做敌人 简直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好 袁天刚知道 再不阻止灵炎 一切都将功亏一篑了 他直接点燃胸中之火 发动了核心技能 天刚真圣 他的身体之外 无数刚气缭绕 汇聚成一道三米高的刚气真身 轰轰轰 真身疯狂挥拳 攻速和击退效果 都可怕到极致 哇 就连王铁匠和近战暴龙五百花 一时间都被打蒙了 只能被动防御 被轰出了白米远 给我死 袁天刚含着无穷怒火 一掌向着灵炎拍下来 这一掌含着天刚真气 和天机诅咒 堪称他如今的最强一掌 灵炎杀鸡凛然 转过身 怒喝一声 来啊 死战 谁怕谁 哼 就在袁天刚一掌 要拍在灵炎胸口之时 早就收到灵炎组队内部消息的凌风 瞬间构筑出空间通道 哇 灵炎和胖子瞬间消失 袁天刚顿时大脑空白 灵炎就站在王之傀儡胸口前面 他这一掌太凶猛 根本受不住事了 不 轰隆隆 这一掌 正中王之傀儡胸口 无尽冲击波散出 回荡整个地下城 咔嚓咔嚓 沉烟散去 王之傀儡的胸甲开始碎裂 一块块地脱落 所有人都愣住了 场面陷入诡异的寂静 很多人想笑 但却觉得这不是一个好时机 袁天刚嘴角不断颤抖 居然被当猴耍了 关键还当着这么多人 谢了老袁 灵炎在一旁招手 肆无忌惮地笑着 我杀了你 袁天刚气炸了 继续杀向灵炎 够了 我看你实在太不把我放在眼脸 五百花被震退后 女暴龙属性爆发 直接打开核心技能 身体化为一头火黄 飞扑向袁天刚 哼 袁天刚怒哼一声 只得放弃灵炎 五百花的近战能力 实在太恐怖 如今开了火黄战法 他不得不小心应对 还有我呢 王铁匠手持大锤 上面镶嵌着七颗宝石 这七颗宝石 是王铁匠的核心技能 七宝琉璃显化 每一颗都给他加了很强的buff 让他战力飙升 该死 袁天刚压力山大 面对全力以赴的两大曙光英雄 他根本难以持久地抗衡 空间通道 灵炎大喝一声 下一刻 他借助灵风的通道 再度来到王之傀儡胸口 找到你了 他眼睛明亮 一把将隐藏在王之傀儡枢纽里的 真理之书残叶拽出 两张残叶 到时候 哼 王之傀儡失去了神性 再也无法动弹 仰面轰然倒下 砸死不少无辜玩家 灰尘散去 灵炎手持磨刀千刃 他在王之傀儡胸口 环视全场 大势已定 谁还敢反抗 霸气的质问声 让诸多真理教徒胆寒 大护法身死 被视为终极杀气的王之傀儡也倒下 结局确实已经注定了 很多教徒 渐渐开始放下武器 放弃了抵抗 还有很多真理教徒崩溃了 向着四周溃逃风跑 不少真理教玩家 也趁乱逃亡 人群中 两个灰头土脸的男女回过头 正是独公子和穆清婉 他们两人早被荡成小喽喽不知 被杀了多少次了 再不赶紧跑 又要调回一级了 该死 他怎么能强成这种地步 独公子咬牙切齿 背靠大工会 他现在却比炮灰还弱 反观灵炎 却已经成长为 在这种重大剧情的转折中 都能充当举足轻重的存在 甚至是能和传奇人物 终极造物交手的强转 穆清婉眼神流转 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看走眼了 没有一开始就重视灵炎 是他的失误 可惜 现在他成为了如此光辉耀眼的强者 就算我想去勾引他 他事都难以成功了 他后悔无比 内心暗暗道 看来 只能去向母亲求教了 以他玩弄男人的手腕 肯定能让灵炎重新爱上我 场面越加混乱 大势轻颓 谁敢投降 袁天刚站到头发披散 吼如雷霆 怒火中烧 你都自身难保了 别叫了 王宝冷笑一声 和青道子提供远程支援 一个空间大法师 一个心灵法师 都可怕无比 嗯 袁天刚惊愕看去 发现几位真理教的顶级高手 已经被盲僧几个合力解决掉了 大势已去 大势已去啊 他望着混乱的地下城 满眼悲凉 不禁怒呼 我记不成 非战之罪 实乃天命业 他此话说的倒也没错 作为最大变数的灵炎 实在是太报告 否则 以袁天刚的谋划 绝对能成大劲 灵炎也并不否认这一点 因为 在原本的时间线里 真理教成功造出了完美的王之傀儡 并利用心灵傀儡王宝 从内部攻破了明村 袁天刚亲手打崩了祭坛 让僵尸王恶奇 从封印中复活 鲁王残魂也复苏 为苍生最后一战 那一战后 生死印彻底出世 引发了下一个霍乱剧情 但现在 一切都改变了 灵炎低声道 王生 盲僧口念王生咒 排场大的和胖子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神闻所笼罩 金光散发 真像是西方极乐世界降临了一般 阵风 青道子也大吼一声 可怕的空间之力 形成一层又一层的空间之简 你们要做什么 袁天刚怒吼一声 烈 五百花所化的火黄凤 找将袁天刚一手擒柱 王铁匠用尽臂力 将其另外一手臂擒柱 心灵调和 王宝手中法觉变化 可怕的心灵之力化为实质 将这几股力量调和凝聚 最终 王生之力 心灵之力 简合为一体 化为一道可怕的封印 被束缚住双臂的袁天刚 根本无法反抗这种封印 我袁天刚宁死 也绝不受服 袁天刚想要自爆 但在五大曙光英雄的合力之下 这种挣扎显得苍白无力 很快 他就被彻底阵锋在空间之简中 无法动弹分厚 胖子 沈又威 楚清玄和凌峰都看得出神 他们虽然已经学了核心技能 但相比曙光英雄本尊 还是太嫩了 这种强者实战 相当于言传身教 他们收获匪浅 灵言也面容严肃 虽然他现在不具一般的黄金英雄了 但面对全力以赴的曙光英雄级别强者 还是会头皮发麻 要知道 他们比巅峰时 连三分之一的战力都没有了 即便如此 五位曙光英雄联合 就可以强大到这种程度 袁天刚已经足够强了 可惜遇到了这五个怪物 灵言深知自己的路还有很长 毕竟第三页真理之书残业 很可能要去龙下 皇室手中抢 他现在的实力 还不够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灵峰第一个从顿雾中清醒过来 他手掌一翻 一个简陋的空间之简 便在他手中成形 饶氏知道老弟的潜力 灵言还是被震撼到了 他也就思考了十几秒钟 老弟居然直接悟出一个空间静咒 若非我有挂 这一世的主角 怕是我弟才对 灵言哭笑不得地摇了摇头 终于结束了 轻道子感慨地看着封印中的袁天刚 这么多年了 你对你哥有太多的误解 如果你知道了一切的真相 你会后悔的 袁天刚身体动不了 但眼神却血红 显然根本不信轻道子的话 回村 一夜大盛 轻道子畅快无比 压在心头这么多年的石头 终于空出来了 直到众人从地下城撤出来 轻道子发出诸多静咒 将地下城彻底摧毁 太阳也终于彻底升起 只是阳光并不明媚 明明太阳当空 却总让人觉得阴沉 冥村之中 袁天人坐镇祭坛 手握天机盘 睁开天幕 窥探天机 原本带笑的面旁 却在这一刻 戛然而止 明星刚升 而暗星又落 明暗之事 越加胶着 袁天人皱眉嘞 看来 事情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与此同时 移出墓穴底部 戴着面具 披着帅袍的男人 缓缓苏醒 黄眼间 竟看上去和袁天刚 长得一模一样 只是他的眼眸绿油油 邪意阴森到极点 当年我借着诈死 将位置传给了袁天刚 从而利用他来实现我一系列目的和计划 面具难以挥手 面前的魔法镜中 显现出一片废墟 看来 他失败了 教主 三位全身包裹在斗篷中 身体僵硬无比之人 从黑暗中走出 虽然袁天刚 此人执拗愚蠢 但在布局谋划上 倒也堪称一流 如今居然会落得如此惨败 真是令人惊讶 幕后教主冷笑一声 不过 这一切本都在我的算计之中 无论他是银是书 都不过是推进我计划的一个棋子罢了 教主站起身来 如今王宝苏醒 我王的封印必然已经松动 决战之日 不会超过三天了 为这一天 属下皆已等待两久 三位裹在斗篷中的身影 难掩激动 立刻开启王爵计划 唤醒地宫中的所有战士 教主一挥帅袍 摘下了面具 我们再不必忍受 这暗无天日的墓穴了 我王归来之日 便是我等建立地上将国之时 地宫里唯一的阳光闪过他的脸 那竟然是一张 藏满了死人矛的江青人脸 若是灵言在此 定能一眼认出 这是一尊比血师皆别还高的千年矛将 统帅英明 三道江影齐声称颂 随后 他们转过身 怀着无穷的期待 开始迎送诗经 摩羯节节 诺安诗森 诵经生如阴朝中的窃窃私语 在整个地宫中回荡 一双又一双犹绿的眼眸被惊醒 江白的手臂破开土地 密密麻麻的僵尸人头 从地宫的棺材中阴森探出 放眼望去 数量尽不知反击 死亡 终将降临世界 明村 明村队伍大胜归来 袁天仁在村口迎接 一片欢腾 袁天仁面色复杂 终究还是问道 那个孽畜 袁大哥 不负所托 青道子看着袁天仁的复杂神情 微微一笑 一甩袍袖 将封印袁天刚的空间之简 甩了出来 辛苦了 袁天仁眼中悲喜交加 深深地拍了拍青道子肩膀 明村高层都来到村长小屋 封印袁天刚的空间之简 摆在正中间 其他人绕着空间之简围坐 这次能成功 多亏了炎帝小友 否则就危险了 王铁匠感慨道 那王之傀儡 已经接近完全踢 能自行战斗了 全靠咱们徒弟和炎帝联手 才将之击溃 林炎微微一笑 嘴上不饶人 别说这些虚的 给我来点实在的 你可真会杀风景 袁天仁吐槽道 这么说我给你的任务又中途升阶了 你以为呢 林炎翻了个白眼 这次袁天仁给的是五阶黄金任务 结果没想到 王之傀儡竟然能动 任务直接又升阶为六阶青铜了 实锤了 你身上绝对有特殊buff 袁天仁难受的一匹 看来自己是逃不过 被敲竹杠的命运了 炎帝这老六简直是任务克星 这次要什么 我在黑铁城带回来的 真理之书残液 再随便给我十本八本三星技能书吧 林炎漫天开架 真理焦都灭了 在袁老头 这捞好处也就捞到头了 不趁着最后一次狠狠载他一波 他的良心过意不去 袁天仁被气笑了 那真理之书残液 掏空了我们六个人的钱包 才拍卖下来 你一张嘴就给药去 还有三星技能书 你当大白菜呢 一张嘴就十本八本的药 我说袁老头 你做人的讲良心啊 林炎皱眉 我好几次差点死在你任务里 都是因为你对任务的评级出现问题 要不是我实力超绝 早就死了不知道几回了 这点补偿你总要给吧 袁天仁被气得鼻孔生烟 若非顾忌颜面 真想抱走林炎一顿 你一个玩家 死一次就掉一击而已 实在不行 我不及你一百万点经验珠 总能弥补 你这亏空了吧 一言为定 林炎生怕袁天仁反悔 赶紧拍板定锤 袁天仁彻底猛逼了 感情你在这声东击西呢 不 胖子第一个没绷住 直接笑出声来 林炎咧嘴一笑 你可不能反悔 一百万点经验珠 赶紧交出来 刷经验多累 以后他要组建势力 肯定需要海量经验珠 作为势力的任务奖励 提前做准备 肯定没错 行吧 袁天仁头皮发麻 跟着腹黑小鬼说话以后 可得小心点 稍微不留神 就会被骗个底裤都不剩 行行行 拿上这剑豪之靴 三星技能书 还有经验珠 赶紧滚出去 林炎接过任务奖励 微微一笑 带着沈佑 威几个离开了 老大 你真是绝了 把老元头坑的一说 一个不支声 断得给林炎比大拇指 林炎笑了笑 随后面色却严肃下来 不要松懈 回去之后抓紧修炼 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啊 还有考验 咱们不是都把真理交端了 楚清玄不能理解 袁天仁答应过我 王宝苏醒之后 会给我一个神刺模板 林炎声音冷静 但据我所知 那神刺模板 是用来镇压僵尸王的 想得到神刺模板 就必须打开封印 与僵尸王一战 什么 林炎摇了摇头 老村长他们之所以 一直守在明村 甚至和真理交斗智斗勇 就是为了守护祭坛 他们是绝对不会同意 打开祭坛 放出僵尸王的 时机到了 打不打开 已经由不得他了 林炎对神刺模板 志在必得 而且谁说我们 一定要和老村长 他们站在一起了 别忘了 我们只是玩家 之前 我需要传输武器 就会做他的任务 如今 我需要神刺模板 自然也可以掉转枪口 他扫尸了几人眼 哥 你说啥我就做啥 林峰点了点头 我自然是听老大的 段德也毫不迟疑 沈幽威抓住林炎的手 表明了心意 只有楚清玄有些纠结 神土这个真实的世界 一切经历都太真实了 他又是个性情中人 让他背叛五百花 确实有点难为他 不过 最终他看向林峰 还是点了点头 林炎微微一笑 满意地点了点头 刚才他只是做一个团队凝聚力测试而已 他可没想真的对老村长和几位曙光英雄怎么样 他内心还是很尊重他们的 放心吧 我自然是有把握才会这么说 这个计划不会伤害到你们师父 还有袁老头 林炎继续说道 如果我所料不错 他们应该现在在审讯袁天刚 袁天刚和王宝掌握的信息会合之后 他们想不开启祭坛都不可能了 若是如此 那就太好了 众人都放下心来 脸上露出笑容 一定要抓紧时间 我预感 祭坛很快就要开启了 到时候 我们最起码都要面对一宗伟王战力 林炎沉声道 那将是一场完全不同以往的战斗 我会抓紧时间给你们主武器升级 你们也多琢磨琢磨自己的核心技能 这是逆转战场的关键 好 神游微几个都严肃点头 然后各自离开 虽然话是这么说 不过那真理之书残业 还是得找个机会骗到手才行 林炎一边寻找着融合地点 一边思考着怎么布局何事 嗡 村长小屋 王板开启心灵链接 如今你还有何话说 袁天人皱眉问向弟弟 你这帝国的鹰犬 为皇家卖命的软骨头 袁天刚怒喝道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直接杀了我吧 袁天人摇了摇头 你太冲动了 龙下皇室 能坐镇这么大一片疆土 实力深不可测 岂是我们当时能撼动的 那你们就卑躬屈膝地告了还乡 任人欺凌 袁天刚冷笑着 我宁死也不会受这种屈辱 他冷声道 为了向皇室复仇 我精心搭建了这个计划 只要能放出僵尸王 让他和龙下皇室狗咬狗不就好了 你执迷不悟 自己愿意当狗 为何还要阻止我复仇 混账东西 天下的苍生呢 你可有考虑过他们 他们就活该成为这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成为你复仇路上的枯骨 袁天人气到青筋蹦起 更何况 就算放出僵尸王 你以为就能削弱龙下皇室的力量 你何等幼稚 他恨铁不成钢 指着弟弟怒骂 那些皇室高高在上 出了事情 只会忽悠别人顶上去 忽悠苍生百姓 为他们卖命 你竟然指望 他们会自己亲身赴险 对战僵尸王 我告诉你 就算这天下的苍生死绝了 他们也绝对不会下场 你以为 所有君王 都是上古鲁王那样的人军吗 一连串的贺问 让袁天刚当时就哑住了 两久 才是低声冷道 那你也是皇室的鹰犬 这个事实你 无法辩驳 袁天人被气到嘴唇颤抖 你误会你哥哥了 青稻子摇了摇头 袁大哥不局之深远 抄你的想象 你跟你哥哥比起来 差远了 深远不绝 是指在小小的民村 归缩二十年 袁天刚不屑地笑着 你会看到那一天的 你会后悔之前所做的一切 一纸少言寡语的盲僧 都罕见出声 显然也是看不下去了 袁天人摆了摆手 事已至此 只能用事实说话 未来之事暂且不论 我且问你几个问题 真理教的建立渊源是什么 你的前任教主是谁 哼 袁天刚老实交代 有王宝这位心灵法师在 就算嘴上不说 也藏不住脑海中的秘密 表面上看 真理教是罗兰帝国 为了攻击龙下帝国建立的组织 只要能损害龙下帝国的事情 我们就会去做 袁天刚撇嘴道 包括放出僵尸王 但这只是个幌子 实际上 真理教的初代创立者 其实是僵尸王的几位心腹大将 那一战侥幸逃脱的四头毛将 袁天人立刻反应过来 不错 袁天刚点了点头 怪不得你们真理教都裹得那么严实 原来是那几头毛将 为了不暴露自己僵尸的身份 王铁将嘲讽道 我加入真理教后 那几头毛将便以炸死为由 退居幕后了 这次最终之战 无论我如何呼唤他们 他们都不曾回应 或许是已经死了吧 袁天刚叹了口气 不然多了那几个战力 这次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他们现在在哪里 袁天人急切问道 不知道 袁天刚摇了摇头 不过你们还没赢吗 僵尸王被封印前 给王铁下了秘咒 并且明村范围内 所有死亡之力 都可以被祭坛吸收 就算我们不能攻破明村 等到周遭的死亡之力 积攒到极致 僵尸王也会借助王铁复活 特别是这次 你们进攻真理教 更是平添了 无数死亡之力 总之 无论我是银是输 在那几位的布局中 对复活僵尸王 那个都是一种推动 你既然知道这些 还担心做个棋子 袁天人皱眉 别把话说得那么难听 相互利用吧 袁天刚冷笑一声 总之 那几个毛僵手里 似乎有了不得的底牌 你们还是自求多福吧 说吧 他便闭口不谈 沉默下去 袁天人面色阴沉 没想到背后 还有这么一层 难道 真的无论如何 都无法阻止僵尸王的复活吗 我先给宝尔检查一下 他所说的秘咒 青稻子出手 这 扮上之后 青稻子神色大变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藏得好深 到底怎么回事 王铁匠第一个凑上来 僵尸王在宝尔心里 种下了灵魂之简 也是宝尔心灵崩溃 发疯走失的根本原因 青稻子面色沉重 如今灵魂之简已经快成熟了 强行将其剥离的话 宝必死 那该怎样才能 把这东西摘出去 王铁匠急了 只有僵尸王自己才能将之取出 青稻子摇头 而且灵魂之简越成熟 回归僵尸王身体之时 僵尸王恢复的实力就会越多 如果再拖三年 僵尸王只要能突破封印 吞噬了灵魂之简 就会获得巅峰时期的战力 什么 曙光英雄们起起脸色大变 阴谋 阳谋并用 好算计 好算计啊 原天人悲叹一声 原天刚在明 毛江在暗 明星刚升 而暗星又落 原来这才是今日我所亏天机的正解 他攥紧了拳头 看来 围巾之计 只有一个选择了 袁大哥 你说吧 无论是生是死 我们都跟着你 没错 我只求能救宝 五百花 王铁匠几个都看了过来 先下手为强 袁天人声音冰寒 趁着灵魂支简没完全成熟 我们几个老家伙手脚 还能活动 最后为苍生一战吧 你的意思是 主动放出僵尸王 几位曙光英雄都瞪大了眼睛 这一次 避其功于一役 袁天人背负双手 我们当年将恶气封印起来 本就是为了能在未来某一天 彻底将其斩杀 永绝失货 嗯 这确实是如今最好的办法了 青道子点头确认 干了 诛杀将尸王 生命结束之前 在最后灿烂一战 几位曙光英雄 全都站起身来 目中燃烧着熊熊火焰 终于要把剑豪的装备凑齐了 灵眼看着剑豪之靴 心情大好 剑豪五剑套凑齐之后 还会激发一个装备整体特性 这让他很是期待 开始融合 他将踏雪风行靴 和剑豪之靴 融合在一起 哇 过了一会儿后 两件装备完成了融合 嗯 灵眼看着融合后的靴子 遇见踏雪靴 白 护甲 加1666666 物防加300 法防加300 一速加8特性 踏风行 主动 一速提高1倍 每秒耗兰40点 雪中哥 身法技能效果增加一倍 冷却 三分钟 碧天罗 风 雪霜属性攻击 闪避震10% 持剑行 移动路径上 敌方单位每秒 受到10%攻击力的剑斩伤害 持续10秒 剑豪套装附加特性 有仇必爆 增加反伤上限 此后每次受到攻击 皆可以返还反伤属性值 太强了 灵眼眼神一亮 以后卫宜 会附带剑斩伤害 而且凑齐了剑豪套装后 反伤属性 攻击值的伤害 也就是说 如果我的反伤属性是1000 敌人攻击力只有500 那么最多返还500 但现在 无论什么攻击落在我身上 返还的都是1000伤害 灵眼咧嘴一笑 这一下子 至少在限阶段玩家里 是真无敌了 就算几万名玩家围攻他又如何 他务防高达1000多点 基本限阶段 没有人能破他防御 只能造成一点强制伤害 但他现在每秒护甲自动回复1% 也就是接近13万点 与此同时 所有落在他身上的攻击 都将受到高达15000点的反伤伤害 可以说 就算是十万个人围攻他 一秒钟就全得被反杀 而且 他甚至一点护甲都不会掉 太强了 灵眼咧着嘴 凑齐剑豪套装之后 他的实力 可谓是瞬间提高了数仇 怪不得剑豪能被称为龙下第一英雄 光是这套装备 就无敌 接下来 该搞个新技能了 我的技能太少了 灵眼感慨道 虽然他现在装备特性带来的装备技能 就连王者都拍马难及 但他的技能少啊 灵眼看了一眼 袁天人给他的技能书 拔剑树 一星 草 老家伙耍我是吧 果然 我还是得狠狠抱他金币才对 灵眼看到星级评价 直接喷了 不过 当他看到拔剑树的介绍时 神色顿时严肃下来 随后 眼里放出鼎盛的光泽 技能效果 拔剑一展 攻击力提升1% 住 每拔剑百次 即可增加一点熟练度 使用技能时 威力多提高1% 拔剑万次 即可进行技能升为四星技能 拔刀斩 居然是成长型技能 我靠 老元 你可真舍得呀 灵眼感动无比 这种越练越强的成长型技能 非常难寻 特别是成长 只需要靠拔刀这种低门槛动作 就能进行升级的 更是罕剑中的罕剑 这拔剑树 虽然只有一星 但起码价值可以媲美寻常的七星技能书 甚至可以成为一代传奇的核心技能 灵眼眼光独辣 一眼看出了拔剑树的潜力 老元 灵眼翻到最后一页 本来挂着笑容的脸顿时僵硬下来 是袁天然的留言 小子 当我把这本技能书给你的时候 证明你已经完全继承了剑豪大哥的装备 受了他的装备 又学完了他的核心技能 便算是继承了他的一波 你们虽无师徒之名 却也有师徒之识了 剑豪大哥身为一代天骄 不能没有传承 你是这么多年来 我见到的 最适合他的传人 你孤高气傲 必不愿拜师 我只好以这种方式 将剑豪大哥的一波传承于你 希望这些装备和技能 能在你手中再度发扬光大 威震天下 方不多我剑豪大哥的威灭 袁天然老小子 好算计啊 原来你一直打的是这个主意 灵眼感慨一句 受人一波就得替人传道 放心吧 我以后会给剑豪找一个真正的徒弟 将剑豪的道真正传承下去的 灵眼对袁天然的苦心很理解 内心暗暗道 他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道 注定无法真正拜谁为师 得抓紧时间继续融合装备了 灵眼整理了一下心情 估计这会儿 袁天然他们已经审讯完袁天当了 距离祭坛开启的时间 越来越近了 嗡 他身上光芒闪烁 各种装备被飞速融合 随着融合装备熟练度的提高 他融合装备的速度也在变快 一转眼 便是三天过去 这三天时间 灵眼悠闲地在新手村融合装备 偶尔和沈幽威出去走一走 散散心 过得悠闲自在 但明村的气氛 却越加的阴沉紧迫起来 玩家的身影逐渐减少 不少玩家都被曙光英雄们劝走 发路费前往了主城 明村的传送通道也渐渐关闭 很少再能看到玩家降临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灵眼看着天边阴沉的黑云 一场即将被天下传送 继入帝国史册的战斗 马上就要开启了 炎帝先生 村长请您去村长小屋一趟 村中的侍卫恭敬对灵眼说道 嗯 又威跟我一起去吧 灵眼拉着沈又威的小手 来到村长小屋 几位曙光英雄和林峰 段德 楚清玄都在 都坐吧 袁天人和矮笑着 灵眼对袁天人要说的话题早有预知 所以并不好奇 袁天人直入正题 明天 我们就会开启明村祭坛 放出我们关押的僵尸王恶气 场面很安静 袁天人愣住了 你们几个小家伙不奇怪吗 啊 他白卖弄神秘 搞得郑重其事了 这几个家伙明显毫无波澜的样子 哦 这真是太令人惊奇了 胖子作为捧场王 强行尬捧了一句 嗯 是啊 村长你说的太出人意料了 我们都没有想到呢 两个善良的女孩也出言 袁天人更加尴尬了 他可说一声 总之 我已经正式下达驱逐命令 今晚之前 所有的玩家都要离开明村 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胖子疑惑问道 这个驱逐令 当然也包括你们 袁天人声音沉静 语气斩钉截铁 不容置疑 包括我们 为什么 沈又威和楚清玄都连连问道 这段时间在明村的相处 让他们很喜欢这几位曙光英雄 并且他们也知道 放出僵尸王对几位曙光英雄意味着什么 僵尸王极其可怕 这时候能多一份战力 就多一份战力 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要赶他们走呢 这 几位曙光英雄对视了一眼 袁天人直接道 那我就直说了吧 几天之后 若是我们战败 明村也会随之毁掉 你们降临者的重生泉水 也会被摧毁 如果到时候 你们死在明村 也会随着泉水的崩坏 彻底死亡 你们必须赶紧去主城 绑定主城的泉水 才能保证安全 灵言皱着眉 在神土彻底死亡 相当于消耗 一个月内不能再注册 所以 你们今天必须离开 袁天人看向灵言 他知道 五人小队灵言 是绝对的主导 灵言皱眉 你答应我的神刺母板 还没交给我呢 如果这一战之后 我们几个老东西 还能活着的话 就算你去了天涯海角 我也一定会找到你 把神刺母板交给你 袁天人郑重地保证到 灵言摇了摇头 你 炎爹 你不要冲动 你想把我的徒弟害死吗 青稻子第一个不乐意 灵风在他看来 可是法世界未来的法圣 他一生都为之骄傲的存在 怎么可能允许他犯险 他们虽然知道 玩家是降临者的事情 但并不知道 死亡对玩家只是消耗 毕竟 在神土世界 死亡之后 就再也见不到这个角色了 神土的NPC自然认为 那是永久性死亡 灵言坚定地摇了摇头 按照剧情的发展 明村是一定会覆灭的 没有他参与进去 明村必败 就算最好的下场 也无非是同归于尽 他必须拿到神赐模板 这是在星空战场 逆转一切的关键 全阶 神赐模板 进阶 最终才能成为真神 只有真神 才能凭一己之力 就拥有影响万族之争的筹码 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 是不相信我们的承诺吗 王铁匠急了 袁天人摆了摆手 罢了 既然他们愿意参与 那便是他们的命运的定数 不要再讨论这些了 袁大哥 五百花也急切要说些什么 我说了 不要再纠结此事了 袁天人沉声道 剑好死后 他便是七英雄的领袖 他既然如此说话 其他几人自然只能选择听从 回去准备吧 大战明天就会开始了 袁天人挥手道 那就明天祭坛见了 林延站起身 带着沈又威几人离开 我们真的要让他们参与进来吗 确认林延几人走远后 王铁匠急切地问道 诛杀僵尸王是他们的宿命 但炎帝几个 还年轻 完全没必要因此宿命 当然不 袁天人摇了摇头 那为什么刚才 五百花不解 随后恍然道 袁大哥 你又想出什么赴黑主意了 袁天人翻了个白眼 因为他心思最多 又能窥探天机 所以之前在七英雄里 一直充当赴黑军事的角色 对 袁大哥你就说吧 明天咱们怎么安排 王铁匠连连道 好 明天回到住所之后 林延便全力以赴地 开始融合装备 一夜没有合眼 直到东方晨曦升起 照破黑夜 他才长吐一口气 看了一番他的属性页面 ID 炎帝种族 人类 黄 职业 战士等级 久生命值 400 护甲 2190W攻击 70万025 误抗 2030 法抗 2025 法力 400 疑速 11 攻速 3.5 敏捷 5 血量恢复速度 0.5% 吸血 15.5% 暴击 26% 护甲吸附 8000 破甲 5万 反伤 15000 装备 软卫甲 白 软卫裤 白 剑豪头盔 传说 遇见踏雪靴 白 魔刀千刃 白 终极神器 唯一 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四阶 技能 叠浪三刀 三星 炎刀 三星 九重雷闪 三星 高级探查术 三星 拔刀斩 一星 能力 暂无宝物 生死硬 避水斗篷 隐身踢风 醒心扇 护甲破2000万 攻击也来到了70万 顶级黄金英雄 也不过如此 灵炎咧嘴一笑 融合了这么多装备 但没有传奇词条 他将这些特性 全都融合在 一有词条中 比如 毒凯特性 如今已经能达到 中毒伤害 秒伤一万 削铁如泥特性 也达到了 五万额外护甲伤害 最重要的 是蝉思特性的升级 升这个特性 耗费的词条数 是真的多 灵炎感慨 不过得到的回报 也是无比强大的 蝉思加 受攻击时 减少敌方30%攻速 而我的上身甲和下身甲 都有这个词条 灵炎眼神如火 如果敌人 即攻击了上身甲 也攻击了下身甲 就有概率 触发特性叠加 也就是 见面就被削减 60%攻速 这对于射手 或者吃高攻速的boss 简直堪称天灾克星 刚打起来 你攻速就被砍到60% 还怎么和我打 综合战力提高了 不止一倍啊 他很畅快 这几天最大的成就 是给沈幽威几人的 主武器 都进行了一波大升级 伤害和词条效果 完全和之前 不是一个概念了 第四阶 十万件装备的 融合进度条 直接被我刷满了一半 这几天我怕是 融合了得有几万件装备 虽然多少觉得自己 有点像血汗劳工 但这种急速变强的感受 着实令人着迷 动 明村中心广场的钟声响起 这是决战的集合之音 灵炎将装备 分给了沈幽威几人后 来到了明村广场 明村祭坛上 袁天仁几人 已经面色凝重地 等在这里 你们来了 袁天仁笑着 只是他的笑容看上去 很是僵硬为何 登上祭坛 一会儿 王板就会动用心灵之力 开启封印 袁天仁招了招手 灵炎皱了皱眉 感觉有些奇怪 之前袁天仁从来都是叫宝 哪有称全名的 是因为大战将至 心态严肃 他皱着眉 和几人共同登上了祭坛 袁天仁对青稻子点了点头 青稻子开始口诵咒语 王板的心灵之力 也开始鼓荡 嗡嗡 祭坛震动 散发出耀眼的冲天光芒 不对 灵炎瞳孔一缩 看着天穹上笼罩下来的空间罩 你们要干什么 话落之时 空间罩已经笼罩下来 袁天仁面色平静 看着灵炎几人 这是留给我们几个 老家伙的旧时代的战争 你们就不要掺和了 送他们走 好 青稻子一仰手 空间传送通道构筑完毕 灵炎等人瞬间被吸纳进去 几人看着闭合的空间通道 他们知道 这大概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 见到灵炎等人了 老哥几个都做好准备了吧 袁天仁与青稻子几人 交换了一下眼神 他们就没打算 再活着走出冥村 宝因为心灵之简的原因 必须留在这里 一会儿等恶奇收回心灵之简后 立刻将宝传送走 袁天仁对青稻子秘密传音 青稻子点了点头 给袁天仁 王铁匠一个心安的表情 开始吧 几人开始念动 真正的开启咒语 这一刻 天地皆暗 阴风怒嚎 仿如天地间恶鬼进出 十万炎罗 铜蕾骨 动 动 可怕的心跳声传出 大地都在颤抖 冥村祭坛开始一点点碎裂 空间通道中 灵炎变色阴沉 该死 历史的进程难以改变 七英雄与江湿王最终一战 鲁王残魂复苏 双方同归于境 生死应出世 这是规定好的大剧情 似乎是宿命一般不可改变 现在该怎么办 楚清玄有些急切地问道 我早知道宿命难以改变 灵炎眼神坚定 但大到五十天眼四十九 一切事情 皆有一丝变数 未经之计 便是等待或者找出那一丝变数 他捏紧了拳头 是的 他要改变这个固定的剧情 他要逆天行 如果连冥村的结局 他都做不到逆转 那未来地球的命运 下国的命运 自己的命运 有如何能被他修改 合力轰击空间壁 至少我们不能被传送出太远 他意志如刀 轰鸣的刀斩如雷霆般 照亮混乱的空间通道 拔剑术 好 胖子几人也都不希望 看到自己的师父战死 此刻全都疯狂轰击空间壁 咔嚓 咔嚓 空间壁开始碎裂 但轻稻子明显下了大功夫 传送结束前 怕是难以破开 命运 难道真的无法被打破吗 灵眼眼中 燃烧无尽火焰 他不信 重生一世 就是为了改变之前的一切不幸和悔恨 他要逆转这一切 轰轰轰轰 他冷锐又狂暴 拼尽一切轰在空间壁上 嗡 下一瞬 空间壁破碎 通道换面 我们成功了 沈又微惊喜道 不 灵眼摇了摇头 以刚才他们的进度 想要打破空间壁 少说还要十几秒 空间壁是被人从外部打破的 做好战斗准备 他立刻提醒道 刚落地 数百道可怕的刀锋便向他迎面斩来 绝杀陷阱 哼 灵眼冷喝一声 刀如风舞 五点敏捷 十一一速加上淋漓尽致的刀法 这密集的刀锋 竟然全部被他挡下 没有一丝落在众人身上 啪 啪 啪 鼓掌声传来 明村边界 黑袍面具人湿湿然走来 眼眸忧虑 背后有无尽死气生腾 化为飘荡的巨大战袍 袁天刚 断得石口喊出 不是 灵眼摇头 他皱着眉 开启了高级探测术 地宫毛疆 横三种族 僵尸职业 妖刀战因等级 九十生命值 22 W 护甲 2 W攻击 6 物抗 法抗 装备 死灵披风 骷髅还手刀 技能 核心技能 宝物 九十级的毛疆吗 灵眼战一沸腾 看来 就是你打破了空间通道 毛疆刀枪不入 铜皮铁骨 跳跃能力接近于飞跃 甚至不为阳光 脱离了一般亡灵生物的概念 足以媲美人类同级的黄金英雄 今天 没有人能活着走出明村 毛疆横三 发出嘶哑阴沉的笑声 你就是 把我布局搅乱的罪魁祸首 实力不错 那你就是当年逃脱的几只毛疆之一了 灵眼冷笑道 怎么只有你一个来杀我 其他几只是死了吗 杀你 我一人足以 毛疆一阵妖刀 他们都去见证王的新生了 迅速了解你后 我或许还来得及赶过去 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他身躯化为黑风 腰刀上沾染着绿色的僵毒 顺着黑风蔓延 范围性毒计 灵眼喝道 嗡 胖子立刻迎送往生咒 为众人加了毒抗buff 当 灵眼的刀与毛疆的腰刀当空交集 可怕的对击冲击波扫荡 刀器纵横 斩断周围无尽草木 嗯 毛疆吓了一跳 这小子的攻击力 居然比他还强一些 一起上 赶紧解决他 元老头那边情况估计不妙了 灵眼低贺 他想到这一战会很艰难 但如今看来 元老头他们除了复活的姜王 还要面对至少三个九十级以上 黄金英雄毛疆 太艰难了 他们都已经年老 而且暗伤极多 虽然个个都是九十九级满级英雄 但战力也就媲美八十级黄金英雄而已 除非他们选择暴血 重新回到年轻时的巅峰状态 这种状态持续不了多久 之前杀回去 灵眼手中长刀劈斩得更快了 哼 毛疆发狂 直接甩出必杀妖刀战法 攻速快到极致 妖刀如旋风 瞬间劈斩灵眼全身 下一瞬 毛疆毛骨悚然 他的攻速 居然在劈斩到灵眼身体的瞬间 暴跌百分之六十 这怎么可能 毛疆脑壳都快当机了 他从诞生至今 当了几百年僵尸了 根本没见过这种场面 烈 楚清玄祭出火皇战法 身化火皇 拍在毛疆身躯上 打出二十多万点伤害 哼 胖子的荆棘之盾 将被山飞的毛疆顶了回来 吃吃 在毛疆谈来谈去的过程中 沈幽威的剑矢如雨 密集不断 将毛疆扎成了刺猬 镇压 凌峰大手一握 一座石山被他搬运而来 冲着毛疆的脸就砸下 趁着毛疆晕眩的时机 灵眼疯狂输出 一波疯狂攻击 毛疆直接被打掉了 近千万护甲 吼 毛疆暴怒 吼动山林 吃吃吃 他身上的毛绒疯掌 最终化为无数锋利的尖刺 向着灵眼等人冲来 吃吃吃吃 灵眼以磨刀牵刃化为防御盾 逆着尖刺雨冲向了毛疆 你空有等级 但战力似乎比正常的九十级黄金英雄差远了呀 他冷笑出声 嘲讽道 看来你们能从那一战中逃出来 也并非没有付出代价 杀你足也 毛疆咬牙切齿 面容清黑 五人小队的核心是灵眼 只要解决了他 其他几人便可轻易击破 毛疆杀意如狂 与灵眼小队重新站在了一起 与此同时 明村核心 无数僵尸从地底爬出 惨烈的阴风如刮骨钢刀 天空黑云笼罩 令人窒息 雷电轰鸣 血色的雨点落下 会成红色的小溪 袁天人几个面色极其难看 哪里跑出来这么多僵尸 他们虽然预料到 那几只毛疆会来捣乱 但没想到 他们居然带来了这么大一波失仇 放眼望去 密密麻麻 根本数不清数量 祭坛马上就要破碎 姜王即将出世 随我先斩杀了这几个毛疆 袁天人大吼一声 战 曙光英雄们皆战一沸腾 此生最后一战 当要极尽绚烂 他们各自点燃自己的血 容貌都年轻了不少 轰隆隆 可怕的气势 从袁天人六人体内散发而出 压迫感越加恐怖 他们正在恢复当年巅峰的容光 节节节 临死前的挣扎罢了 我王归来之时 便是你们殉命之客 没有剑豪 曙光七英雄 就是一个笑话罢了 三位毛疆忧虑 眼眸大量 但他们是僵尸 无法暴血 根本无法恢复巅峰战力 只能靠疯狂的意志来 强行抵抗袁天人六英雄的进攻 给我死 袁天人暴怒了 第一次真正祭出一柄宝剑 一剑斩落 天穷的黑云都被剑气搅动 可怕的剑气将大地都离开 风锐道无可抵挡 剑豪的拔剑斩天树 怎么可能 几个毛疆都想起了那一日 被剑豪可怕剑一支配的恐惧 吃 一剑落下 一味毛疆的头颅瞬间被斩落 将血飞剑 毒染大地 咕噜 另外两个毛疆都被吓傻了 袁天人似乎强势地过头了 甚至完全不亚于当年的剑豪 十年磨一年 除了这一剑 我还有三剑 袁天人畅快大笑 将手中的断剑丢弃 再度拿出一柄宝剑 是为了僵尸王所留 既然你们几个先跳出来 便先斩了你们 跑 两个毛疆害的头骨都快炸开 连忙催动周遭潮水般的僵尸涌上去 要耗死几位曙光英雄 好 青道子召唤出法术火龙 席卷之下 上千只僵尸 在火龙中被燃烧殆尽 化为尘灰 呼呼 火龙刚刚消散 沉烟中便冲出一只火黄 照亮天穷 吃吃吃 火黄猎阵 围上来的诸多僵尸 也全部被碾成肉泥 死 王铁匠与盲僧 一人挥锤 一人持杖 召唤出无穷雷暴 洗礼僵尸群 转眼间 数千僵尸就被扫灭一空 继续上 耗死他们 两位毛疆尖利的嘶吼 他们的目的 就是为了在僵尸王重生之前 尽量消耗七英雄的战力 这几个家伙 确实恐怖 即便是王重生 也要忌惮三分 心灵碎灭 王宝开启心灵诅咒 远程以心灵之力杀入毛疆的灵魂 疯狂斩杀 吃吃吃 毛疆眼中的灵魂之火 急速衰竭 还不到一分钟 便彻底熄灭 枯萎倒地 什么 仅剩的一头毛疆不敢置信 你们之前一直在藏桌吗 就算是暴雪可以重回巅峰 也不可能这么离谱 几十年过去 这几位曙光英雄 被困民村 遭受诸多磨难打击 不但没有消沉 反而在决战之时 爆发出了比当年更耀眼的光芒 你这种亡灵畜生 又能知道什么 袁天然呵斥 为了彻底抹出僵尸王 他们这些年 不知暗中做了多少准备 留了多少后手 现在 正是这些底牌和算计 终见天日的时刻了 这一战 我们也一直在期待 若飞宝被种下心灵之简 我们也未必能下定决心 进行这最后一战 说来倒是还要多谢你们 让我们死前 能有着放手一搏的终局之战 几位曙光英雄都杀到狂 各个手段进出 尽情宣泄着 生命最后的光滑 死 就在袁天然的剑 要斩落茅江头颅的瞬间 天地间 死灵之气蒸腾 恐怖的一只复苏 好 一只巨大的手掌 从祭坛破口出伸出 轰然压落 终于啃出来了吗 袁天然见风一转 可怕的剑一向着 那只剧长斩去 是 剑气纵横 斩断那巨手的三根手指后 又直冲上天 崩散了一片黑云 真是疼痛又美妙的回忆 阴森的声音回荡周遭 祭坛彻底蹦碎 庞大的身躯 从其中缓缓升起 他脚踩无尽亡灵所画的黑云 身上披着残破的血染斗篷 随着妖风烈烈飞舞 他一双眸子 如有尸山血海 所望之处 一切生机枯萎 非家 僵尸王 恶齐 攻隐我王 崇陵世间 四周如海巢般的僵尸群 俯首跪拜 庆贺他们的王重生 恶齐 袁天然六人 凝重地看向僵尸王 作为千年前 就在这片大地上肆虐 掀起尸祸的存在 僵尸王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符号 只要说出僵尸王的名号 可让十里八乡庇护不敢出 可只小儿夜间啼哭 结结结 沉寂这么多年 本王终于又重见天日了 恶齐感慨一声 他看向袁天然等人 刚重生就看到你们这些臭脸 真是让人心情不悦 哄 他大手轰然扫出 可怕的黑色能量波冲击 将袁天然几人全部扫得倒飞 嗡 下一刻 将尸王出现在王宝身前 手爪虚探 从其灵魂中 抓取一只心灵之简 随后直接吞噬 轰隆 汹涌的力量 从其体内爆开 天地风云涌动 黑云内狂雷咆哮 血色暴雨如注 恶齐的力量不断攀升 他眼神沉醉 但最终露出可惜之色 还没有完全成熟 不过倒也恢复了巅峰期的八成实力 你们想破脑袋 都想不到 本王还留了这么一个后手吧 恶齐阴冷地扫射全场 更加硝狂 看来见好那个凡人的虫子 已经彻底死了 你们是来给本王重生当祭品的吗 错 我们等的就是这一刻 袁天仁见王宝 心灵之简 隐患被除 终于完全心安 下一刻 他一挥袍袖 常见指天 爆合道 猎阵 给僵尸王送葬 是 空间法师青稻子 敬送空间之刃一道 可怕的空间之力显现 青稻子身体皮肤都被撕碎 鲜血流淌而出 这道空间之刃 在他体内孕育了几十年 早就丰锐无匹 是他最深的底牌 万法卷轴 进阶显现 如我所念 诛杀邪魔 青稻子捏碎一道空间卷轴 里面飞出诸多高阶魔法卷轴 全是他这些年 一笔一刀所刻画出来 嗡 那道被洗练了多年的空间之刃 也被吐出 迎风化为一道足足十米 巨大的漆黑裂痕 向着僵尸王斩去 老疯子 乐奇瞳孔一缩 将空间之刃 存储在身体内洗练 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无时无刻 都将承受空间之刃 切割内脏的疼痛 这样坚持几十年 这种意志力 举世难见 给我剑豪大哥长病 王铁匠爆吼一声 他的身躯之内 鸣刻在骨头上的诸多BUFF名文 进阶爆碎 血雾喷出 作为代价 他全身骨头也都进阶碎裂 但换来的是比正常效果 更强十倍以上的超级BUFF 他的锤子上 七宝琉璃之色流转 一锤压落 一个个的都不要命了 江世王咧嘴冷笑 也是 你们本就是必死 哼 盲僧双目中 黑血流出 口颂网生咒 力量急速透支 他的身体都开始变得透明 这是网生咒的终极形态 人体经文化 代价就是一曲送完 整个人也将化为道音 消散在这天地间 点燃无血 以身化黄 五百花的骨血 真正开始燃烧起来 这些血火 将他真正变成了一只血黄 杀向江世王 这一刻 曙光英雄们准备多年的底牌 齐齐亮出 都在薄灭 他们要在江世王复苏的一刻 就拼尽所有 不惜死亡 也要将之斩灭 你们全都是一群疯子 江世王终于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这些人为了杀他 简直都狂颠了 轰轰轰轰轰轰轰 无数魔法卷轴 在他面前爆炸 挡住 江世王怒吼一声 双手在胸前合时 顿时召唤出一颗巨大的幽民骷髅头 将他护在嘴中 轰轰轰 魔法卷轴接连爆炸 将骷髅头炸得裂开 你到底准备了多少卷轴 恶齐都无语了 这骷髅头 可是他在罪欲得到的二绝法宝 极其难得 此刻却被青稻子的土豪战法 直接打碎了 我 空间之刃紧跟着降临 给我挡 恶齐三颗断指处流淌出黑血 化为一道身外化身 是 身外化身 瞬间被空间之刃斩为两段 蹦碎为一滩黑血 噗齐 黑刃速度快到极致 即便是恶齐 也只来得及避开要害部位 但小半边身子 从肩头到半边肋骨 全被漆黑色空间之刃斩断 好 恶齐暴怒到极致 咆哮山河 深周的亡灵之力 将天空都染成血色 该死的曙光英雄 他大手一挥 直接将远处观战的毛浆射到手中 大嘴一张 将毛浆头颅咬掉 然后将其灵魂之力 全部吸收 噗齐噗齐 那小半边身子竟然缓缓长出 只是断臂处 被黑色空间切割之力不断腐蚀 一时间根本无法恢复 哄 携带着往生咒 诸多buff加持的 王铁匠之锤落下 砰砰砰 锤法不绝 如浪涛一般 一锤比一锤 汹涌狂乱 积压了这么多年的怨怒 在这套薄命锤法中 被宣泄得淋漓尽致 吃吃吃 僵尸王被锤得连连吐血 血红着眼睛张开王拳领域 但即便是王拳领域 居然都没能压制住 暴血碎骨的王铁匠 可怕的重锤 不断落在僵尸王胸口 让他不断吐血 只剩毒臂的僵尸王 只能防御一多半的攻击 每一次重锤击在僵尸王胸口 都打出了远超百万的海量伤害 砰 僵尸王从空中被锤落到地面 大地都被砸得均裂 他现出巨大的坑体 我来 火黄降落 沐浴血火 从天而降 哄 可怕的火焰 从深坑中升堂而起 直冲云霄 天上的黑云都被燃烧 化为火烧云 父亲 伯伯 王宝眼泪不断流淌 他知道 这都是以命换命的打法 几位舒白和武仪 压根没打算活着走出这片战场 他恨 这些年活在失忆 疯癫 被控制中 根本没有准备博命的底牌 只能看着父亲他们 一个个去送命 啊 他的心灵之力越加狂暴 如今他能做的 只有给他们更大的心灵之力加持 让他们打出更巅峰的伤害 让他们人生的最后一战 极尽绚烂 咕噜噜 原天人踏剑玉空 飞临在深坑之上 因为燃雪儿年轻强壮的身躯 此刻再度甘别下去的 他的双手 各握着一把流淌着英雄血的长剑 长剑发出今天的龙鸣 剑芒风锐 劈开天空的火烧云 通达天地 他双目如电 看着深坑底部被碎石掩埋 王雪抱尽的僵尸王厄奇 剑豪大哥 你在天之灵 助我共斩此剑 他怒吼着 甘别的身躯 举着仿如蕴含十万雷霆的长剑 劈斩而下 嗡嗡 两道剑气 以十字斩之行 急速斩下 轰隆隆 天地都被剑芒囊括 所有僵尸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眼中露出生命深处的恐惧 隆隆隆 剑气斩落大地 剑斩让大地裂开 斩出如十字大裂骨般的痕迹 裂骨纵横百米 身近十米 沉烟滚滚 不可直视 破 这最后两剑似乎夺走了 原天人最后的精神器 让他脸色干枯到极致 他缓缓落在裂骨边缘 脸色灰败 但眼神却明亮如荫 他盯着裂骨的底部 成功了吗 恶奇 死了吗 游进灯枯的青稻子 浑身鼓裂的王铁匠 深燃血火的五百花 透明金文化的芒僧 也进阶凑了过来 他们站在裂骨之边 风吹动他们潇洒的背影 无论结果如何 我们终于了去了夙愿 原天人脸上露出释怀的微笑 即便九泉之下 见到剑豪大哥 我也有交代了 嗯 轻稻子也缓缓点头 可是原大哥 这样真的值得吗 我们对皇室的布局和复仇 就都放下了吗 王铁匠不甘地攥紧了双拳 当年剑豪大哥 本来根本不用死的 原天人拍了拍王铁匠的肩膀 你可还记得 剑豪大哥在决战前那句绝命诗吗 王铁匠身体一颤 纵死无名义无悔 不为皇帝未苍生 王僧低声念诵 无论如何 我们要先完成剑豪大哥的遗志 将尸王死后 若我们还有一战之力 便一起杀上黄兜 将那老皇帝拽下马来 原天人捏紧王铁匠的肩膀 好 几人都洒脱得硬撑 但内心却知道 这大概是不可能了 即便能活下来 他们大概也失去了一战之力 今天施展的这些底牌 无意不是自毁根基的行为 痴痴 峡谷裂缝之下 碎石翁洞 几位英雄脸上都露出凝重之色 果然 纵横千年的王者 上古鲁王那样的贤君 都只能选择封印的怪物 是极难杀死的 原天人对此心中早有预料 他窥探天机变之 此战明星暗星皆云 是一场必死之局 唯一的变数灵言 也早已经被他亲手送出了明村 不会改变了 早已注定的结局 原天人低叹一声 砰 黑色的魔焰冲天起 乱石崩飞 残破玉血的僵尸王缓缓升起 他的状态并不好 七英雄的底牌足够强横 就算是寻常的王者 也早被斩杀了 你们以为 本王是那么好杀的 恶奇怒吼 壮弱癫狂 好 四周的僵尸 都恢复了杀性 仰天咆哮 一个个僵尸相继自爆 化为亡灵精华 飞向僵尸王 恶奇身上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 想杀我 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 恶奇颠簸地携笑着 我是人间绝望的代名词 你们永远杀不死我 是吗 袁天人已经没有了 如狂的杀意 只剩下坦然的决绝 轻道子 王铁匠几人 站在袁天人身后 目光同样淡然而坚定 风吹过他们的衣袍 萧瑟 悲壮 你们想干什么 恶奇感到了不妙 瞳孔骤然一缩 王宝儿似乎已经感知到了什么 眼泪如泉涌 悲呼道 父亲 袁伯伯 你们 纵死无名义无悔 不为皇帝为苍生 曙光英雄齐声念诵 身体都开始能量化 暴虐的能量在纵横 开启了自暴的仪式 他们坦然地看着四周 如潮水般涌来的僵尸潮 宝儿 照顾好自己 远离朝堂 王铁匠留下最后嘱咐 嗯 你们 呃 奇荒了 他想逃走 却发现 这片裂谷已经被提前空间封禁 以他如今的状态 想要在几人自暴前破除 压根不可能 师父 袁老头 你这么急着死蛋吗 看我们斩了这僵尸王 远处 传来几声大吼 袁天人不敢置信地转过头 竟然是林炎带着沈又威几人回来了 青稻子 你怎么回事 你不是拍胸脯 保证空间通道没问题吗 王铁匠急了 正常来说 是没问题的 我连那几头 毛将在中途搞破坏 都算进去了 青稻子皱眉 除非 他们的攻击力 远超过了我的预计 想到这里 他眼神一亮 连忙施展定法 将几人的自暴一事 强行终止 哼 什么纵死无悔 总还是怕死的吧 僵尸王也趁着这空挡 拼死挣扎出了空间封锁 疯狂笑着 刚才他是真的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 如今死里逃生 再也没有什么能威胁到他了 老青 你干什么 你不会真以为 这几个孩子能逆转大局吧 王铁匠质问道 白瞎了大好的机会 不然 还没等青稻子开口 袁天人就微笑着摇了摇头 啊 王铁匠一脸猛 袁大哥 怎么连你都改口了 天机 不可泄露 袁天人一直远方 你看阎帝小友他们身后 是什么 众人定睛看去 眼神都震颤 灵言不光带回了沈又威四人 定睛一看 那分明是千军万马 陈烟宣腾 海潮般的军队 杀入僵尸包围圈 僵尸如麦子一般 一片片地倒下 灵言长刀一指 眸光如电 柳妖族 血腾族 随我一战 杀 血腾族大元帅 柳妖族长柳福 率军从灵言两侧冲出 两族上十万军队 还在从传送点源源不断地赶来 一时间尘土飞扬 喊沙声震天 千军万马 横扫面前的僵尸群 僵尸的血 两族战士的血 抛洒当场 灵言带着沈又威 四人一马当仙 想着忠心战场赶去 哼 一群蝼蚁 还妄想是像 僵尸王恶起仰天长啸 亡灵之力在他背后 那死神虚影便持着镰刀向地面横扫 顶住 袁天人振作起精神 战斗意志不衰竭 一手持剑 一手持天机盘 当先顶住那镰刀的横扫 僵尸王 你死气已到 青道子几个也连连出手 与那镰刀角力 此刻 灵言等人也终于赶到 混小子 你跑回来做什么 就是 要是你们不回来 我们刚才就把僵尸王解决了 袁天人几人咧嘴笑道 虽然言语是责备 但内心却满是快味 自然是有万全把握 杀着杂毛畜生了 不然你以为 灵言指了指空中的僵尸王恶奇 但凡有一点失败的可能性 谁会回来就你们这几个老骨头 你小子 嘴还是那么损 袁天人无语 他很清楚 灵言就是开玩笑的 王解生物与非王解生物 那就是两个概念 至少在龙下帝国 还没有人敢夸口 一定能杀掉王解生物 就算他们这些龙下帝国最强英雄 组成的曙光英雄团 也仅仅只能拼尽一切封印王解生物罢了 他如今实力本就不再巅峰 又被你们的底牌削弱到极致 最主要的是 他现在空手赤拳 根本没攻击武器 灵言分析道 可以说 僵尸王现在是史上最虚弱的一刻 我杀他 意义反掌 你又是哪来的臭虫 僵尸王恶奇皱眉 口气这么张狂 难道这小子能媲美当年的剑豪 那个男人 确实是他有生以来最忌惮的人之一 嗡 僵尸王探查了一下灵言的等级 顿时感到奇耻大乳 疯狂的杀鸡将天空都染成了血色 九级 九级 我居然被一个九级的臭虫 说成是随手可杀的对手 好 他暴怒一吼洞山河 大地都颤抖 碎石乱飞 恶奇疯狂挥舞手臂 背后的死神虚影也不断挥舞镰刀 要收割生命 灵言冷笑一声 翻手取出一物 砸毛畜生 你可认得此物 嗯 将尸王血红的瞳孔看到灵言手上之物 瞳孔顿时一缩 惊呼道 生死印 千年前 他就是被此物诱惑 在乳国大地上掀起失货 与乳王决意死战 屡次被封印 屡次卷土重来 他心心念念的 都是此物 作为死灵王者 若能掌握生死印 必能获取无尽死亡之力 晋升帝皇阶 彼时 他将重归罪欲 争当一欲之主 节节节节节 将尸王放声大笑 壮弱癫狂 好 好啊 天助我眼 让一只蝼蚁 将这等重宝 送到我面前 吴将彻底崛起了 他目光一闪 盯着灵言 冷力道 蝼蚁 只要你将此宝献于我 杀了你之后 吴便会将你转化为亡灵 永世做本王的护国将军 如何 你也配 灵言冷灭一笑 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今日你死期已到 老子是来给你送葬的 僵尸王灵神看去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二绝 你完成了生死印的二度觉醒 他不得不承认 自己有些慌了 当初鲁王就是凭借二绝的生死印 封印了他 不过很快 他便压下内心的惊涛 冷笑道 怎么 你以为你是当年的鲁王吗 我比不上鲁王 但却能召其归来 为我一战 灵言冷笑道 他一直在杀敌 杀敌便能积攒生死之力 被生死印吞噬进化 刚才杀了毛江横三之后 生死印的最后一次进度条也满了 直接完成了二次觉醒 进化成了二绝宝物 不 绝不可能 他已经死了 他彻底死了 他绝不可能复活 僵尸王如炸毛的猫一般 瞳孔慌乱地 扫尸四面八方 惊魂难定 若说他活了千年 最忌惮之人 非鲁王莫属 此人给他留下了太可怕的心理阴影 那一战 让他痛苦休养了近千年才恢复 半晌后 鲁王并未出现 僵尸王才稍微安定下来 疯狂笑道 结结结 我就知道你是骗我的 那家伙怎么可能复活 他是人王 而我是僵尸 灵言算了算时间 点了点头 他拿出生死印 就是为了震慑恶奇 拖一拖时间 要召唤鲁王残魂 需要的条件极其苛刻 上一世 七英雄全部战死 英雄血洒落苍穹 冥村崩乱 才彻底惊醒了那道残魂 而现在 七英雄没有按照剧情自爆 他就需要另外的手段 来将其召唤出来 哇 灵风身上的波动再也藏不住 空间之力在他头顶 构筑成了一个祭坛 胖子默念的往生咒 也化为梵文 缭绕在祭坛之上 沈幼威身犯宝光 七宝琉璃之色 应召祭坛 楚清玄点燃凤凰火 点燃祭坛 千年前的人德之王 你夙愿未了 灵言将生死印放在凤凰火上 目光肃目 今万民之声念诵 愿您崇灵 斩杀江王 清正天下 鲁王未杀 魂西 归来 哄 天地奇颤 一道光门 自祭坛之上缓缓裂开 令将师王颤抖熟悉的气息 自光门之中 缓缓显现 不 恶气彻底发狂了 他绝不能让那道身影降临 你这小鬼 刚才就是为了拖延时间 构筑祭坛 你该死 该死啊 恶气浑身将血沸腾 我先杀你 无尽灵魂之力 化成风暴漩涡 王宝的心灵之力 在其面前 都如小周一般起伏 随时会被拍翻 不好 这是僵尸王恶气的核心技能 当年他就是凭这一招 杀死剑豪大哥 原天人背后 其他几位英雄也惊骇 提醒灵言快退 他们都没想到 状态这么衰微的恶气 依然能用出核心技能 来不及了 蝼蚁 连带着这祭坛 一起给我碎 将尸王抱吼 一只纯粹由灵魂之力 构成的幽名巨剑 朝着灵言轰然劈下 灵言微微一笑 身形丝毫不动 狂风烈烈下 他坦然面对这一击 恐怖的灵魂巨剑 带着劈斩天地之势 轰然落下 灵言衣袍烈烈 坦然直面 直到身形 彻底消失在那巨剑 展出的通天之光中 不 袁天人 青稻子等人都背后 老泪横流 他们脑海中 闪烁着自认识 炎帝以来的种种 想起那一日 剑豪慷慨旧意识的面容 与灵言此刻 似乎重叠在一起 他们颤抖 他们悲痛 但 却无力改变这一切 你不该死 死的应该是我们这些旧时代的老家伙啊 王铁匠痛哭流涕 气不成声 只有王宝 无语地摇了摇头 这几个老头 被骗得好惨 嗡 灵魂之光散去 狂风止息 灵言的衣衫归于平静 他人丝毫未损 甚至比起刚才 灵魂风暴 把他的衣衫吹得更干净了 几个老家伙 都猛逼地看着这一幕 这是怎么回事 这可是一尊王者的绝命大招啊 就连龙下第一英雄 剑豪 都在此招下陨落 你怎么跟没事人一样 就连僵尸王恶奇 都直接傻在了半空 他甚至怀疑自己 使了一个假技能 灵言微微一笑 你们难道忘了 剑豪的头盔 可以免疫战斗中 第一次灵魂攻击的吗 啊这 几个老头还真是忘了 毕竟 剑豪的头盔 已是太久了 而且那一战 剑豪从头站到尾 早不知受了多少次灵魂攻击 一次免疫机会 早就被用掉了 靠 原来你小子 早就算计好了一切啊 我尼玛的 眼泪白流了 幸好 幸好啊 这是剑豪大哥 在天之灵的冥冥保佑 原天人几人反应各异 大喜大悲间 老家伙们 差点心脏病都被吓出来 凌言咧嘴一笑 他现在心里就一个字 那就是 太昆昆爽了 用一个装备特性 把敌人大招给无伤骗出来了 这放在谁身上 谁不爽啊 啊 僵尸王怒不可遏 他王者一世 居然被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蝼蚁 平平戏耍 不过他知道自己耽误不起时间 一旦那道光门开启 鲁王重临世间 他就完了 小子别怕 我们拼了老命 也要护你周全 原天人几个 现在看灵妍 眼里都放光 这真是个大宝贝啊 灵妍哭笑不得的摆手 你们按照我给你们的方法 再构筑一个祭坛 你们实力高 祭坛构筑时间短 嗯 原天人一愣 还构筑一个 为什么 召唤传说中的 龙下帝国第一英雄 剑豪的残魂 灵妍语气坚定 什么 原天人等人感觉头皮一麻 瞳孔都被震得缩在一起 不敢置信地齐声惊呼 真的 灵妍点了点头 剑豪的意志 曾经洒落在这片战场 又是死于灵魂必杀计 一定有残魂 我继承了剑豪战魂的装备技能 在召唤达到最后 我用出这个技能 极大概率可以将其召唤出来 好 好 原天人等人激动到极致 他们这么多年最大的愿望 就是想再见剑豪大哥一面 起祭坛 原天人大喝一声 好 青稻子逼出自己最后一点潜力 用空间之力构筑祭祭坛 王僧送往生经 王铁降助琉璃盏 五百花点燃凤凰火 原天人念道词 天地间 果然又开了一道光门 该死 该死啊 僵尸王恶奇愤怒到了极致 他看着灵言 都是你这个蝼蚁 你这个孽畜 他杀意沸腾如海 飞身杀来 哈哈 我早想与王者正面一战了 原村长你们不要动 看我独自一战 灵言知道自己 肯定是没办法击杀王者的 特别还是僵尸王这种传奇王者 其巅峰状态 要比黑铁王之流 还墙上不知几倍 但他就是 要用僵尸王这块磨刀石 检验他的如今的极限战力 轰 他挥舞长刀 与扑杀而来的僵尸王恶奇 迎空对击 哇 对击的能量浪潮 翻滚而出 掀开裂骨 掀开大地 狂风乱舞 灵言被这一击打的盗飞而出 头上冒出150W的提示 这还是 他几乎完美防御后 所受的冲击伤害 虽然在王权领域中 他这种王阶以下的生物 受到伤害 会有巨大增幅 但这依然能看出 僵尸王恶奇的恐怖伤害 但凡他有一件王者之兵 挡不住这一击的话 都能要我半条命了 灵言嘀咕着 不过如今诸多先决条件下 他确实有和僵尸王对战的资本 至少现在 他并不会落什么下风 僵尸王第二次陷入了呆滞 他居然被一个九级的蝼蚁 挡下了攻击 甚至还被他刁钻地劈砍到要害 形成了暴击 造成了150W伤害 好 袁天仁兴奋地捏紧拳头 灵言与僵尸王的第一波对决 竟然不相上下 并没落下风 远处 在僵尸巢中征战的柳福 藤帅二人遥望着一幕 心中都震撼莫名 他们只是 因与灵言的契约 在这一次战争中 不得不率全族赖主 但这一刻 他们的内心动摇了 所有的小心思 都在这一刀之威下磨灭 开始想要真正追随灵言 毕竟 这可是 能与传奇王者正面硬抗一合 速度 简直快到令人无法理解 柳福的震惊更加深刻 他和灵言联手师父的时候 明明面对初入黄金英雄阶的父亲 都能让灵言陷入血战 显向还省 但一转眼 对方甚至有能和重伤的传奇王者 争锋的能耐了 他觉得如梦似幻 内心那点小心思 也都被这强势的一刀碾碎 给我全力厮杀 为我柳妖族遵延地 死战 柳福大贺 周身泛起妖光 不再留守 拼死搏杀 杀 腾帅也开始卖命 带着血腾族战士疯狂冲杀 传奇王者吗 不过如此 灵言震刀 仰头傲视恶旗 眼中战意 沸腾如海 你狂什么 若非本王没有兵器 还陷入如此状态 凭你这种蝼蚁 也想挡我 恶旗背弃的七窍生烟 周身能量疯狂波动 他怒吼一声 手掌向着灵言抓来 战 灵言大笑三声 战意如狂 迎面挥刀 与恶旗交锋 不可思议 袁天人捋着胡须 眼露惊叹之色 还记得刚见面的时候 这小子还在为了 低阶传输装备发愁 完成一个三阶任务 都得小心翼翼 这才一个月不到 就已经成长到 能与僵尸王正面厮杀的强者了 几个曙光英雄也看呆了 你妈的 这小子当初跟我打的时候 是不是隐藏实力了 王铁匠嘀咕着 要是灵言那时候 有这等战力 他那晚非得打到燃血不可 轰轰轰 僵尸王越战越惊骇 灵言则越战越狂猛 两人在半空中交击 可怕的能量波 向四面八方冲击 哇 灵言拼了 他要看看自己权力之下 到底能达到怎样的极限 他没有使用珍贵的暴击药水 或者一次性秘宝 毕竟 僵尸王血量如鸢 他肯定是砍不光对方的血量的 他要检测的 就是纯粹的自身战力 妈的 这才打不到一分钟 给我打掉一千多万护甲 原甲盾都碎了 马上就要触发护甲回复的特性了 灵言皱眉 这还是建立在 他现在每秒五万护甲 加上一刀巨额护甲回复的基础上 一边打一边狂吸 结果护甲都狂掉 僵尸王确实吗 不过僵尸王也不好受 他也被灵言干掉了一千多万护甲 但是他血条太厚 根本不怕跟灵言拼血 你就这点能耐吗 僵尸王 拿出你传奇王者的本事啊 灵言不断挑衅 希望僵尸王能给他更大的压力 更大的压力 才能压榨出他最大的潜力 好 僵尸王恶气疯狂了 周身将毒流淌 化为毒液铠甲和一柄毒液大刀 给我死 僵毒狂斩 这斩机 一旦要落下 密集如雨 根本没法躲掉 而每一次斩机 都会造成至少百万点冲击伤害 毫无疑问 他将在这可怕的技能下 被击杀 灵言目光冷静到极致 他就是要把自己逼到冰死的绝境中 自从装备成型之后 他一路都太无敌了 很久没有人能给他被击杀的压力了 只有这种压力 才能压榨出他的潜能 给我用出来啊 灵言精准地控制自己全身的每一寸肌肉 要在五点敏捷之下 打出现阶段根本不可能打出的操作 嗡 他的意识 进入了一个特殊的状态中 瞬间分析出了 僵毒狂斩的进攻路径和发力点 断 灵言立刻一声 手中的魔刀牵刃 化为刁钻的魔光 幻影般地刺在僵尸王周身的实际处发力点上 嗡 这必杀的技能刚刚斩露出前摇 就被斩断 消失于无形 技能终结斩 灵言内心通明 激动无比 他居然做到了 靠着强大无比的意志 丰富无比的战斗经验 打出了需要至少十点敏捷 才能施展出的战斗技巧 突破了现阶段的战力极限 他飞身而退 看着猛逼的僵尸王恶骑 咧嘴一笑 这操作把所有人都看待了 核心战场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 僵尸王默默看了眼自己的手 我的技能呢 技能被中途打断 这是他千年来的初体验 他现在郁闷地想吐血 这种感觉 就像是双人运动到终点 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 被强行打断 啊啊啊 僵尸王难受的大吼 该死 该死 他发狂了 要施展必杀技 就是现在 元老投注我 灵言瞥了一眼英雄祭坛 属于剑豪的那道大门 已经几乎完全打开了 剑豪秘技 九重雷闪 拔剑斩 持剑行 剑豪 战魂 灵言一念施展诸多技能 身体化为剑光 向僵尸王义无反顾地冲去 好 老夫来业 元天人早就在等这一刻 身体顿时化为剑光 施展拔剑斩天术 和剑豪战魂 两人一左一右 四两道剑光 在空中批出无穷的闪电 死 灵言与元天人的杀技 此刻都沸腾到极点 这是 僵尸王瞳孔倒树 原本发狂的脸庞都呆滞下来 他看到了什么 在灵言与元天人 将要斩棘到他的前一瞬 两个人中间 竟然缓缓诞生了一道剑魂 那剑魂 正是曾经置他于封印之地的 龙下第一英雄 剑豪 剑豪残魂苏醒 这一刻 灵言 剑豪残魂 元天人 并肩而战 三道剑光 通天彻地 同时斩落在僵尸王身躯之上 哄 大地摇动 沉烟四起 三道剑芒化为无数闪光 闪烁在沉烟中 冲击波瞬间将沉烟冲散 僵尸王衣衫破碎 僵蟹横流 三柄刀剑插入他的胸膛 令他嘴中吐出破碎的绿色浆血和骨渣 那三柄刀剑 分别由灵言 剑豪 元天人手握 剑豪大哥 真的归来一战了 看清剑豪容貌的一刻 几位曙光英雄顿时绷不住了 眼泪住不住地流淌 他们太想念这位老大哥了 剑豪大哥 他们背后 剑豪残魂的意识 也渐渐清晰 从刚苏醒时 纯粹对斩杀江世王的执念 恢复到眼神清明 成功了 灵言内心也安定下来 很是欣慰 他打心里想满足几位曙光英雄 再见一次剑豪的执念 剑豪眼中充满恍惚 他知道 自己是残魂复活 但复活的这一幕 与他死前的一幕 剑豪的感觉令他分不清自己的记忆和现实 不过 当他看到袁天人沧桑的脸庞 他的记忆瞬间清醒了 是啊 已经时过境迁了 好久不见 剑豪的意识中只过了一瞬间 但看着曙光英雄们沧桑的脸庞 最终却道出了这样的言语 这应当便是最后的决战了吧 剑豪欣慰地看着袁天人 他几乎完全继承了自己剑法 他又看向灵言 更是无比喜欢 看来袁老弟又给自己找了一个顶好的传人 别那么看我 我不是你徒典 灵言连忙辩解 这样吗 剑豪有些失望 不过随即洒脱一笑 无妨 我的剑法传承 只要心怀苍生之人 皆可得知 你能不惜自身与僵尸王一战 便已经说明了一切 呃 灵言连连点头 没必要扫扰前辈的兴致 你们还在我面前续上救了 当本王不存在吗 啊 僵尸王狂目 上千年来生的气 都没有今天一天生得多 本来终于脱困重生 是一件大喜事 但现在 他都快被气炸了 实在有失 作为传奇王者的牌面和尊严 哄 他胸膛炸开 将血沸腾 将三柄刀剑炸出 灵言 袁天仁 剑豪 顺势飞退 老哥几个 百花妹子 把侄女 剑豪一一扫过众人 看到断得几个 更是欣慰 看来几个兄弟姐妹 都找到了自己心意的传人 剑豪大哥 我们 王铁匠刚要开口 剑豪便一挥袍袖 目光如剑 看向僵尸王 服英雄者 以苍生为重 我的时间不多 一切等斩杀将尸王之后 再行叙述 说吧 他全身化为 一柄通天利剑 一斩之下 天云动荡 这 便是属于龙下第一英雄的绝世战力 哼 就算你们三人一起上 就妄图能击败我吗 将尸王怒吼 看似要战 一晃身之间 竟然直接就要逃走 他并不怕灵言 袁天仁与剑豪联手 但他也清楚 这三人联手之后 他想快速取胜 也极难 一旦鲁王真的也如剑豪一般复苏 他今天甚至有陨落之危 刘德青山 再不愁没柴烧 先走 他心中只剩下这一个念头 哪里走 灵言三人 从三个方向将其围堵 四大强者站在一起 僵尸王虽然想逃 但想一下子冲破三位高手的阻拦 也做不到 该死的人了 僵尸王怒急 点燃了自己的僵尸血 被几个飞王皆生物逼到燃烧王血 僵尸王感到无尽的羞辱 你们等着 本王以完美状态重灵之日 便是你们被灵尺处死之时 呃 岂北吼 堂堂传奇王者 被逼到这一步 脸面是彻底被踩碎了 轰轰轰 四人杀到浑身都沐浴鲜血 惨烈至极 嗡 光门之中 鲁王的身影越加凝食 留给僵尸王的时间 不多了 僵尸王彻底放手一搏 王血与毒液凝结 放血 他怒吼一声 周身的僵血如瀑布一般喷出 僵尸王的王者形态 只有在仅剩三分之一血量的时候 才能被激发 他在自己给自己放血 好 终于 王者形态被激发 我擦 这怪物高级 还有第二阶段 段德在一旁吐槽 王者形态之下 血毒铠甲附身 僵尸王背部 骷髅头组成的双翼一展 其速度和力量 比之前提高了接近一半 不行了 只靠我们三个挡不住 元天人低贺 我们来 召唤出剑豪藏魂之后 青稻子几人也空出手来 五方封天阵 青稻子一展阵图 自己踏在东方核心阵眼上 王铁匠 芒僧 五百花 王宝 站在另外四方阵眼 嗡 五行力量翻涌 瞬间凝聚成一道 笼罩天穷的防御罩 咚 将尸王一头撞在防御罩上 磕得头破血流 但作为代价 五位曙光英雄 全都怒喷一口鲜血 继续缠斗 只要鲁王残魂复生 战斗便结束了 灵眼大吼一声 贴着僵尸王的脸 疯狂输出 吼 僵尸王困兽游斗 疯狂攻击五方封天阵的能量罩 青稻子几个 频频喷血 脸色苍白到极致 咔嚓 咔嚓 挡不住吗 灵眼咬牙 这僵尸王 也太难杀了 碎 在僵尸王的逆天一击下 五方封天阵的能量 赵终于被击碎 阵法碎裂 五位曙光英雄 进阶颓然倒地 正当剑好准备燃烧战魂 以身化剑 再度拖住僵尸王石 砰 光门轰然动开 金色光芒照耀天地 将天空血红色黑云都刺破 人王的身影 缓缓从门中踏出 仿如一位带来希望的人德君主 沐浴在那金光中的所有人 都感到了温暖舒适 而僵尸大军则疯狂惨叫 战斗状态被削减极多 人王光环 灵言嘀咕着 只有掌握正统 且被苍生认同的君主 身上才能笼罩这种光环 自古以来 龙下这片大地上 曾处立过许多朝代 诸多君主 但能被尊为人王者 不过双手之术 该死的老东西 你明明彻底地死了 一身四宝 怎么可能还有残魂保留 僵尸王怒吼 鲁王手握生死印 并未理会僵尸王 而是对灵言微微一笑 小友 将生死印托付给你 是我这辈子 做过最正确的选择 灵言对鲁王一抱拳 鲁王曾为苍生以身四宝 甚至为了后世 能有一丝翻盘之机会 不惜将自己变成NPC 以此来保持残魂不朽 这样的人王 值得他敬佩 喂 老东西 你耳朵聋了 我跟你说话呢 僵尸王很不爽 不先跟自己这个老对手 打几句嘴炮 居然先去找一个蝼蚁叙旧 千年前 我让僵尸王侥幸逃脱 如今让我有机会 从临这时间 完成我未尽的夙愿 本王 先行谢过 鲁王对灵言拱手 依然没有理会僵尸王 气煞我也 僵尸王嘀吼一声 杀鸡毕露 一缕残魂而已 你还想翻天 给我死 他轰然出手 向着鲁王一掌拍来 若是他的巅峰状态 或许不怕鲁王 但以如今的状态 想要逃走 只能被不断消耗杀掉 唯一的选择 就是正面硬钢 哼 鲁王与他当空对了一掌 光与暗的能量波动 占据两方天穷 金色的闪电 与黑色的闪电 在云层中交锋 踏踏 鲁王与僵尸王 各自被震飞 该死 这残魂的强度 不低 鲁王 你给自己留了不小的后手啊 僵尸王阴森道 僵尸王恶齐 你数次霍乱这片土地 今日 该是你被埋葬之时了 鲁王手中生死印 闪烁光芒 大言不惭 该死的是你们 本王注定统一亿万疆土 在罪域称尊作祖 他也拼命了 王权领域 王者形态 都开到极致 催动一切力量 进行最后的攻法 生死之门 开 鲁王高举生死印 直接燃烧残魂 出手就是一命换命 嗡 二绝的生死印上 生死二气流转 范围千米之内 进阶化为黑白世界 鬼门洞开 披甲直锐的鬼将 一个个从鬼门中踏步而来 这些鬼将雄伟强壮 化其鬼马 气势无双 令剑者心惊 密密麻麻的猎队阴兵 在鬼将的带领下 马踏清空 严肃至极的杀戮意志冲出 令人难以呼吸 又是这一幕 将尸王恶妻瞳孔一缩 嘶吼道 我是不会再被封印的 这一次 不会是将你封印 而是将你彻底击杀 鲁王站在高空 人亡气势威严 他大手一挥 千军万马冲出 杀戮意念凝成实质 化为凄厉的阴风 没有人 能杀死我 将尸王疯狂了 他一头冲入冥府大军 开启杀戮 吃吃吃 他霸道到极致 一切近身的鬼将士族 都被他强势撕裂 没人 能杀死我 他杀到狂 浑身沐浴鸣血 一具又一具 名将士族的尸体 从天穷上坠落 蹦碎在地面 化为生死之力 滋润大地 鲁王 去去残魂罢了 安心去死吧 他越是吼叫 底气越是不足 生死硬又如何 即便地府因天子亲自降临 也杀不了我 无奈死灵至尊 我命由我不由天 失去了毕生的信念 只剩下歇斯底里的疯狂 不知杀了多少冥府将士后 惨烈的厮杀 终于彻底惊动了鬼门关 鬼门之后 一道上通幽明 下通地府的伟岸虚影显现 他头戴帝王之冠 高座王座之上 默然俯视着世间的一切 随即 他的眼眸望向此处 冷漠的眼眸闪过一丝不悦 他手中的判官笔 轻轻一点 恐怖到极致的杀戮一面 化为一条汹涌的明河 从鬼门关中冲出 那一瞬间 周遭的生灵 进阶头皮发麻 这种伟岸的力量 实在令人生不起任何反抗之心 僵尸王恶起眼中 也露出骇然 堂堂一尊传奇王者 竟然在这汹涌明河面前 连身体都无法移动 分吼 砰 明河席卷 一击便将嘶吼的僵尸王拍碎 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瞬间抹除 连渣都没上 所看到那伟岸身影的生灵 都忍不住生起跪拜之意 那是一种无尽高远尊崇的缥缈感觉 不过 在明河抹除僵尸王之后 那道恐怖的身影 便缓缓消失 明将明兵 明经收兵 生死之门 也缓缓消失 那道身影 究竟是何等存在 难道它就是 地府殷天子吗 殷天子 众人惊骇 那可是号称掌管地府的至高神灵 生死印便是他曾用的鬼戏 因为青睐鲁王 才将其赐予上古鲁国 做镇国之宝 那么可怕的神灵 居然注意到了咱们这里 亲自出手 抹杀了僵尸王 圆天人 额头满是汗珠 他这辈子 也算见多识广了 但即便如此 也根本没见过 能媲美那道身影 万一的存在 至高神灵们都有神觉 即便远隔亿万里 无尽空间 只要送其真名神号 皆可以被感应到 灵言解释道 哦 这么说 僵尸王是把自己给做死了 要不是他大喊 殷天子也奈何不了他 那位存在 根本不会注意这里 圆天人绷不住了 确实如此 灵言点了点头 不过这也不过是 加速了他的死亡罢了 在如此多的阴兵 阴江为杀下 他注定活不久 嗯 剑豪残魂也微微点头 有些感慨地 看向僵尸王消失之处 眼中复杂 我与他明争暗斗千年 如今这场大戏落幕 苍生终于不必再面对失货了 鲁王也开口 声音疲惫 他的身躯越加透明 开始有了消散的迹象 本来就是燃烧残魂 强行让生死硬爆发 以命换命的打法 他消耗太大了 本来还想再看一眼这大好河山 看来没有时间了 鲁王洒脱一笑 不过 我素愿已了 倒也没有遗憾 灵言看着这位人王 很是同情 心道 幸好你没时间了 不然你看到现在这天下的样子 怕是会直接气炸咯 不是所有君王 都如鲁王一般人得 当今龙下帝国再朝君主 便是一位独裁暴君 暴政施杀 天下早苦期久矣 更有隔壁罗兰帝国 给予东方大帝 两国频频爆发战争 名不聊生 我的残魂将熄灭了 日后我将彻底变成副本里 无意识的守官人 鲁王转过头 深深地看着灵言 我看人从未错过 临死之前 我将天下正统全交给你 至于你如何运用 全看你的心意 若天下君王无道 苍生受难 便可以此斥之 我 他体内光团飘出 一只散发青光的金铁钢鞭 落入灵言手中 钢鞭入手温凉 尚刻古朴明文 沉重朴素 锋芒内敛 打王鞭 灵言心中一震 生死硬 打王鞭 这两件法宝 自古至今 被视为天下正统的象征 谁得知 便可得天下 但千年前 随着鲁王的消失 这两件法宝 也隐没在历史长河 历代君王 为了彰显自己的人亡正统性 苦苦追寻二宝 而如今 这两宝 皆落入他之手 打王鞭 上打无道昏君 下打祸乱宁臣 可服天下正统 可就黎明苍生 原天人也惊了 原来千年前 这两件宝物 都被鲁王带到坟墓里去了 怪不得找不到 谢过人亡 灵言郑重抱拳 获得打王鞭 完全在他意料之外 连他都不知道 鲁王还藏着这么个力气 嗯 鲁王点了点头 微笑着 眼神平静望着这片 他守护了千年的大地 人的散去 翁彻底收回生死印 人亡祭坛也消失 几人失去了托举之力 全都落下了地面 剑豪大哥 王板几个都凑过来 看到你们都好 我便知足了 剑豪看着几位老兄弟 你们这一战 彻底打碎了根基 这未必是坏事 不迫不力 若能借此机会 重修一事 逆接灯王 也未必不可行 原天人摇了摇头 我等魂体双衰 怕是都活不过一年了 剑豪看着有些消沉的原天人 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知道 剿灭僵尸王 只是你们计划的第一步 你们需要这个功绩 需要这个正统之名 只有借着灭杀僵尸王的大事 才能进行下一步计划 大爷未尽 不要先衰竭了自己的志气 原天人振作了一些 放心吧 剑豪大哥 我们会尽力的 哈哈 有这新族也 剑豪豪爽大笑 残魂开始自行瓦解崩溃 作为老大哥 再帮你们一把 大哥 你要做什么 原天人惊骇 青稻子等人更是想要出手 稳定残魂 看好了 这是我最后的心火 剑豪爆赫 一定要将心中的火焰 燃遍天下 不堕 我等曙光之明 哼 剑豪残魂彻底崩散 化为道道金光 滋润每个人的灵魂 灵眼也得到了这份馈赠 精神力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敏捷从五 直接提升到了九 原天人等人的魂衰病状 也逐渐减弱 最终被稳固 甚至神采异议 青稻子等人都挣住了 剑豪在生命最后一刻 做出这种选择 恭送剑豪大哥 原天人轰然跪地 冲天而拜 恭送剑豪大哥 曙光英雄双目泛红 齐声大呼 灵眼也看着剑豪消失的地方 默默为其送行 两久后 原天人站起身来 都振作起来 我们的路还未行建 不要辜负剑豪大哥的期望 嗯 王铁将几个都点头 抹去了眼中的泪水 小友 如今僵尸王已死 祭坛也破碎 明村明存实亡了 原天人微微一笑 僵尸王陨落的消息 估计很快就会传遍天下 到时会有诸多强者来探查 你速跟我来 抓紧时间继承神刺木板 好 灵眼难掩激动之色 他一直心心念念的神刺木板 终于要拿到手了吗 终于不用再憋在九集了 几人走到祭坛边向下望去 黑七七四无底洞 王宝用心灵之力裹挟众人 向下一跃 洞底漆黑 青稻子一仰手 诸多明珠虚空而生 照亮弟弟大阵 这便是沟通神刺木板神性的大阵 如果没有这些神性 当年我们还封不住僵尸王呢 王宝以心灵之力沟通大阵 他们只是英雄阶 能在这个时期沟通神性的 只有心灵法师 所以 王宝才被称为七英雄的灵魂 若是没有他 根本无法封印僵尸王 嗡嗡 阵盘开解 阵闻大量 整个地底世界都颤抖 一道紫金色木板 自虚空显现而出 神刺木板 灵眼激动 将其一把握在手中 这一刻 天地传红音 恭喜玩家 炎帝 手通新手村隐藏故事线 完成评级 SSS 特辞奖励 三星技能书 星号10 五阶史诗装备 星号2 五阶精良装备 星号10自由属性点 500 五阶各类药剂 1000 五阶以下白银境界母板 1000 五阶以下黄金境界母板 100S级评价格外奖励 宗门令 1SS级隐藏奖励 1000W金燕珠 技能净化书 星号3SSS级暴击奖励 五阶传奇装备 星号换雷戒指 望玩家周知 再接再厉 在神土世界 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辉红的布告声再度响起 恭喜玩家 炎帝 首次获得神赐母板 完成隐藏成就 神的传人 特辞奖励 规则类法宝 血壁戒指 辉红的通知声传遍天下 所有听闻者都傻眼了 我靠啊 新手村还隐藏这么个大活呢 这奖励 我他妈人傻了 进阶魔板签箭 尼玛隔着搞批发呢 他到底干了什么 一天的成就 这奖励 也太影响游戏平衡性了吧 以后还有谁能干得过他 玩家们都傻眼了 羡慕极度恨 天下嘲嚷 唉 光是这些奖励 卖金币换的钱 都不止千万了 青龙工会会长低叹 怪不得当初 不愿意签约咱们工会 原来炎帝 藏着这么大一个大招 确实 他是个干大事的人 绝非耻鱼 不是我们能收入麾下的 以后只能跟他合作 不可招惹 繁星工会会长 感觉很惋惜 我说 怎么在主城 没见到那个帅哥 原来是偷偷在新手村干大事 朱雀工会的美女会长 朱纯微钩 翘木寒春 这下子 他总该离开新手村 来到主城了吧 我倒是要好好会议会 这个男人 宗门令 他不会要建立宗门吧 就他现在手里 掌握的资源和名气 估计会有很多高手投奔 对我们九大工会 甚至都会产生影响 怕个屁 他再强也不过一个人 提供的资源 顶多够几十一百个人用 注定只是个 小型工作室的体量 不可能有能力 和我们九大工会争锋的 其他几家工会 则在讨论 林延究竟会不会建立宗门 他们混到现在 都没搞到一块宗门令 建立宗门 才算真正在神土 建立了自己的势力 有诸多好处 希望炎帝能将这块宗门令 卖给我们吧 给他发消息 我们青龙工会 愿意出一个亿 收购宗门令 东方工会 冷风刚刚带队 手通了组成的 三阶BOSS副本 刚出来就听到了宣告 不由地苦笑一声 炎帝真是充满着 不可预测性 上报上面吧 宗门令我们 东方工会也需要 不用上报了 上面直接给咱们 下达命令了 副队长战狼说道 只要炎帝 愿意加入东方工会 随他开架 只要他加入 便可以受大效军线 另外 宗门令十个亿以内 无需上报 直接购买 必要的话 告诉炎帝神土游戏 即将降临的真相 什么 上面居然连 神土游戏的真相 都肯松口告诉炎帝 冷风无比震撼 这堪称如今 下国最大的秘密了 炎防死守 知道的人不超过一百个 就连百亿家族牧师集团 也就只能探听到 一点风声罢了 有这么多筹码 下次见到他与他谈判 估计他一定会答应的 战狼道 否则就是他太不自觉了 冷风摇了摇头 他和林妍打交到最多 依我看 未必白狼公会 独公子冷笑一声 若是昨天他看到这个消息 定然会歇斯底里 但今天 他却淡定无比 因为 白狼公会昨日得到了一柄王者之兵 而且还是传说品质 就算你再强 在传说级别的王者之兵面前 又能抵得过几回合 独公子翘着二郎腿 磕着瓜子 他得到的东西很多 也很好 可惜 只不过是在丢白狼公会打工罢了 斩杀他之后 这些东西都是我的 这就是大公会的绝对优势 嗯 沐清婉微微点头 眼神冰冷 按照牧师招募的分析师收集的情报 新手村的等级上限就是九级 那林妍之所以强 就是因为装备太好 提供的护甲膏而已 王者之兵附带真伤 他这次死定了 而且 他捣毁真理教 让很多玩家不满 这次正好聚集这些玩家 一起将那小子击杀 独公子咧嘴笑着 扇着姚扇 真像是运筹帷幄 一切竟在掌握中的大聪明 玩家们对于公告和林妍 心思态度各异 一时间风云暗涌 山雨越来风满楼 而NPC们也坐不住了 京城 将尸王死了 曙光七英雄 你们好 好啊 龙下皇宫深处 传来怒笑声 笑声震荡天雨 立刻你指 宣妻英雄入京 朕要重重的 赏 是 罪欲 将尸王死了 结结结 不过也好 变局已经出现 天下逐落 鹿死水手 好戏开场 最老人占卜的最大变数 已经出现 看来就是这通告中 所说的炎帝了 被一位楼仪搅乱了布局 不知古地会做出 什么样的选择 罗兰帝国 黑铁城 平衡 在今日被打破了 一处处强者 都睁开了嗜血的双眸 他们蠢蠢欲动 要参与这场 用王血浇灌开启的 风云大局 明春祭坛底部 零言无心观看 背包里出现的 一堆各类奖励 只是查看着手中的 神刺母板 心中震撼 私命 永生战士 神刺母板 阵营 天庭神刺归属 私命真军神刺1 基础数值全方位 十倍增幅 神刺2冒号 一滴神血 解锁1000W血量上限 神刺3 天赋 生长 每攻击一次 血量上限提高100点 加 唯一神技 原地复生 死亡后 在一公里范围内自由复活 无条件 无限制 无代价 唯一神恩 生命泉水 有方可绑定泉水 效果等同复活泉水 一念即可复活队友 永生神拳 生命头子 概率判定 判定成功 一击必杀 加 住 私命真军 及圣祖上林高道 九天私命保生天尊 司长人间的命运 寿命和福气 被民间尊为 造王爷 造神 受此神赐者 当得永生 我的天 造化爆棚了 林妍看过神刺魔板的信息 头皮都发麻 他本以为新手村隐藏的魔板 是个寻常下位神灵的神刺魔板 没想到 一开就开出来了 真神的神刺魔板 神刺魔板 是诸神留存在人间的境界魔板 自然也有强弱高低之分 和抽卡差不多 这私命神刺 相当于一发抽中了SSR 他不兴奋才怪呢 这下子 我想死都难了 林妍咧嘴一笑 立刻使用 他迫不及待 这么顶的魔板 一旦被传出去 天下都得震荡 必须立刻用掉 哦 魔板化为紫金色光芒 照耀林妍的身躯 令他开始蜕变 呼 神刺魔板的 融合时间比较长 林妍在洞底融合 青稻子几个 在一旁给他护发 袁天仁则出去 处理冥村的烂摊子 冥村此刻一片狼藉 满目疮痍 处处都是破碎和鲜血 浮尸片片 幸好僵尸王死后 这些跟他同气连制的 僵尸大军 也都跟着死去 否则怕又是一场失货啊 袁天仁感慨着 不过很快 他就感到了很不爽 柳妖族的族长柳福 血腾族的族长藤帅 根本不服他 口口声声要见灵年 最后还是断得出来 两人才带着麾下安静 袁天仁无语了 曙光英雄的名头 真的已经过时了吗 压迫感 还不如一个小胖子 冥村七英雄麾下 仅剩的八百清兵 汇聚在一起 他们从开始 就跟着七英雄征伐 如今基本也都垂垂老矣 如今僵尸王已经死了 兄弟们也该结甲归田 我会发足路费 袁天仁看着老兄弟们 他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路 是死死无生 让这些弟兄跟着他 无异于让他们送死 他的家底 都被灵年给败光了 看来 这笔钱又得跟青稻子借了 袁将军 你不必多说 我们到死都追随你 绝不会离开 是啊 我们自入五以来 便一直跟着你和建豪大帅 他死了 您就是我们的元帅 我们到死都是你的兵 老兵们都眼神坚定 他们跟了七英雄几十年 秦铜手足 到老了解散离开 他们哪怕是死 也不会做这个选择 这 袁天人无奈苦笑一声 实话实说吧 斩杀将尸王后 现在的龙下君王 必不能容我 跟着我 就是死死无生 我等同袍 生死同命 死战不退 生死同命 死战不退 八百老兵齐声大喝 他们的铠甲上染血 更添肃杀悲壮的气息 袁天人知道 强行解散老兄弟们 是不可能了 他攥紧了拳头 有这八百老兄弟 他便不能尽精就拼命 他内心从拼死一搏 变成渴望胜利 好 兄弟们随我入京 大到五十天眼四十九 我就不信 我们没有一丝圣机 袁天人心态转变 眼神中重新燃起了光彩 遵于袁帅令 八百老兵 也都被袁天人的志气所感染 气势高涨 将战场上有用的都收集起来吧 这段时间做好准备 接下来的才是硬仗 袁天人沉声道 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 我们的征途 才刚刚开始 夜 星辰满天 万里无云 明月高悬 是一个难得的清朗夜空 明村祭坛深坑底部 一道爽朗的大笑声震荡而出 我成了 哼 随着那道笑声 火红色的人影 从深坑中闪烁而出 他鹦鹉不凡 周身散发着逼人的神韵 呼呼 悠长澎湃的生命气息 从他身躯内冲出 令人呼吸一口 便觉得神清气爽 易受延年 几道身影跟着走出 恭喜炎帝小友 感觉你的气息 比之前要强大了极多 身上还有一股 说不出的神性 就连我们几个老家伙 都感到了压力 青道子嘖嘖称奇 仅仅职业者的进阶 就如此害人听闻 神刺魔板当真如此恐怖 灵言笑了笑 神刺魔板乃是诸神所留 和传统的进阶魔板都不同 并没有等阶之分 只看自己能承受的神性有多少 比如灵言 各种属性本来就变态 才能触发魔板中 那么多神性词条 如果他只是寻常九级战士 能触发两个顶天了 原来如此 怪不得说 只要获得神刺魔板 便是一步登天 礼于月龙门 青道子履着胡须 即便需要自身强的前提 但能获得神刺魔板的 从来没有弱者 再看看通关获得的奖励 灵言看着背包里的东西 口水都流出来了 这些奖励都极其牛掰 若非是跟神刺魔板一笔 稍微逊色 他都想先整理背包了 最牛逼的 就是这个血臂戒指 灵言拿出那件法宝 立刻将之绑定 血臂戒指 法宝 阵营 天道属性 规则类唯一效果 无视真伤特性 尼玛的 规则类的武器 就没有一个弱的 灵言笑得合不拢嘴 王杰以后 附带真伤的攻击 就会多起来 虽然他现在上千万的血量 但两千万的护甲 要是完全用不上 他就要吐血了 白点那么久了 不过 有了这血臂戒指之后 就再也不用担心 护甲废掉了 可惜没办法绑定在终极神器上 死亡就有掉落的风险 灵言法尔赛地摇了摇头 感慨道 哎呦 你看我这脑子 我差点忘了 我现在自带泉水了 无条件原地重生 和装备无法掉落 也没什么区别了 他美滋滋地看向 这次奖励的唯一传奇装备 换雷戒指 传奇 等阶 五阶护甲加499W 唯一主动特性 换雷 三公里范围内 无条件召唤一道雷霆 伤害为血甲总值星号 十百分号 冷却时间 十分钟 靠 神法呀 灵言对换雷戒指爱不释手 连忙给他绑定了终极神器 他现在血甲值三 四千万 百分之十就是三 四百万 也就是说 三公里内已十分钟间隔 他能无条件不间断地召唤四百万伤害的雷霆 无敌 他真想不到 王阶之下 还有谁能制裁他了 不得不说 他现在有点飘 技能净化书三本 使用 他如今太富有了 直接灰金如土 嗡嗡嗡 三星晋级四星 只有一半成功的概率 两本对下去 全失败了 妈的 果然人飘的时候 运气就不好 灵言皱眉 给我开出来 第三本技能书对下去 九重雷闪终于升星 九重雷闪 四星 快速爆发九次位移 每次位移极限距离为111米 并对路径上的敌人造成五层雷霆伤害 每次位移会留下雷霆残影 技能结束后 残影爆炸 对五米内敌人造成攻击力星号十百分号的爆炸伤害 法力消耗 100 冷却时间 30秒 牛逼 灵言忍不住给自己比了个大拇指 三星升四星的提升太大了 极限移动距离 从不到100米 直接变成999米 并且 范围伤害也提升了 灵言继续整理着背包 十本三星技能书 他除了适合自己的一本之外 全都分了出去 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的 就留下 准备到时候全卖出去换装备 WOW 他选择学习 三星技能 甲易脱战 一旦发动技能 接下来三秒内 护甲回复速度将提高十倍 灵言嘖嘖称奇 即便早就看了技能介绍 依然觉得强悍 他如今凑齐了剑豪套装 通过剑豪自愈特性 每秒能恢复百分之一的护甲 发动技能 三秒十倍 直接就能恢复百分之三十的护甲值 明明走的不是盾战士路线 却比肉盾还肉盾了 他摇了摇头 明明我也不想这么肉的啊 接下来 各类药剂 模板之类的他都收了起来 装备也全都融合 最后一件 也是一个重宝 灵言看着手中的宗门令 他看过私信了 多少出价的都有 甚至东方工会的冷风 给自己发消息 要十个亿收购宗门令 但灵言咧嘴一笑 你们还是不懂 在神土第一个建立宗门 到底意味着什么 宗门可以建立教宗 传播信仰之力 第一个建立的宗门 信仰之力吸收率 有天道加成 最容易出信仰神 前世神土第一个宗门 比后面的宗门 强者多出好几倍 给我直接建立宗门 十个亿 一千亿 他也绝不可能同意交换 请选择宗门名称 灵言思索了一下 直截了当 炎帝宗 宗门最大的作用 就是吸收信仰 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效果最显著 不知道这一点的宗门创立者 最后都吃了爆亏 你已完成隐藏成就 第一个开宗之组 请问是否通告全服 是 灵言毫不避讳 他就是要开宗立派 他就是要广大群雄 哇 下一刻 天地红阴在线 恭喜玩家炎帝 完成隐藏成就 第一位开宗之组 宗门特殊buff奖励 信仰吸收率增幅一倍 信仰转化率提升一倍 宗门声望加1w 宗门初始等级 加1经验珠 星号1000w5接以下 白银进阶模板 星号4000 黄金模板 星号400宗门 制式武器套装 星号1000 图纸带选择 宗门藏宝库开启 各类药水加2000 宗主特权升级为二级 望玩家周知 再接再厉 在神土世界 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这炎帝是搞批发的 系统公告 怎么想都不停 玩家们都抱怨 而青龙公会会长 冷风等 则陷入了沉默 他居然直接 把宗门另用了 呵呵 真是有魄力 拿来换钱不好吗 不说宗门的好处 光是隐藏成就 给的这些奖励 现阶段要卖 都能指你开的价了 确实 灵眼手上 现在是 唯一有王阶之下 全阶位黄金模板的 如果这些模板 到了东方公会 或者青龙公会 这种大势力手上 轻轻松松 就可以靠人数 刷出一堆顶级强者 给他真是白瞎了 独公子冷漠道 本来还打算等他爆装备 如今只能逼他 将宗门门主的地位 让出来了 否则 便用王者之兵 把他杀到死在泉水里出不来 怎么办 阎帝有点太不识好歹了 善狼醋眉 很是不爽 身为我下国子民 居然一点都没有奉献精神 必须让他把宗门上 交给国家 第一个宗门 只能是国家所有 冷风摇了摇头 长老会的一号密令 不允许任何人 以现实形式 干涉神土玩家的游戏进程 否则已叛国最处置 哼 战狼撇了撇嘴 只好暂时把内心的想法放下 那我也会将此事上报 上面只要下命令 我立刻去抓人 冷风皱眉看向战狼 炎帝也是我下国一份子 他强大便是下国强大 你这种危险的想法不可取 哼 这种重要的东西 岂能交与他人之手 必须由国家掌控 战狼言辞凿走 国家掌控 我看是你想掌控 冷风怒骂 胸中正义令他不吐不快 他极其讨厌战狼这种人 以爱国之名 实现自己的私欲 说白了 宗门令肯定是要在某个具体的人手里掌握 只要这个人心向下国 便是对国家有利 但战狼这种人 却总想着借爱国之名 道德绑架所有人 最终实现由自己把控 这个宗门的私欲 堪称是世间最可恨恶毒之人 汉奸害国 战狼窃国 随你怎么说 我等上面的命令 战狼摆了摆手 无所谓的道 那我也会向上面说明情况 驳斥你的请求 冷风眼神冷锐 他与林妍接触过 那样的强者 如果强硬对待 就是逼他和下国走上对立面 战狼这种窃国之贼 最喜欢玩这种戏码 那就比一比 咱们谁的后台硬了 战狼与冷风冰冷对视 丝毫不退步 第二天天明 林妍完成了所有的融合 爽啊 看看面板 他看着自己的成就 面板打开 和之前早已完全不同 此刻 面板呈现紫金色质感 散发着尊贵的紫金色光芒 ID 炎帝种族 人类 皇 身份 炎帝宗宗主职业 私命 永生战士等级 时生命值 1001W 护甲 3283W攻击 75W 物抗 2500 法抗 2500 法力 5000 疑速 12 攻速 3.5 敏捷 9 血量恢复速度 0.5% 吸血 15.5% 暴击 26% 护甲吸附 13000 破甲 5W 反伤 2W 装备 软卫甲 白 软卫裤 白 剑豪头盔 传说 遇见踏雪靴 白 磨刀千刃 白 幻雷戒指 传说 终极神器 唯一 效果 无限融合装备 四阶 技能 叠浪三刀 三星 研刀 三星 九重雷闪 四星 高级探查术 三星 甲翼拖战 三星 拔刀斩 一星 原地附生 神刺 能力 一滴神血 生命泉水天赋 生长神泉 生命头子宝物 生死硬 避水斗篷 隐身披风 醒心扇 打王鞭 血壁戒指加持模板 私命星号永生战士 神刺 该升级了 灵妍看着手上的金燕珠 太多了 用不完 根本用不完 呼呼 她很快就将金燕珠吸收完毕 直接来到了职业者的最高等级限制 29级 嗯 灵妍摇了摇头 升级对她带来的基础数值提升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模板的等级增幅 都是按基础数值来算的 即便神刺模板有十倍增幅 但和她积累起来的强大附加数值面前 依然显得杯水车薪 不过 量变引起质变 如果我能一直用神刺模板升级 每次都是十倍的指数级增长 基础血量都会很容易破译 必须要集齐三道真理之书残液 灵妍思索着 该如何从原天人籍的老家伙 手里坑过来她拍卖那一页呢 还没等她想明白 原天人含笑走了过来 炎帝小有 这次能斩杀僵尸王 你是手工 我们几个老家伙能活下来 也全是因为你 我 灵妍刚想开口 你不必开口 我懂 原天人直接送出了真理之书残液 我们几个老了 什么神刺模板 什么真理之书 对我们也没有意义 之所以决战前没把残液送你 是想着 如果我们没能杀死僵尸王的话 就用残液神性 勾动神刺模板 用炸模板的力量 来灭杀僵尸王 灵妍嘴角一抽 这老家伙 真狠啊 神刺模板里蕴含神力 要真被炸了 爆发的威力 绝对不亚于现实世界的核弹 谢了 灵妍接过残液 原老头还是很讲究的吗 现在 你已经拥有两张真理之书残液 我们会全力帮你从龙下皇室手里 争取到第三张 原天人给的惊喜 还未停止 嗯 灵妍警惕起来 老头 你又想在我身上谋划什么 他嗅到了原天人话语深处的阴谋味道 哈哈 你小子 我就不能纯粹出于欣赏你 所以想为你 做些事情吗 原天人笑骂道 呵呵 你这糟老头心眼太多 我可不敢信你 灵妍摇头 不过 我 确实需要第三张残液 亲兄弟明算账 说吧 需要我做什么 哈哈 原天人畅快地大笑着 不再隐藏 他的眼神骤然深邃起来 平静说道 这并不是强制的要求 如果我们到死 也没有将现任皇帝拉下马 还请小友带我诸之 嗯 灵妍瞳孔一缩 杀皇帝 虽然知道 曙光七英雄和龙下帝国皇室矛盾很深 但没想到 竟然深到了这个地步 嗯 我用一声布局 最终目的便是斩杀当朝五帝 灭杀江狮王 也只是布局中的一环 不过 却是最重要的一环 原天人背负双手 平静的话语下 潜藏着无穷尽的杀鸡 如今江狮王已死 我等也该放手一搏了 放心 我会帮忙 灵妍点了点头 袁天人有些意外 你这无力不起早的魂小子 居然会同意 灵妍咧嘴一笑 袁老头 你不出明村不知道 我早都是龙下帝国的一级通缉犯了 啊 袁天人一拍脑袋 想了起来 灵妍杀了龙问剑 早就被龙下皇室视为眼中盯了 不过 灵妍要诛杀龙五帝的原因并不止如此 只不过 现在需要给袁老头一个相信他的理由罢了 好 袁天人眼神一亮 有灵妍的加入 他们城市的把握也大一分 只不过 得罪皇室 整个龙下帝国的生命泉水将都对你关闭 袁天人沉吟 你们会面临 只要在龙下帝国境内死亡 就会永久死亡的困局 作为降临者的优势 就不存在了 哈哈 灵妍憋不住了 忍不住笑出声 笑话 他现在身体绑定长生泉水 想怎么复活 就怎么复活 区区龙下帝国皇室的禁令 又算得了什么 小友为何发笑啊 袁天人一愣 舍生取义 本就是我被应当做的事 为了苍生 为了袁老头你们的理想 我舍命赔君子了 灵妍一挥手 慷慨陈词 无比豪迈 眼睛让影帝都无地自容 啊这 袁天人被震撼到了 感动得无以言表 眼睛都有些湿润 毕竟 他想破头也不可能想到 灵妍现在是随身绑定 一道生命泉水的状态 小友 你这样 让我等何以报答啊 袁天人感慨 深深叹息 谈什么报答 咱们之间 那是生死之交 过命的战友情 灵妍义正言辞 随后眼珠一转 图穷笔现 如果你们实在过意不去 非要报答的话 那就加入我的宗门吧 我给你们几位养老 啊 袁天人无语了 原来在这等着呢 NPC也可以加入玩家的宗门 但宗主对加入的NPC 有部分控制权限 一般都是击败NPC后 强迫对方加入宗门 绑定宗门之后 就可以动用宗主权限 让NPC们做苦力 哎呀 加入宗门很多好处的 比如 我们可以对内通话 共伤大事 毕竟京城隔墙有耳 你也不想自己的秘密 被别人听到吧 而且 我们还可以整合力量 灵岩开始天花乱坠的忽悠 这可是曙光七英雄啊 龙下大帝最强英雄团 一旦被拉入宗门里 替自己打工 那他在龙下 基本是横着走了 而且 以他们的天赋 随便培养培养 日后成为超级大佬的 可能性非常高 宗门有几个超强的宿佬坐镇 想想就拉风 小友不必说了 袁天人摇了摇头 灵岩恶然 有些失望 我们加入便是 袁天人微微一笑 灵岩一个猎 遭老头子 你说话咋大喘气呢 肯定是故意的 哈哈 袁天人开心地大笑起来 好不容易能看到 灵岩吃一次扁 他很有成就感 接下来 就是其他几位英雄了 加入炎帝宗 好啊 反正 我们老哥几个命 都是你救的 你说啥就是啥 王铁匠和五百花很直爽 直接就同意了 可 王僧依旧严谨一概 轻道子挠了挠头 你可得给我封个法师堂长老 不然我不加 行行行 你想当啥都行 灵岩很好说话 反正现在宗门 救他一个光感司令 就算封你是太上长老又如何 我也同意 但你不允许强迫 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王宝儿警惕无比 我可是证人君子 怎么会强迫你做呢 灵岩可缩了一声 呵呵 王宝儿现在屁股都隐隐作痛 灵岩这个不正经的 拿到醒神善之后 第一个拍的 就是他的翘臀 灵岩哥 你们在说什么啊 一旁的沈又威 探出脑袋来 哦 又威啊 灵岩脸不红心不跳 丝滑无比地转移话题 我是说入宗的事情啊 你们几个也先加入进来 到时候做事方便 哦 好爹 沈又威连连点头 很快 林峰 段德 和楚清玄 也都完成了绑定 我这一营老兄弟 也全都愿意加入炎帝宗 袁天仁挥了挥手 八百精兵巨斗猎阵 威势无双 他们随我征战沙场多年 都是难得的精兵 虽然如今已经老了 但也是不容小觑的一股力量 袁天仁看着灵岩 灵村崩塌 他们入京后 生死未卜 这些老兄弟交给灵岩 是最好的归宿 好 灵岩自然求之不得 百战之兵 战斗力都强悍的一匹 磨练出的战阵的战斗技巧 几乎可以随意杀同级玩家 这一眨眼 宗门就壮大起来了 灵岩感慨 二级宗门的容纳上限是一万人 要升级三级宗门 要达到 1W声望点 1W宗门成员 声望点他已经满足 但他并不着急升宗门等级 兵在金而不再多 他要招募的每一个宗门成员 都是绝对靠谱的 他要打造星空万族第一宗 哒哒 他打开玩家论坛 果然有许多人在疯狂editor 想要加入宗门 甚至愿意花费重金 炎帝 我是你的粉丝 我老崇拜你了 快让我加入你的宗门吧 你不让我加入你的宗门 我全身都像有虫子在爬 求你了 本公子愿意出家一百万 只求炎帝让我加入你的宗门 小女子滋涩尚渴 不知炎帝你 以为我的宗门 失效 他们是崇拜自己吗 分明都是 缠他得到的那些 生尖模板和经验珠 下剑 想白挑我 没门 灵言直接发帖 一百万金币一个位置 有超能力者上钩 顿时 神土圈子一片沸腾 玩家们都愤怒了 简直是被拜金主义洗脑了 一个亿换你入门机会 你怎么不去抢 你怎么不为全体玩家着想 炎帝这个人太自私了 我们都强大了 那才是为国争光 就是 自私自利的小人一个 一点道德都没有 简直丢咱们下国人的脸 格局太小了 凭什么不让我白嫖 诅咒你困吧 变短 我是高中生 请问可以免费入宗吗 现阶段 除了国家队 还没有人能拿出一百万金币 就算有 也不可能拿出来 只为了换一个入宗的机会 不过很快 林严的真粉丝和三观正直的人便出来兑现了 你们这些白嫖怪 快滚啊 我家林严凭什么免费收你们 你格局大 你怎么到现在还九级呢 林严翻看着评论 偷偷地匿名给这些支持他的人点赞 顺带打赏了几枚同币 说得好 狠狠地对他们 翻了半天评论 他回过神来 才发现柳福和腾帅 恭敬地站在他面前 不知道多久了 你们两个这次表现得不错 这些金燕珠 你们拿回去用 让全体战士都连升三级 林严甩出金燕珠和金燕药水 这些东西 他实在是太多了 根本用不完 还不如用来犒赏有功的小弟们 谢足尊 柳福和腾帅都笑开了花 足尊您太客气了 本来给您打工 我们都没想着要工资 只要能跟在您这样的强者身边 看您如何崛起 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了 林严翻了个白眼 你们的能耐都没用在修炼上 全用来修炼拍马屁了是不 腾帅尴尬地挠了挠头 柳福则是脸部红心不跳 我说的全是肺腑之言 请足尊明鉴 林严内心给柳福比了个大拇指 不愧是能把隐忍王流鬼都因死的奇女子 脸皮真够厚 送走了两足之后 林严脸上的笑容缓缓收敛 看来他们两足在我的影响之下 嫌隙渐渐小了 如果两足力量能合并在一起 倒是有些文章可做 林严沉吟着 僵尸王献后面 牵扯到了罪狱 他得提前做好布局才行 毕竟 罪狱那位谷弟 才是真正的大陆级别boss 嗯 所有的善后之事都处理得差不多了 该出发了 林严刚准备和沈又威等人启程 民村远处便有蛟龙玉空而来 迎娇玉空 看来是宫里面来人了 袁天仁皱眉 随后又书展开 显然已经算透了一切 迎娇之上 站着三位公差 为首之人脸上涂着白粉 身穿换服 皮笑若不笑地对袁天仁一拱手 袁大帅 别来无恙 老陈公公操心了 袁天仁声音冷淡 五弟大人听闻了你们斩杀僵尸王的世界之音 不胜欢喜 特有旨意宣布 陈公公请出圣旨 请袁大帅接旨 袁天仁领然而立 没有丝毫跪拜之意 袁大帅 你这是什么意思 要顶撞圣意吗 陈公公皱眉沉河 我等家具曙光之明 剑指不败 陈公公难道忘了吗 袁天仁冷笑道 哦 几位大人远离京城太久 我都把这一茬忘了 陈公公偏向林妍几人 那这几个呢 你要想做死的话 倒是可以试试 林妍淡然地拔出长刀 升接之后 他还没跟人对战过呢 以蛟龙血开场 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狂妄 陈公公大怒 就算是降临者 也得遵守龙下皇室的规矩 给我跪 陈公公身后 两位铁甲侍卫中的一位瞪大眼睛 他就是杀了龙问剑大人的逆贼 陈公公文言大喜 阴森一笑 他本就是顺成圣意 来找曙光七英雄麻烦的 此时找到机会 自然要顺竿就爬 至于林妍的威胁 压根没放在心上 他现在可是代表龙五帝 当今龙下帝国的皇帝 谁敢伤他 逆贼哪里走 两位侍卫大吼一声 一个飞跃便从银礁身上落下 向着林妍劈斩而来 陈公公看都没看林妍一眼 毕竟 这个阶段的降临者 除了内侧的那些 最高也就精英职业者级别 根本不可能顶得住 两位皇家精英侍卫的攻击 他的目光落在袁天仁身上 但凡他做出什么违逆的行为 就可以直接致他一个叛逆之罪 但袁天仁丝毫没有动 只是淡笑着与陈公公对视 嗯 陈公公皱眉 难道袁天仁觉得 一个靠着课金战法 侥幸打赢了龙问剑的家伙 真能对抗两位皇家侍卫 还是说他根本就不敢动 哼哼 什么曙光英雄 连自己的战友都不敢出手保护 怪不得当年 耸到告老还乡 陈公公冷笑一声 有些失望 他知道 今天估计是抓不到 曙光英雄的把柄了 行了 快把这小子抓回天牢 永久见见 陈公公转过头 NPC虽然没有能力 彻底杀死玩家 但却有监禁权限 嗯 陈公公刚转过头去 脸色就一白 只见一清 一红两道刀器 冲天起 直接向着他的面门冲来 不好 两个侍卫呢 你们怎么不拦住 吃干饭的 陈公公尖叫一声 膝盖一软 跪趴在银胶上 堪堪躲过两道刀光 刀器闪过 视野恢复正常 只见灵烟面前 被刀器批斩出的两道沟壑中 两位皇家侍卫的碎尸 躺在其中 鲜血蹦剑 惨不忍睹 陈公公大脑一片空白 我靠 两位皇家侍卫 被秒杀了 陈公公大脑空白 整个人都愣住了 这战力也太离谱了 怕是不比几位曙光英雄弱了 你这么强 当初杀龙问剑 为什么还用刻金战法 是为了隐藏实力吗 他大声贺问 哼 纯粹是有钱没处花 不行吗 灵烟眼神冰冷 起手又是一次拔剑术 我尼玛的 陈公公声音都颤抖了 我可是青差 杀我等同于士君 和杀这两个侍卫 意义完全不同 你难道真想被彻底驱逐出这个世界吗 真皇帝 我都想杀着玩一玩 别说你这烟狗了 灵烟冷笑着 刀光疯狂向着银交斩去 逃 陈公公大叫着 驾驶银交向外面飞去 他自己就是个烟狗而已 当朝龙武帝疑心过重 怕夜晚被行刺 所以不允许身边的太监实力太强 所以 他根本没什么战斗力 这头银交倒是有英雄级战力 以那逆贼表现出的强势 就算是英雄级战力 也顶不住他那通天刀器啊 银交速度很快 反应敏捷都很高 左躲右闪 虽然中了几刀 但好歹马上就要飞出灵年的刀器攻击范围 聂畜 你等着吧 等我回到京城 告诉皇帝 你今日的违逆 你唯有被杀到出不了泉水一个下场 陈公公面色恶毒 尖叫道 嗡 明春大阵突然启动 银交一头撞在了空间罩上 根本冲不出去 原天人 你们要谋反吗 陈公公暴怒地质问道 他真慌了 青道子装模作样地看着明春阵法核心 对不起啊陈公公 刚才那场大战把明春阵法核心打坏了 我这正修复呢 估计三天三夜才能修复好 你先等一等啊 没事的 靠 你说得轻松 陈公公气得火冒三丈 怎么可能没事 原天人 你们看着逆贼是军部阻拦 便已经犯了欺君之罪 我命令你们将这叛贼拿下 陈公公集中生智 对原天人怒吼 想要看他们自相残杀 哎呀 刚才的战斗把我耳朵打坏了 听不到 完全听不到 原天人故意大声说着 噗 陈公公又急又怒 真的一口血喷了出来 呵呵 老烟狗 老子不亲手杀你 是给我们宗主让一点惊艳珠 你真以为 我们今天能放你活着离开吗 直爽的王铁将怒喝道 他们本来就是要造反 还怕个太监 你们宗主 好啊 原来你们早就是蛇鼠一窝的反贼 这些降临者敢大包天也就罢了 你们也敢如此狂妄 陈公公一拍银骄 让银骄升到了大阵最高空 一般的地面攻击 都没办法攻击到这么远距离 等我脱困 就是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之时 陈公公尖叫着 不断拿出身上的宝物轰击大阵 想要逃出升天 林言哥 要我帮忙吗 沈又威举着弓箭 林言笑着摇了摇头 若是今日之前 他还真拿这么高的目标没辙 但如今嘛 雷来 他一台手指 对着陈公公一点 哄 天空一声巨响 雷霆轰然降落 什么 陈公公眼神一颤 连惨叫都没来得及发出 整个人就被劈成了焦谈 好 银骄惨叫一声 被伤得不轻 从空中坠落了下来 砰 他摔在地面上 奄奄一息 陈公公的焦黑尸体 直接摔得稀碎 好宝贝 袁天人看着林言手上的 患雷戒指 惊叹连连 这攻击距离 这伤害数值 这攻击特效 太霸气了 袁老头 你们可是帮凶 打算跟我一起逃命吗 林言打趣地问道 哼 这陈公公几人 分明是陆域土匪 被土匪所杀 跟我等有什么关系 袁天人从地上捡起圣旨 打开之后撇了撇嘴 果然是照我们进京领赏的 鸿门燕啊 青道子倪南道 管他是什么燕 不爽了 把他桌子都给掀了 五百花霸气十足 没错 王铁匠几个都点头 袁天人则是看向林言 你过几天也静静吧 我有把握 让五弟取消对你的通缉令 至于主城那里 你们也不用担心 主城的城主 还有几个都统 都是我们的老部下 完全可以信任 龙下帝国最好的几个大师阶 晋级母版 也都在主城 他们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 带着我的凭证 去主城 晋级大师之后 便晋级与我们几个会合吧 好 林言点了点头 他们如今已经站在统一战线的战友了 他当然信得过袁天人 现在 他更在意地上这头银胶 侯 银胶奄奄一息 警惕地看着林言 身为五阶妖兽 你应该听得懂人话 林言站在银胶面前 沉声道 我念你修炼不义 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 成为我颜帝宗的在边妖兽 日后你或许还有画龙之机会 银胶眼中闪烁思索之色 他本为妖兽 被捕捉后 就是要被人骑的 究竟是谁骑 他倒是无所谓 但加入降临者开创的宗门之后 就会收到一些规则制衡 无法抵抗宗主的命令 但总比今天就死翘翘要好得多 好 他垂下头颅 表示同意 很好 林言咧嘴一笑 直接拿出上百瓶高阶回血药剂 给银胶进行了入边仪式后 将药剂都灌进了他嘴里 好 银胶瞬间满血复活 眼中闪过不可思议之色 新主人也太好恨了吧 就算是皇家 也不可能对他一头逮捕妖兽这么好 好 他眼中闪过坚定之色 以后一定要抱紧新主人大腿 绝不放手 放着了 那我们便分头行动吧 袁天仁对青稻子点了点头 青稻子会议 开始修复明村祭坛 林言则是带着沈幼威几人 踏上了银胶的头顶 前往主城 好 银胶此时干尽十足 一声娇笑 腾空而起 化为一道荧光 向着主城飞去 啊 好刺激哦 这就是飞行的感觉吗 沈幼威 楚清玄两个女孩 都忍不住惊喜地 分享着自己的感觉 银胶腾跃在云中 转眼便可掠过山河 风声在耳旁呼啸 眼底竟是蚂蚁般大小的人影 这种感觉 令人沉醉 升级到王阶之后 便可以自己飞行了 真期待 段怼也心迟身亡 林峰扶林心智 眼中灵光一闪 风系法术施展 旋风拖着她的身体漂浮 随后竟真的飞了起来 我尼玛的 林峰你真是个变态 你是不是有个卦 焦悟性逆天 我看一眼就能领悟 段德羡慕极度恨 疯狂吐槽道 哈哈 运气运气 全靠一点小聪明罢了 林峰挠了挠头 林岩看着几个队友打闹 微微一笑 开始查看神徒论坛 不少人都在论坛里 议论关于新手村 隐藏剧情的事情 网游董哥的帖子 又冲上了热搜 炎帝究竟是强势弱 一个帖子带你看全面 众所周知 炎帝一直在新手村附近活动 并且一直停留在九级 前段时间 更是把我们的升级圣地 真理交给连郭端了 现在 他却直接升到了二十九级 并且完成了隐藏任务 可以推测 他之所以这么强 应该是新手村 NPC给了他特殊的任务道具 而且 道具限定 只有九级才能使用 否则他怎么一直 压着不升级 现在 他应该已经走出了新手村 那件 让他变得很强的道具 应该也不能用了 而他现在手握宗门令 还有诸多高阶进阶模板 咱们下国有句古话 叫匹夫无罪 怀必其罪 如果他不识实物 不把这些好东西贡献出来 我建议所有玩家联合起来 不断地击杀他 总能把他的宗门令打出来 到时候 我们一起评分他得到的奖励 我知道 有的玩家在迟疑 怕他真的很强 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炎帝现在是龙下帝国的 顶级通缉犯 如果我们组队攻击炎帝 主城的陈卫军也会帮助我们 你们信不过自己的实力 难道还信不过 主城强大的陈卫军吗 还等什么 速速加入我们的队伍吧 帖子的下方 很多玩家疯狂点赞 已经有人在组建反炎帝联盟 是要将炎帝击杀在主城门口 而林妍的粉丝 则狂喷董哥不道德 简直丧心病狂 呵 林妍冷笑一声 网友董哥 本来就是白狼公会出钱养的网红 自然和独公子同气联制 至于这些看似愚蠢 被煽动的玩家 实质上 其内心都在想 平分击杀自己后的好处 是纯粹出于利益的选择 想杀我吗 他眼中充满冰寒 主城极其大 汇聚了很多新手村的玩家 这代表到时候 他可能会面对超过十万玩家的围攻 不过 那又如何 纯纯再给我叠反伤上线的蠢货罢了 林妍咧嘴一笑 有时想想 白狼公会还真是他的福星 每次想害他 实际上都变相地提供了帮助 他倒是想聚集这么多玩家一起砍自己 但他还真没有那么大好照例 多谢了 你们给我的帮助 我会百倍奉还的 林妍的笑容越加冰寒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偏差的话 白狼公会 就是在这个时间点上 获得了那件王者之兵 也该上门讨债了 白狼公会 独公子看着网游 董哥发来的消息 笑得合不拢嘴 好好好 看来想杀林妍的人不少啊 那林妍估计想破脑袋 都想不到 老子拥有一件王者之兵 而且 还是附带真伤的传奇王者之兵 他手指不断敲打着桌面 面容皂红 来吧来吧 我都等不及了 他降落主城的一刻 便是他生死之时 穆青婉在一旁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话 虽然他确实想抢林妍的宗门令 但这哪有找林妍做男朋友香 完全不用奋斗 就能吃到最大的红利 穆家能崛起成为百艺集团 靠的全是这样的手段 这就是他家的家族传统 主城城主府 主城地位最高的几位 都统和城主齐聚一堂 都听好了 刚接到消息 今天咱们小师弟小师妹 就都能到咱们建阁城 招待好几位小师弟 小师妹 可是咱们师父这么多年来 唯一的要求 全都给我 打起一百分精神 做好迎接准备 放心吧 大师兄 交给我们 几位都统拍着胸脯保证到 主城门口 玩家们逐渐聚集 城卫军也纷纷开拔 一片热闹景象 而此刻 天空远处 荧椒在云雾间闪漠 主城 终于到了 荧椒头顶 灵炎摇望着远处的主城 眼中充满期待 快看天上 蛟龙 而且还是荧椒 那不是龙下皇室专属的座器吗 众人疑惑出声 连连问道 皇室来人了 几位都统在赶来的路上 同样皱眉 他们都是原天人麾下的心腹 自然对皇室没什么好感 好 娇笑声传荡 随后降落在剑阁城前 灵炎从蛟手上走下后 一挥手 将蛟龙收在了宗门空间中 嗯 炎帝 我靠 他怎么乘着蛟龙来的 现在这个版本 就能捕捉自己的宠物了吗 怎么捕捉的 这也太拉风了 我也想要这种座器 玩家们都被镇住了 主城虽然有座器出售 但一般都是普通的牛马 顶多就是一阶 二阶的战虫 战斗力聊胜于无 但却卖得很贵 所以现在玩家 基本都还没有自己的座器 一看灵炎连蛟龙都有了 自然眼红无比 或许是开启了宗门令之后 自动送的护宗兽吧 看那迎交刚才的气势 战斗力绝对爆表 反炎帝联盟的几位首领玩家 站了出来 看着灵炎 眼中贪欲 垂涎欲低 炎帝 你既然已经用掉了宗门令 就不要贪心不足了 现在我们都缺资源 劝你将隐藏任务通关后 得到的好处 全主动交出来 否则 否则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网友董哥作为发起者 顺理成章地成为盟主 此刻站出来 与善观惊 鼻孔朝天的傲然说道 没错 你不要太自私自立 得到了好处 就得共享 这是基本的美德 因为穿着蓝色法师袍的女法师 义正言辞 灵炎瞥了她一眼 我看你母亲也不错 你要不要拿出来 让大家共享一下 你 粗笔 女法师被灵炎对的破防 你这个屌丝男 一看就不尊重女性 我要号召所有的女玩家 一起讨伐你 打不过你 也要网抱你 灵炎没兴趣看她破防的嘴脸 冷然看向董哥 就你叫网友董哥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正是你小爷我 网友董哥一挺胸膛 骄傲无比 很好 灵炎深邃地 看了一眼网友董哥 哼哼 炎帝 我劝你不要太狂妄 你没看到 交出这些资源 是名义吗 你敢违逆大事 网友董哥一仰手 我身后 可是站着数万名玩家 你敢杀我 你这个号就废了 不交出资 哼 怒雷从天而降 董哥话都还没说完 就被怒雷劈成了交叹 尸体都化成灰飘散 场面陷入了尴尬的寂静 灵炎他的贪手 看看 人作恶作多了 就是会遭天谴的 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玩家们脸色惊异不定 网友董哥是独公子的得力干将 自然得到了权力支持 如今都是49级巅峰精英职业者了 只要再进一步 获得大师母版 就能进阶四阶了 虽然一路都是白银进阶 但血量加护甲 起码大几万 虽然瞬间就被雷劈死了 他们不得不怀疑 这是天法 毕竟 他们宁可相信 是老天看不下去 把董哥这个畜生给劈死了 也不愿意相信 灵炎如今 能发动一击几万滴血的远程攻击 胡说 我分明看到 是你手指上那枚戒指亮了一下 女法师尖叫 哦看来 你眼睛还挺尖的 灵炎冷笑一声 作为奖励 送你回泉水泡澡吧 哼 他以一指为剑 用处拔剑术 嗡 剑气轰然冲出 隔着百米 直接将女法师活活劈成了两半 鲜血蹦剑 场面令人胆寒 好强 他不是战士吗 没有装备 徒手就攻击到了百米外的目标 而且一击就给对方暴杀了 玩家们人都傻了 妈的 咱们玩的是一个游戏 城墙上 青龙工会 朱雀工会等首领都在观望 他们不会参与抢劫灵炎 但也不会提供帮助 毕竟他们也不敢一下子 就得罪数以万计的玩家 人海战术实在是太可怕了 大工会也扛不住 炎帝的战斗力 确实独一荡 青龙工会首领评价道 威风啊 帅呆了炎帝小哥 朱雀工会美女美眸 粘在灵炎身上 起码也是黄金大师级战力了 真不知道 他区区二十九级 是如何做到的 难不成 他获得了什么逆天宝物 繁星工会会长皱眉 呵呵 炎帝 你不要太嚣张了 你以为你仗着几件厉害的法宝 就能想杀谁就杀谁 不错 我就不信 我们几万人一拥而上 你还能在死之前 把我们都杀了 几个玩家首领都大吼 一群蝼蚁罢了 一拥而上又如何 灵炎对着面前的玩家大潮 随意一勾手 一起上吧 我赶时间 炎帝 你太狂妄了 大家一起上 杀炎帝 夺宗门令 夺黄金模板 上 诸多玩家眼睛都红了 数万人聚集成的大潮 气势冲天 喊杀声震动八方 玩家如潮水般 从四面八方涌来 炎帝旁边那几个 赶紧滚开 不然连你们一起杀 几位首领冷喝道 呦 胖爷正好攒了一肚子气 正要找人发泄一下呢 段德被凌峰秀了一路 气得不行 此时一曲往生咒 给所有人共享了千万级别护甲 随后 他举着荆棘之盾 一个泰山压顶 只听轰的一声 就砸死了十几个冲在前面的玩家 什么 几个玩家首领都瞪大眼睛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楚清玄已经化为火凤凰 拳脚齐出 火焰四射 转眼便有上百位玩家 被打成了血污 嗖嗖嗖 沈又微九剑连发 剑剑传心 凌峰召唤静咒 冰龙将士 一个吐息 便冻死一片 我靠啊 怎么一个比一个变态 炎帝一个人牛逼也就罢了 他身边的人 怎么也跟开了挂一样 炎帝 你他妈是卖挂的吧 玩家们都怪叫着 凌炎冷笑一声 大手一挥 兜住手 让我一个人来 这可是叠反伤和护甲的好机会 他怎么舍得错过呢 现在这些玩家在他眼中 都是义无反顾 向着自己冲来的护甲 和反伤数值啊 好 凌峰几个当即停止了乱秀 他们杀人 顶多获得点金燕珠 但他们又不缺 呵呵 炎帝 你太狂妄了 原本玩家们还头皮发麻 五个这么强的敌人 相当于五个大boss了 还真不好刷 但凌炎居然如此装逼 想一个人单挑他们几万人 那就别怪他们不客气了 杀 众人都不敢再处凌峰几个的眉头 绕过了几人 杀向凌炎 凌炎丝毫未动 默然看着这些人 呵呵 连武器都不拔 装逼到这种程度 炎望也难救你 几个玩家首领 都觉得受到了奇耻大辱 手中武器砍向了凌炎 死 他们兴奋的攻击 展落在凌炎身上 仿佛宗门令静在眼前 但下一刻 一一 灵炎脑袋上 冒出了些许的伤害 嗡 下一秒 护甲回复 护甲瞬间回满 19888 19979 劈砍灵炎的玩家首领 脑袋上 却冒出离谱的伤害数值 我靠 真的假的 他们大脑都当机了 这是什么情况 我他妈就不信了 这一定是什么特殊的法宝在抵抗 大伙加油 给我努力屁 几人正在喊叫 已经劈出 四刀的操汗首领 顿时一口鲜血喷出 倒地猝死 四下反伤接近八万 直接把他血甲值一起反霉了 原地升天 他身上肯定是套了什么反伤法宝 而且有承受攻击次数的限制 大家努力 把他砍死 网友董哥从泉水归来 大声鬼叫道 林炎冷笑着看了他一眼 虽然这网友董哥很讨厌 但确实对他帮助很大 玩家们都点头 疯狂地朝着林炎劈开 扑扑扑扑 高达两万的反伤 实在是过于离谱 现在的玩家 大多都还是职业者 顶天也就一万多 上去砍掉林炎一点护甲 直接就得当场吐血升天 林炎淡定地站在场中 看着这些卖力为他生反伤上限的玩家 心中感觉无比舒服 上哪去找这么多忠心耿耿 效率还高的刷甲击呀 简直比大航海时代 那些爱吃炸鸡的黑弩都努力 吃吃吃 在数万名玩家的围攻之下 林炎的反伤上限疯狂提高 转眼就上升了一万多点 这代表着 足足上万名玩家 被他反伤反死了 地面积压的玩家尸体都堆成了山 哎 你们用点力啊 怎么这么没劲 我都要睡着了 林炎打着哈欠 坐坐地伸着懒腰 挑逗着玩家们的情绪 哎呀 我受不了了 砍死这个装逼犯 我就不信 你真能把我们都杀了 我已经互捧换友了 大家跟我一起摇人 到时候几十万人一起围攻他 我就不信他不死 好 玩家们都开始自发摇人 林炎欣慰地看着那几个招呼 大家一起摇人的玩家 给他们比了个大拇指 但这个动作 在玩家们看来 却是逆天的挑衅 都气疯了 更加卖力地摇人 复活重新加入战场的几个精英玩家首领 再度挤进了战圈 趁乱摸了林炎三刀 然后顿时打掉 嗯 我是记错了吗 之前他反伤只有两万来着 狂热地砍炎帝大潮 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不少路人玩家都加入进来了 想看看炎帝的反伤 是否如论坛里说得那么离谱 还有很多网红和up主也参与了进来 这绝对是今天的爆款视频 能吸引顶级流量 很快 围攻林炎的玩家突破了十万 但由于体积碰撞 同时能打击到林炎的人 也就上千人而已 林炎看着交集 亲自指导 你们这样攻击效率太慢了 能不能有点操作意识 看你们这团战打的 怪不得到现在连主城boss都没刷过 外面那些近战的排好队 给射手和法师让出位置 你们这样乱呼呼地扎堆在一起 太影响射手和法师的攻击效率了 让肉盾顶在前面 战士在肉盾的中间进行输出 这样你们可以同时造成的 近战总攻击次数会更多 还有 他悉心指导着 玩家们一开始暴怒 但仔细想想 林炎的指导高屋剑灵 确实说的有道理 想通这一点之后 他们更加勃然大怒 按照林炎建议的阵型 开始疯狂围攻 林炎满意地点了点头 虽然还是乌合之众 但总归有点样子了 他刷反伤的速率 从每秒1000 成功达到了每秒2000 指导效果 堪称立竿见影 该死 他这么蔑视我们 我们竟然对他丝毫没有办法 他怎么还不死 就算他物防太高 但29级 血甲值也就一万多吧 一次一点伤害 他现在也早该死了 玩家们越打越觉得离谱 都让开 让老子来 几个首领又从泉水复活归来 暴怒地杀入了人群中 两刀之后 便安详地离开了战场 不对 他的反伤数值 在不断地提高 有人呐喊道 一般的玩家一万多血 从开始围攻到现在 都是一刀死 所以根本没感觉 只有这些精英职业者 血甲值在四万以上的 才有明显感觉 现在他们砍灵妍一刀 就会被烦死 灵妍瞥了他们几个一眼 喜欢说实话是吧 幻雷戒指轰然落下 几人当即就被轰成了黑炸 他可不想围攻停下来 如今他的反伤上限 都刷到五万了 加油干啊 加把劲啊 一旁的沈又威 最理解灵妍的心思 此刻在一旁 当起了啦啦队 我他妈受不了了 网友董哥臭骂道 炎帝 你一动不动 是乌龟吗 我看你的法宝 只要一动 就会破功吗 你还喜欢 一直蜷缩在新手村不出来 我看你就是幼儿园老大 万年不动的缩头乌龟 灵妍冷然看向游戏董哥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就让你好好见识一下 什么才是绝望吗 灵妍拔出了刀 身形瞬间消失 同一时刻 九天雷霆将士 轰鸣声传荡在剑阁城前 杀意如海 九重雷闪 持剑行 嗡 九道雷霆披落 灵妍身形瞬间掠出数百米 杀到了董哥面前 路径上的所有玩家 被雷击麻痹之后 全部被剑光斩成血污 刹那间 便有上千玩家被秒杀 网友董哥 被这恐怖的气势 直接吓得爬伏在地上 现在 谁是缩头乌龟 灵妍冷笑着俯视他 我 董哥还没说完话 就被灵妍一刀给斩了 复活的董哥 一脸猛逼地从泉水里走出 说完了下半句话 我套你猴子 下一刻 人群涌动 泉水广场嘈杂起来 董哥震惊地看着前方的人潮 怎么回事 炎帝发飙了 一刀 就不知道要杀多少人 在人群里左冲右突的 我们都是被杀掉重生的 一旁的玩家们 都郁闷得很 他们背后大多数都没有 大工会的支持 生意级很艰难 死一次对他们来说 代价还是蛮大的 泉水广场 被杀掉重生的玩家越来越多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增加 很多人都迟疑了 到底要不要再去参加围攻 哄 火红色的巨大刀光 直接展落在广场内 数百人刚出泉水 就又被送了回去 玩家们一脸猛逼 我靠 什么情况 炎帝追着杀进城来了 咱们的队伍溃散了 十万大军这么短时间内 就被他一个人给杀崩了 是啊 他现在一个人追着咱们好几万人砍 现在都砍进城了 马上就要杀到泉水了 完命奔逃的玩家们到了复活广场 就再也没有退路了 挤压在一起 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 董哥当即被乱脚踩死 又送回了泉水 我日 董哥傻眼地再度重生 已经看到林炎如天神下凡一般 周身散发恐怖刀器 杀得一众玩家如砍瓜切菜 刀头一落 便是无数头颅滚滚落地 我尼玛呀 董哥心凉了半截 这压根和他们不是一个次元的战略 不是要杀我吗 就这 林炎浴血杀戮 大声质问着 护甲和反伤都在飞速攀升 炎帝 你死期已到 还在猖狂什么 网友董哥想到了什么 又自信了起来 董哥 你又想到什么妙计了 赶紧说出来啊 玩家们催促道 网友董哥冷笑一声 且不说我们少东家 还没有拿出他的底牌 你如今在主城里行凶 已经触犯了游戏规则 马上陈卫军就会出动 将你诛杀了 对啊 咱们之所以选择在城门口杀林炎 不就是担心 陈卫军不让在主城里打斗吗 哼哼 我就不信 你还能比主城维护治安的陈卫军 还强 玩家们都大吼道 踏踏踏踏踏 陈卫军们果然气势汹汹地开拔来 铁血气势 队列整齐 哼 他们站在泉水广场外 轰然列队 陈卫军大人 就是这小子在扰乱主城治安 我们是帮你维护治安啊 你快杀了他 网友董哥连连凑了上去 笑容谄妹 哼 陈卫军领队瞥了网友董哥一眼 一刀砍了上去 将董哥又送回了泉水 玩家们脸色苍白起来 难不成 陈卫军是要将在场打斗的玩家都杀了 陈卫军大人 我们是冤枉的 是啊是啊 冤枉啊 下一刻 令所有玩家瞠目接舌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陈卫军的指挥官大骑一挥 列队雷鼓 为炎帝大人助威 咚咚咚咚 下一刻 振奋人心的军鼓轰鸣起来 全军都在为灵岩雷鼓助威 我尼玛的 这又是什么情况 炎帝是神土公司董事长的亲儿子吧 怎么 NPC都帮他 连自己定下的禁令都不管了 我他妈想起来了 在新手村 那个芒僧也是包庇他 噗 不少玩家气得吐血 本以为陈卫军是来执行正义的 结果是来给灵岩雷鼓助威的 这还有点天理不 灵岩本来还害怕这些陈卫军不懂事 把玩家都杀了 那他还叠什么甲 升什么反商上线 远处建阁城最高建筑 建阁上 城主举着金尊和其他几位都统喝酒 痛快 不愧是老帅们的徒弟 真是强大 本来只是想看看他的实力 然后就出手帮助的 没想到他给了咱们这么巨大的一个惊喜 嗯 或许师父让他们过来 也是因为鬼灾之事 这个猜测一出 几位都统都脸色一变 城主哈哈大笑着 不管他如何 如此一番大戏 我们便好好看到落幕 那位炎帝显然暂时不想让我们插手 那我们就由着他大干一场好了 好 正好我们也可以欣赏 这百年难遇的名场面 几位都统都觉得解气 身为中立 NPC 他们虽然比玩家强 但也不敢轻易招惹玩家 毕竟降临者是不死的 而且还能不断变强 真要招惹了几个不要命的 天天来复仇 烦都能给他们烦死 炎帝给咱们出了口恶气啊 杀 杀得好 杀他个人养马犯 几位都统恨不得自己上去给灵炎雷鼓诸威 复活广场上 灵炎不断地劈杀着 眼睛还不断盯着水晶 只要网游董哥敢复活 就一刀劈上去 短短十分钟 董哥调了将近二十级 直接调阶了 我尼玛不完了 董哥现在复活就要跑 一心只想逃出主城 但灵炎把他盯上了 他根本逃不了 出生就死 路头就描 啊 不 董哥哭死了 如果连续调两阶变成白板阶 他的精英 职业准模板 就会碎掉了 那可是他辛辛苦苦 好不容易才求到的 求求您了炎帝大人 您是我爹 您放过我吧 网游董哥看着自己 不断掉落的等级 哀嚎着 吃 回答他的 是又一道刀光 公子 咱还不出手吗 城头上 管家连连问道 独公子扇着摇扇 我就知道 炎帝没那么容易对付 不急 先让他杀一会儿 咱们到时候 以救世主的形态登场 那时候 所有玩家还不对 咱们白狼公会感恩戴德 到时候 咱们白狼公会的声望 一定能瞬间回到巅峰 甚至能压过其他几大公会